历代地相勘于的阴阳先生在出黑之后 都会离开地相炉行走一段时间 这行走就不关乎个人文怨 至少从手闸上来看 只是为了济世救命 我此前出行多次都是有仇怨在身 无暇管顾其他 如今我只剩下窦家一个死仇 是地相勘于成全了我 让我大多仇恨得报 还能和何志结成连理 有顿空这样一个天赋异禀的儿子 那我必然不能破坏了地相勘于多年来的规则 和历代先生一循的事 回九和县不急于一时 一路行走 何志能散心 顿空也能多看看这世界 不用在唐阵之中关天 阴阳不行吗 何志又试探地问了我一句 我收回了思绪 点头道 为何不行 等顿空四岁 大哥离开 咱们一家人便去行走一番 地相炉出发 九和县为终点 让顿空增加眼界 我们也散心 何志眼中顿时浮现出惊喜之色 他不再多问其他 只说了 去找百双情做饭 便匆匆离开 等我回到地相炉的时候 古气节等人 已经在院子里厚着了 平江还是在福安画福 顿空则是在蒋盘怀中 蒋盘站在众人身前 我刚进门 蒋盘就招手示诱过去 古气节等人和我行礼 我到了蒋盘身侧后 众人支起了身体 毕恭毕敬地看着我和蒋盘 蒋盘低咳了一声 道 我和阴阳商议过 疑龙道场 应该修建在红圆县中 并非唐阵 今日起 大家便在地相炉 先行参悟《疑龙经》 我和阴阳未曾阅读此经 但阴阳术书图同归 你们有无法理解的地方 可以问我们 疑龙经不可有踏本 除你们之外 不可外传 除非以后 你们再将经书传承 作为疑龙先生门下 才可学起阴阳术 蒋盘一番话说的极为严肃 更是条理有据 他话音刚落 谷契节便举起胳膊 双手指天 道 谷契节 对天起誓 其余的先生 也在谷契节之后 几乎同时抬起手来 众人立誓之后 蒋盘便示意我 取出疑龙经 我将疑龙经拿出来之后 先交给了谷契节 谷契节看我的眼神 满含期待和渴望 我转头进了一个房间 取出来了另外一个包裹 那是当初 从疑龙先生身上 拿来的遗物 谷契节接入手中后 眼中就是狂喜 其余的先生 无意不是羡慕酸涩 谷契节又问询蒋盘 可否一段一段摘抄一龙经 大家好同时翻阅 否则的话 众人难免分不过来 蒋盘低头思索片刻 点头应允 也叮嘱了大家 不能外传 不能违背誓言 谷契节慎重说 已经立誓了 若是外传者 必定遭到命数唾弃 众人立刻开始行动 各自取出纸笔 围坐在一起 将一龙经放置在最中间抄写 时间过得快了很多 大家各有事做 我也去看了看平江画符 至于顿空 他则是在桌旁走来走去 时不时地看看平江 又时不时地坐下来 画几张符 约某一个时辰之后 何志和百双琴来了 送来了大量的吃食 众多先生都顾着看一龙经 竟没人来吃饭 还是蒋盘招呼了众人 他们才堪堪收神 不过吃罢了饭时候 众人就又开始去抄一龙经了 时间一会儿过了七天 大家参悟了不少经书内容 同样将所有内容都各自摘抄了一本 在蒋盘的提议下 我们去了一趟红源线 选定了一龙道场的地址 又有众多先生商议 还有增加了一些一龙经之中风水术的设定 设计了道场的图纸 道场的修建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关于一龙经 几乎没有先生来问询我们 他们都在自行参悟 按照古七杰的话来说 能得到这等阴阳术 已经是造化 能参悟多少 是自己的本事和命数 若是再靠外力 恐怕也难以得到更多 我和蒋盘 就没有再继续守着 回了唐镇 又过了三天 金哲日到了 往年的金哲日 大抵都正常 而今年的金哲 唐镇下了一场大雨 顿空自天黑就说自己很困 何至带着他去休息 蒋盘却疑惑不少 觉得顿空平日里 这个时辰都很精神 我大致晓得一些原因 这肯定和他另一部分魂 今天要出事有关 可我却不能告诉蒋盘这件事 雨一直没有停 整夜都在响彻春雷 何至熬到后半夜 就去房间睡了 我没睡 坐在屋门旁边 能看到屋内的顿空 也能看到院中的雨 因为何至在屋内的原因 蒋盘自然不方便在我旁侧 他就在另一头静坐 蒋盘看我的眼神 已经略有几分疑惑 我不睡觉 他自然能发现一些问题 可我不说 他也就不能多问了 一直到了次日清晨 顿空和何至起了床 顿空比昨日精神了数倍 他先过来喊了我爹爹 又到了蒋盘的身边 喊他伯伯 蒋盘摸了摸顿空的头 他略显正然 盯着顿空看了好久 顿空挣脱他 去了院内 蒋盘却久久没回过神来 最后他看向我 沉生道 顿空的命数 难道还有变化 这金哲一夜 他的魂好像厚重了很多 又给了我一种模糊 难以看穿的感觉 阴阳 你提前就知道了 会有这种变化 蒋盘又皱了皱眉 道 不对 即便是地向堪于 对于金哲也没有更多的解释 金哲关乎于生气 却不关乎于已知命数的蜕变 难道 蒋盘的面色又变了变 我心头顿时一宁 蒋盘难道猜测到了料成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大哥 顿空生来特殊 无需地向堪于 也能领悟服术 我并不知晓 他今日魂魄会变 或许 冥冥之中 徐福祖师爷 一直在看着顿空 蒋盘又愣了一下 他低头 若有所思的半赏 才点头道 当局者迷 我和顿空参悟了太久服术 倒是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 他学习服术 服术欲发强 命数自然会被庇护 老爷子当年 蒋盘眼中露出回忆之色 他简单又说了一些 徐福当年的事 我心头却有几分唏嘘 刚才蒋盘 显然要联想到廖成 我用服术 将他思维打断 他显然更相信徐福一些 等蒋盘说完了那些事后 他又认真告诉我 他还要在教授顿空三天服术 顺便给刘平江留下一定的服 以及简单关于阴谋的认知 这样一来 他成不了先生 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对此 我就感激不已了 不过 三天之后 蒋盘就要离开 也令我心头略有怅然 我也不隐瞒 告诉了蒋盘 他走之后 我也要改变计划 带着何志和顿空出行 说明了缘由之后 蒋盘点头认可 说这是好事 时间过得极快 我让何志去收拾准备 并且让他通知了黄七要离开 黄七来见我的时候 兴奋地无以言表 问了我好几遍 是真的要回九和县 而不是让他一个人回去 对于黄七这个 为我真的卖过命的人 我自然不会觉得厌烦 他问我几次 我就耐心地回答几次 不过 我还是和黄七说清楚了 我们不会很快回九和县 而是要在路上行走 死刑快可能是一两年 若是慢 我不知道会多久 他可以先快马加鞭回去 再在九和县等我们 黄七挣住了半赏 才低声说 让我给他一些时间考虑 我沉宁了片刻 才告诉黄七 这件事情 其实无需考虑太多 我不会说 以后不再用他这个忠诚的仆从 那他就不用担心那些事情 他离家多年 父母年事已高 若是再不回去 恐怕以后悔之晚已 子欲养而轻不在 也是人生一大憨事 黄七身体微微一颤 他低头 俯身跪在了我面前 低声道 黄七听先生的话 回九和县等先生 我让黄七不需要等三天了 收拾好东西 即刻出发 黄七遵循我的命令 直接去收拾行李 启程离开了唐镇 要离开的事情 我同二叔说了 但我并没有说 让他们也回去 更没有和子仁许商议 九和县过去 或许是他们的家 但二叔 如今在唐镇成家 这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于子仁许来说 回到那个纸扎铺 也是徒增伤感 三天的时间 黄叶而过 讲盘收拾了行囊 我们也收拾好了行李 相伴行 出了唐镇 二叔 子仁许 伤势恢复的朱贵 以及新接任了镇长的唐丁 都在镇口相送 告别之后 我们上了路 又过了一天 我们又和讲盘分道扬镳 我们的马车 依旧是枪足的大马 以及那辆宽平的大车 并且为了方便 我们没要随从 自行赶车 顿空对一切 都显得格外新奇 九和县的方向 是由南到北 在地图上 是南北地界交汇之地 我们一路北行 遇到了城镇 就会停歇下来 不只是歇脚和补给 我会进城接触当地人 问寻一些讯息 譬如近年来 这些地方的名声 是否有什么天灾人祸 期间遇到了一些小事 我都直接找到了 那地界管事的人 点了风水之后 让那人做出相应改变 普通人少接触先生 除了极少的一两都不相信我 以为我是神棍 骗人的之外 其余人都对我奉若神明 转眼 我们就在路上行走了 一跃有余 赶路的速度 开始变得欲发慢 我也不同于以往 在帮了那些人之后 会告诉他们 我是地上堪余的阴阳先生 蒋一红的徒弟 李阴阳 月末在离开唐镇 一个半月的时候 我和何志 又来到了一座镇外 此时刚好是夜幕时分 天边月华影线 只不过 还没进镇 我就察觉到 此地有些不对劲 首先是身上 装着的定罗盘 发出速速的声响 这声音是来自转针 此外 顿空小声地告诉我 说这地方的气息 让他很不舒服 好像能听到很多人在哭 此时赶车的是何志 他放缓了赶车的速度 并且推开了半扇车门 我能够透过开着的半扇门 看到镇口立着的牌楼 夜色下 牌楼的字略有模糊 骑上写着 站山镇 随着车慢慢进入镇内 我能看到 路边有很多草席 裹起来的草席 能看到一些露出来的鞋子 衣物 有一部分草席点燃了 正在散发着 难闻的灼烧狐味 何志语气惊疑不定 难难道 是瘟疫 我脸色同样变了变 紧接着 何志又问我 还要进镇吗 还是我们要离开 风水方面 闹鬼撞碎的事 我们能管 这种瘟疫 是大夫才能解决的麻烦 我们贸然进入 恐怕会伤及自身 我沉默了片刻 才告诉何志 我们这一路上 已经来了 那这镇上的麻烦 我们就不能不管 并且我解释给何志说 瘟疫有一部分 关乎于病 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 和风水有关 历代先生 也有不少管过瘟疫的 何志这才没多言 可就在这时 顿空忽然钻到了车门边缘 他探出头 似是在侧耳倾听什么 我和何志的注意力 都在顿空身上 马车的速度 自然就慢了不少 下一刻 顿空却忽然 直接窜出了马车 瘦瘦小小的身体 朝着路边跑去 我眉头一凝 何志惊呼了一声 顿空 他直接纵身下了马车 顿空却不管不顾 继续往前跑 我钻出车门 也快速下了马车 这会儿 顿空已经跑到了一侧路边 那里堆了不少的草席 其中都是杂乱衣物 月光映射下 这一幕显得极为凄凉 如果我所料 不差的话 那些衣服 应该都是瘟疫死了的人 留下来的遗物 他们的尸体 应该是被葬了 这些旧物堆在路边 是要被清理焚烧 只不过 瘟疫太严重 能处理这件事情的人 应该不多 以至于路边堆了这么多东西 还没等何志追上顿空 他就蹲在一处草席旁边 用力拉转 微弱的哭声 从下方传来 顿空探出小手 吃力地从衣服里头 拖出来了一个人 那是个最多三岁的小女孩 生得极为瘦小 她整张脸苍白发青 格外地虚弱 她刚被顿空拉出来 见了风 就发出呵呵的咳嗽声 空气中都漂浮着一股难闻的意味 我盯着她的脸 喃喃道 肺绝 月光映射下 这小女孩不只是皮肤苍白 甚至还有几分枯萎的感觉 她鼻头发黑 鼻孔外翻 重病有五绝 肺绝鼻黑 孔禄 肌肤枯 当初马宽就是被我用了刻刀钻刻木人 将她皱成重病的肺绝而丧命 如今这小女孩还没有当时马宽严重 可那时候的马宽是直接重病暴毙 她现在只是肺绝的面向还没有到死时 其眉毛上散正常 口鼻只是隐隐有点清气 胃层发黑 硬糖同样没有开裂 呵呵的咳嗽声中 小女孩嘴角溢出来不少唾液 还有一丝丝的鲜血 何智飞速取出一张布 直接包住了顿空的口鼻 同时 给了我一个示意催促的眼神 我也赶紧从内都取了两块白布 包住了自己和何智的口鼻 并对顿空快速说道 顿空 你后退 肺劳病 会蔓延 我语气慎重了更多 顿空稍微后退了一点点 她仰起脸看我 稚嫩的面庞上 净是不忍 爹爹 我可以救她 顿空小声地说道 我面色微变 皱眉道 救她 治病 何之神色同样诧异惊恶 顿空又摇了摇头 才告诉我 不是治病 是用扶证命 不让她死 说着 顿空就从腰间取出来了一张符 那是一张巴掌大小的符传 其表面纹路复杂 不像是常规符传的字体排列 而是一些八卦的符号 这些符号组合之下 也给人一种人脸的感觉 我没说话 同样给了何智一个眼神 示意她稍安勿躁 下一刻 顿空直接将符贴在了那小女孩的后脑勺上 本来小女孩还在微颤的身体 忽而一下就平息了下来 她的呼吸 也变得镇定平稳了很多 顿空 这是什么符 我开口问询 顿空仔细地看了那女孩许久 才小声道 五行镇命符 我长长地吐了口啄气 点头道 镇上染病之人应该不少 能救则救 我们再看此地病原是人 还是风水 然后再将其根结解决 何智同样抑制了面色的担忧 这时 那小女孩却颤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她眼中近视虚弱 还有惊恐和不安 她缩起身体 就想要后退 只不过她没什么力气 压根退后不了 小姑娘 你别怕 我们途经此地 能帮你们 我刚说完 那小女孩 去挖的一下就哭了出来 她有肺牢病 哭着的声音也很怪异 像是破风箱似的 并且还散出一股子腥臭味 你 是被人丢来这里的 你别哭 告诉我们 你家在哪里 我们带你回家 何智开了口 顿空伸出手 摸了摸那小女孩的脑袋 认认真真的说道 爹爹和娘亲会帮你 他们很厉害 小女孩总算止住了一点点哭声 她擦了擦脏兮兮的眼角 抬起手来 指着阵路深处的方向 何智的脸上露出了几分韵怒 她站起身来的同时 伸手将那小女孩 也从地上拉了起来 阴阳 我们进去看看 顺便也能找人 问你想要的讯息 何智低声说道 并示意我们上马车 我抱着顿空进了车厢 何智让小女孩 坐在她身边后 便开始驾车 顿空正正地透过车门 看向小女孩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其实 刚才何智问那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肯定是这孩子病重才被遗弃 这是毋庸置疑 我们要管这里的事情 自然不能看着 这么个小姑娘流离失所 马车在阵路上 走了约莫一盏茶的时间 淤的一声 马车停下 何智和小女孩下车后 我也带着顿空下了车 车停在一个青砖小院旁边 院门紧闭 院头上挂着两个白灯笼 小女孩正脱开了何智的手 上前去敲了敲门 从刚才何智脸色不好看开始 到了现在 她整张脸几乎都是沉着的 片刻后 院门开了一条缝 小女孩刚好又咳嗽了起来 她用力捂着胸口 咳得极为艰难 院门忽然一下子被打开 门后是个二十多岁的男人 她静一不定地盯着小女孩 骂道 你这个小箭种 谁让你跑回来的 得了劳病 赶紧死在外面 别回来害人 小女孩咳着咳着 就雾叶地哭了起来 我眉头皱起 从面向上看 这男人五官和这小女孩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大致能确定 她就是这女孩的店 就在这时 那男人抬起腿 就要朝着小女孩胸口踹去 同时她又骂道 赶紧滚 别在这哭丧 何知动作更快 她踏步上前 抬腿直接踹在了 那男人的胸口 只听那男人一声惨叫 整个人都朝着后方倒飞出去 砰的一声 又起了惨叫 还有接连不断的脚步声 紧跟着就是一个女人的金户 当家的 你怎么了 何知拉起那小女孩 脉步就走进了院内 顿空走在何知一侧 我跟在最后边 进了院子 一眼就瞧见那男人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脚步裂切地 去抓起来了院墙放着的锄头 满眼狠力地瞪着我和何知 凶狠道 是你们把这得了劳病的 小剑种送回来的 你们是何居心 想害我们全家 何知眉心紧促 何知道 为人父母 一口一个小剑种 你当的哪门子妇 虎毒不食子 你把他这么小的孩子丢出去 真要往死了逼 院子另一侧 还有个女人 也就二十出头 他呆呆地看着那小女孩 捂住了嘴巴 一瞬间 他就哭了出来 眼泪流了满脸 他喊了一声 亲亲 就朝着小女孩跑过来 那男人瞪大了眼睛 喊道 不准过去 秀兰 你也想得劳病 那女人又一下子 呆站在原地 不敢动了 娘 小女孩 冲着那女人伸出手 那女人哭得更厉害 更凶 男人的目光 又落在何知身上 她神色更凶 道 虎毒不食子 往死逼 她这劳病 就不活 镇上多少人都死了 她活不了几天了 待在家里 全家一起死 你们说得轻巧啊 过路来的吧 我劝你们离她远点 赶紧走 这站山镇 得罪了山神 小心你们 也被收了命 说着 她就恶狠狠地 扬了扬手中的锄头 何知的脸色更难看了 这时候 顿空却往前走了两小步 冲着那男人抬起头 稚嫩地说道 生病了 很可怕吗 伯伯告诉我 我病了三年 随时都可能死 可爹爹和娘亲 治了我三年 她病了多久呢 顿空指了指那小女孩 顿空的话 让我一震 何知的眼眶 却泛红了不少 那男人的脸色 逐渐变得苍白 我轻叹了一口气 踏前两步 挡在了 那男人和何知的面前 一手 我挡住了何知 示意她后退 另一手 我正对着那男人 做了个下压的动作 既然我们送她回来 必定不是害你们全家 我近日来走访各地 路于不少灾病之地 这肺劳病形成瘟疫 蔓延整个战山镇 已然让一方生灵涂炭 既然来了 我们就要管 你和我说说 这镇上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与其平静中带着笃定 看那男人的眼神更深邃 那男人愣了一下 看我的眼神中 更多的还是怀疑 管 你们拿什么管这劳病 镇上的大夫都死了 他这话音格外惨然 我再一次开口 沉声道 大夫管不了的病 不一定全是病 刚才你说 是这镇得罪了山神 那应该就是 此地风水出了问题 我是阴阳先生 这能不能管 我话音刚落罢 那男人的眼神 都呆滞了不少 先生 风水先生 他再一次开口 眼神一瞬间 就尽是紧张了 之前镇上 有个风水先生 那先生说什么 恶龙贤猪 镇名又得罪了山神 所以 全镇都遭报应 想要解决这件事情 要么劳病死上八百口 要么收足一百条大黄鱼 他来解决这祸患 可我们哪拿得出来 一百条大黄鱼 我没心紧错 在风水上 倒是有白虎贤狮这一说 哪有什么恶龙贤猪 况且 一旦风水出问题 成了死地风水 岂止死八百口 全镇人 只要不离开这里 都无疑幸免 这战山镇的问题 真是什么天灾 思绪落定 我又开口道 风水先生 或许要比阴阳先生 差上那么几分 我也不要一百条大黄鱼 那先生说 你们得罪山神 有什么凭倦 那男人吞咽了一口唾沫 手上的锄头都放了下去 双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又显得局促不安 他小心翼翼地说了句 您比风水先生还厉害 说着 他就做了个请的动作 更小心道 那能否进屋坐下详谈 那男人目光又落向那小女孩 眼中就是一阵难掩的心酸 紧接着 他又试探地问了我一句 真的能解决镇上的麻烦吗 那解决了 他女儿还会不会死 那他们家 还会被传染吗 我沉宁片刻 告诉他 让他先将女儿放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 小心安排照料 接触他的人都要以布包裹住口鼻 不要直接触碰他的身体 或者他碰过的物事 避免家里人被传染 其余一阴的事情 都等我弄清楚 这站山镇 到底是风水的天灾 还是人祸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何止扭头看了我一眼 他面露惊涩 我点点头 示意他稍安勿躁 顿空却指着那小女孩的后脑勺 小声道 那张符 不要弄掉了 不然他会撑不住的 他稚气的声音 更是充满了天真 那男人赶紧点了点头 他又瞪了一眼那女人 道 秀兰 没听见先生说吗 赶紧送青青进一个小窝 你给他弄点吃的 再接着 他就毕恭毕敬地和我行了礼 又对刚才的事情再三道歉 说他们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割舍了女儿 只要我真能解决这件事情 他可以保证 全镇人都会亲近所有 来报答我的恩情 我摇摇头 没有接这句话 只是走进了堂屋 何止和顿空紧随我身后 进堂屋后 我们坐在桌旁 那男人告诉我们 他叫徐宝树 并详细跟我们讲了这 镇上发生的事情 大约在一年多之前 有一个风水先生 带着一队人 在战山镇后边的山上 修建了一座道场 他们说 这里风水很好 修道场之后会更好 当时全镇人都很高兴 觉得祖上积德了 居然有先生主动来看风水 还修了道场 只不过 那段时间 镇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好事 反倒是时不时 有些人家倒霉 当时那先生说 是物极必反 风水太好了 反倒是让人生病了 他们会在山上 做法一段时间 让人不准靠近 结果 有几个镇民没听话 钻进了山中 他们最后 都从山崖上滚落下来 摔死了 再之后 镇上就开始有人得病 那先生和镇上说了 那几个人闯入的时候 他们正在祭拜山神 祈祷更好的风水气域 被人闯入 破坏了开弹做法 惹得山神震怒 话音至此 徐宝树重重叹了口气 他苦涩道 那先生之后 就不愿意管我们镇上人的死活了 说是我们自己不听话 除非几族大黄鱼 他们才会冒险去求山神 否则的话 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他说完了这些 更是满脸苦涩地看着我 我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何至扭头看我 眼中都是询问 轻声说道 山神一说 大多来自痴魅王梁 或者是东西老成了惊 风水上 有山神的说法 我摇头 说了没有 基本上 通过徐宝树的这番话 我已经能判断 这地方是人祸了 徐宝树 你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 告诉我 那些人是否还在山上 第二 顿空 你将你身上能救人的福都拿出来 让徐宝树找人 送到每一个有病患的家中 第三 带我去山上看看 我直接和徐宝树吩咐道 徐宝树吞咽了一口唾沫 难难道 他们还在山上 已经有超过三个月 没进镇内了 我可以把镇长找来 让他去送福 最后 徐宝树不安地说道 我不敢上山 我怕得罪了山神 万一我死了 徐家的香火救 我眉头一皱 说道 你不用畏首畏尾 有我在 不会有什么意外 若是你无胆量 便等见过你们镇长 再让他安排人手 我刚说完这话 那叫做秀兰的女人 也匆匆进了屋 她紧张地凑到徐宝树耳边 说了几句话 徐宝树犹了半赏 才咬牙点头 道 先生 我胆量大 我去 我不再多说别的 顿空已经将自己兜里的符 全部翻了出来 他将那些能救人的符 归置到了一旁 约莫有十几张 顿空稚嫩的脸庞上 眉毛也皱了起来 接着 他就从杯囊里 磨出来了一个小小的 燕台和毛笔 这燕台和笔 也是讲盘给顿空的物件 顿空之声告诉我 符不够 他得画 可他不知道要多少符 此时 徐宝树显然有眼力见了很多 说他马上去找镇长过来 他知道镇上多少人得病 说着 徐宝树就让秀兰去做饭 他匆匆朝着院外走去 很快 堂屋内就只剩下我和何志 顿空了 顿空开始摸摸画符 何志略有担忧 他轻声道 真要是那些人搞鬼 会不会危险更多 不会 我摇摇头 何志没有继续说话 开始低头思索 约末两刻钟的时间 徐宝树就带着人回来了 院内一拥而入 起码挤进来了七八个人 我一手的那个六十岁出头 眼中都是激动和紧张 后边的人 年纪要更大 情绪更安纳不住 徐宝树进了堂屋 其余人就在外头等着 他毕宫毕竟到了我跟前 说了句先生 镇长请来了 我起身回头 走出堂屋 那几个镇名都给我行礼 我这才注意到 镇长手中还有个托盘 他将其打开 上头放着满满当当的大黄鱼 这一眼下去少说 有十来条 月光照射下 反光刺目 先生 小小心翼 不成敬意 您只要能救我们战山镇 我们全镇人都对您感激提灵 那镇长就要跪倒在地上 我踏前两步 搀扶住了镇长 可后面那几个人 还是跪在了地上 我皱眉 又让他们起身 徐宝树马上就上前 去搀扶其余人 又和他们说了 我是真正有德行的先生 不在乎这些外在的钱财 镇长呆愣地看着我 眼中还是不敢相信 我告诉镇长 让他先拿着一些符离开 然后留下来人守着 一旦有符画出来 就拿去救人 顿空的小脸 绷得紧紧地 一直在一丝不苟地画符 我让何志看着顿空 让徐宝树带我去后山 本来何志想要跟着我 可他又看了看顿空 没多说别的 我同徐宝树出门之后 徐宝树就带着我 朝着镇子深处走去 经过一些乌设院子的时候 时不时还能听见一些 呵呵的咳嗽声 差不多走了得有一刻钟 我们总算到了镇子的边缘 隔着老远 就能看见镇外有一座山 虽说此时天黑 但月光皎洁 山形清晰可见 整座山有三座极为尖锐的山峰 每一座山峰 都似是高耸入云 我停了下来 仔仔细细看了半晌 看出来了大致的风水局 此山形似笔架 宅经记载中 有这么一句话 山如笔架 兄弟齐发 只要葬入这座山中 那家中有兄弟的 必定兄弟二人都盆满钵满 像是这样的风水局 又怎么需要再用道场来改风水 徐宝树略有紧张地看着我 一直在我旁边等着 我取出来了定罗盘 低头看着旗上指针 又继续往前走去 这一次 我基本上和徐宝树并肩而行了 我告诉他 等会儿直接上山 让他带我去那修好的道场 徐宝树吞咽了一口唾沫 连连点头 又走了半个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到了山脚下 月亮高旋于夜空中 从这角度看去 又好像刚好在中间山峰的顶端 徐宝树领着我上了山路 我们一直走到了半山腰的位置 我才看见 在山腰平坦之处 修建了一片房子 徐宝树小心翼翼地告诉我 这就是道场 我皱了皱眉 这片房子 哪有什么道场的样子 正常的道场 至少我见过的 都是矮墙围城一圈 修起一个院落 后方则是大殿 而这房子墙头极高 完全挡住了外人视线 根本看不到内部 厚重的大门死死闭合 甚至这里给人一种 强烈的逼则感觉 本来整座山都是好的 现在却让人觉得破损 并且 我手中的定罗盘 只真的方向变了 针头半幅半沉 上不到顶 下也不到底部 这种针 叫做头针 头针之下 必有坟墓 此外不只是头针 这指针还在摆动不定 差不多在迅四柄翻动 这又叫做唐针 在迅四柄位的唐针 九尺之下 必定有骨板骨气 去敲门吧 我收起来了定罗盘 和徐宝树说道 徐宝树挺直了腰背 伸手去敲了敲门 隔了半上 门才开了一条缝 沉闷的声音从缝内传出 谁 那声音透着几分警惕 徐宝树 站山镇的人 镇上来了先生 要上来看看 徐宝树稍微后退了点 他神色极为紧张 我背负着双手 神色不变 看着那大门 下一刻 门又开了一点 露出来一张满是横肉的圆脸 他盯着徐宝树 声音极为难听地说道 我看你们站山镇的人 都是不想活了 还敢来山上 望望你们得罪山神 镇上的人都要病死光了 先生 找什么先生 能比关先生更厉害 说着 那男人的目光 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眼中闪过几分杀机 与此同时 他的手缓缓地朝着腰间挪去 我神色依旧平静 看着他 说了句 圈一地挖坟绝木 想要盗取墓中宝物 顺道还要坑害一阵百姓 这先生 又是哪门子先生 不怕走路 就跌下山崖 遭了天前报应 那圆脸男人 顿时惊恶无比地看着我 额头上的汗水 都成了痘大一地 他色黎内人地嚷道 小白脸 你胡说八道什么 鱼霸的瞬间 他的手陡然从腰间拔出 一根黑亮的细棍 朝着我脖子直接甩来 那细棍不长 按照道理来说 打不中我脖子 咳嗽 得一声轻响 棍身顶端 又弹出来一截明晃晃的刀尖 刀尖直逼我脖杠 我并没有动 刀尖就要扎中我的瞬间 忽然一声闷响 那圆脸男人身侧的门 竟轰然倒下 不偏不倚地砸中他的肩膀 刀尖自我脖梗划过 并没有伤到我分毫 旁边的徐宝树 才惊呼出小心 那人痛叫一声 整个人都被门压地 撞到另一侧的门框上 我抬起腿 一脚就踹中了他的胸口 他一声闷哼 直接就被我踹进了门内 惯性牵扯下 那门顺着他也往里倒下 轰然一声门落了地 那圆脸男人 惊慌失措地爬起身体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瞪着我 我抬手 从腰间抽出通翘分矜持 我也踏不往里走去 撇过那圆脸男人一眼 我扫向整个道场内 说是道场 实际上根本没有院子 只是一个大屋 这神像 只是一尊普通的泥塑 十分简陋 地面上有很多装得 满满当当的麻袋 看上去 里头装着的 应该是泥土 圆脸男人 脚步蹒跚地后退几步 他右臂在发抖 之前那棍刀 被他死死握在手心中 小白脸 你的运气很好 不过马上 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他说着 又骂了一句脏话 身体微微后缩 又骤然往前冲出 一个剑步跃起 手中的棍刀 朝着我的心口扎来 我的手来回握紧通翘分矜持 在他要扎中 我心口的瞬间 忽儿 他又是一声闷哼 整个人在半空中 蜷缩起来 重重落地 我抬起手 通翘分矜持的阴面 啪 得一下抽中了 这圆脸男人的山根 瞬间 他山根上 就印上了一个苦字 通翘分矜持的阴面 是一尺一寸八分 分别十格 各有吉凶 这苦 代表着失脱观鬼 劫财无似 圆脸男人吃痛地 捂住了鼻梁 从地上翻身而起 不过此时 他山根昏黑 又有变得浓郁的征兆 通翘分矜持 已经影响到了 他的面向 这种程度的恶徒 压根用不着破骨相 那么大费周章 山根昏黑 是疾病缠身 灾祸连绵 而山根黑色浓郁 就是血光之灾了 你到底是什么来落 圆脸男人 一手捂着鼻梁 另一手捂着腰间 那根棍刀早就落在地上 他并没有来得及 去捡起来 他死死地盯着我 眼中已经是 抑制不住地惧怕 显然 刚才那两次失手 他已经认知到不是失手了 地象勘于 李阴阳 我手锤在腰间 平静地回答 那圆脸男人眼中 顿时露出 惊疑不定的神色 你就是这一代的地象 卢阴阳先生 都说你朝着北方走 你居然绕路道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 神色变得更为阴毒 我眉心微醋了一下 不过 我倒是不差一他认识我了 过往那些年 我已经用地象勘于的名声 做了不少事 管仙陶一行 再到之后 赖迁的儿子赖重金 大张旗鼓地来地象掳毒我 又一直到我们离开唐阵后 一路就死扶伤 地象勘于 阴阳先生的名字 早已经流传得更多 更广 思绪瞬间落定 我神色依旧平静 又说道 既然知道我是李阴阳 那你应该知道 这数月来 我走过的地方 名声安宁 交代出你的同伙 说出你们做的事情 然后束手就擒 你们可以有机会赎罪 我说完这句话 目光锐利的 就像是刀锋 那男人抿着嘴 没有说话 在下一刻 他忽然猛地把腿 居然朝着神像的位置冲去 李阴阳 谁不知道 你静阅走过的地方 都做了什么事 束手就擒 等着吃枪子吗 他吼声消散的瞬间 已经到了神像旁边 他正要朝着后方钻去 我怎么可能看着他 从我眼前逃掉 我微眯着眼睛 一字一句道 你山根漆黑 疾病缠身 血光之灾当头 想走去哪 死在这道场之外 我话音落霸的瞬间 手中的通翘分金尺 猛地朝着前方一掷 搜的一声轻响 通翘分金尺 脱手而出 使头瞬间砸中了 那人的后脑勺 他整个人僵直在原地 下一刻就斜斜 朝着右边倒去 我快步走上前方 到了那人身侧后 我捡起来通翘分金尺 皱眉盯着地上那人 他呆滞的仰头看着我们 眼神已然有几分涣散 总归他就像是吃傻了一般 他山根越来越黑 后脑勺贴近耳后的位置 有一块凹陷破损 那地方就是通翘分金尺 砸中的位置 巨凹骨 巨凹骨主治 以及杨寿 如今这里被我砸断 他才会如此吃傻 我想要问什么 也就问不出来了 与此同时 我一眼看见 神像后方底座 有一个斜斜往下的漆黑通道 刚才这男人 就是想从这通道离开 不 这不是离开的通道 九尺之下 有骨板骨器 这就说明下方有老坟 骨板是棺果棺材 骨器便是陪葬品 他应该是放风之人 下边的就是他的同伙 我眉头未皱 再做思考 是现在下去 还是在这洞口 守着等人出来 片刻之后 我下了决定 下方的情况我不明白 这是倒洞 底下是墓穴 空间狭小难以施展 况且 下边的人就不少了 我没必要去冒险 稍微斜着 朝神像侧边走去 我将身形隐藏了起来 手中握着通窍分矜持 微眯眼睛 看着这通道入口 我这角度 里面的人要出来 是瞧不见我的 那我至少可以第一瞬间 制服其中一个 门口 徐宝叔在不安地张望着我这边 我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又做了个往外走的手势 徐宝叔迟疑了一下 便缓缓退开 我一直站在神像旁边静等 随时准备好了动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轻微的声响从洞口传来 这声音游远极近 是有人在往上爬行 我微眯着眼睛 全神戒备 片刻后 一个脑袋从洞口钻出 他身体也要钻出来 我扬起通窍分矜持 手起齿落 我朝着他脖梗上 就是一门齿 他压根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就被我砸中 软倒在了地上 我没有立即动 而是警惕地盯着洞口边缘 里头 却没有声音传来了 我等了得有半盏茶的时间 还是没有别的声音 我这才立即将那人 从洞口拖了出来 他约莫三十岁出头 脸上胡子拉叉 头发上满是泥点 此人没穿糖装 是普通的净装 应该是他上来 要做什么事情 其余人还在下头 我将他身体拖到了我身边 注意力还是放在洞口那边 又等了约莫一盏茶的时间 想洞再一次传来了 随着声响接近 有个极不耐烦的叫喊声响起 王宝宫 蔡隽 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 怎么还没下来拉土 这话音带着几分破罗声 下一刻 响声却变得轻微了很多 就好像里面的人都警惕了起来 忽而尖锐的一声口哨传来 这声音刺耳 我皱眉 一下子就明白 这肯定是某种暗号 那人上来说话 没得到回音 直接就用了暗号 我目光更为警惕 盯着洞口四级出手 下一瞬 一个漆黑的人影 猛地从洞口窜出 我仰起通翘分金尺 往上一抽 结果那人影的速度太快 反应速度更是奇快无比 我压根没有抽中它 通翘分金尺 蹦射出一道火花 它一直到了这屋子的墙根 才堪堪停下 我微眯着眼睛盯着它 它面露阴狠之色 惊疑地看向我 又看了看地面 小子 下手很多 王宝宫脑袋都给你打破了 蔡君怎么样了 前一句 他的话都还是轻描淡写 后一句 就带着警惕了 你们下手 也没留过多少情面 挖了战山镇的风水山 还想要榨干这里的明知明高 居然放出来肺牢病 打破脑袋是小 要给整个战山镇百姓一个交代 才是事大 我沉生开口 同时 我目光扫过那洞口 至少现在没人上来 那人更警惕 又到 风水先生 算命先生 兄台 别人车鞠 我们同为阴阳界中人 倒不如井水不犯河水 你开个架码 莫来关心此事 拿了钱财 离开战山镇 如何 他语气就带着几分引诱了 我压根没有理会他 现在地上倒着两个 这车鞠倒下去 这里就是三人 下方至多三四人 就算是五人 我对付他们的把握 也大了很多 握紧通翘分矜尺 我一个剑步踏前 车鞠脸色一沉 不再多言 双手成骨爪一般 纵身朝着我一冲 我们两人瞬间交锋一次 我扬起尺子往下一抽 他挥手接上 发出刺耳的咔嚓声 转瞬间 我和车鞠打了两个回合 忽然间 砰的一声枪响 自后方传来 我面色大变 身体却陡然朝着前方一个倾斜 我没控制住身体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自我面前 车鞠正要继续朝着我挥掌 可现在 他眉心出现了一个血洞 后方的墙上也传来扑的一声 似是被什么东西没入了进去 地上落下大片墙皮 车鞠 一声愤怒懊悔的大吼 从后方传来 我猛地支撑住身体 回头看去 那洞中又钻出来了一个人 这人身材极大 同样穿着一身静装 他手中持着一把黑漆漆的手枪 枪口还在冒烟 我毫不犹豫 通俏分矜持甩出 他眼中杀鸡避陷 骂道 你去死 他抬起手来 又是砰的一声枪响 我右臂的位置 传来一阵撕裂的疼痛 像是被一阵大力拉扯 朝着后方甩去一样 半条胳膊 瞬间被鲜血染红 那人一枪未中 又要开枪 这一切太快 通俏分矜持 刚好砸中他的眉心 他吃痛得闷哼一声 我踏步往前 强忍着右臂的疼痛 和左臂一起在糖庄两侧一掏 落入双手中的 便是地支笔和天干燕 咬破舌尖 我一口血喷在了天干燕上 地支笔朝着燕台中一卷 豪肩浸满了血沫 那人已经冲出了洞口 他又要朝着我开枪 这一下 我只觉得背后几两股声寒 他瞄准得赫然是我的眉心 那人脸上露出凝笑 又一次扣动了扳机 刺耳的咔嚓声传来 却并没有子弹射出 他的脸色一变 要将枪甩掉 左手抓向腰间挂着的长刀 可我的速度更快 一个箭步就到了他面前 地支笔落至他的眉心上 我瞬间就勾勒下来了一道符文 这是一张六腹符 他身体完全僵硬 没有了丝毫的反应 就在这时 后方又有个 静意不定的声音传来 你是谁 我在抬头一看洞口 那里钻出来了半个人 他就和前面这四人不同了 他穿着一身糖装 约莫五十来岁 脸颊薛瘦 他眼中都是恶然惊惧 你把我手下的人斗 他面露凶狠之色 却呼得一下窜出洞口 朝着屋门的方向狂奔去 虽然他速度不慢 反应也很快 但他也不过是个 阴树风水的先生 哪能跑得过我 我一个闪身 就朝着屋门冲去 在那人要逃出屋门的瞬间 我已然拦在了他的身前 与此同时 我收起天干燕和地支笔 顺手就拔出通窍分金尺 朝着他的肩膀 狠狠砸下 一声刺耳的惨叫传来 他猎且后退 一屁股就瘫坐在了地上 他惊恐地瞪着我 眼中更是恶然 你是哪里来的先生 我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微眯着眼睛 冷眼盯着他 看来 你就是让战山镇 散发肺劳病的罪魁祸首 你都做了什么 我冷冽质问 他的眼睛低溜转了一圈 下一刻才舔了舔嘴角 悠悠地说道 兄台 你是为了那些渔民来找我麻烦的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如何 我压根没理会他 举起通窍分金尺 当头朝着他抽了下去 那先生脸色惊惧 猎且后退 我反应极快地伸出手 一把抓住了他的肩头 将其往后一转 他脸上被我抽了个正正 右侧颧骨立石高耸起来 他哀悠一声又跌跌撞撞后退几步 我逼上前后 扬起尺子又要打僵下去 他疼的一下 却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哭丧着连喊的句 手下留情 先生少有伸手 阴树先生稍微好一些 阳算先生就完全没辙 大致阴阳先生会有一些例外 就譬如我这样 先学捞诗术 再入行当了阴阳先生 或者就是料成那种 本身阴阳术特殊的 否则饶是赖众金 或者我大哥讲盘那样的人 都没什么伸手 这阴树先生 带着四个人在这里绝分 他那四个手下 无疑不是心狠手辣 出手就杀人的亡命之徒 我将他们逐一制服了 这阴树先生毫无办法 才会直接逃 现在逃不掉了 又要求饶 我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说道 手下留情 战山镇病死那些亡魂 又找谁留情 再一次踏步往前 我到了他身边后 通翘分金尺朝着他脖子上一砸 他还想要挣扎 可速度哪能有我快 一池子抽中他脖子 他就重重地昏死倒下 除了已经死透的车鞠 和被我用六腹符震住的汉子 地上还有三人 我在这屋内找到一卷绳索 直接将那三人绑在了一起 做完这些时 我额头上也密出了饱汗 另一侧 传来了一种视线感 像是有人在偷窥 我陡然扭过头去 才发现是徐宝叔在门口偷看 他眼中愕然 神色还有几分呆滞 我立即就和他招手 示意他过来 徐宝叔迟疑了片刻 才从门口跑过来 他呆呆地看着地上这几人 又看了看那神像后边 额头上满是细腻的汗珠 先生 这地方不像是道场 他们真相 是你刚才说的 在这里挖坟绝木 徐宝叔哆嗦地问了句 他神色更不安 又道 不是镇上的人得罪了山神 是他们 我眉头微错 直接就告诉徐宝叔 压根没有什么山神 所谓得罪山神 采出肺劳病的话 全都是这些人编造出来的幌子 我指着那英树先生 又告诉徐宝叔 让他好好听着 我会问出个缘由 让他到时候 和镇上的人说清楚 徐宝叔一时间 不敢开口说话了 抿着嘴巴 显得格外小心谨慎 我没停顿 直接伸手 一把掐住了那英树先生的人中 手头的力道极大 我这一掐 他猛地睁大了眼睛 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 同时 他还在用力挣扎 只不过很快 他就发现自己 还被绑着 闷横了两声抬起头来 惊惧无比地看着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兄弟 这阴阳剑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剑 你杀我 我必然也有师们 不会放过你 钱 我给得出来 你要是真的非知之死地 那就 我打断了他的话 先问了他 叫什么名字 他迟疑了一下 说了叫胡德 我平静地告诉他 说我不管他的师们 只管他现在作恶害人 挖坟掘墓我管不着 可他害了郑鸣 这事情就说不过去 如果他不想等会儿 就被郑鸣一人一口唾沫淹死 也患上肺牢病的话 就老老实实说 他都做了什么 胡德脸色骤变 显然是被我的话吓到了 我没有别的动作 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他额头上的汗水更多 也就在这时 徐宝树忽然喝推一声 一口痰就吐到了胡德的脸上 徐宝树愤恨地说道 先生 就算他说了 也要交给我们 他这人 害了我们多少人命啊 我要让沁沁吐沫到他脸上 他话音刚落 那胡德面色在变 他惊疑地看着我 道 兄台 行走阴阳界 要言而有信 我告诉你 但你不能将我交给郑鸣 我围皱眉头 说他现在没资格和我谈条件 胡德的脸色 顿时就如同死灰了 片刻后 他咬紧了牙关 扭头看向神像底座的位置 悠悠说道 兄台 那我如实告诉你 忘你讲道义 在之后 胡德才开始讲述原由 当初他们发现 这笔家山有一个血眼 旗下有古板古气 就粗钱打了一个道洞 结果挖到了一块石碑 碑文上写着 这里埋了一个身份 不低的达官显贵 因此 他们才动了心思 以修建道观为借口 在这里掩人耳目的绝坟 挖通了墓穴之后 下方的陪葬品太多 一时之间难以全部运走 而且 墓室数量众多 他们就以这道场做盘踞点 之所以证明会遭殃 其实和他关系不大 当初死了那几个人 只是因为偷窥到了他们的秘密 他杀人灭口了而已 肺劳病 不是他下的死招 而是这下方墓穴有问题 话音至此的时候 胡德直勾勾地看着我 就好似在极力告诉我 这事和他无关 我没有打断他 只是点了点头 是以他继续说 胡德重重吐了口浊气 游移了一下 继续说道 墓中流淌死气的洞 里头有一具尸体 那尸体常年被死气怨气熏陶 成了一具毒尸 他死前必定有肺劳病 死气顺着穴洞流淌出去 那穴洞山外的出口 却刚好有一条溪 溪水汇入了比加山下方的小河 那条河灌入了战山镇内 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就是源头 兄台 不管你信不信我 这事真和我关系不大 我最多是没管 想要其二爷 他们要是给了钱 我早就把那尸体拉出来了 但做我们这行 办事是要报酬的 我眉心紧锁 站起身来 徐宝叔不安地看着我 他明显是似懂非懂 我微眯着眼睛 扭头看了一眼胡德 这回我却发现 胡德的眼神在犹疑 他眼珠左右晃动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抽出通窍分矜持 直接就勾起了胡德的下巴 胡德被吓了一跳 不安道 胸台 又怎么了 我哪说的不对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 目光又落在了他的鼻梁上 猛地将通窍分矜持 从胡德下巴处抽回 我一尺子 直接抽中了他的鼻尖 啪的一声轻响 伴随着的是咔嚓的断裂声 胡德的鼻子 顿时血流如注 他一声惨叫 想要伸手去捂住 可他双手被我绑着 压根抬不起来 他下半张脸 完全被写进满 就连衣服 都很快被写进透了 胡德惨然站立道 兄台 我都告诉了你 你为何下如此狠手 他声音都是哆嗦的 你不知道 阴阳先生的一双眼睛 能看穿什么吗 你却敢在我面前撒谎 鼻视财博功 既然你贪财 我先破你财博功 我语气极为冷淡 又一次扬起通窍分矜持 微眯着眼睛道 你害命不少 我再破你饱兽功 胡德整张脸 都变得惨白无色 他鼻子的血流得更多 也不知道是失血过多的苍白 还是他被吓成了那样 那尸体是我们同行的人 他剑裁起义 破了规矩 碰到了墓穴里不能碰的东西 我小时成见 将他推进了死气血眼 我没想到 他碰到的东西那么毒 他染上了肺牢病 在死气中迅速发作 我全说了 全都说了 阴差阳错战山症的人才会得病 他们要是听话 我也不会 胡德的语气更为颤抖 同时还透着虚弱 这一次 他眼中只有恐惧 再无任何游离 我没心欲结成了一个疙瘩 对着胡德只剩下厌恶 通俏分矜持 直接斜着在他脖梗上一抽 他整个人都昏死了过去 瞥了一眼旁边的徐宝树 我淡淡地说了句 给他止血 不要让他死了 这人 是要给你们战山症的交代 这胡德恶事做尽 我不过是权宜之计 随便敷衍几句 像是这种恶徒 我根本不可能放走 至于到时候 战山症要怎么处置他 我会有所叮嘱 不能违背了法计 但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这也是自古以来的规矩 我思绪刚落定 徐宝树居然蹲伸下来 他脱掉了自己的鞋子 抽出裹脚的布 缠在了胡德的口鼻上 我没有理会这些 静止走到神像下 取出来灰仙手套 我戴在手上之后 才探身钻进洞中 这洞口不大 只能让人苟着背爬行 若是这里大一些 恐怕刚才那几个人 也没那么容易对付 鼻子的洞口 约莫爬行了有机米后 就出现了一个 垂直往下的洞 我进入洞中 下方有悠悠的烛光 也就机米的高度 在这里 空间稍微大了一些 我撑在洞中 调转了身体方向 双腿朝下之后 我才直接跳了下去 砰的一声 脚踏实地 一眼 我就看清了四周的布置 这是一个 约莫十平米的狭小墓室 里头并无观过 三面墙壁空空荡荡 第四面墙壁有个木道 或许 这里并不是一直都空无一物 胡德等人在此地 至少数月的时间了 刚才他们也说了 东西无法全部带走 才长期盘踞 应该是长期以来 他们已经搬空了一些地方 我脉步走向木道 同时取出了定罗盘 将其托在手中 现在的定罗盘 指针就形成了转针 其针八法之中 代表此地恶因介入 怨恨之气徘徊不定 木道里头也有光源 墙上斜斜插着火把 胡德等人将这里 已经完全摸透了 一眼观去 整条木道的长度少说 数十米 整体给人压抑阴沉的感觉 我顺着往前走去 图进了数个墓室 差不多都被搬空 一直走到木道拐角的位置 再经过墓室 就能看到其中的棺果 以及陪葬品了 转针的速度 正在轻微加速 我脚下的速度 也快了不少 一直到转针 都形成嘶嘶声的时候 我到了一个墓室门前 这墓室的门 有被炸开的迹象 两边全是破损的锯齿状 墓室之中 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无止 我思索片刻 回头从木道中 取了一根火把 这才转身 又进了这转针指向的墓室 本身火把是橘黄色的光 可进来之后 火苗上居然蒙上了 一层淡淡的绿椅 这墓室要大很多 正中央有一口厚重的光果 至少目前看 这光果还没有被破坏过 我能看到的 正面和侧面都有浮 四面的墙壁 除了木道开口那一面有破损 其余的墙角位置 都立着一些怪异的人像 那些人全都是陶土之城 他们就像是在盯着我似的 虽说人脸粗糙 甚至五官都很模糊 但依旧给人一种 唯妙唯孝的感觉 就像是他们还活着 我目光继续在墓室中扫室 一般情况下 主墓室是生机所在之地 寻常葬学 但凡在血眼葬尸 都会又出现一个 死气排泄的血眼 经济越深 尸体越凶 死气越多 那排泄的血眼就越大 这血眼并不是一个 风水地的死地 但是它排泄出去的死气 会通往死地 我一边在脑海中推演 一边绕着墓室走 等我绕到光果的另一侧时 我便发现 这里的地面略有凹陷 凹陷的地方 里头放了一口缸 那缸中满是污秽的水 似是有什么东西 在其中翻滚 我一眼没看到尸骨 不过那地方 就是死气排泄所在了 我静止走到了钢前头 低头盯着钢中水面 远看 是有东西在水中翻滚 可静看之下 水面上竟然有一些 细细的虫子 正在游荡 我见惯了尸体 再怎么凶恶的凶尸 我都觉得自己能接受 可这些细长发黑的虫子 却给我一种格外恶心的感觉 身上的皮肤在麻痒 仿佛还有什么东西在游走一样 尤其是肺部 更是酸涩难受 忽然间 一根虫子弹了起来 似是想要弹出水面 落到我身上 我立即后退了两步 它落到地面后 挣扎了两下 就没有动弹了 化作了一点点黑水 水面颤动的频率更快 更重 那些虫子都感应到了我 在水面弹动不止 有相当一部分 都落在地上 在钢边缘 都形成了一圈黑水 水位都因此有所变化 水面浮动间 我才看见一颗皱巴巴的脑袋 露出来了一部分 这里头 果然有一具尸体 这尸体 就是肺牢病的源头 除掉了胡得不够 必须掐掉这源头 否则战山阵的人还会死 我皱眉 在回忆古巷之中 关于肺绝的描述 其中还有一些繁杂的记载 肺绝还会生牢虫 此虫往往生于肺根 死气养之 人丧命后 牢虫不死 在腐肉中生长 死气血眼 刚好成了温床 我自不可能直接过去拉它 这么近的距离 我也可能被染病 我解开身上一小段绳索 那是一段青麻绳 我出行之后 就随时准备在身上 迟衣了一下 我又取出来了捞尸人的捕刀 将青麻绳缠在了刀柄上 我又拿出来接应匕首 将其匕首的把柄 斜着绑在捕刀尖锐处 将其形成了一个钩子的模样 这死气中的虫子很恶心 可我现在别无他法 只能用捕刀和接应匕首当工具 我定了定神 一手攥着一头青麻绳 另一手持着捕刀柄手 小臂屈起 直接朝着钢中甩去 吃的一声 接应匕首和捕刀 同时没入了钢中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 从绷直的绳子上 传来了一阵颤动感 是接应匕首形成的钩子 勾中了尸身 我往后拉了拉 那种沉淀感觉更强 小臂陡然发力 我低喝一声 将青麻绳往后一拽 哗啦一声轻响 一具尸身 从缸中被拽了出来 尸体落地之后 身上的水 都好似粘稠的液体 滴滴答答往下落去 它身上穿着的 居然是一身道袍 有数量极多的虫子 趴在它的胸口 就像是 从它衣服里头往外钻一样 随着它的尸体被拽出 空气中都开始弥漫丝丝臭气 我快速摸出一块布条 封住了自己的口鼻 随即诱 从兜里摸出了一张震煞符 小臂一致 震煞符就落在了那尸体的头上 速得一声轻响 符指紧紧覆盖在它头顶 只不过 它身上的虫子 还是在来回爬动 震煞符能处理尸体的怨气 却无法处理 这些成型了的牢虫 我皱眉思索对策 同时 我绕了一圈 走到了钢的另一侧 尸体被拉出来之后 水中的虫子少了很多 还能够看见 水面在鼓动 是有水在其中来回流淌 肉眼可见的 那些仅存的虫子 也在逐渐消失 它们全都被冲到了 死其另一头的出口 这最后一些牢虫我拦不住 可根源拉出来了 就能消掉以后的隐患 沉宁片刻 我直接将火把探出 朝着那尸体周围烘烤 那些牢虫 全都在遇到火把的高温之后 迅速变得干扁 很快 至少尸体表面的虫子没了 我又将尸体往外拉拽 从木道里往回走 在这期间 我一直在思考事情 每次经过一个牧师 我就会停顿下来 在倒数第三个牧师 我闻到了一股 类似的恶臭味 紧觉得在牧师门口停下 我往里看了一眼 却瞧见牧师中央放着一口棺材 那棺材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符 可符却被破坏了 棺盖也被打开了一小半 棺材的边缘 能看到黑漆漆的印记 地面还有干瘪的虫子 看来 这里就是这个倒是患病的源头 至于他到底 是因为贪念动了这里不能动的棺材 还是因为他们 开这口棺的时候出意外 最后他成了弃子 这事情 我深究已经没有意义 这个牧师 是绝对不能近人 我小臂猛然发力 将绳子一头勾着的 尸身直接甩进了牧师之中 下一刻 我飞速抽回了补刀和接音匕首 骑上沾满了污浊的血液 虽然戴着灰仙手套 但我依旧 没有直接去碰他们 而是提着绳子 继续往外走 沿途 我还是检查了一遍 其余的墓室 确定了那些墓室中 都没有危险 又从木道回去了地面 到了那掩人耳目的大屋中 我才发现 外头的天色 居然都已经亮了 徐宝树手拿着一根粗木棍 正守在胡德为首的 那几个人身边 他见了我 立即兴奋地喊了一声先生 胡德看我的表情 顿时成了死灰色 至于其余两人 虽然一脸凶狠 眼中却透着恐惧 我静静地看了胡德他们许久 才说道 徐宝树 回去镇上通知 让没得病的镇名 都随你上山 带上挖土的东西 另外告诉大家 镇上的水不能喝 如果口渴了 想办法找其他地方的水源 再派遣一个人 去县城里请大夫 钱不是问题 再告诉大夫 瘟疫的源头已经没了 只是给大家看病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徐宝树吞咽了一口唾沫 他眼中迸发出来的 就是狂喜 他连连和我点头 道 先生 我这就去 徐宝树几乎是 屁颠屁颠地往外跑去 我又在屋子的 另一个角落里 找了一些木柴 搭了一个简易的篝火 我将其点燃之后 就将捕刀和接银匕首 从青麻绳上解下来 放上去烘烤 把青麻绳 也放在了篝火旁边 完全烤干 即便是这样 我也不敢直接用它们了 用了一张不将补刀 匕首 青麻绳包裹起来 我打算下山之后 用烈酒浸泡 胡德一直在发出 呜呜的声音 另外两人 则是敢怒不敢言地盯着我 显得格外的狼狈 我并没有搭理胡德 他想用不易之财收买我 这是华天下之大击 无论他讲什么 肯定都是想开脱自己 让我放他一条生路 这等恶徒的话 不用多听 时间过去得很快 等待期间 我就用一块炭火 在地上勾画 刚才我下去的时候 那木道已经牧师的构造 一直等到艳阳高照 临近十点的时候 徐宝树才带着人回来 为首的是镇长 以及一些辈奉高的老者 后方才是其余镇鸣 所有人的眼中都透着狂喜 而深处则是压抑着极度的愤怒 徐宝树领着前面几人进了屋门 他们都毕恭毕敬地向我行礼 等他们再看向胡德等人的时候 每个人的眼睛都快喷火了一样 那目光简直能将胡德等人 生吞活泼 这几人依法论处 他们已经逃不掉了 这事你们后续再处理 我要和你们交代一些事 说话间 我指着地上我画出来的简图 道 胡德他们开了一座坟墓 因果他们已经背了 战山镇遭遇如此恶极 全镇百姓名不聊生 这下面的东西 你们可以悉数取出 但切记不能进入这第三个墓室 还要将其用土石灰将封死 因为那里有肺劳病的病源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 胡德他们的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徐宝树和镇长 以及后方的镇名 全都恶然地看着我 镇长立即急促地说了句 先生 这些财宝 我们怎么敢碰 您除了这些恶徒 自然是您的 我们会悉数取出 再交付于你 镇长的确是一脸诚恳 那些年长之人也都相仿 但其余的镇名 虽然表面附和乘势 暗中的神色就不一样了 我并不觉得反感 财宝之物 尤其是这吃饭 都吃不饱的年头 谁不想要 而且这些镇名 刚遭受了肺劳病的灾害 甚至死了妻儿老小 钱财 总能弥补一些 他们的苦难 思绪落定 我摇摇头直接说道 我取 是不义之财 用之于名 才是正途 当年我师尊蒋一红 行走天下之时 更是仗义输财 此事无需在意 李阴阳也并非贪财之人 我与爸之后 镇长等人都红了眼眶 他们神色格外敬佩 对我深深的鞠躬 后方那些镇名 眼中更是狂血 他们也齐声向我道谢 我不多言 只是叫上了徐宝树 以及另外两个 年轻一些的镇名 让他们跟我走一趟 其余人 我则是吩咐镇长 让他带着下去 收敛坟中财物 我又再三叮嘱了他们 务必将我标出的 那第三个墓室 完全封堵住 随后 我便领着徐宝树等人离开 我用定罗盘 看过方位和山市之后 绕着朝山后走 约某花费了一个多时辰 我们到了山背面 在此处 我找到了一条小河 和中污水流淌 还散发着丝丝恶臭 阳光下 隐约还能看到一些虫子在扭动 徐宝树和另外两个镇名 都发出肝呕声 捂着胸口 很快就蹲在路边呕吐起来 我沉宁了片刻 告诉徐宝树 让他们记住这个位置 等大夫来了之后 就告诉他情况 问他怎么处理解决 我不懂治病 水中的牢虫 也和风水 怨气 阴气无关 画幅就没有用处 只能够确定方位了 让能处理的人来处理 徐宝树擦了擦嘴角会晤 难难道 大家都是因为喝了这些水 这条河 应该是流进了镇上的河里 好多人家里头没水井 都去河里头取水 太恶心了 我点点头 只要不碰这些水 再由大夫治病 没了病源 至少能遏制肺劳病的发展 我本来想说 能活下来多少人 就只能听天由命 只不过 我却想起来了顿空的福 本来徐宝树将死的女儿庆庆 被贴了福 都保住了命 或许 这也是战山镇人的机缘 顿了顿 我改了口风 说道 应该不会伤亡多少人 放好心态 以后就无碍了 徐宝树等人连连点头 眼中更是感激 我们从山背离开 回到了正山腰 已经有一部分镇鸣 在有条不紊地 朝着外面搬运麻袋 我进屋去看了 神像已经被扳倒 那洞口被扩大了不少 麻袋不是墓穴中的财物 而是他们在挖开洞口 能方便下去 至于胡德等人 已经不见了综艺 一个镇鸣跑到我们近前 和我禀报 说胡德他们已经被带下山了 我点点头 不打算再在山上停留 简单交代几句话后 也静止朝着山下走去 徐宝树跟着我一起下山 回到山下后 又到了徐宝树家里 何志在院内 他手中持着一根枯桑棒 棒身漆黑 骑上绑着不少白铃 他动作极为凌厉 正在朝着前方踏步 挥动枯桑棒 我没瞧见顿空 何志见了我 立即收起了手中动作 匆匆走至我面前 他咬唇看着我右臂 眼中略有金色 我笑了笑 摇头说皮外伤 子弹擦过去了 没有打中我 何志的脸色 这才松缓了几分 不过他依旧抿着嘴 轻声道 我给你包扎 顿空画幅太多了 一直在休息 好 我点点头 何志领着我进了一个房间 我在床边坐下 何志便开始给我包扎伤口 顿空躺在床里侧 睡得格外香甜 何志一边仔细地清理伤口 一边轻声说道 过不了多少年 地上看于李阴阳的名声 就会传遍天下 蒋先生无憾 爷爷知晓了 也会自豪 我另一只手 握住了何志的手掌 温和地说道 名声是地上 看于阴阳先生的 是失命 是一致 我要的 从来就是你和顿空 何志的脸上 溢出幸福的笑容 眼睛都成了弯怨 不多时 他给我包扎好了伤口 又让我陪着顿空睡一会儿 我的确有不少困意 便躺下休息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耳边传来顿空喊我的声音 我睁开了双眼 揉了揉眉心 坐起身 顿空趴在床边 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爹爹 他置身喊我 我伸手揉了揉他的头 准备下床 顿空却又嘟起嘴巴 继续说道 我做了个梦 我看到廖城叔叔了 我瞳孔顿时紧缩了一下 手僵在顿空的头顶 我并没有打断顿空的话 他小声地说道 好像他在抱着我 很高兴 说我是他命中注定的徒弟 他要将一切都倾囊项授受给我 他明明是对着我在说话 可我却好像觉得 他没对着我 廖叔叔去哪了 上一次你和伯伯回来 他怎么不在 我脸色在变 顿空 这哪是梦 一次两次 已经让我知道是魂魄的感应 我以为只是偶尔 可没想到 顿空竟然三番两次地感应到另一个魂的事情 这 会是好事吗 还有廖城 他居然要倾囊项授 爹爹 你怎么了 顿空眼神中带着诧异和询问 我闭了闭眼 低声道 爹爹没事 廖叔叔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以后你们会见到的 他还会说我做徒弟吗 顿空小声问我 我摇了摇头 哦 顿空低下头 我站起身来 朝着院外走去 顿空小跑着跟上我 我走到屋门口 何志还在那里练哭丧棒 堂屋里头 徐宝叔正在和他老婆一起摆放吃食 我仰头看天 阳光虽然依旧刺目 但已经有日落西山的征兆 其实 我又一次生起了 要去找廖成问问的心态 只不过 我很快就将其打笑了 当初廖成和我说得清晰 我们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 才不会打乱顿空的命数 低头 顿空已经站在我身边 他还在仰头看我 顿空 在做梦 就好好感受 你都梦到了什么 不用再问爹爹 你感受到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明白了吗 我轻声说道 顿空摇摇头 他小声道 爹爹 我不太懂 何志朝着我们走过来 他疑惑地问我怎么了 我笑了笑 说没事 守在一次轻扶顿空的头 许久之后 我才说道 你会明白的 到你明白的时候 你就知道爹爹的苦心 也会知道很多事情 顿空低着头 他苦思冥想 这时 徐宝树匆匆跑过来 恭敬地请我过去吃东西 我回应了徐宝树一个笑容 示意合之拉着顿空一起过去 吃饭的时候 徐宝树和他老婆秀兰 就候在一旁 我让他们同桌落座 徐宝树说什么都不肯 之后 他又和我汇报了 刚才他出去看了看 从城里请来的大夫 已经到了 不只是中医 还有洋人大夫 我点点头 表示赞赏 一餐饭吃吧 实质暮色 镇长又带来了一些人 不过这些镇名 就不是之前我见过那些了 他们大都脸色苍白 不过他们口鼻都被不条封住 看不到其余脸色 显然 这些人都是病患 所有人一进院子 就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冲着我们磕头 我没心微错 没多说话 当他们磕头完了之后 我托起双手 叹息道 诸位请起 这些镇名 这才缓慢起身 可他们双目泛红 看我的眼神 更是极度地感激 镇长语气哽咽不少 道 先生之恩 莫齿难忘 镇名想替先生 修一座祠堂 我手僵硬了一下 立即摇了摇头 说这个心意已经足够 劳民伤财就完全不用 结果镇长却说 劳民不会 因为镇名的命 都是我救的 伤财更是不会 因为不但那墓里头的财物众多 那胡德的两个手下 为了保命 交出来的他们之前 盗走墓中宝物 卖出的钱财 更是一笔巨款 何志连不轻疑 他到了我身侧 低声说了几句话 大致他的意思 就是说 我救了镇名 镇名既然都有这种心意 就没有太大的必要抑制 这也是一种 将地相看于名声 流传出去的方式 我沉思了半晌 思索了一番后 才看向镇长 修建祠堂 并非不可 可祠堂不要铺张 只需要草炉 不可供奉我的塑像 于爸 我直接取出来一张马指 又用天干燕摩摩 地质笔静末后 其上书了数字 地相看于出黑鹰杨先生 蒋一红之徒 李鹰杨历词 带马指墨迹干涸 我将其取起 交给了镇长 镇长如获至宝 难难道 先生好字 其余镇名也都更钦佩 大致都在交头接耳 说我清廉 我并没有再接话 等镇长他们走后 天都快黑了 徐宝树和他媳妇秀兰去收拾 我和何志 以及顿空回了房间 何志正要带着顿空上床睡觉 我告诉他们 我们不在这里再过夜 现在就连夜离开 何志略不解 问我为什么 要走 明天早上不一样 可以吗 我告诉何志 明天走的话 那些镇名必定还会再来感激 说不定不会让我们走 何志点点头 表示明白 我们收拾了东西 等徐宝树夫妻休息之后 就带着顿空离开了院子 马车一直放在院外 我们上车之后 我让何志和顿空在内休息 然后就去车离去 离开了战山镇之后 大约赶路了一两个时辰 顿空和何志已经睡熟了 我找了个靠林子的空地休息 四日清晨 他们醒来之后 我们又继续朝着北方赶路 路过了一些村镇城市 我都没有再进去 只是在外延短暂停留 一晃眼 又过了月末半个月 路上行人逐渐开始变多 按照过往赶路的经验 这里应该快到一处省城了 不知为何 我略有几分心计的感觉 何志打量周围的时间 便多了一些 当大陆尽头 能看到一座城池的时候 我都觉得极为熟悉 何志眼中有了恍然之色 难难道 平阳省城 阴阳 我们居然回来这里了 他的话 顿时也让我醍醐灌顶 明白了这些熟悉来自何处 这里 居然是平阳省城 当初遇到徐白皮 给周家高祖千坟之地 也是 我给丁家点宅 以及和一纸先生 杨朱书结院的地方 同样 我还想起来了秋天园 秋天园勾结军阀 让丁家作恶敛财 柳花烟在此地回到羌族 此后 我们的交集就逐渐减少 爹爹 可以进城买糖葫芦了吗 顿空小声地喊了我一声 可以 我摸了摸顿空的头 围你这眼睛 我远眺城池 却在思索一件事情 丁家之事 当初 是我学艺不经 这件事情 推动了很多事情的发生 师尊也叮嘱过 这件事情 尚需要我自己解决 这些年来我一直无暇来管 在家上平阳路途遥远 就一直搁置 如今赶路途中 阴差阳错来到了这里 恐怕也是命述之中 明明的安排 我们 去丁家看看 思绪落定 我开口说道 何志点点头 轻声说了个好字 迟疑了一下 何志又道 他们手下的人 都配枪 先点你和顿空秘 一出院子休息 我自行去看 你带他走走看看 买些他喜欢的东西 和你的胭脂水粉 我继续开口 同何志这些年 他已经不像是以前一样 任何事情 都非要跟着我不可了 尤其是他愈发知道 因杨先生的本事之后 用何志的话来说 他只想给我帮忙 不想给我添乱 我刚与爸 何志就点头说了个好字 继续顺着朝平阳省城里走 我也思索当初丁家的事情 当时我为了让丁家家财散尽 人丁凋零 设计了一个三兄叠家的宅院 岂有暗算房 丁字房 以及屋脊设房屋 丁昌当时对我深信不疑 反倒是不信任邱天元 回想当年已经过去了七八载 也不知晓如今丁家如何了 不多时 我们就进了省城内 严路有乞丐过来 冲着我们的马车行起 何志摸出来一些零钱散给他们 他又嘀咕了两声 不晓得那个不落叫的徐白皮 怎么样了 我皱眉 同样回想起了那个孩子 不知道如何 希望他不要一直走入邪路 否则就会和那白先生一样 弄得一方生灵涂炭 何志抿了抿嘴唇 他不说话了 话虽是我那样说 但是那老太太是白先生的师姐 他教授出来的徐白皮 能成什么模样 恐怕很难说 乞丐都散去后 我们一直赶车在城里走 找到一处客栈后 就找了店小二 租了一个院子 让何志和顿空去院内休息 我稍作停顿后 就直接离开 时间过去的太久 丁家宅院具体在什么地方 我已经忘了 在路边随便找了一个人 我拦下来之后 问丁家怎么走 结果那人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说什么丁家 他不知道 我眉头一皱 和他道了线 又换了另一个人询问 如出一辙 那人也说 不晓得丁家 我一稀有了猜测 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 恐怕那凶宅的风水 已经应验 丁家 应该已经家业散尽了 我平稳下来思绪 又连着找了几个人询问 不过 我都没问到什么想要的答案 隐隐地 我更是觉得 身后有人跟着我 神色一宁 我直接回头看去 身后跟着我的 居然是个乞丐 那乞丐大致五十来岁 衣衫蓝绿 他捋了捋额头的头发 舔了舔嘴角看我 我皱眉 依稀记得这乞丐 都有几分眼熟 下一刻 他咧嘴笑了笑 道 李先生 是我 你不认识了吗 我眉头紧错 总算想起来 这乞丐是谁 他几乎同时开口 说道 徐白皮 想起来了没 当初我跟着他 替你们办过事 我点了点头 说道 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还在贫养 乞丐挠了挠头 他略有尴尬地说道 先生取笑了 我们星期度日 还能去哪 我要去丁家 见如今丁家的人 我没有拐弯抹角 说话的同时 我取出来了一个钱袋 直接朝着乞丐扔去 从这乞丐的眼神 我已经看出来了 他跟我应该有一会儿了 是想要帮忙 但是又不敢上前 此刻 他眼中尽是狂喜 接住了钱袋之后 他手都兴奋地发抖 先生 您随我来 他做了个请的动作 朝着街道另一头走去 我背负着双手 紧随其后 行走的同时 乞丐才小声说道 刚才我就见了先生您 可我一直不敢上来打招呼 小人毕竟身份低微 但先生打探的消息 你问他们 肯定是很难问出来的 这几年局势大变 丁家早就没了 平阳省打过仗 人走了一批又一批 我也是 真的无处可去 才一直留在这里 我点点头 表示 我听了他的话 他又继续道 我记得大概是五年前吧 护着丁家的 那军阀被连根拔起 丁家无人庇护 先是被当时上任的 新省长抄家了一次 之后进来过几次部队 每一次 都会抄一遍丁家 对对对 最后那丁昌的姨太太 都给人抄了 现在丁家可住不起省城 早就搬回了丁家村 咱们得出城 您在这里等我 我去找个马车过来 乞丐做了个请的动作 我停下来左右撕看了一圈 才发现 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走到了省城出城的位置 我又点点头 乞丐一溜烟地跑去了别处 略做思索 其实如今的丁家 已经没有威胁 完全可以带上和志 可多想几分 带上顿空 看到丁家的惨象 却也不太合适 毕竟当初我对丁家下手太绝 甚至都让师尊替我承担业债 我约某在这里 站了有一刻钟的时间 那乞丐就带着一辆马车回来了 我上车之后 他就静止朝着城外赶车出去 约某花了小半个时辰的时间 我们就到了丁家村 村口是修气的 极有牌面的村牌楼 丁家村那几个字 依旧蓬勃大气 这依旧是当年的村牌 到了这里之后 我就记起来路了 可不笑我提 这乞丐居然也能找到路 七扰八拐的 他就领着我到了一家院子外 青砖的院落 院门却显得极为破败 乞丐砸拔了几下嘴 小声说道 丁家落魄了 先生你看 这么好的院子 用那么破的门 真是遭见了东西 我面不改色 示意他不要多言 下车后 我静止走到了门前 抬手 我敲了敲院门 片刻后 屋门被打开 开门之人 是个年纪少说八十开外的老 他老的牙齿都快掉霉了 嘴巴皱巴巴地包着牙床 老夫正正地看着我 浑浊的眼珠里头 都是疑惑茫然 你找谁 他颤巍巍地说了句 老人家 我找丁昌 我平静地开口说道 他明显有迟疑之色 丁家如今家道中落 再过一些年头 恐人丁凋零 我来给丁家一线生机 我再次说道 老夫身体又哆嗦了一下 他眼眶都红了 您是先生 老天爷开眼 丁家遭到如此多的厄运 终于有先生 来搭救了 他声泪俱下 颤抖地给我让开了屋门 又说请我进去 他先给我倒杯茶 再去将他儿子喊出来 我回头 给了那乞丐一个眼神 示意他在这里等我 随后 我跟着老夫进了这院子 院落中央 却摆着一口棺材 棺材前边立了灵堂灵位 灵位上写着 长子丁长安之灵 我若有所思 目光扫了一眼院中的屋舍 笛声喃喃 屋己设房屋 对主房 长子先去世 对右房小二 必游走他方 同时设政方 必定人丁凋零 家业散尽 应验到长子了 奶奶 稚嫩的话音 忽而从左侧传来 我扭头一看 一个最多两岁的孩子 步伐蹒跚地 朝着老夫走来 他后边 还跟了个四十余岁的妇女 丁江 你莫要乱跑 回娘身边来 那妇女匆忙喊了一声 小孩却朝着屋外跑去 那妇女又跛脚 走得就急慢 先生 您不用管他们 先行坐下 我给您奉茶 我点点头 进了堂屋 老夫先给我倒了一杯茶 再接着 他才说 去叫他儿子出来 于爸 老夫就走上了另一处房门 敲门喊话 我饮了一口茶水 便静坐等待 约莫半盏茶的时间 枝丫的开门声传来 同时还有个疲惫低沉的声音 老母 你也是糊涂了 胡落平洋被犬切 如今我们丁家成了这副样子 谁还敢来帮忙改家运 莫不是装神弄鬼的先生 想来骗我们的钱财 下一刻 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 走到了堂屋前头 他苟着背 头发花白 整个人都极为无神 这人 不正是丁昌吗 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 丁昌哪儿有当年的神态 如今也就五六十岁 却也垂垂老矣 如同暮年一般 你莫要胡说八道 惹恼了先生 这是天可怜见 咱们丁家得有人救命啊 老傅颤巍巍地 捶了一下丁昌后背 丁昌堪堪抬起头来看我 我的目光 同时落在了他的身上 瞬间 丁昌的身体 就变得无比颤抖 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一瞬间 他眼眶都红了 丁家主 好久不见 我平静地开了口 李 李先生 居然 居然是您 丁昌砰的一下 直挺挺就跪在了地上 他眼眶更红 眼泪瞬间婆娑落下 七年过半 再见李先生 丁家落魄 物是人非 先生却比当年更是深沉 丁家 有救了 丁昌重重地 和我磕了一个头 这一幕 却让我震住了 其实如今很少有事情 能拨动我的情绪 丁家 我一直认为 我来这里 丁昌肯定看我 如同血海深仇的大仇人 可我没料到 他居然 这副模样 但我是恩人 我眉头皱起 又一次抬头扫过家宅 内心便有几分唏嘘了 当年的事情 师尊替我悲债 始终让我情绪有所波动 其实我早该想到 丁家还住着这个宅子 必定不会当我如何 丁家主 请起 我站起身 做了他抬扫的动作 多年已过 丁家遭受了不少报应 我对丁家 也提升不起来多少恨意 丁昌还是跪在地上 他满脸苦涩 先生哪里话 我已经是一介百姓 不 是过街的老鼠 您唤我丁昌便可 话语间 丁昌抬起头来 他眼中又有渴望 难难道 先生来此 是我丁家 又有变数了吗 您不知道当年 自从您走了之后 那秋天园回来了 我绝对没有透露出来秘密 他就是 对我丁家有图谋 脸走我丁家大半家产 不再让我 做那福寿高和赌场的生意 甚至他还将我们 从家宅中赶出去了 从那之后 次次有人进城 次次有人针对我丁家 抢我一态 杀我家奴 族人 简直是桑尽天良啊 这几年下来 我们过得简直是 猪狗不如的日子 好在先生 您点的宅 真有奇效 我生了俩两女 如今女儿过季给了远亲 让他们带去教养 只是前段时间 大而不幸染病 若是他能撑到您来 恐怕就能活下来了 丁昌的话语中 净是愤恨 我这才心头恍然 原来 当年是邱天元回来了 直接针对了丁家 让丁家觉得 他们家的变化 都是因为邱天元 虽说丁昌认为 邱天元不知道 只是将丁家 当成养肥了的牛羊 但柳化嫣回去 针对邱天元 已经说明了太多事情 今日起 你们不能再住这宅子了 我开口说道 丁昌震了一下 他眼中茫然 我又继续道 丁家气数早就尽了 苟延残喘至今 已经是命令 要给你们换个家宅了 丁昌身体又是一颤 他用力点了点头 眼中更是狂喜 但听先生之言 丁昌绝无二话 他一字一句 极为认真地说道 我取出来了 身上仅剩的一张存票 这存票的钱不多 只有五百大钱 自从合治管家以来 家业几乎都在他身上 我身上留钱 也是一杯不时之需 我将存票递给丁昌 他颤微微走上前 接过存票之后 眼中竟然有泪花赏过 有些年头 没见这么多钱了 先生莫取笑 丁昌更苦涩 我没接话 而是说了其他 这宅院 等会儿我会放一把火烧了 你带着你 老母妻儿 随便在村尾巴 搭建一个草屋 对了 再将你大二的棺材抬过去 要尽快 明白了吗 丁昌眼中虽然有不舍 但他眼神更坚决 点头说好 他立即去办 与爸 丁昌转身就 朝着院外跑去 先前还步履蹒跚 这会儿 他走路都带风 就像是又恢复了 当年丁家主的风范了一般 那老妇也满脸期待地看着我 他眼中都是喜悦 先生 您说我丁昌 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 老妇的话语中 格外渴望 我面色平静了不少 道 老人家 东山再起 这话并不能这么说 以往的丁家做过何事 你应该很清楚 老妇面色一僵 我抬起手来 指着天 涂了口浊气 又道 人在座 天在看 如今丁家有送终 已然是当年那些家破人亡之人 死都无法渴求到的事情 老妇的脸色 顿时又一变 我不打算再多言 老妇低下头 纵然满是皱纹的脸上 也竟是通红和羞愧 就在这时 院外却传来了很清脆 很重的巴掌声 这声音很大 大的在院中响彻不止 老妇茫然回头 我皱眉 看向了院门 下一刻 院门被推开了 走进院中的 有两个人 一个人 身穿糖装 已过花甲之年 他背上背着一根长竹竿 上头挂了个布条 另一人 穿着一身麻衣 他身材瘦长 光头 我面色骤变 因为其中一人 赫然是一指先生杨竹书 另一人 是当初给我吃法的车池 车池和前段时间的变化不大 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他并没有变得更苍老 倒是杨竹书 多年未见 他腰背鱼捋了很多 尤其是病脚完全斑白的头发 居然有了几分死气 我眼睛微眯起来 一眼 我就断定这两人 来者不善了 若是有善意 进门之时不会鼓掌 这看似是赞扬 但实际上 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同样我还疑惑一点 我是阴差阳错的 来了平阳省城 刚到这里 也直接来了丁家 他们两人 就像是在这里刻意等着我一样 这未免太巧合了一些 那老傅呆呆地 看着杨竹书和车池 他又往前走去 两位老先生 你们这是 老傅语气沙哑 车池和杨竹书 两人却都在看着我 先开口的是车池 他面带微笑 平静地说道 没想到 不过一年半载的时间 地下看于李阴阳的名号 居然都要传遍天下 老朽的确佩服 不过 我更佩服竹书师弟 他算准了 你会来平阳省城 你 果然来了 杨竹书平静的表情 逐渐变化了 他的眼眸中 隐隐地出现了几分冷冽 其中还混杂着杀鸡 七年了 李阴阳 你这一走 居然走了整整七年 我险些以为 你不会管这个地方了 不过 你们地下堪于 出了名的宅心人后 我就知道 你会回来的 当年 丁家救了你一命 你倒是对丁家不错 这也算得上是 家破人亡了吧 杨竹书的语气中 透着淡淡的冷意 同样 还有轻微的讽刺 我皱起的眉头 稍稍平缓了下来 点了点头道 果然如此 当年你的确有目的 几乎骗过了我们 若非丁家 当年恐怕 你不会让我们 那么容易离开 嗯 杨竹书点了点头 又道 害我俩身亡 杨家断后 哪有 让你走了的道理呢 我微微垂头 回想起来了 当初的杨毅 和杨长洲 我再一次开口说道 你的两个儿子 一个 用你的名号招摇撞骗 另一人 则狂妄至极 兄弟二人好事不做 害人之事却不少 作为阴阳先生 你知晓 却不阻拦 他们的死 是咎由自取 杨竹书却并没有 回答我的话了 他低头看向那老妇 此时老妇的眼神 还是呆滞茫然 显然 他无法完全听懂 我们的话 丁老太 这些年丁家怎么过来的 杨某在一旁看着 说是天在看 但可不全是天 丁家的财 是李阴阳给你们破了的 你们这宅子 除了招子 一共还有三兄 杨竹书抬起手来 露出来了他右手 仅有的一根手指头 可李先生 老妇颤巍巍地又说道 他现在是来给我们丁家改运 还让我们搬迁宅院 哼 那不过是他下手太狠 让你们破财又段子绝孙 会让他遭报应罢了 杨竹书嘴角更讽刺 说道 老太太 饿事做了 夜里是睡不着觉的 他现在想要能睡好 就不能让你们遭受更多的报应 所以才会来找你们 少作饿 就是改运吗 你看 那座房子 说着杨竹书指着堂屋 以及膝头方位的一个并排屋舍 我眉头皱得更紧 可这会儿 我却说不了什么 制止杨竹书 直接大打出手 但如果 让他直接说了 这丁家 我思索间 也不打算再让他继续讲下去 脉步 我直接走出堂屋 手中立即抽出来了 通窍分金尺 垂卧尺子于身侧 我就要朝着杨竹书走去 杨竹书眼睛一眯 他身边的车池就动了 车池往前迈了一步 他手中也有一根棍身细长的缠杖 呼吱一声轻响 缠杖被横举在胸前 李先生 地向堪虞的先生做过什么 还怕被人说到吗 你和竹书失地的仇怨 我们稍后会说 丁家怕事 也应该晓得一些真相 车池的动作很凌厉 完全不像是一个老手 这期间 杨竹书已经将堂屋 和膝头并排屋舍指了一圈 那老夫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了 神色都带着急迫 杨竹书开口道 堂屋并排一屋舍 中间空隙无链接 这叫暗算坊 主招破财 前梁匮乏 为大雄之宅 常年居住之下 必定饭计 丁家应该晓得 最开始出事的时候 是否破财 是否有的时候 米粮都难取 老夫的脸色顿时一变 他身体微颤 眼神都带着几分恐惧 紧接着 杨竹书又指向了堂屋的东侧 那里有一个长条形的屋子 刚好和堂屋 形成了一个横着的图案 东面盖东屋 为丁字房 主人官司诉讼 过完集 招火灾 丁家这些年 官司的数量 不少吧 家人患病 还有火灾呢 杨竹书悠悠地说道 那老夫的脸色更白 都快要站不稳了 我又往前踏了一步 通翘分金池举在胸前 车池直接同样往前一步 蝉杖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发出哗啦的声响 李先生 竹书说完 我们的事情 出去摆谈吧 车池的手握紧蝉杖 他语气更冷烈几分 杨竹书最后指向了院内的两座房屋 他语气更为深邃 道 这两个屋子 其屋脊正对着堂屋 在风水上有个说法 屋脊对主房 长子先去世 屋脊对右方 小儿游走他方 若是两道屋脊同时存在 不但全部应验 还会人丁凋零 家业散尽 你们丁家觉得 是所有人都在针对你们 只觉得李硬阳救了你们 所以到现在都住在这屋子里 可事实呢 他将你们当成了傻子玩弄了一遍 让你们住在此处 直接毁了整个丁家 那老夫身体更是一颤 啪的一下 直接就瘫坐在了地上 长子 长子 我孙儿长安 他浑浊的老眼 顿时就滚落两道泪水 长子 只是一个开始 你还有小孙儿的话 应该没几天好日子过了 游走他方啊 许是被什么人偷了骗了 怕是你们这辈子 都难相见 杨朱叔摇了摇头 眼中尽是唏嘘 那老夫面色惨然 他晃晃悠悠地 从地上爬起来 跌跌撞撞地 朝着院外跑去 不过 他刚跑到院门口 院外 就慌乱地 冲进来一个妇女 那不正是丁昌的老婆吗 娘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刚才我追上丁江 他非要在外边玩 遇到几个贼人 他们掳走丁江就跑 我没追上 那妇女哭得泪眼婆娑 语气都交集到极点 那老夫面色大惊 整个人却直挺挺地 立在原地 他双眼忽然一番 直接就朝着 后方倒去 娘 惊慌的喊声 从那妇女口中喊出 老夫砰的一下 杨岛摔在了地上 整个人都没了声息 妇女扑上老夫的身体 去探他的鼻息 他脸色顿时一白 哭得几乎断了气 李先生 你救 快救我娘 妇女转身要朝着我爬过来 杨竹书却讽刺地又说了一句 李阴阳让你们一家住凶宅 死了大儿子 小儿子被掳走 还让你们丁家家到中落 人亡不知几何 你要他救你娘 他可是送你们丁家到绝路的阎王 妇女一下子僵在原地 他愕然地瞪着我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下一刻 他也是眼睛一翻白 直接倒了下去 我眉头已经皱成了疙瘩 杨竹书 说够了吗 我手中握着的通翘分矜尺 更紧 指关节都在发白 我一直想动手 可这车池 他感官很是敏锐 我稍微移动一点 他就会立即动一下 刚好挡住我的方向 车池 是个高手 我约不过他 若是现在逗起来 我恐怕要吃大亏 可现在 杨竹书说的那番话 生生将丁昌老娘气死了过去 丁家又死一人 恐怕这笔债 得记在我和杨竹书 两人的身上 丁家的事情 差不多说够了 李阴阳 我们两人的事情 还没开始说呢 杨竹书猛地抬起头来 他面色终于成了 歇斯底里的怨毒 师弟 出去之后和他谈 车池侧头 低声说了句 杨竹书转过身 他持着长杆 朝着院外走去 车池冷眼看我 他同样走出院子 我没有停顿 脉步朝着院外走去 路过那昏倒的妇女 我没有低头 一直到那老夫的尸体旁边后 我才驻足看了一眼 隐隐地 我有种心悸感 他死不明目的双眼 在瞪着我 弯腰 我伸手 想要盖上他的双眼 可即便是首辅过去 他的眼睛还是闭不上 林阳 你在等什么 想换个地方逃 不敢出来吗 你逃不掉的 即便是你绕路走了 你都得回来 杨竹书冷冽地喊话声 入了院子 我站起身 不再犹疑 直接走出了院门 结果刚下院子台阶 一道身影陡然掠着眼前 这赫然是车池 他当头朝着我 就是一缠杖劈了下来 我横举起通窍分金尺 砰的一下 他砸中尺子 巨大的力道 让我双臂一颤 几乎没有顶住 杨竹书在远处 还在冰冷看我 我低喝一声 身体猛地往上一冲 双臂推开了缠杖 车池后退竖步 他却横着一挥缠杖 又朝着我腰间抽来 我直接朝着右边闪过 躲开了这一击 车池紧随其后 又是一缠杖 朝着我后脑勺敲来 我速度没有车池快 又是险些被他砸中 再次闪避之后 我没有继续逃 接连的桃 只会让我气势越来越低 一旦让车池得手一招 恐怕我就只能 在他们面前落败 瞬间 我驻足转身 车池刚处于挥出缠杖 还没有余力的阶段 我扬起通翘分金尺 朝着车池的人中杂取 我用的是阴面 李英阳 你倒是很利 直接就是阴尺伤人吗 车池低喝一声 他忽然松开了手 放开缠杖 在下一刻 他居然右手 直接接住了通翘分金尺 瞬间五指紧缩 他抓住了通翘分金尺的 另一端 纵然 我刚才力气很大 车池的虎口 都已经裂开流血 但他死死地握住 一点松开的征兆都没有 吃法 不止你看过 我看的时间 比你更久 当日 若飞那老倒是柳天干 你拿得走吃法吗 车池话音中 终于迸发出了怒音 我面色不变 左手探出 直接朝着车池的脸上抓去 他同样抬起左手 朝着我左手迎来 啪的一声脆响 我们五指相接 车池瞬间扣死手掌 我同时发力 两人就僵持在了原地 我闷哼了一声 左手的剧痛 让我额头上冒汗 通翘分金尺 另一头的力道也足够大 我根本不敢丝毫放松 否则一定被夺走尺子 木蒋僧一脉 以僧倒入风水 我六岁入寺庙学艺 一十八岁 学得一身铜头铁骨 在席音树风水 李阴阳 你这先生的确特殊 能和我走上几个回合 可你也不过如此了 收你 都还不需要我失地出手 车池面不改色 他冷冰冰说完这番话 右手的力气更大 并且 他左手朝着前面一推 我痛哼了一声 左手都觉得快脱臼 右手的尺子 也直接脱手而出 不过我没有慌乱 尺子脱手的瞬间 我的手顺势朝着前方抓去 我一把就抓住了 车池的手腕 手指顿时卡入 他手腕的骨缝之中 狠狠往下一捏 只听车池也是一声痛哼 他的右手瞬间脱臼 通翘分矜齿落在地上 直挺挺地插入了泥面 李盈阳 本事不大 偏门不少 车池右臂扬起 直接朝着我脸上砸来 他这一下太快 我也没反应过来 一拳头 直接落在了我脸上 咔嚓一声 不是我脸上骨头的声音 而是车池手腕的脆响 他居然借着这个气力 直接将脱臼的手掌砸了回去 我闷哼一声 被这力道打得后退竖步 我和他紧抓在一起的左手 也直接松开了 车池左手一抓 直接就将地上的通翘 分矜齿抽了起来 他眼中净是贪婪之色 喃喃道 通翘分矜齿 哈哈哈哈 我拿到了 李盈阳 受死 他踏步 直接朝着我追来 我双手在腰间一摸 立即就抽出来了捕刀 和接银匕首 就在这时 杨竹叔也动了 他低声道 师兄 他对骨头太了解 你小心 我们一起动手 我听闻过 地上堪于 砖破人骨 不能被他伤到脸 我心头顿时沉了不少 不过 我并没有惬意 甚至我脸上 都没有露出别的情绪 此时 不能给杨竹叔和车池 更有拔高他们气势的机会 否则 我一定会输 转瞬间 车池就逼近我身前 他高举通翘分矜齿 直接抽向我胸口 车池并不懂面向之法 他对通翘分矜齿的应用 最多用阴阳齿来改我气韵 可这种用法 要在骨巷上来说最合适 我扬起补刀 直接削向车池的手掌 这一击 我极为刁钻 车池伤我就必定断手 杨竹叔紧随其后 他长长的那根竹竿 朝着我脸上扫来 我右手的接音匕首 朝着他那竹竿一个 哗啦一声轻响 竹竿上那张布条 直接飘落下 杨竹叔又是将竹竿 朝着下方一抽 我速度极快 匕首斜着切下 竹竿的上半截就断了 说实迟 那十块车池也没敢 抽下来尺子 他陡然收手后退 不过 他紧跟着又是一尺子 当头朝着我批来 其实 对于先生来说 应当是居于深院之中 运筹帷幄 以风水伤人 救人 如今我们三人这种打法 无不是落了下场 但有句话说得好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杨竹叔放不过我 车池想要通俏分矜持 也要替他失地做事 我也不可能留在 平阳省城常住 他们算计不了我 自然只能直接动手 思绪在转瞬之间 我抬腿 重重地朝着杨竹叔 胸口踹去 与此同时 我一手持补刀 挡住通俏分矜持那一击 另一手 直接扎向车池驳梗 并且 我稍微挪了一点脑袋 以天灵概证的车池 他这种力道下来 我必死 可就是这样 我反倒是死不了 杨竹叔的伸手远不如我 我一脚踹中他胸口 他闷哼一声 猛地倒飞出去 车池宁笑道 受死 可就在这时 砰的一声枪响传来 车池的胸口 顿时展开一道血化 大量的鲜血见识而出 他双目圆睁 死死地瞪着另一个方向 我脸色也陡然变了 谁开的枪 猛地回头看去 另一侧的村路上 站着个面色苍白 可脸颊却泛红的人 那人 不正是丁昌吗 丁昌的神态 透着几分争鸣 他语气更是尖锐 李先生莫慌 我帮你 显然 丁昌适才回来 他并不知道 院里头刚才发生的事情 更让我心惊的是 丁昌的身上 居然还有一把枪 他毕竟 曾经是丁家的家主 我多想几分 也就正常了 车池晃动了两下 直挺挺地朝着地上倒去 他口中鲜血之涌 通翘分金尺 也落至地面 我侧身过去 直接抽出了通翘分金尺 杨起手 我就朝着车池的脸上一抽 咔嚓一声 我抽碎了他的全骨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杨竹书刚从地上爬起来 他双目通红 惊怒得大吼一声 李阴阳 你敢 可他喊出来的时候 我早已经下了手 丁昌 李阴阳用凶宅害你全家 你居然帮他 你瞎了眼 杨竹书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大吼 丁昌身体一颤 他死死地盯着杨竹书 骂了句 老东西 你胡说八道 李先生是我丁家恩人 你休要挑唆 下一瞬 丁昌掉转了枪口 直接就要朝着杨竹书开枪 咔的一声 丁昌脸色却变了 他愕然地看着枪声 咔 咔唐了 我没有多管丁昌 脉步 直接朝着杨竹书逼近 杨竹书脸色阴沉无比 他从腰间忽然掏出来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椭圆形的漆黑物识 他砰的一下 直接朝着地面砸来 一阵浓烟随之升起 还有一股恶臭味道扑面而来 心机的感觉 顿时让我捂住了口鼻 那烟雾太浓郁 加上现在天都不知不觉地黑了 我只能后退 不敢往前 烟雾瞬间笼罩到了车池的身上 同时 雾中又闪过一个声音 那声音很是纤细 绝对不是杨竹书 他们暗处 居然还有一个人 不过下一刻 我就惊想起来 车池有个女弟子 之前那一次 还和我斗过 我就是借用她 尝试地命术庇护 如果不是丁昌回来 看到我被围攻 阴差阳错地开了这一枪 等到他们两人消耗到我历劫 这女人出来 我麻烦就大了 思绪之间 我仰起小臂 挥手直接朝着雾气中的人影一甩 捕刀搜的一下 被投掷了出去 只听咔嚓一声 分明是扎了一个空 雾气弥漫得更多 我只能更后退 转眼间 已经退到了丁家门口了 这时候 丁昌也跑到了门前 她面色苍白 眼中略有惊疑地看我 不过 随着我余光看她 她眼中的惊疑 又被完全压了下去 反倒是愤恨无比地 看着雾气中 骂道 李先生 这两人莫名其妙 上门找你麻烦 是你的仇家 现在打死了一个 应该没问题了 你小心这毒物 我看丁昌的眼神 都深邃了不少 雾气逐渐散开 我却瞧不见杨竹书 和车池的身影 只有地上插着一柄捕刀 低头 我看了一眼 通窍分金尺 这尺子 险些被车池夺走 现在车池直接被废了 还剩下杨竹书一个人 那女弟子不足为惧 可杨竹书也足够棘手 我眉头紧皱 脑中在迅速地推眼 这时 余光我瞧见丁昌回过了头 她面色大变 惊慌道 老母 容兰 她跑进院子 几乎要摔倒 我思绪被压下 皱眉 扭头看向院内 丁昌去探过了老妇鼻息 她面色苍白至极 眼眶通红 再接着 她又探过了那妇女 也就是她妻子容满的鼻息 总算 她脸色有了几分血色 李先生 是他们害了老母 丁昌猛地抬起头 她语气中近视怨毒 我面色顿时复杂了不少 丁昌作恶 丁家作恶 这些年的报应 大致是有人承受了 今天 我是来让丁家有一条生路的 可没想到 还是应验了屋脊设房屋的凶宅 本来我动丁家 是替天行道 但这过分了 我得止住 此外 阴差阳错之下 丁昌还帮了我一把 丁昌 他们不是死在杨朱书和车池手中 我语气都复杂了不少 丁昌脸色又变了变 他忽然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再接着 他又喷了一下 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丁昌双目通红 他盯着自己老母的尸体 却又说了句 不 他们就是死在那两人手里了 丁家快没了 李先生你来 给我希望 他们来了 我老母死 妻子婚 他们 定不是好人 李先生 你要帮丁家 给我一线生机 丁昌这番话 却让我更沉默 因为 我看出来了一些东西 先前丁昌开枪 杨朱书质问丁昌那一番话 以及丁昌刚才问我 他老母和妻子 是否是杨竹书两人所害 丁昌是个聪明人 否则不会当年支撑起来 那么大的家业 在那么多军阀周围 游刃有余 并且 我也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说谎 对我来说 也没必要 但就偏偏是我那样说了 丁昌分明能猜出来一些东西的情况下 他要强调了两次 杨竹书和车池 不是好人 这就只有一个原因 丁家已经走投无路 即便是我算计了他们 但现在 我也是丁家的最后一条路 对他来说 只能是忍辱负重 先让丁家存活下去 我深深地又看了丁昌一眼 丁昌低下来了头 他整个人都跪斧在了地上 新的居所 安顿出来了吗 我开口问询 草物很快 我给了钱 后半夜就能打击好 丁昌声音都略沙哑 嗯 今夜就不要住这里了 现在收拾了你的东西 再把你老母和妻子拉出去 至于你的小儿子 我很抱歉 你妻子之前说了 他被人掳走 我被那两人撤走 无法阻拦 我刚说完这句话 丁昌的身体又是一颤 险些直接倒下 他咬着牙关 声音更沙哑 那 他会死吗 不会 我摇头 好 好 不死 我丁家就有儿子传宗接代 况且 我还有两个女儿过继了出去 我可以接回来一个 说着 丁昌就起了身 他先将自己老母和妻子 拉出了这宅子 紧接着 他又去了屋里头 搬出来了不少东西 最后他出院门 背上背着一个六岁左右的男童尸体 手中 持着一根火把 他将火把交给了我 就站在我旁边 看他家宅子的目光 都有些涣散 我直接用火把将门头点燃 夜里头风吹之下 火窜得很快 直接烧着了前头的屋檐 又朝着后方蔓延 这期间 有村民过来看热闹 却没有人说要救火 丁昌排了几枚大钱出来 找了几个村民 帮忙抬他大和老母的尸身 至于他妻子 他掐人中 让其醒来 那妇女醒来的时候 他先是茫然地 看着焚烧的屋宅 在等他看向我的时候 他眼中都是怨恨 尖叫地骂我是心狠手辣的屠夫 害他们家破人亡 我并没有多言 丁昌却直接抽了他一个耳光 让他闭嘴 妇女被打得傻眼了 一声都不敢吭 丁昌才毕恭毕敬地 又和我行礼 问我要不要过去 看看他草屋落成 我摇头 说不去了 再接着 我取出来的定罗盘 让其在手中平稳之后 我看了方位 我告诉丁昌 等到他住处完全稳定之后 就去村外西边 找一座山脚前有水的矮山包 将他大儿子的尸体 葬在山顶的草皮地里 这算是葬入集学 或许可以 让他在某个时候一家团聚 即便不是这样 也能让他小而平安长大成人 丁昌文言 身体都是哆嗦的 他连连点头 和我说多谢 在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 就带着妻子离开了 我并没有在丁家村停留 扫了一眼四周 我朝着村口的方向走去 其实 刚才和杨竹书 以及车池动手的时候 我就发现 那乞丐和马车都不见了 不过 我也觉得 这事正常 不用说那乞丐贪生怕死 他不过收我几个大钱 替我带路拉车 我没办法去要求他 即便是遇到生死危机 都要等着我 不多时 我就走到了村口 让我意外的是 刚出牌楼 我就瞧见路边停了一辆马车 之前那乞丐 正在马车前头张望村内 他看见我之后 立即就点起脚尖 冲着我一直摇手示意 我走过去了 他才一脸尴尬地和我解释 说刚才 就瞧见有人找我 而且来者不善 他见我们要打起来了 就先跑了 来村外等 我摆手 事已无碍 不用一直和我解释 上车后 我让他拉车回平阳省城 这事业已经很深了 我用怀表看了一眼时间 几乎都到了十二点 也就是子时正刻 回到城里头的时候 子时都要过去 到了丑时 我一直让他到何志租的大院 才停下来车 下车后 我就打发他离开 转身进了院子 结果何志居然没睡 在堂屋里头坐着 和他视线对视 何志惊喜地朝着我走来 不过下一刻 他到了我近前 脸色就变了变 他问我怎么回事 身上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还有血 我摇头 告诉何志 不是我的血 再接着 我说了在丁家遇到的事情 何志面露金色 他不安道 杨竹书 当年这人 我就觉得是有问题 他故意眼神出卖了我们 再接着 何志问我怎么办 是直接离开平阳省城 还是怎么做 我停顿思索了片刻 告诉何志 我们肯定不能直接走 这样一走了之 杨竹书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他绝对会再想办法找到我们 或者去唐振闹事 那如此一来 就必须将这件事情彻底解决 何志也低头思索 很快 他慎重地说道 那我们直接去找到他 他住的镇子 我勉强还有一点印象 如果找不到的话 应该可以找周传士和周传林两兄弟 何志说的这两人 就是当年给先祖千坟的两兄弟 我告诉何志 去是要去 但不能太直接上门 不然的话 又成了私斗 何志游一片刻 问我那怎么做 我围眉着眼睛 道 破他风水 算他宅院 就如同当年霍家被军阀占据家宅 山中又有宅院被先生占走 何志面色一惊 不过他也立即点头 显然 他想起来了当年的事 下一刻 何志就问我什么时候出发 我说白天 现在先好好休息 况且说 布置风水地 也根本不需要天黑 何志示意 我进房间去睡觉 我没推阻 直接进了屋子 顿空还在床上熟睡 我躺在中间之后 何志也凑上了床 蜷缩进了我的怀中 何志小声地和我说了句 等杨朱叔的事情处理了 我们得尽量少直面接触先生 避免和他们硬碰硬了 硬碰硬的情况下 很容易发生意外 毕竟大家都是先生 虽然我是地向看欲的阴阳先生 本事实力比其余先生强 但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嫌 有时候 双拳的确难敌四手 尤其是在对方有准备的情况下 我沉宁片刻 恩了一声 说好 何志稍稍侧头 他眼中多了几分喜悦 又轻声道 不过这一次 既然都已经动手了 那就要干净利落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我们一家人一起去 我会一板斧 劈掉那杨朱叔的命树庇护 就凭借他这种心胸狭隘 教出那样两个儿子的先生 怎么有资格被命树庇护 我亲吻了一下何志的头顶 又说了个好字 何志在我怀中沉沉睡去了 顿空轻哼了几声 身体如动几下 到了我旁侧 抱着我胳膊 又沉沉睡过去 我闭上了眼 很快进了睡梦中 这一觉我睡得很沉 四日清晨醒来的时候 床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揉了揉眼睛起了身 我走出房间 院内何志正在堂屋里头 摆放吃食 至于顿空 他居然在院内施展拳脚 抬手提足之间 动作颇有几分凌厉 并且他腰间缠着一场串服 稚嫩的喝声 顿空又回出一掌 再接着他扭头看向我 清脆地喊了我一声爹爹 我恩了一声 点点头 走进堂屋 我略疑惑地看向何志 何志给我盛了一碗粥 他轻声道 你先吃东西 之前那段时间 你离开得比较久 顿空恢复得很好 会缠着许叔教他一些身手 有时候 我也会教他一点点 不过 毕竟爷爷将我逐出了家门 我不敢教太多 之前一直没时间和你说 刚才我和顿空说了 要带着他一起对付坏人 他就自己在那里练了起来 我抬手揉了揉何志的脑袋 又看了顿空一眼 他已经小跑地朝着我们这边过来了 你考虑的周到 是要有点伸手傍身 我入行太晚 当年只学了捞诗人手段 许叔的手段伶俐 鬼婆子的也不弱 顿空年纪小 悟性高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语气也很认真 并且缓和 何志顿时放心了不少 我们一家三口吃过了饭时 期间我和何志商议了几句 大致还是要去找一趟周传市 不能直接大张旗鼓地 去找杨竹叔 羌族的马太特殊 我们到附近 肯定就会引起注意 先让周家安排我们到附近的地方 我会勘察一些风水 看看能否直接让杨竹叔吃一些苦头 这样一来 能增加我们的胜算 何志连连点头说好 顿空在旁边听着 他脑袋也一点一点 很是认真 再之后 我们就从院中离开 当然 这会儿 我们是去了马车 周家的位置 我同样记不清了 在路边问了两次的 总算找到了周家 等我们到了周家大宅外 敲了门 有仆人来开门之后 没等我说出身份到明来意 那仆人就呆呆地看着我 愕然了一句 李先生 在下一刻 他高兴地连滚带爬地 朝着院子里头跑 大声喊 家主 李先生回来了 快 快出来见 顿空的眼睛睁得老大 他在看我时 眼中更多的就是儿子 对父亲的那种崇敬之意了 何志脸上也带着笑容 似是在回忆什么一般 不多时 周家就乌泱泱地出来了一大群人 少说的有二三十个 当头有两人 年纪大的得六十左右 并脚斑白 那就是周传士 另一个周传林 年纪稍小一些 头发还是灰黑 其实 除了周家 这两兄弟家主 对于其余人 我是一点印象都没了 那些人却一脸敬意地看着我 那是从骨子里散发的情绪 李先生 一别七年 先生还是如同当年一般年轻 气势却不可同日而语 传世之幸 居然今生还能见到先生 周传世话语格外激动 和我深深地鞠了一宫行礼 旁边的周传林 同样激动 他行礼之后 又郑重道 先生当年签坟 给我周家天大的机缘 近年来 周家的生意遍布各地 前段时间就听说了 从唐镇出来一位有大能的先生 行走之地 救死扶伤 匡扶正义 得知那先生就是您 我周家亦有荣焉 没想到 先生居然还能到平阳省城 快请见 我心头唏嘘不少 想起来了当年的事 周家两兄弟 险些被假冒杨竹书的杨义害死 恐怕 这也是命数 我找到他们 得让他们 带我再去找杨竹书 宅 暂时不静了 李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两位家主 借一步说话 我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他们往下走 周传世和周传林 都诚惶诚恐 周传世不安道 哪敢在李先生面前称家主 您先请 他与爸的瞬间 周传林扭头看向周围 沉声道 还不赶紧回去 周家其余人 一窝蜂地回到了院内 大门被紧紧闭合 我走下台阶 到了马车旁边 才直接铲鸣来意 周传世低头思索半晌 他才道 那杨竹书 近年来 我也注意过 一直老老实实待在杨家镇 并没有出来闹过什么麻烦 没想到 他居然盯着先生不放 简直是一条蛰伏的毒蛇 若是先生这次走了不管他 恐怕他就要拿我周家开刀了 这样 我派人换一个平时我们周家拉货的马车 那杨家镇 周家也总去做生意 便可万无一失 我点点头 说了的好字 周传世和周传林 两人相识一眼 两人合计了几句话 周传林立刻回了院内 很快 他就带出来了两个人 两人牵着我们的马车 朝着院子西边走 约莫一刻钟后 其中一人 牵着更为厚重的一辆马车出来了 那显然就是拉货所用 上头还堆了不少米粮袋子 周传世又和我说了几句话 譬如解决了麻烦之后 务必要回来 周家要替我接风洗尘 我便没再拒绝 何止和顿空先上了马车 我上去之后 车夫就立刻驱车 朝着平阳省城外赶去 这一行 花费的时间不短 我们约莫用了大半时辰 车夫才说 快要接近杨家镇了 一路上 我也在注意周围的山势走向 我点头告诉车夫 先过去 等到了镇上 绕到杨竹书家门口 我看过整体之后 再绕出镇来 何止轻声道 得小心 不能被他察觉 车夫咧嘴笑了笑 他拍了拍胸脯道 这几年 家主时不时就让我去盯一下杨竹书 拉货的马车 从他家门口走了几年 他都没啥反应 咱们过去看看 他发现不了 我心头一鸣 对周川林和周传世的好感 增多了不少 他们办事 很牢靠 不过车夫却又稍微慎重了一些 开口道 不过 前段时间 杨竹书家里头来了个僧侣 我每次过去的时候 那僧侣都在外边 应该是巧合 没啥问题 我瞳孔顿时一缩 喃喃道 车池 车池不可能平白无故巧合地看他 其实这就代表 车池来的时候 或者杨竹书 早就发现了周家的行为 只不过 他们一直没什么动静而已 车池 您认识那僧侣 车夫诧异地问我 嗯 不过现在没事了 车池出来不了 他废了 我又说了一句话 车夫显然没听明白 我示意他赶车就好 不用多想多问 他这才不多说话 差不多又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我们的车 进了一个镇 从镇口的石排 我看到了杨家镇几个字眼 进镇之后 我和何志两人 几乎就紧贴着马车内壁 看车窗的幅度都小了不少 车夫正常地赶车 不再和我们说话 我余光一直看着车窗外 并且确保我现在的动作 外面的人看不见里边有人 差不多一盏茶的时间左右 车夫的速度明显慢了一些 他还拉了拉缰绳 我顿时晓得 他这是在提示我 我其实一直都在看街道 此时 一个院子逐渐进入视线中 那院子正门到了之后 我就看到牌匾上写着一纸居 记忆逐渐清晰起来 我想起来当初在一纸居 发生所有事情的细节 视线所看下 这一纸居的宅行 也再一次在脑海中成行 整体的宅院 前辖后宽 形似一个梯形 前辖后宽富贵心 紫西昌亭有前程 静财发露田庄望 第九天长福禄增 福寿永安宅 我心中难难 也就这一小段时间 马车已经从一纸居前经过了 就在这时 一纸居的门忽然开了 走出院门的是个女人 她手中端着一个盆子 忽而一下朝着 车夫身上泼来 看了几年 这几个月已经警告了你 你还当没事发生 下一次再来 我送你上路 她语气很凶 哗啦一声 水直接泼在了车夫的身上 我看见了 但我没动神色 同时 我还给了何志一个眼神 何志同样按那不动 他轻轻按着顿空的肩膀 顿空小脸上 近视警惕 那车夫身体抖了抖 驱车的速度明显快了不少 不多时 我们就从这条街道出去 车夫打了个哆嗦 他才开口道 咋又多了个娘们 杨竹叔那老家伙 还养了个细皮嫩肉的拼头 车夫的语气都不好听了 显然 他刚才是被吓到了 我皱眉看着车夫的肩头和头顶 刚才的水 并不是干净的水 有很多茶渣和稻草 还有一些树皮废纸 车池受伤了 他们倒出脏水 是驱逐污秽之气 你刚好过来 车池的女弟子拿你泄愤 不过 没有下策 顿空 给车夫一张画煞符 我前半段话是对车夫说的 最后一句话 则是看着顿空 顿空嗡了一声 从腰间取下来一张画煞符 递给了车夫 车夫接过之后 贴身放好 他又问我们 现在怎么办 我告诉他 直接离开杨家镇 我会在合适的地方 喊他停车 届时 他就不用在这里等我们 回平阳省城即可 显然 我说完这句话 车夫的身体 都平稳了很多 不多时 我们就从杨家镇出去了 一直朝着镇外走 大约走了一刻钟左右 我让车夫停下 我带着合制 以及顿空下了车 便让车夫离开 我四顾看周围 这地方是一条长路 两侧被两座山相加 抬手 我将定楼盘平 放在掌心中 指针摆动不定 时而变成 机针八法中的各个针形 没有定数 不过 我现在不是要区分 这里的地气和煞气 只是要找山的方位 扭头 我看向左处 那里有一处溪流 刚好朝着山脚的位置 流淌而过 这也算山前名堂 不过是小名堂 沉宁了片刻 我朝着合制伸手 让他给我用一下板斧 合制先将斧头 从腰间解开地给我 才疑惑问我 要做什么 我告诉他 等会儿他就清楚了 我要动一下此地风水 扭头 我又看向了顿空 问他身上 有没有震山的符 顿空小声道 震山气 我眉头微皱 不过很快 我就明白顿空说的山气 应该就是生气 煞气 点点头 我道 对 要震一山之符 顿空马上从贴身的 衣兜里面 取出来了一小叠符 符的数量 约磨十几张 我接过来之后 目光多看了几眼 当初看徐符手闸的时候 就看过多次 一符可震山 一符可震水 一符可震人 震人的 我用过了 二十四山震龙符 也算是震山之符 但那种符太大 在此地用不上 这时压龙符 普通的山气 已经够震 压符之后 山龙无气 无风水可言 爹爹 要是不够用 你给我笔和燕台 我给你花厉害的大符 顿空极为认真的说道 我深吸一口气 道 我先试试 再接着 我让河志和顿空 在原地等我 我拿着那些符 静止朝着 另一侧的山走去 旁边的山 是一座笼龙山 不过山脚没有明堂 此山就好似 刚才那座山的潮案 大部分的生气 都汇入了另一处明堂 我在山脚下 找到一处平坦之地 将一张压龙符 贴在了平坦的山石上 本来我能感受到山风 这风在耳边吹过 请客间 山风消失不见了 我手中的定罗盘 指针变了 之前还在多变 但现在却成了 正常用地的针法 无生气和死气流淌 我心头大定 因为这幅的存在 我完全成竹在胸 镇住周围之山 改一座笼山成胸山 再用这条大道 形成川心龙 一键射入杨家镇 杨竹树的家宅 是杨家镇最好的宅院 川心龙的死气 必定先灌入其中 他现在平安无事 应该挡得住 但车池 恐怕就没那么好运 杨竹树要护住车池 就必定要受伤 压下心头思绪 我又迈步朝着前方走去 一盏茶的时间 我走到了另一座山脚下 寻觅了一处平坦之地 又将鸭龙符贴在了山石上 自山上流淌下来的 生气完全消散 这山也成了一座 无风水可言的正常山 换句话说 就是立在平地上的 一块巨石 我继续走向 周围其余的山 并且在这期间 我在脑海中一直推演 大致已经将风水局 计算成形 只需要改刚才那座山的一些形式即可 一个时辰 很快就过去 主要是周围的山太多 正山虽快 但去往下一座山 又要找到合适的位置 就要花费不少时间 总算 我将所有山的风水都压住了 又回到了刚才那座山的位置 顿空在山脚下走来走去 时不时蹲在地上看些什么 何至则在原地 一直在等我 布置得差不多了 我去山上砍树 在天洁地形布局 我直接开口说道 你把斧子给我 要砍什么树 你告诉我就行 我去做 何至抬手 其实我刚才要斧头 是想要在别的山脚下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树木 直接就砍发能够带回来 现在显然 我没能得偿所愿 还没等我说话 何至又说 他不是手无腹肌之力 让我不要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做 况且布置了风水局 我还要去对付杨竹书和车池 这又是麻烦事 不能让我被消耗太多 何至的话 将我想说的所有油头 都被堵了回去 我沉默片刻 又重复推演了一遍 脑海中想好的风水局 才沉声说道 三米以上的枯木两颗 再去山腰 在那里放一把大火 要烧透整座山 点火之后 就下来 速度要快 剩下的 就看杨竹书有没有本事 迎局接招 整座山 何至脸色微微一变 嗯 杨竹书是阴阳先生 我刚才想起来了一件事情 他的阴阳术 是一纸橡树 和石棺像法 两种阳算之术的阴阳先生 极为特殊 那石棺像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 管仙桃的石棺像术有关 不得不慎重对待 我再次开口 何至面色再变 他喃喃道 两种阳算 还有和管仙桃有关 我摇摇头 又道 风水之上 诗之毫里 差之千里 毕竟石棺像法和石棺像术 有一字之差 希望他们关系不大 否则 杨竹书没那么好对付 雨霸 我又沉默了片刻 怪不得杨竹书 能那么巧合地找到我 他的确有打探 注意我的消息是一点 除此之外 他肯定算过我 我不了解他的阴阳术 自然就不晓得 他是怎么算的了 你看好顿空 我上山去 等我 何至再次开口 同时和我伸出手来 我从腰间取下来了板斧 何至接过之后 迅速转身 朝着我们身旁这座山的山路上 急迟而去 一眨眼的时间 他就消失在了山脚处 我走至顿空身旁机密外 找了处空地坐下 垂手 我看着地面 剪了一块尖锐石头 直接在地上勾画 我画的是一幅剪图 一座拢山 一条笔直的大道 以及大道镜头 我用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形状 画出来了杨家镇 我又用时间轻碰那大道 勾出一道道细小的剑 剑头对准的是杨家镇 再接着 我抓了一把地上的枯草 放置在了垄山上 又用火折子点燃 随着火苗飘舞 剪图上的垄山 变得漆黑一片 风吹拂下 火星落在了大道上 那些剑 就像是染上了火苗 又是一道风吹过 浓烈的黑烟吹过大道 全部朝着杨家镇的剪图涌去 我最后 将那尖锐的石头 插进了杨家镇剪图的地面中 杨竹说 你杨算之术 纵然是强横特殊 但这一山之死气 汇聚入川心龙 你怎么接 我低声难难 爹爹 用符 可以接 稚嫩的声音入耳 我正了正 抬起头来 顿空却蹲在了我身前 他伸手 指着那条大道的剪图 一双精卫分明的毛子 正看着我 是让杨竹书接 他可不会祖师爷的符 我所说的祖师爷 自然就是徐符 顿空嘴巴鼓了起来 是在里头包了一口气 哦 他拉长了声音 应了我一句 顿空 你能看出来 我画的东西 我心头却很诧异 顿空会服术不假 可我画出来的图纸 完全是樱树的范畴 而且是宅经樱树 顿空的表现 不但是看出来了 甚至它还能破解 顿空把嘴巴里头的 那口气吐了出去 鼓起来的脸蛋 变下来不少 有一张符 和爹爹你画的东西好像 不过你画的 没有那张符好看 顿空也捡起来了 地上一块石头 他蹲着身体 在我画的剪图上方 又开始添加 那龙山被他勾勒得 复杂了不少 甚至这山形 都是一种极为罕见的 风水山 再接着 他又往下方修改 将那大道 改成了符文的模样 最后大道的尽头 被他用石子收拢起来 画成了一个尖锐的尖端 刚才的剪图 赫然成了一道符 这道符 叫做穿心龙符 顿空刚说完 他又抬手 在那杨家镇的剪图上勾画 那里他修改的就不多了 是在剪尖处 以及正口前勾画出来了一道符传 这符传中有两颗头颅 似是麒麟 在其中间 还有两道斜着搭起来的剪 麒麟画煞符 就可以挡住穿心龙符 顿空小脸上更认真 我看得更为心惊 沉默下来 我没开口了 徐符的符 当真是厉害 我其实从来没想去过这些符 只是我没想到 他将宅经画得如此之透彻 我是通过宅经的演变来设计风水局 徐符却已经将这种风水局收入符中了 我大动干戈 算计出来的风水局 一张符即可取代 那若是让顿空来做 岂不是选中一个合适的位置贴符 直接就能一条穿心龙 直射杨家镇 虽说顿空能用麒麟化煞符来阻挡 但那也是徐符的符 这阴阳界徐符只有一个 杨竹说 可没那个本事 就在这时 顿空又开口道 爹爹 以后对付坏人 我帮你画符 我回过神来 抬手摸了摸顿空的头 眼神更深邃了不少 顿空 这类风水符的威力 非同小可 爹爹用这风水局对付坏人 是算定了 这山上的死气 会灌入阵中后 再入那座洋宅 你如今只通符术 却不通风水 我怕你贸然出手 以后会伤到无辜之人的性命 所以 你的符 不能贸然乱用 此行之后 我们就去九河县 届时再回到唐镇 或许我会让你学一些音术 我沉生开口道 音术 爹爹你的地向堪虞吗 顿空眼中有惊喜 我又摇了摇头 说不是地向堪虞 是别的音术 顿空嘟起嘴 又说了句 那会是伯伯教我吗 顿空这句话 却让我面色一顿 天元像术广收门徒 其中音术 若是能交给顿空 应该会对顿空帮助很大 至少再用符的方面 能给顿空一些把控力 否则徐符的符 在很多时候 效力都太大了 大得难以收手 之前答应过伯伯 会去一趟红河见他们 我带你去红河 看他能否教你 我再一次开口道 顿空的小脸上 顿时惊喜一片 他拍着手掌 连声道 太好了 我好想伯伯 我脸上有几分笑容 心中也欣慰不少 忽然间 我鼻翼间 嗅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 本身正常的风和气息 变得有些冷 又有几分燥热 这种气息夹杂在一起 一股烦躁之意 就涌上心头 扭过头 我看向身后的山 何止已经开始烧山了 顿空 你推到路边去等跌点 我神色肃然了不少 顿空极为听话地后退 小跑到了大路旁边 我往前走了几步 一直到了山脚边缘 余光看远处的顿空 同时主要的视线 还是看着山路之上 时间过得很快 小半个时辰 一眨眼又过去了 风带下来的燥热 和冷意夹杂的气息 让人心境波动得更多 我心头也有几分隐忧 怕核置出什么别的纰漏 若是山火全部烧起来 他还没下山 那危险就大了 正当我思索至此的时候 视线中的山路尽头 出现了一个人影 随着那人影快速靠近 我更看得清楚 他的长相 不正是何止吗 他双手垂在身侧 抓着两根树干 我心头的担忧 顿时松缓了不少 不多时 何止就到了我面前 他的头发略有散乱 额头并脚 都有不少汗水 抬手 我接过来了 他拉着的那两根枯木 顿空在路边 你去看着他 再休息一会儿 我去天结和地形家枯树 增添煞气 我沉声开口 何止点点头 他胸口略起伏 带着几分喘息 好 雨霸 何止就朝着大道旁边走去 我拉着那两根枯木 走至了那条小河前 这条河 就是这座山下的明堂 我先放下来了 手中枯木 看向了左右两侧 天结和地形两个方位 分别在明堂的左右 坐山半角的位置 天结在左 则地形在右 反之 则相反 我提起来 其中一根枯木 走到了前方天结所在 将那枯木 深深扎入了水边湿土之中 紧跟着 我又如法炮制地 走向右侧的坤方 在地形所在之处 将枯木扎下 在风水上 这两处位置有枯木 流出的气 竹笋孩童 伤人丁 生大病 破钱财 家道衰败 我做完这些之后 山口流淌出来的气 已经带上了速杀 浓郁的黑烟 从山腰的位置 不停升腾而起 甚至能看到冲天的火光 我立即走至大路前 到了何志和顿空两人旁边 这时我才看见 何志的肩膀上 居然压着一张画煞符 顿空肩头同样如此 顿空说 这里的气 伤人 用这道符 可以保护安全 何志见了我的视线 立即和我解释 爹爹 给你 顿空抬起手 他手中也有一张符地给我 顿空 你收着 爹身上的阵物很多 用不上符 我又摸了摸顿空的头 微眯着眼睛 我又回头瞥了一眼那山 从这个角度 不止看到山火弥漫 山脚入口的位置 一阵阵黑气 就像是卷风一样 朝着外面涌出 很快就从我和何志 以及顿空的身边掠过 入了大道后 朝着下方吹去 那些黑气进了大道之后 被吹动的速度变得更快 更为汹涌了许多 阴阳 那些气 何志筋道 这是给杨竹书的理 我们走路边 慢慢过去 差不多到阵口就天黑了 杨竹书那大级的宅院 应该保不住了 我语气平稳了许多 好 何志用力点头 再之后 我们便顺着大道的边缘 朝着杨家镇的方向走 出阵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用了两克钟 那是马车 速度比走路要快 我们一路上走下去 几乎用了一个时辰 总算看到了杨家镇的轮廓 此时 天色已经从暮色转为黑夜 幽静的夜 杨家镇的上空 更是漆黑无比 好似笼罩着一层阴云 而那阴云 又像是一张争鸣无比的鬼脸 正在直勾勾地盯着阵内 从大道的远处 一股股黑气随着风 不停地掠过我们身体 全部灌入了杨家镇中 更远处的视线尽头 是火光弥漫的山 杨竹说 肯定早就看见了 他如果逃了呢 何志总算开了口 逃 逃得掉吗 这儿 你记不记得 那个占了霍家宅院的军阀 家宅成了他的 他就走不掉 同理 杨竹书若是走了 也走得了和尚 走不了庙 我更为笃定地解释 何志的脸上 金色更多 不多时 我们走进了杨家镇 此时 镇上行人匆匆 几乎人人都会抬头看看天 然后紧张地说快下雨了 得回家 我记得杨竹书那福寿永安宅的位置 静止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又过了半刻钟的时间 我们到了宅院门口 刚走到这里 宅院顶端 一纸居的门扁 哗啦一声掉了 我背负着双手 平静看几秒钟那牌扁 再接着 我开口说道 杨竹书 今天 换我登门造访了 知道我来了 不出来吗 从那座山 被我改掉风水的第一瞬间起 流淌而出的死气 怨气 煞气 就汇聚成了 进入杨家镇的剑 那时候 杨竹书就一定能察觉到 风水出了问题 并且从镇上 都能眺望到远处的山火 那时候 他就知道 是我来了 更慌论现在 我已经站在了一纸居的门前 只是 杨竹书现在成了什么模样 我却还不知道 安静 一纸居外 是极度的安静 没有任何回应 院门也没有被打开 很快 时间就过了半盏茶 何之略不自然地看向我 他低声道 杨竹书 会不会被冲得昏过去了 就像是上次那个杨蒜先生一样 我皱眉 心底也迟疑了几分 上一次在九河县 占据或家家宅宅那军阀 因为看上了百双情 让手下的杨蒜先生谢安 直接登门辱了二叔和指人许 让他们断指断臂 正是因此 我直接用风水算计了谢安 当时谢安就被冲得失去了神志 昏迷不醒 难道 一座山的死气怨气和煞气太重 杨竹书没能顶得住 我还没用过这么大的风水局商人 自己也不知小分寸 顿住了半上 我脉步朝着一纸鞠走去 走过台阶上落着的牌匾 我抬手朝着门推去 何志和顿空就在我身后几步 我余光往后看了看 顿空瘦小的身体也紧绷着 双手按在腰间 何志则一只手按着腰头的板斧 往来 鬼脖子都带扎鬼刀 自从何志有了这板斧之后 我就再没见他用过那务实了 转瞬间 手落在了门上 一纸鞠的门被我吱压一声推开 随着门完全被打开 院内的一切进入我视线中 院子的地面显得脏兮兮的 极为杂乱 乱飞的不只是枯枝败叶 还有一些明纸前 刺鼻的香烛味道 进入我鼻翼中 我眉头一皱 这里怎么会有香烛 迈步走入了院内 我发现所有的屋门 都是紧闭着的 杨竹说 真的走了 何志略不安地又说了一句 不 他走 就要死了 因杨先生更清楚这厉害关系 我沉声回答 那他 何志微眯着眼睛 他神色冷了不少 拔出来了腰间的板斧 顿空 你贴着爹爹走 杨青要去看看 那些房间 坏人藏起来了 何志轻声和顿空说道 顿空立即走到了我身侧 何志提着板斧 他侧耳倾听 这里还有个女人 是车池的弟子 他身手不错 我提醒了何志一声 他嗡了一声 就朝着其中一个房门走去 我并没有管何志 事先落在了堂屋 因为那些香烛的味道 是从堂屋里头传来的 以及定罗盘 发出了丝丝的声响 随着我靠近堂屋越近 那丝丝声就越来越明显 越大 这就代表 堂屋有问题 那里头 有死人 是谁死了 是车池 还是杨竹说 我脚下的速度快了一些 一只手从兜里抽出来了 通翘分矜持 到了堂屋门前 我伸手 一把就推开了堂屋门 堂屋中的光线 很怪异 屋子两侧 摆着两道木架子 分别三层白蜡 白蜡的燃烧 并不平稳 反倒是隐隐带着绿光 屋子中央摆着一口棺材 黑漆漆的棺木上 挂着三道符布 符布之上 写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冷衣更重了 不只是川心龙的 煞气怨气阴气 在四周流淌 还有这棺材带来的死气 爹爹 有东西 在盯着我们 顿空小声地说了一句 顿空说的 必定就是棺材里头的东西 不只是他感受到了 我在推门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那骨子 锁定我的冷意 我微眯着眼睛 没有再往屋里走 而是缓步往后退 爹爹 你怎么要走 这些污浊之气 很凶 死人定化煞 棺材上有福 其中不管死的是谁 一定更是大凶之师 出去先不管这院子 我直接按住了顿空的肩膀 拉着他退出了堂屋 我之前没料到 这风水局 居然直接就叫人冲死了 我所想的 只是说 杨竹书为了救车池 肯定会受伤 现如今 我不可能 在这被我改成 大凶之地的院子 开关看尸圣 刚出院子 我就低声喊道 这儿 出去 在人多的时候 碍于各种缘由 我喊何至 就直接叫明慧 如今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 自然不会有那些顾忌 何至刚从第二个房间出来 他面露疑惑之色 正要开口 可就在这时 砰的一声闷响 从院门处传来 本来开着的院门 现在死死地闭合 我面色一沉 盯着院门方向 何至脸色也沉了不少 他轻声道 院外有人 他身体微攻 前倾之下 便往前一窜 几乎瞬息间 何至就到了院门前 他一抚头 直接朝着院门披下 华的一声碎响 整个院门直接就被劈开 可何至却嗤喝一声 他身体陡然后退 一道白灵 刚好在院门裂开的同时 甩入院内 啪的一声脆响 白灵在半空中一颤 何至若是稍微退后的慢一些 恐怕就被这白灵击中了脸 这不正是车池那女弟子的手段吗 在下一刻 后方传来轰然一声巨响 我心头大惊 一把拉住顿空 朝着地上扑倒 这儿 小心 同时 我大喝出声 因为刚才那瞬间 堂屋里头的棺材 棺盖居然被弹射而起 这顷刻间 棺盖从我和顿空的身上飞射而过 直接砸向了何至 何至的身体陡然一顿 他朝着前方扑倒 刚好 那棺盖将将 从他身上飞射而过 砰的一声闷响 棺盖却挡在了 那被劈开的院门上 本来打开的院子 又一次闭合了 何至骤然起身 他面带金色 盯着院门 又回头看了一眼 我和顿空几乎同时起身 顿空的小脸苍白无比 显然是被吓到了 我目光迅速看向堂屋 屋内的烛光晃动不止 绿意也蒙上了血光 光线已经看不清 屋内具体的情况了 我只能勉强看见 一个瘦长的人 从棺材里头立了起来 与此同时 院外又传来呼吃的声响 余光还能瞧见 院墙上窜起来了 一两米高的火苗 我脸色在变 杨竹书 居然将计就计 我们中计了 刚才我在院外叫杨竹书 他并没有反应 让我误以为 他没承受住这 川心龙的怨气 凶气 阴气 可他居然利用了 这些污浊之气 在院内留了棺材 并且自己暂时离开 棺中的尸体 会凭借这些气息 形成大凶之石 若其本身就是凶尸的话 他的凶力 就要更平添气氛 杨竹书这几十年 果然不是吃素的 我用川心龙算计他 他将计就计 利用怨气 放尸等我 还在院外生活 让我们无法离开 单纯的火 肯定是拦不住我们 问题就在于 我们要走 那凶尸也不让 思绪一瞬间 想清楚这些东西 我立即沉声说道 这儿 你弄水和布 先保护好你和顿空 然后我们对付了这凶尸 就立即离开院子 他们就在外边 何止应了圣 好 就领着顿空脊步 朝井旁走去 随着火苗的升高 院子的墙头 已经被点燃 熊熊的烈火 混合着滚滚浓烟 又被川心龙的气息 带入院内 一时间 院中雾气升腾 浓烟弥漫 我将通窍分金尺别在腰间 同时取出来的 就是地支笔 和天干燕 咬破舌尖 一口血土进了天干燕里 豪尖在其中一过 血沫相容 金色的地支笔豪尖 顿时成了黑红色 我迈步朝着堂屋走去 如今院子这种模样 凶器冲天 我们一家三口不好受 作为宅主的杨竹书 更好不到哪去 乌浊之气 会快速地推进命数变化 让他承受着宅子的凶 要么我们很快 被这凶尸了结 杨竹书能喘息一口气 破解我不得局 要么等时间一长 不需要我们出手 他也死定了 思绪在电闪之间 我已然走到堂屋门前 但因为雾气太过浓郁 还是无法看清堂屋内的情况 我警惕更高 因为我觉得 那凶尸可能是车池 我能听到极为微弱的呼吸声 堂屋内 必定是一口活尸 杨竹书要算计我们 对付我们 用普通的凶尸来撞碎 肯定是不行 我们一家三口 根本不会怕撞碎 只有活尸 才有动手的本事 骤然间 面前的浓雾一颤 一只干瘦如柴的胳膊 从雾中探出 直接抓向我的面门 我面色不变 脑袋朝着旁侧一闪 手中的地质笔 飞速落向那只胳膊 一道震煞符 直接勾勒其上 吃得一声清响 一阵白烟生腾而起 那只手嗖的一声 就撤回了堂屋内 浓雾也瞬间往屋内 回缩了几分 我微眯着眼睛 立即后退两步 下一瞬 回缩的雾气 轰然一下往前冲来 大量雾气冲刷上我的脸 迷得我眼睛一阵酸涩 又是一个阴影 直冲上我面门 我来不及多做思考 天干燕 直接朝着那阴影 当头砸去 砰的一声闷响 我虎口一震 剧痛之中 虎口几乎要裂开了 那阴影也因此被震开 雾气逐渐消散了一些 没有堂屋中浓郁了 融入了院子本身的雾里 堂屋门前 立着一个瘦长的人 我看清楚了 他的模样长相 此人居然不是奢侈 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他穿着一身不衣 脸色泛青 双眼更是泛着暗青色 干巴巴的皮肤 紧贴着面骨 微微怂起的日月角 颧骨锋锐的像是断茶的刀 阴勾鼻更是薄销 活青是 我眼皮狂跳 眉毛也抖动了两下 杨竹书 居然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 弄来了一个活青师等我 这污浊之气的冲刷下 这活青师的本事 恐怕强横的惊人 又一个阴阳先生 那人悠悠开口 语气中却充满了怨恨 下一刻 他踏步往前 双手在腰间一抽 被他从身后拔出的 居然是两根细长的棍子 棍身上缠着白铃 白铃并不是死死地缠在棍身上 而是一道一道地支棱出来 这不正是枯桑棒吗 这活青师 居然还是个鬼婆子 当头一棒 低沉的喝声乍响 令我耳中一阵蒙鸣 他右手的胳膊 刚才被我画了符 漆黑中带着溃烂 可他的力道丝毫不弱 转眼间就到了我近前 那两根枯桑棒 直直打向我的头 这种情况 我自然不可能用地支笔去接 迅速收起地支笔 和天干燕的同时 我右手顺势就抽出了 腰间的通翘分金尺 横举在头顶 枯桑棒落至通翘分金尺上的瞬间 我猛地抬起左手 一把撑住了通翘分金尺的另一头 砰的一声闷响 同时落下的还有一道距离 我闷哼一声 整个人都被朝着下方压去 双腿更是承受了极大的负荷 他的动作未曾停止 这两棒子敲下来的同时 他身体陡然一跃而起 朝着我肩膀上压来 我面色在变 我哪能不清楚 这就是鬼婆子一脉的魁心点诗 当初和鬼婆用过多次 合致在我面前使用的次数也不少 但凡是让他落在我头顶 他双腿一盘 一拧 我就必定紧断人亡 而他纵身跃起的同时 双臂又同时下压 我承受了更大的力道 反倒是站不起来 这活青狮的鬼婆子 手段居然如此凌厉 招式也足够很绝 我的反应极快 身体猛地朝着后方倒去 双臂顿时松懈开来 泄掉了他的力道 这会儿他只是起身 压哭丧棒 早已失去了当头一棒的力道 泄力的同时 我双臂从后方撑住地面 猛地一个后仰翻身 双腿刚好踹中那活青狮的小腿 那活青狮在半空中 顿时失去平衡 朝着地上落下 这一招 是当年我爹叫我的 捞诗人手艺里的一种入水方式 我翻身落地的瞬间 再借着惯性冲起身体 余力让我蹬蹬蹬后退数步 那活青狮落地之后 立刻再次朝着我冲来 与此同时 他的手字背后一抽 一柄袖技斑驳的刀 被他从后腰抽出 你的形套 很像是当年那个人 可你的腹笔塌弱 那活青狮鬼婆子 悠悠地说道 刚才在打斗的时候 我就瞧见了那扎鬼刀 鬼婆子最强的 不是那根枯桑棒 而是扎鬼刀 但让我心惊的 不是刀 而是他的话 当年那个人 那他说的是徐福 还是我师尊蒋依红 这转瞬之间 他就将枯桑棒 别入腰间 两只手握紧扎鬼刀 朝着我冲来 他横着一刀斩下 我额头上冒出 痘大的汗珠 这情况 我想要画符置住他 难度太大 一声赤鹤 陡然响起 随之而来的 是凌厉的破空声 一道浮影 瞬间从我身前掠过 劈向了那扎鬼刀 河之面上 围着一道尸布 他眼神格外凝重 露出来的半张脸 也紧绷无比 坑枪的碰撞声响彻 蹦发而起的 还有一大片火花 棺材将 那活青狮 发出一声轻疑 他陡然抽刀 又是一个 灵力很绝的招式 朝着何志 薄梗抹去 何志身体 斜着朝右侧一晃 躲开了这一刀的同时 他手中的板斧 也完成了蓄力 朝着活青狮的 尖头上劈去 炸鬼刀的刀法 棺材将的板斧 你是偷学了 鬼婆子的手艺 还是鬼婆 多学了棺材将的本事 那活青狮语气中 不再是疑惑 而是金色 等会儿 你就知道了 何志又是一声赤和 那板斧下压的 速度变快 眼见斧头 就要劈中活青狮的尖头 他忽然朝着 后方扬倒 身体形成了 铁板桥一般 紧跟着一侧身子 右腿狠狠 朝着后方一蹬 这灵力刁钻的角度 是要踹向 何志的腰腹 活青狮的一脚下去 这种力道 足够要了何志的命 何志一斧头 劈空的瞬间 双腿猛然跃起 活青狮的右脚 他们的招式 没有任何花哨 都是狠辣的杀招 不 这种招式 都是用来对付诗鬼的 愚人来说 哪有几个人能挡得住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我堪堪回过神来 赶忙收起通窍分金尺 持着地之笔和天干燕 直接朝着那活青狮冲去 这期间 何志的双腿 刚好蹬住活青狮右脚 活青狮轰然一下 身体重重落至地面 何志也被那股大力推飞 至少三四米高 转瞬间 我就到了那活青狮的身前 他还躺在地上 没能立即起身 我手中的地之笔 骤然朝着他脸上落下 豪肩落至他额头的瞬间 一到何魁展示符 就勾勒而出 与此同时 他猛地仰握着 炸鬼刀刀饼的手 狠狠一下击中了我的胸口 一股距离 将我猛地击飞而出 我只觉得 胸口一阵气血翻滚 我重重落地的同时 那活青狮也陡然立即身来 清冷的月华 穿透了浓雾 活青狮的眉心处 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他脸上更是布满了 被刚才那符纹烫伤的黑色斑纹 有点意思了 地上堪鱼 老得我遇不到了 这小的 今天就留在这里吧 他猛地扭头 眼中尽是凌厉的杀鸡 那暗青色的眸子 活脱脱像是深渊中 爬出来的恶鬼 我粗重地喘息着 翻身而起 一道身影 忽而接近了那活青狮 自后方一跃而起 双腿盘起 直接落在了活青狮的肩头 刚才活青狮的注意力在我身上 何知落地如何 他压根就没管 魁心断手 何知一声低吓 双手抓住活青狮的下额 小臂紧贴着他瘦长的脸颊 手巧妙地颤动了一下 我甚至听见了咔嚓的轻响 下一刻 他小腿交错收紧 手大力往上一把 那活青狮的脖子 瞬间紧绷起来 眼看着就要硬生生被拉断头颅 一声淒厉的惨叫 从活青狮口中传出 魁心点抖 你是何家鬼婆后人 不孝徒孙 七狮灭族 那尖锐的声音 几乎让我耳鸣 何知紧绷着脸 面色煞白 双耳竟隐隐溢出两道血痕 我喘息一声 再次跨步 朝着那活青狮接近 地支笔在天干燕中掠过 豪间瞬间吸干了所有的血沫 我又用力吸了一口舌尖伤口 直接将豪间朝着口中出来 血从唇缝一出 吸满了整个豪间 就在这期间 另一个瘦小的身影 忽然冲到了那活青狮脚下 那不正是顿空吗 顿空抬腿 居然蹬在了活青狮的腿上 飞速朝着上方迈出两步 就到了他胸前 五月证命 顿空清脆的喝声极大 在院中形成了回音 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一道符 啪 得一声就贴在了那活青狮的头颅上 那活青狮一下子就不动了 很明显 我能看到 他的脖子在变形 可下一瞬 活青狮头上的五月证命符 直接化作一片漆黑 他猛地抬起双手 又扎鬼刀的手 挥一刀斩向他头颅上方 是要将合制一刀两断 另一只手 直接拍向顿空的胸口 顿空的反应速度更快 他双手在腰间一抹 两道符嗖嗖射出刚好落在了那活青狮的脸上 同时 他双腿用力一蹬 瘦小的身体直接跃入半空中 等他翻身落地 就刚好退到我身旁站稳 他挥出的那两道符 刚好让那活青狮迟钝了一下 不过很快 他又能动弹 合制只能松开双手 双腿发力 也是朝着后方跃去 他落地之后 惯性让他后退了数步 我们三人 形成了一个夹角的形式 将那活青狮围在中央 浓郁的黑烟 愈发地呛人口鼻 合制和顿空都有湿部 活青狮不受影响 可我却呼吸困难了不少 干渴了起来 院头上的火苗更多 已经有一些火 直接烧进了院子 烧到了堂屋中 我的心 顿时沉下来了更多 因为我还想到一个可能 杨竹书这做法 就和我处理丁家的事情相仿 他应该已经再给自己迁宅了 这把火 能挡住我们的路 这活青狮 能拖延我们的时间 当火烧尽 房屋化作一片废墟 针对他的这川心龙 不攻自破 尽快对付他 要灭了火 杨竹书很奸话 我捂着口鼻说道 爹爹 给你 顿空抬起小手 他手中抓着一条 湿漉漉的布片 我快速接过布片 封住了口鼻 将布的两端绑在后脑勺 呼吸顿时顺畅了不少 也就在这时 一个幽冷的声音 自院外传来 银窗卯门沉在墙 四在阳沟五未凉 深有在碾须骇躁 子丑二时在听堂 李银阳 阳煞化胸 我看你有多少手段 能对付他 这话音落霸的瞬间 院墙处飞射进来了几样东西 刚好落在了不同的方位 分别是窗户 堂屋大门 台阶下的排水沟 以及院头屋梁斜下方 包括院子西侧的十年下 还有一些东西 射进了堂屋里头 以及另一侧的屋门里 我就不晓得位置了 看清楚了院中 那些物件 都是一柄匕首后方 挂着一张完全浸湿的符 那符纸不是被水浸透 而是油 浓郁的湿臭味 在院中散开 湿油浸泡的符 绝对是凶符 我心头更沉 目光看着院头外 这期间 那活青师的神情 却显得极为陶醉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脸上刚才形成的黑色斑纹 这会儿已经消散了大半 并且 他本来只是眼睛深青色 现在他的肤色 也变成了深青 爹爹 他变得更凶 更难对付了 顿空的小脸上 也有了金色 语气同样不安 何志也惊疑不定地说道 是那几样东西 不能让杨竹书隔岸观火 阴阳 你要出去对付他 顿空说的 我看得出来 何志所说的 也没错 可让他们母子俩 对付这活青师 这等同于将我们三人分散 他们对付活青师很难 我去外边 一个阳竹书还不够 还有车池 以及车池的女弟子 他们三人也极难对付 我额头上 顿时滋生起来了不少的汗珠 阴阳 不能脱了 不然的话 我出去对付他们 你和顿空制服这青师 何志又一次开口道 不行 我断然开口 让何志对付他们三个 肯定行不通 就算何志能拼命数 但车池和那女弟子 也是分外棘手 何志不会是他们对手 爹爹 你把燕台盒比给我 我和娘亲可以的 顿空再次抬起头 他的小脸上 更是极度地认真 就在此时 一声冷冽的喝声 从那活青师口中传出 他猛地一踏步 直接朝着 我和顿空冲来 他压根没给我们交流的时间和机会 何志也是赤和一声 踏步往前 挥动手中的板斧 劈向那活青师的后背 我死死盯着那活青师 心之犹豫之下 只能被杨竹书牵着鼻子走 此时只有分头合作 放手一搏 顿空 好好用福 护住你娘亲 我再次大力咬破舌尖 将满满一口舌尖斜土 进天干燕中后 将燕台与地支笔 交到顿空手中 我随即侧身 朝着院门口冲去 院内的脚步声格外密集 顿空瘦小的身体 直冲向那活青师 他持着地支笔 小脸上尽是坚韧 何魁 展示 在即将接近那活青师的瞬间 顿空身体微攻 整个人一跃而起 同时挥动地支笔 活青师扬起扎鬼刀 何志也到了后方 一斧头披下 扎鬼刀 从那活青师手中 脱手而出 顿空的地支笔 刚好落在活青师胸口 一道满是血沫的 何魁展示笔 瞬间勾勒成形 那活青师的身上 陡然滋生出 大量的青白色雾气 这幅 痛苦和战力的声音 同时传来 他又是一声惨叫 双手重重 拍向顿空的胸口 何志已经冲到了 活青师身后 他板斧 从旁侧探入其胸前 另一手抓住 板斧的顶端 朝着后方 狠狠一拉 整个腹身束缚住了 他的双臂 他没能拍中顿空 顿空双腿 再次发力 落地后 退出树部 一道何魁展示笔 并没有给这活青师致命伤 但是比刚才我画的佛 威力要强横不少 尤其是现在用地质笔 和天干燕 还有我的血 阴阳先生的血 肯定比顿空的更厉害 你们小心 我滴鹤出声 这期间 我已经冲到了院门口 火势烧得太凶 这会儿院门口的棺材板 已经被烧得干干净净 院门的屋檐 也被烧成了黑炭 火势在院内蔓延 门口已经没火了 毫不犹豫 我直接跨步飞奔 一脚踩碎了不少黑炭 其中露出来的 却是发红的火炭 它只是灭了火 却没有燃尽 前一刻是炙热 后一刻是滚烫 我疼得头皮都是 一阵发麻 但丝毫没有停顿 快速冲出了院门 尖头落下一些炭火 烧破了糖妆 甚至头发 都传来了焦糊的味道 我拍打两下 目光迅速扫过院外 两三米外的路对面 站着三个人 我一手的赫然是杨竹书 她面色阴冷 一根细长的竹竿立在身旁 之前被我斩断的白布 又换了一条 上面依旧写着 一纸算三事 她身旁是处着双拐的车池 车池面色虚弱 整个人更为苍老 胸口还缠着厚厚的纱布 车池旁边 是一个四十余岁 风韵犹存的女人 她手中绷直攥着一条白铃 正满脸怒容地看着我 李英阳 自己弄出来的穿心龙 自己尝到滋味了吗 那活青狮的感觉如何 杨竹书悠悠开口道 没想到 你舍了妻儿出来 倒是很绝 我面色冷漠 自没有和杨竹书解释 她在院外 又不可能看到顿空的手段 若是她晓得顿空用地之笔 和天干艳画出的符 能镇住语化恶诗 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 况且这会儿 顿空画符用的 还是我这个阴阳先生的血 手从腰间抽出通窍分金尺 我先举起尺子 冰冷喝道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宅子 可还没全毁了 这命书的苦头 你又觉得滋味如何呢 杨竹书 一步错 步步错 你回不了头了 我直接跨步往前 杨竹书宁笑一声 道 回头 当年若是你们不走 我就会把你们 送到这鬼婆子 画成的活青狮旁边 沙子之仇 你让我回头 我不再多言 脚下速度更快 那女人陡然踏出一步 挥动手中白铃 朝着我脖梗上鸡来 与此同时 杨竹书也迎着我 大步上前 他单手举起 那根手指 竟是朝着我脸上压来 我扬起通窍分金尺 直接劈向杨竹书的手 另一只手 则飞速抽出补刀 斩向那道白铃 我刚才还有所担忧 就是车池是威胁之一 现在 这车池处着双拐 哪儿还有入场的实力 至于杨竹书 正面斗起来 我不怕她 那女人 当年或许对我有所威胁 可那时候我受伤 也是因为要试验命术庇护 现在 我也不会怕她 斯拉一声轻响 白铃直接被捕刀斩断成两截 她嗤喝一声 气了白铃 快速朝着我逼近 杨竹书的手指 眼见着就要碰上通窍分金尺 就在此时 她的左手忽然探出 她左手的顶端 包裹着一圈 又一圈厚厚厚的绷带 可我却骤然感觉到 一股强烈的心机 威胁的感觉 让我几两骨一下子窜起了寒意 杨竹书的左手 应该没有指头 就是光秃秃的掌度 理应不该给我威胁才对 现在 那心机太过明显 冥冥之中的感应 让我不敢小觑 我没有再和他们碰撞 转弓为退 灯灯地往后退了数步 那女人反倒是乘胜追击 杨竹书神色阴冷 同样没有停下 逼劲来 这一来二去 我都快被逼到了院墙前头 此时 院墙外边堆了大量的木柴 那些柴火燃烧的 只剩下木炭 我却清楚 那里头都是烧红了的火炭 根本没熄灭 高温在后背逼近 我却是退无可退了 我飞速将通翘分金尺 别致腰间 顺手抽出补刀 我直接不管杨竹书 转身 朝着那女人冲去 她离我最近 并且 她显然没料到 我会先对她下手 我打钉的主意很简单 杨竹书有命数庇护在身 而且老奸巨华 我一个照面 肯定无法制服她 这女人在旁边 始终是个隐患 我要先清理掉其他的障碍 转瞬间 我就来到这女人面前 她眼神先是一愣 下一刻进入出惊喜之色 她的双手袖子中 忽而划出两柄细长的匕首 被她瞬间握至掌心中 她高高扬起匕首 朝着我肩头直接扎来 她这动作用得极为巧妙 并没有攻击我的致命伤 甚至我都无法变换动作 让她攻击我的要害 显然 杨竹书叮嘱过她 她早有准备 我微眯着眼睛 手中的捕刀 斜着朝她胸口扎去 她眼中有恐惧闪过 可下一瞬 那恐惧就变成了坚韧 李英阳杀了她 尼烟有命数庇护 后方 杨竹书的声音都成了凝笑 我面不改色 继续往前送刀 那女人毫无闪避 捕刀瞬间没入了她的右胸 同时 她的两柄匕首 斜着插进了我肩头 我身体稍微倾斜了一些 她扎中了我肩膀的骨头 剧痛 几乎钻心 那女人却一声惨叫 双臂直接无力下来 我抬腿 狠狠一脚踹中她的腹部 她滚出至少七八米开外 杨竹书认为 我会因杀人 失去命数的庇护 我却故意扎在了她的右胸 避过要害 最多让她失去行动能力 可这期间 杨竹书已经来到我身后 我只觉得脖子一阵剧痛 似是一根坚硬的铁棍 扎中了我的脊骨 我手脚顿绝一阵酸麻 似是失去了控制力 我咬住舌尖的伤处 剧痛刺激的我一阵清醒 我陡然转过身 杨竹书面露震惊之色 似是没料到 我居然还能行动 她此时正举起右手 那根手指还在泛白 很明显 杨竹书就是用这根手指伤我 我说不清楚 是因为意志力的关系 还是说我服过膳师丹 身体素质和常人不同 总归我还是能勉强控制住身体 持着通翘分金尺 一尺朝着杨竹书的头顶劈去 让我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杨竹书居然伸出左手 一掌接住了通翘分金尺 紧跟着杨竹书的右手读指 朝着我硬糖点来 我完全没想到 杨竹书居然左手有手指 一指向法 不是要断九指吗 杨竹书的手 太让我震惊 我堪堪回过神来 扬起另一只手中的捕刀 要劈杨竹书的脸 只是我们距离太近 这已经来不及了 我没劈中杨竹书 他的右手读指 啪的一下点中了我的硬糖 脑袋传来一阵几乎裂开的剧痛 我没忍住 发出一声闷哼 杨竹书用力一拽 通翘分金尺 我在剧痛之下 本能的反应是死死扣颈五指 之前被车池夺走了一次通翘分金尺 这一次若是再被杨竹书夺走 恐怕我就得败在他手中 脑袋的疼痛还在加剧 我一时间眼眶赤红 手中 刚刚扬起的捕刀 狠狠朝着下方劈去 只听咔嚓一声 捕刀似尸入了肉 又触碰到了骨头 一声惨叫响起 我眉心的手指顿时离开 杨竹书蹬蹬蹬地后退竖步 我同样后退 却退出去了十几步 等我停下来的时候 我脑袋格外的眩晕 连带着太阳穴都是剧痛无比 尤其是脊梁骨的疼痛还在持续 手臂和腿的酸麻也还在继续 粗重地喘息着 我身体往下一倒 半跪在地上 通翘分矜持处在地面 勉强控制了身体平衡 没有倒下 另一头 杨竹书的右肩血流如柱 他右臂垂在身侧 那只手指已经完全成了血红 他睁大了双眼 睁明地盯着我 你怎么还没倒下 一指橡树 也可破人骨 我点歪了你几股 压烈了你硬堂 你当贪四肢 血光临头 杨竹书嘶哑地吼出声来 我更为粗重地喘息 沙哑道 一指 一指手掌的一指 也算是一指吗 你是在骗自己 还是骗一指橡树的祖师爷 说杨长洲不肯断九指 就连你自己 也只断了四指而已 你儿子会双双出走 你这父亲 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他们的死 是你的推动 我说完这句话 勉强支撑着身体站起来 这时候 我才隐隐感觉到那种变化 疼痛 再减缓 是身体有所恢复 这依旧是当初吞了 扇诗丹的那种感觉 那生机完全改变了 我的二五精气 才会让我在杨竹书面前 受了两击 都没有倒下 扇诗丹改变的不只是 命术 追根究底 它是以大量的生气 改变二五精气 以充沛无比的精气 改变了杨兽 再因此推动命术的改变 我勉强站起来之后 反手按住了自己的脖梗 我脖子后面的骨头 当真有一截微微凹陷 下方的一截又怪异的吐起 之前没有察觉 因为身体不适的反应太强 现在感受到 那种疼痛直冲脑然 我双指用力 捏住了凸起的那一处骨节 稍稍晃动了一下脖子 只副猛的大力按下 轻微的咔嚓声后 又是一阵疼痛袭来 不过凸起的骨节 却平复了下去 地上看鱼的骨像之中 有各种形体的人算之法 对于骨头 我了解的绝不比杨竹书少 随着脊骨恢复 手脚残存的酸麻感 完全消失 只剩下印堂一阵阵的剧痛 那里我便无可奈何 这一切都只发生在 两三个呼吸之间 杨竹书正颤巍巍地挪动身体 朝着我走来 他双目泛红 有血泪在其中泛动 他声音站立地低吼道 李阴阳 你懂什么命数 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不多走几条路 你怎么会知道 哪一条是正确 我让长洲断九指 就代表一指 项法才是正路 杨竹书的话 却让我心头一震 陡然间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 杨竹书得到一指 项数传承的时候 是否就已经拿到了 十观项法 当初断九指 杨竹书必定是放不下 十观项法 那就代表 至少当时看来 十观项法是等同于一指项数 可之后 杨竹书发现自己走错了路 那这十观项法 又不如一指项数了 我觉得不然 有过半的可能 十观项法 是在后续不如一指项数 但杨竹书 又没有将其完全放弃 那是否是因为 十观项法不完整 我之前有所侥幸 觉得十观项法 十观项数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两者不是一本书 可阴阳皆说大很大 说小又极小 哪有那么多侥幸 哪有那么多巧合 转眼间 杨竹书距离我只剩下一半的距离 他颤巍巍地抬起左手 五指曲爪 同时他右手的独指竖起 脚下的速度 顿时爆发了出来 显然 他要拼死一搏 我脑中思绪快到了极点 一瞬间 就推演出来了一个 极其可能的答案 我先举起通翘分金齿户在胸前 同时沉声道 大凡官人相貌 先观骨骼 再观五行 齐面石棺 异曲威仪 如虎下山 我这句话说出 杨竹书的步伐 猛地停顿下来 他瞪大了双眼 眼中 竟是恶然不解 李英阳 你 他不只是神态表情 语气更是震惊到了极点 杨竹书的停下 同样也让我心头一震 我 推断对了 石棺像法 果真是石棺像术 但 他绝对不完整 否则 管仙桃的石棺像术 怎么可能比不上一纸像术 我 我怎么 我微眯着眼睛 往前踏了一步 石棺像法 你怎么可能 杨竹书的面色通红 声音都在颤抖 这不是怕 而是愤怒 石棺像法 我微眯着眼睛 又往前踏步 同时 我嘲讽地摇了摇头 道 你连这杨蒜之书的名字都不知道 还留了一只手 学了他几十年 杨竹书 你是我见过 最为愚昧之人 不可能 你在骗我 你这萧小之人 定是 潜入过我一纸居 杨竹书猛地跨不上前 又要向我冲来 我面色不改 踏步往前的同时 沉声又道 二看敦重精神 深如万姑之舟 三曲轻拙 四看透远顶额 五看五月 即三亭 杨竹书再度顿住了脚步 他面色再变 眼中愤怒怨恨不减 可其中又浮现出的 是一种贪婪 极度的贪婪 我微眯着眼睛 已经断定 杨竹书的这十冠相法 在宏观方面 没有管先陶木学前头的石碑 记载得多 但是 他在部分细节上 或许是前篇 必然有一部分是完整的 这才能吸引到 杨竹书没有全心 去学一纸像术 声音未顿 我继续沉声道 六曲五官六福 七曲妖元背后 凶毯负坠 三甲三人 体肤细嫩可演 八曲手足 九曲声音与丹田 十关刑局与五行 我最后一句 语气格外厚重 十几步早已经走完 杨竹书已经被我逼退到了院子边缘 一脚踩在了一块黑炭上 那黑炭断裂开来 露出其中通红的火炭 杨竹书却丝毫没有感觉一般 他只是贪婪无比地看着我 我没有继续开口 杨竹书双目瞪得溜圆 哑声道 你怎么不继续念 我淡默地看着杨竹书 平静道 为什么要念 成全你这个 拿着十关像术残本 还奉若珍宝一世的愚人吗 杨竹书 你太过愚钝 也太过可怜 一指像法不过如此 无法伤我 还因为这区区十关像术的残本 毁了两个儿子 区区十关像术 理应杨小儿 你岂能体会此书的 杨竹书双目又是一红 他话还没说完 我又摇了摇头 语气更为讽刺 我刚才所说的 是十关像术之内运 要比你那残本的像法 多了太多 可即便那样 又如何 它相较于地像堪于 相较于杨蒜古像 太弱 我瞧不起完整的十关像术 你却拿着残本 奉若珍宝 我不能体会这说 杨竹书 你坐井观天 无知又可怜 这最后一句话 何出声来 我再一次猛地踏步往前 杨竹书呆呆地处在原地 却猛地喷出一大口血 整个人都围你了不少 不过他面色也更为猙獰 一手成长 另一手竖起毒指 猛地朝我冲来 杀了你 十关像术 和地像堪于 都是我的 杨竹书嘶吼一声 整个人都歇斯底里起来 我们两人 瞬间碰撞在了一起 这刹那间 我双手交叉 调换了方向 本来右手的通翘分金尺 是要劈杨竹书左手 左手的捕刀 要斩杨竹书的右指 我交叉之后 就成了捕刀斩其左手 通翘分金尺劈其右指 杨竹书左手张开 分明又是刚才 要来接我通翘分金尺的动作 他的右手 却朝着右侧一偏 刚好能躲开我的攻击 只是我这一措手 杨竹书左手接住的 就是我的捕刀 刀锋一闪 捕刀齐刷刷地 从杨竹书左手无明指 和中指间切过 鲜血迸射开来 杨竹书的半个手掌 都被我直接切掉 他右手躲开了通翘分金尺 点向了我的手肘 我只觉得一阵 钻心刺骨的疼痛 我又闷哼了一声 杨竹书则是 惨绝人寰的一声惨叫 他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惨然道 我的手 下一瞬 他撞入疯癫 居然杨竹 仅剩下的半个手掌 一把抓住我的左脸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我根本来不及后退 刁钻的角度 奇大无比的力道 我只觉得杨竹书的手指 全部按在我骨头的薄弱之处 几乎要将我左脸捏碎 地向堪于 是在骨项最正处 将其破支 没想到这石棺像术 是从薄弱处下手 若是杨竹书这一只手剑拳 怕是 能将我左脸的骨头 直接掀开扣下来 他更是举起右手 又指又朝着 我没心处点来 我哪敢让他点中我没心 但我的右臂 被他刚才那一击打得 无法抬起小臂 我只能再回左手的补刀 我一刀 又斩中了杨竹书的左肩 刷的一下 他整个肩膀 都被直接砍断 可即便是这样 他抓住我左脸的那三根手指 都没有松开 他还是点中了我没心 只不过 因为被我斩断手臂 他身体歪斜 右手指已经失去了 绝大部分的力道 只是在我额头上碰了一下 就错开到了额头旁侧 指甲在我头皮上 刮过一道伤口 这种疼痛 却已经如同抓痒一般了 我用力一甩脑袋 甩掉了杨竹书的左臂 杨竹书身体歪歪扭扭地后退 最后他忽然转身 却朝着院门跑去 李盈阳 我死也不会瞑目 你们一家三口 都走不掉 一起死吧 转眼间 杨竹书就要冲进院内 我面色在变 杨竹书 是要借那一口川心龙的污浊之气 来直接化煞 如今杨竹书这种怨愤的模样 他怎么可能厌弃 阴阳先生的活尸煞 会有多凶 我都不敢去想象 杨竹书 哪里走 我抱贺一声 捕刀朝着杨竹书腰间 直接投掷而去 此时 我已经顾不上杀人的后果了 真要是被他进去了 何止和盾空危险 还真可能如他所说一样 留下我们一家三口 同归于尽 这一切 都在电光火石之间 院门处 忽然一个身影 如同炮弹一般 弹射而出 那身影 居然刚好重重地 撞击在了杨竹书的身上 碰 北医生闷响 杨竹书的身体 就像是破麻袋一样 被撞飞 下一瞬 捕刀斩中的 就是那个身影 而并非杨竹书 我面色在变 因为那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的活青狮 只是活青狮的身上 缠着一条长长的符带 旗上的符 正在劈啪作响 冒出滋滋白烟 捕刀嵌入了 活青狮的腰间一半 此时他头顶 还有一道血红色的符 那幅正在疯狂地 腐蚀他的头颅 除此之外 他胸口更有两道 深可见骨的伤口 院门口再次出现两道人影 一大一小 正是何志和顿空 何志戒备地架着板斧 顿空小脸略苍白 嘴角还有血迹 右手吃着地之笔 左手攥着天干燕 两人警惕无比地 看着那活青狮 杨竹书重重地 落在机里之外 他挣扎着爬起来的身体 又朝着院子那边爬去 我注意力大部分 都在顿空和何志的身上 何志受了一些伤 身上能见到血 但伤口都不再要害 至于顿空 他应该又放过血 可除此外 也没有其他伤口 顿时 我松了一大口气 目光在看杨竹书 我眼神极为冰冷 刚才的杨竹书 已经是用意志力 支撑着身体进院子 现在 饶食他意志力依旧坚韧 可他的身体 已经游进灯窟了 更遑论何志和顿空 还在院子门口 杨竹书爬出去了 约莫两三米 到了那活青狮的身侧 他还要继续往前爬 顿空稚嫩的小脸 盯着杨竹书 道 杨竹 他想进去 何志神色冷冽 他扬起手中的板斧 做事就要劈下来 就在这时 那活青狮 却艰难地 抬起了一条腿 一指 你骗我 他发出来的话音 更为艰难 下一瞬 他脚落下 刚好踩在了 杨竹书的背上 咔嚓的声响中 杨竹书不知道背后 哪一根骨头断了 趴在地上 再无声息 这一幕 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 而那活青狮 在落脚之后 他的脸溃烂得更多 一阵阵污血 开始流淌下 他身上的那些符 呼吃一下 居然都燃烧起来 符只引燃了 他身上的衣物 火苗窜起 几乎将他整个身体 都完全包裹 我看得明白 符本身就是 画煞破鞋的阵物 如今这活青狮 完全被符镇压 符自然要将它 完全消磨殆尽 而且 污浊之物浴火 燃烧得往往更为凶猛 火光映射下 何志终于松了口气 他晃动了一下身体 用板斧支撑着 自己没倒下 顿空小心翼翼地 拉着何志的手臂 扶着他从旁侧走出 我转过头 目光看向的是 另一侧的车池 刚才打斗得太厉害 我压根没时间注意他 然而现在 车池居然已经不见了 刚才那位置 空空荡荡 他 气了杨竹书 直接逃了 又看了一眼更远处 之前被我捅了一刀的那女人 她还是瘫倒在地上 没能起身 我喘息了一声 朝着杨竹书 和那活青狮走过去 到了其境前后 我才发现 杨竹书还没有彻底断气 他整个身体都在血泊中 半张脸被血没过 另外半张脸 半张嘴 还在轻微蠕动 眼睛只剩下一条细细的缝 快要全部闭合 他好像想要说话 没过半张嘴的血 正在鼓起来血泡 此刻 杨竹书的眉毛 几乎脱落了大半 眉骨看上去 也快要断掉了 我盯着他 看了片刻 才说道 你 想说什么一言 杨竹书的嘴唇 颤抖地蠕动着 微弱的声音 从他口中传出 车 车池 辛丑 庚子 小 小寒 沉 杨竹书断断续续地 说了这一句话 他的头 沉下去了更多 并微微向前方一歪 整个嘴都完全没入了血泡中 阴阳 他说什么 何智略喘息疲惫的声音 进入耳中 我伸手探了探杨竹书的鼻息 他已经断气了 我又沉默了更久 才说道 车池的八字 说完这句话 我站起身来 将杨竹书的尸身 往后拉拽了一下 没有让他继续被那活青尸踩着 不 现在已经不是活青尸了 顿空的符 何智的板斧 已经将他震住 符正在焚烧他的尸身 他已经不再施杀 我将杨竹书拽出来机里外 没有让他被烧毁 何智和顿空跟在我身旁 何智面露不安和茫然之色 男男道 他为什么 要告诉你 车池的声辰八字 他们不是师兄弟吗 车池还帮他杀你 想要你杀车池 车池逃了 我又一次开口 我在看杨竹书的脸 他现在完全是一副死人像 身上还开始散发出来一股死气 杨竹书的心胸 太狭爱 看似能完全看看 当年和我们说 也是那般 可实则不然 低头思索了半晌 回想当日车池和我说的那些话 我才回想起来细节 当初车池是和我说过 杨竹书只留下来了四纸 便跟着一个老先生离开 去学阴阳术 只是我遭遇的事情太多 很多东西 都记不起来太多细节 尤其是这件事情 印象还不足够深 只是 此时对车池来说 也是可笑 他记了杨竹书这个师弟几十年 都想将他找回来 也为了杨竹书受了重创 如今受伤严重 他无力回天之下逃走 却被杨竹书 直接出卖了生辰八字 很显然 杨竹书杀不了我了 他不想要车池独善其身 他心胸之狭隘 不只是放不下 两个本身为恶的儿子之仇恨 更放不下车池 最后逃走 思绪至此 我摇了摇头说道 我同车池 本没有深仇大恨 拿了他的持法 被他算计动手一遭 就算抹过 如果他之后找我 便是新的仇怨 想来他此番之后 不会赶来了 说话之间 我也看向了何志 何志点点头 说道 那的确没必要被杨竹书 借刀杀人 我还有一句话没说 就是车池 并非伤天害理之辈 我更没有缘由和他动手 志儿 你去处理一下 那女人身上的伤 然后放走她 顿空 你跟着娘亲一起去 我又开口道 何志点点头 说了个好字 顿空紧随其后 两人朝着远处走去 我又看了杨竹书的尸身一会儿 朝着院内走去 进了院子 浓烟就在眼前 整个一纸居 火燃烧到了最凶猛的时候 房顶都是冲天的火焰 我并没有去搜刮杨竹书的身上 他必定带着一纸像术 还有石棺像法 在同杨竹书的打斗中 已经能肯定 石棺像法是管仙桃石棺像术的残本 不知道其深浅程度 可对我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 我和杨竹书仇怨深厚 若是我再收了他的阴阳术 在命树上 未免有太多负面的影响 一直走到堂屋之前 我用力一甩杨竹书的尸身 他的尸体 直接就被扔进了堂屋 砰的一声 尸身落地 刚好撞击到一个正在燃烧的桌子 那桌子坍塌下来 直接将杨竹书的尸身压住 火 更汹涌了 我在原地站了半晌 一直到忍受不住这浓烟 这才走出院子 那活青尸 已经被烧得差不多了 地上有很多白色的灰烬 他尸身只剩下来小半 还在被焚烧 杨竹书恐怕致死 都不会想到 最后要了他那口气的 是这活青尸 从活青尸最后那句话 还有他对付我们来看 恐怕 杨竹书能将他放在这里 是因为知道 他生前是鬼婆子 更知道 他和地相看于前代有恩怨 所以 这是借刀杀人 杨竹书必定告知了他 我们的本事并不大 他才会配合 否则 即便是杨竹书加上车池 都很难对付这活青尸 可事实上 活青尸直接栽在了我们一家三口手中 他才会说 杨竹书骗他 我觉得我这一番推演 完全符合罗姐 重重地吐了口浊气 我伸手摸了摸额头印堂 我力气不大 只是确认印堂的伤势 那里果真有一些细小的伤痕 就像是骨头上的裂纹 这一时半会儿 就好不了了 只能够小心谨慎 避免血光之灾 与此同时 我朝着何志和顿空那边走去 稍微靠近了一些 我才发现 那女人身上的衣服 被何志吞去不少 能看到肩膀和手臂 其余部分被何志挡住 我就没有继续往前了 约某等了又有两刻钟 何志和顿空 朝着我这边走来 那女人颤巍巍地 从地上站起身 她同样跟着何志往前走 何志到了我身边 顿空也拉着我另一只手 那女人到我近前 面色复杂地看着我 她眼中隐隐有恨意 可恨意 又被另外一种 说不出的情绪给冲散了 你真不杀我 女人说完这句话 就咬着下唇 我和杨竹说 本也不用不死不休 我平静开口 又说道 杨竹叔临死前 说出了你师父的生辰八字 希望你找到他之后告诉他 其实 他不用与我为敌 我觉得 他是一个比杨竹叔要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 若他不知道 当年杨竹叔两个儿子的事情 可以去平阳省城打听 还可以去找周家 就晓得事情的始末了 我这一番话说完 那女人顿时哑口无言 半晌后 他才咬着唇低声道 杨师伯说过 他两个儿子外出历练 因为冲撞了你 被你用计策谋害 在那些家族口中 成了十恶不赦之人 师尊才会大怒 要替他一起讨回公道 我 何志同样 狠狠跺了跺脚 他正想开口 我晓得何志说不出来 多好听的话 抬手挡住了他的嘴 长言道 人死灯灭 纵然杨竹叔做过很多事情 颠倒过许多黑白 但这一切 已经没有了丝毫意义 他此时随着一纸居一起焚烧 要不了多久 就只剩下一堆灰烬了 是非曲直 自在人心 李某在无须多言 我摇了摇头 对那女人说道 她沉默许久 看我的眼神 已经只剩下复杂 我会找到师尊 再如实告诉她这一切 女人说 这话的同时 向我弓身弯腰 行了一礼 再接着 她转身离开 身体一晃一晃 脚步蹒跚地消失在我们视线中 不会再有后患吗 何之略犹疑了一下 开口道 我又摇了摇头 开口道 不死不休 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你看杨竹书 他恨之深 算计之深 即便是我认为 稳操胜券的川心龙 他都可以拼死反击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那车池虽说重创 但他的本事也不容小觑 若非丁昌 我们一家三口 恐难险胜 我手头有车池的八字 若是他知道真相后 还要来给杨竹书报仇 那就只能动手 希望他内心 有几分是非对错吧 何之这才恍然地点点头 他弯腰 要将顿空抱起来 娘亲 你身上好多伤 我可以自己走 顿空躲闪到了我身后 顿空又抬起手 道 爹爹 给你 他递给我的 正是地支笔 和天干燕 我将这两样物事 接过来后 贴身放好后 摸了摸顿空的头 仔细看他的身上 再一次确定 顿空没有什么伤势 除了脸色略苍白 还有嘴角的血迹 显然是消耗不少之外 他的情况 比我和何之要好得多 我们先回平阳省城 去找护人家 买两匹马 何之又开口说道 我点点头 转身朝着另一条阵路走去 临到路口的时候 我回头瞥了一眼 一纸居已经被烧得七七八八 火苗再变小了 天 逐渐从最漆黑 变成了灰蒙蒙的白 一声鸡鸣 划破夜空 天 亮了 再之后 我们在镇上买马 却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和杨竹叔的死斗太厉害 镇上所有的人户 都紧闭着门 就算是我们怎么敲门 都无人会开 最后在镇口 何之说 听到有一家人有马就 里面马匹不少 我们也敲开了那家人的门 结果 他看了我们一眼 就惊慌地关上了门 再也不开 何之被气得跺脚 我内心也颇有几分无奈 只不过 这也怪不得证明 除了打斗之外 我们一家三口 也就顿空稍微体面一点 我半张脸 都是杨竹叔左手浸染的血 衣服被染血也不少 格外地狼狈 何之身上 也是不少伤口 让普通人来看 我们不像是什么好人 别无选择之下 我们只能步行离开杨家镇 再做打算 从杨家镇走出去的时候 已然是天边出阳盛起了 刚出去没有几步路 远处就传来马蹄声 视线尽头的路面上 一辆马车 风尘仆仆地赶来 瘀的一声 那马车停在了我们面前 车上狼狈下来一个人 此人不正是我们 刚才的车夫吗 那车夫眼中先是惊喜 接着就是惊怕 李先生 李夫人 你们没事吧 他语气格外不安 我皱眉 先摇头说了没事 又问他 为何去而复返 那车夫才毕恭毕敬地说了 他回去之后 家主得知我们办事 他独自离开 大怒之下 让他马上赶车回来 要准备在外边接应我们 接着 他又说了 家主怕破坏我的一些安排 所以不敢 让人来太多 只让他一个人回来 我哑然 脸上多了两分笑容 周传士和周传林 的确不错 车夫又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我上车 何志却先让顿空上车 接着问车夫讨了水囊 车夫立即就将水囊拿了出来 接着 何志又和我一个眼神交流 随即走向路边 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路旁 他先给我清洗了脸上 几乎干涸结痂的血 我也觉得轻松了不少 之后 我们才回到车上 等回到平阳省城后 车夫想要带我们去周家 我示意他换了方位 将我们送去了 我和何志租下的那个大院 到了地方 我才让他离开 何志说 他要处理身上的伤口 又让我带着顿空 洗一洗身上的血污 再检查一下 有什么地方的伤口 需要处理 我表示无碍 只是肩头有剑伤 涂抹一些窗药即可 何志给了我药 我带着顿空去换洗 他自己进了一个屋子 这一番收拾完 回到堂屋里头的时候 日头早已经高悬于顶 都午时过了 顿空小脸上 净是疲惫 昏昏欲睡 我把他送到另一个房间休息 又去何志进的屋子 敲敲门 屋内传来何志的声音 说他没有大碍 已经快处理完伤口了 让我照顾好顿空 我便没有推门而入 在院内近站了一会儿 晒了一会儿阳光 整个人都舒缓了不少 我思索片刻 就准备出去买点吃食回来 可刚好此时 院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 还有脚步声 我微微皱眉 朝着院门处走去 抬手 我直接就拉开了院门 门外却站着两人 不正是周传士和周传林吗 周传士正满脸恭敬的抬手 是要敲门的动作 他愕然地看着我 我皱起的眉头 缓和了一些 平静到周家主 周传士赶紧双手抱拳 躬身行礼 那周传林也是同样的动作 李先生此番辛苦除恶 也无形之中 替周家消掉了一个大灾 孔先生不辞而别 孤儿我兄弟两人登门 之前不是和先生说了 周传士要准备宴席 替先生洗尘吗 周传士毕恭毕敬地说道 我手依旧背在身后 微微蹙眉 并没有立即答应周传士 先生一路上到平阳省城 传闻不断 传林有所猜测 先生应该是在行走俗事 我斗胆替先生搜集了一些讯息 让先生能减少一些弯路 周传林又开了口 他眼中就有几分紧张了 我多看了周传林两眼 他赶紧低下头 又看向周传士 他还是保持躬身的动作 格外的恭敬 我猝起了眉头 稍微松开了一些 这两兄弟 还是如同当年一样 周传士更务实 周传林则是头脑更灵活 我稍微顿了顿 开口说道 喜晨宴 可以去 你们搜集到的讯息 我的确需要 不过 我并不是完全在行走俗事 只是返乡路程中 绕了一些路 顺路解决一些麻烦 周传士和周传林的脸上 顿生惊喜之色 周传林又立即道 我会替先生梳理出来信息 周传士更为恭敬地说道 马车就在后边 很快就到 他马上就给了周传林一个眼神 周传林匆匆朝着街道 另一头走去 很显然 他们兄弟二人怕叨扰到我 是徒步而来 仆人和马车应该停在远处 我思绪落定 开口说道 捉襟还需一些时间 周家主可入院稍等片刻 周传士赶紧拱了拱手 道 我在院外等先生即可 说着 他就朝着台阶下退去 我没多说其他 周传士的尊卑观念很明确 尤其是对我的态度上 我即便再怎么说他 他都肯定不会进院 转身 我回到了院内 我并没有去催促何智 而是在外边一直等 差不多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何智总算从房间出来了 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脸上略苍白 不过他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 顿空休息了 刚才我听到外面有声音 你再和人说话 何智疑惑问我 他目光落向了院门处 我如是同何智说了 周家两兄弟来了 还有我答应了去洗尘宴 何智轻点了点头 他道周家帮忙不少 我们去是应该的 况且 他们还准备了我们需要的消息 再接着 何智就走向顿空休息的房间 不多会儿 他就抱着睡眼心疯的顿空出来了 明显顿空还没睡醒 迷迷糊糊地靠在何智肩膀上 我要将顿空接过来 何智却不肯 他说我肩膀上有伤势 不那么方便 雨霸 他又将顿空背在背上后 示意我可以出门 我心想着 外头有马车 也就不多言了 朝着院外走去 推门而出 一眼 我就瞧见了周家的两辆马车 以及车前毕宫毕进后者的周传士 周川林两兄弟 我们过去之后 他们两人立即又行了礼 上车后 车夫赶车 周川林和周传士 则是上了旁边一辆马车 约某两刻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到了周家 此时周家院门大打大开 还有仆人在不失 我们下车后 那些仆人同样对着我们行礼 顿空已经醒来了 他很好奇地左右四看 又过来拉拉我的手 看我的眼神更是崇敬了不少 一直到了周家堂屋后 周传士和周川林 请我去了上位 何志和顿空坐在我旁侧 有仆人开始送上来韭菜 周川林则匆匆离开 这期间 堂屋外的廊道 从其余方向开始来人 每进来一个人 都会有仆人喊一句话 大致是某某家族家主 协力来拜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但他们进屋的时候 神色极为千功 都会对我心理 何志开始是眼中略有金色 到了之后 就脸微微泛红 至于顿空 他一直拉着我的手 眼中除了崇敬之外 居然有一丝丝坚韧之色出现 随着众人落座 堂屋之中的大桌 开始没那么空落了 爹爹 我以后也要像是你这样 有很多人尊敬你 顿空小声地说道 他眼中又出现了一抹自豪 我抬手摸了摸他的头 轻声道 要像是你伯伯那样 有一颗宽厚待人之心 爹爹如今只是做了一些好事 还有 他们想求爹爹帮忙 现如今 只有你伯伯 才会真的得到敬重 顿空若有所思 他绝了绝嘴 小声嘀咕了一句 听懂了 可又好像没懂 顿空 爹爹是告诉你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何志温和地解释了一句 他又看了看我 我看得出来 何志是觉得 我同顿空说得太复杂了 我沉默 没有再说话 人心不古 顿空刚跟着我们 出入阴阳界 得让他知道一些 什么是现在的人心 不能让他一直在 我和何志的羽衣下被庇护 身手可以加身 服术可以继续领悟 如果对人心的理会错误了 某一天 我和何志无暇顾及顿空 或是顿空再大一些 独自行走 就难免被骗 人 逐渐坐满了桌子 其余方位 周传士就坐在我右侧 他起了身 恭敬和我行礼 又道 李先生 这些都是平阳省城 各界家族的家主 全都是听说了您在这里 要前来拜见 下方众人都在看我 他们眼中都是恭敬 还有掩饰不住的渴求 嗯 我点了点头 再接着 周传士端起酒杯 更恭敬道 当年 有不少家族都被杨毅纳斯骗过 李先生 除他 当年就得众多家族敬佩 如今斩草除根 我同平阳省城诸多家族 敬先生一杯 下方所有人都端起酒杯 朝着前方拖起 他们同时还站起身 微微苟着背 我同样起了身 端杯和周传士亲碰 周传士的杯子 稍微靠下一些 再之后 众人都是一饮而尽 今日后 我就要离开平阳省城 不知何日还会再来 先多谢周家族款待 我这句话说完 下方那些家族 眼中都有恶然 还有掩饰的很深的失望 当然 这是我刻意提起 如果我不说的话 恐怕等会儿饭后 这些家族就会上来求我办事了 周传士神色不变 他反倒是松口气的神色 我又看了出来细节 这些家族的到来 周传士应该是碍于颜面 无法拒绝 就在这时 堂屋门口 周传林匆匆地跑了进来 他递给了我一张纸 慎重无比道 李先生 这是我归类出来的信息 你看看 能不能用上 我低头一看 结果当头就看见一条信息 旗上写着 十年镇 出汉拔 倒是难灭 听闻两月前 就有柳氏倒是陨落其中 如今球员各地 我的脸色变了 直直地盯着柳氏倒是那四字 两月前 有柳家倒是死在了十年镇 汉拔 当初和鬼婆在对付老庚夫的时候 让我和何志 挖出来了一具汉拔 那汉拔 应该是被英树和杨蒜先生 镇在何家村后边的柳林子里 和鬼婆利用他使无鬼请婚术 能和老庚夫一战 可之后 等我再见那汉拔的时候 他被柳天牛斩掉了头 汉拔很凶 数百年难得一见 和鬼婆当初利用他 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那十年镇的汉拔 又有多凶 能让柳家倒是陨落 或许 那只是一个小倒是 而不是长老一级 如今柳家倒是 有相当一部分人 在四方找柳天牛 这几年 恐怕是他们出来 人手最多的年头 我低头在思索 这期间 没有一个人敢动筷子 何志也露出担忧的神色 他同样低头 看着我手上的纸 下一刻 何志的脸色也变了 柳家倒是 我闭了闭眼 让思绪镇定下来 随即 一眼扫完了那张纸 骑上大大小小 还有四五件事 不过对比十年镇的汉拔 都是小事 随手路过就能解决 去一趟十年镇 再之后 就要回去九和县了 我低难了一句 何志拉着我的手腕 低声说了个好 我将那只折叠了起来 贴身放好之后 抬头扫向桌上 我持快 和众人淡淡笑了笑 大家无需拘束 用厌吧 众人这才一起拿了筷子 开始加菜 宴会看上去一片和谐 但实际上 大家都是欲言又止 一餐饭吃下来 我只是最开始 潜饮了那一杯酒 之后有人来敬酒 都被周川林和周传师挡住 菜过五位之后 他们兄弟二人 就开始送客了 等到所有人散去后 周传师才到我进前 他苦笑中 又和我行了礼 低声说 多谢先生体谅 无碍 我摇了摇头 道 人情世故而已 周家帮我不少 周传师眼中更感激 周川林却慎重地开口道 李先生 我看你刚才的神态 应该是着急着 想去十年镇吧 我和兄长不敢耽误你要事 我去将您的马车取来 我点了点头 看周川林的眼神都满意了不少 周家高祖的葬处 已经足够好 三阳之水 周家以后前途无限 我没有必要再给你们改宅 因为月银则亏 谁满则亦 我说完这句话 停顿了一下 又道 不过 周家既然和我有了渊源 我给你们一张符 若干年后 周家若是有难 可找我帮忙 若是已经过数代 那地上勘于的传人 也会帮你们 与罢 我就取出了地之笔和天干燕 用一张马纸 画了一道六腹符 我又在六腹符的背面 写下了一小段话 地上勘于二十六代 持数者李银阳 于周家结缘 日后若周家有难 地上勘于当住之 我将符纸交给了周传世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 身体都站立不止 多谢李先生 先生之恩 传世莫齿难忘 周传世都快要给我跪下来了 我立即阻拦了他 这期间 周传林已经出了堂屋 挡住周传世的下跪后 我才站起身来 周传世小心翼翼地将符纸叠起 贴身存放 我往院子里走了几步 合制和顿空跟了上来 此时 天色已经入了暮色 天边挂着通红的火烧云 就像是染了血一般 我背负着双手 远眺着院头上方 视线看到了天边尽头 眼睛在看天 可我思绪却想着汗拔 还有那十年阵的事情 约莫两颗钟之后 周传林回来了 他在院门口气喘吁吁 做了个请的动作 喊了一句 说马车送来了 我同合制往院外走去 顿空则是跟着我们身后小跑 出了院子 路边果然停着我们那辆马车 周传林俯着胸口 又和我说了 他还准备了路上一些需要的东西 有一张到十年阵的地图 不过这路线 也是去九河县那条路 他给我拿上 有备无换 此外 我们的行李 他都收拢归制在车上了 我点点头 和周传林到了县 又问了他一下 知不知道十年阵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周传林神色略尴尬 道 具体的打听不到了 镇上的人已经出不来了 这消息都已经停滞了几天 不晓得里头还活着多少人 我不再多问其他 同他们兄弟二人道别之后 我就让和志和顿空上车 我坐在车厢前头 或一边驱马 上了路 出了平阳省城之后 我们静止朝着十年阵而去 和志说 要换他来赶车 我好养金蓄锐 我表示无碍 我们肯定不会贸然进十年阵 也不会贸然和那汉拔冲突 主要是要看看 柳家倒是是哪一个死在了这里 如果镇民还活着 我们就要镇那汉拔 如果全部镇民都没有幸免于难的 就考虑从长计议 先保证安全 和志点点头 轻声说 知道了 他抱着顿空 顿空此时已经酣睡起来 不多时 和志也靠在车厢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枪足的大马 速度极快 不过十年阵 距离平阳省城也足够远 居然用了整整两个时辰 我才看到一个牌楼 天色黑得惊人 夜空中悬挂的月亮 也朦朦胧胧 被一股子雾气挡住 马尔发出了一声嘶鸣 我都没有拉僵绳让他们停下 他们就不往前走了 马车刚好停在了牌楼下边 入目所及 镇内一片寂静漆黑 因为完全没光线 我看不清里头的布局 房屋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但是 在镇路入口的地面上 整整齐齐地插着几根旗帜 巴掌大小 颜色各异的旗子 轻微地晃动着 五色翻旗 我低难道 那里头的道士 还封了出去的路 不 他封的不是活人的路 何知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凑到车门边缘 警惕地说道 这五色翻旗 是道士的法器 我不只见柳天牛用过 还有柳化烟 柳天干 他们都曾使用 我依稀记得 这五种颜色的旗帜 应该还要配合铜镜 这里没瞧见铜镜 倒是有几分奇怪 看来 是他丧命之前所做的事情 让正常的活人能离开 撞碎的 或者是死人走不掉 我开口说道 何知沉默 复杂到 虽然柳家倒是在某些时候无情 但是 替天行到这方面 他们可舍身 让人不得不敬佩 我没有接话 只是心头有些不太舒服 半晌后 我才说道 死要见尸 我先进镇探一探 看看布局 你和顿空在镇外等我 何知立即就摇了摇头 神情都透着严肃 不行 对付凶师和鬼祟 我和顿空要比你方便得多 这地方又和以往的不一样 凶的是汉拔 又不是风水地 我解释道 能出汉拔这样的凶师 风水必定是极恶 不可能是好风水 若是你们贸然进去 走错了地方 我怕护不住 我一个人自保无余 也能先知道 那汉拔到底多凶 何知一下子就不说话了 杨青 我们在这里等跌点 顿空的小手 拉住了何知的胳膊 我和何知的交谈 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将顿空吵醒了 何知这才勉强点了点头 他眼中担忧不见 我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这才下了车 从阵路边缘走进去 我没有碰到那些番棋 幽冷的风吹过 身上一阵阴寒 我一边朝着阵里走 一边取出来了定罗盘 思绪中也在推演 那柳家道士身亡之地 肯定是汉拔附近 找到他的尸体 大概率也能见到汉拔 柳家道士可能会因为 辈分不够 本事不够死在这里 但我有命数庇护 肯定不会死 的确要先见到那汉拔 知道其实力 才能想办法对付 而柳属于墓 墓为正卦 那柳家道士的尸身 应该在东方 草木茂盛之所 或是树林 或者竹林 用八卦法算完了方位 我思绪就彻底落定了下来 以定罗盘的指针 确定方向没错 我静止从阵路上 朝着东方走去 走过了大道 又穿过了几条小路 这整个阵上的 巫舍院落都很简陋 一看就知道 是个贫困之地 尤其是地面干涸开裂 就像是好几个月 没下雨了一样 完全安静的阵子 死记得感觉太强 强得让人心悸 连呼吸都有些阻塞 我走了大约有两刻钟的时间 从一条小路走出了阵街 入墓地 是一片杂乱的树林子 那林子边缘都是歪歪扭扭 满是结巴的老树 月光照射下 老树的影子 像是一个个人影重叠在一起 我定了定神 一手将通翘分金尺持在手中 另一手 依旧保持定罗盘的平衡 迈步进入林子之前 我隐隐觉得 后方似是有某种注视传来 我眉心微醋了一下 戒备更足 阴阳先生冥冥中的感应很强 后方应该有东西跟上我了 不过我没有停顿 静止走进了树林子 这里头的光线更暗 但对我这个能在水下 是雾的人来说 这种阴暗的光线下 还能看清周遭的情况 又再往东面走了一段路 差不多到了林子最密集的地方 八卦法的方位卦 应该是在这里硬卦了 定罗盘的指针 呈现成了速速的转针 我神色警惕 目光四扫 歪七扭八的老树 几乎看不到正常路径 隐隐约约 在一些树下 我看到了人 不 那应该称作尸铁 我极为缓慢地 走进了其中一具尸身 那是一个约莫十来岁的孩童 他斜着椅 靠在一棵老树上 靠近之后 我脸色才又变了变 这并不是一个死人 他苟着头 闭着眼 胸口却在起伏 要么 他是活尸 要么就是被撞碎 我横举起通窍分矜持 更是警惕万分 目光再扫向其他方位 我想要找到这里头穿到袍的人 只不过 光线始终太暗了 隔远了 我压根也找不到柳家道士 站起身来 我在盯着那孩童看了几秒钟 才轻手轻脚地 继续往前走去 现在我无法断定 他们是活尸还是撞碎的人 所以不能用符 也不敢下尺子 他们没醒来 是因为汗拔没醒 被撞碎 或者是受制于汗拔的活尸 肯定会因为汗拔的控制而活动 想清楚了这些 我脚下的速度都快了不少 只不过 等我绕过所有树下 以靠着的那些人 居然 没发现一个 是身穿道袍的 难道说 我算错了 这时 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 此地的人 约莫有四十多个 他们是呈现环绕的形式 包围起来的 他们包围的正中央 停着一口很大的棺材 那棺材隐藏在隐隐绰 歪歪扭扭的老树丛中 隐蔽性极强 我迟疑了一下 就准备靠近棺材看看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那棺材之中装着的 应该就是汗拔 我正要跨过身旁一个人 忽然间 肩膀的位置 被一只手死死地扣住 这动作太突然 我几乎没反应过来 顿时 我整个头皮都炸起 通翘分矜持 直接朝着后方劈去 结果我的手腕 却刚好被一只手接住 它力气不小 挡住我的同时 低难的声音传入耳中 莫挣扎 它快要醒了 先出去这里 这声音不大 却透着严厉感 我心惊无比地回过头去 入目看到的 居然是一张板正的脸 它面颊狭长 双耳有垂珠 鼻梁高挺 耳阔外翻 额尖有竖纹 更重要的是 它居然穿着一身 破破烂烂的道袍 除此之外 我觉得它很眼熟 可我确定 我没见过它 陡然间 我脸色骤变 压低了声音道 柳天牛 是你什么人 此人的模样 之所以我会觉得眼熟 赫然是它和柳天牛 居然有超过六分的相似 若是柳天牛年轻一些 恐怕就像是一个 模子刻出来的一般 先走 它醒了 就不好走掉了 那柳家倒是 又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这会儿更心惊了 它没有死 那消息为什么说它死了 至于这柳家倒是 口中所说的它 显然 就是棺材里头的汗吧 我不再挣扎 任凭着柳家倒是 拽着我往后退去 眨眼间 我们就退出去了 十数米外 已然看不见那些尸体了 它又调转了方向 朝着我刚才来时的路几步 急不离开 当我们终于出了老林子 到了正路上的时候 它才停了下来 瘦高的身形 狭长的面颊 但不是马脸 而是那种极为严厉的面相 眉丝刀锋 眼更锐利 它深深地看着我 忽然说了句 你是李阴阳 我身体一僵 不过随即 我就释然 当初我去枪足动静 也不小 柳家倒是数量众多 我无法认识他们 每一个 但总有人看过我 尤其是 他的模样 还和柳天牛那么相似 眼前这道士 绝对不是普通的柳家倒士 深吸了一口气 我回答道 我的确是李阴阳 大长老 是你什么人 紧跟着 我又直接问道 他却侧头盯着老林子 耳垂微动 眼睛也眯起来了不少 他们出来了 先帮我走 雨霸 这柳家倒是转身 他急步朝着阵路 一个方向走去 我没有停顿 快步跟上 入了一条狭窄的阵路 七绕八拐 走了得有一盏茶的时间 我们到了一间院子前头 院内地面极为杂乱 一间大屋旁边 有两间耳房 柳家倒是带着我 进了一间耳房 屋子里光线更灰暗 他抬手 手中出现了一根细小的火柴 发出悠悠的橘色光线 视野清晰下来 这房间更博杂 到处堆着农具 在角落有个小土炕 柳家倒是到了土炕前头 掀开了表面盖着的一层稻草 下面是一个黑漆漆的洞 火柴的光消失了 他纵身钻进了洞内 若是换成其他人 我肯定不敢跟下去 可这人是柳家倒是 我没有丝毫有意 随着他身后 一起钻进了洞内 短暂的狭窄和逼泽 很快 我就到了洞底 脚踏实地的同时 光线又变得明亮了很多 这是一个极为干净的地势 一个角落处 堆积着一些灰扑扑的红薯 土豆一类的浓作物 另一侧角落 却躺着一个人 我脸色在变 那人身上也穿着道袍 头上有发迹 只是我看不见他的脸 他脸上有一张服 那幅很复杂深邃 顶头是一个狮子 不过顶端却多了一个头 那一纳直直往下 囊括了整张符纸 在狮子头下 是一个沙子 沙下的两圈鬼画符后 又拉出了一撇 刚好和诗的那一纳对应 形成了寻常符纹 都有的两道竖线 沙子下方 又填了一个戒 戒的两树 拉长到了竖线 接近底部的位置 又有一个钉字收尾 封住了整个符纹 这张符 有些眼熟 我应该是见过 但是具体是什么符 我却想不起来了 沉默地看着那道士 我半场没发出声音 那消息没作假 的确 十年镇死了柳家道士 只不过 这里的柳家道士 不止一个 从年纪上看 被拂押着的那个 头发斑白 绝对是年岁不小了 道士年纪越大 道法越深 这样的柳家道士 都被汗拔弄死了 我闭了闭眼 然后对那老道士 微微躬身 行了一礼 父亲说的没错 李英阳恪守本分 极有礼数 胆大过人 我身后 传来刚才那柳家道士的声音 他这话 却让我心头大害 我猛地转过头去 盯着那道士的脸 我之前就有猜测 可我不敢贸然说出 他 居然真的是柳天牛的子嗣 平道柳正道 他双手抱拳 我同样双手抱拳 回了一礼 和他对视了几秒钟 我声音才略沙哑地说道 看来 两位也是寻觅大长老 而出柳家 在此地遇到了汉拔 这位道长 我视线又落到了地上 那道士身上 柳正道却摇了摇头 道 并非如此 我眉头一皱 眼中有了疑惑 父亲 不会回枪族了 当年 你来过枪族之后 他随着你离开之前 就曾告诉过 一个秘密 只有我 或许还有化验师妹 知道的秘密 关于他的命数 以及枪族的结果 柳正道面色不变 我脸色变了变 心绪却复杂了不少 还没等我说话 柳正道又继续道 只不过 众多长老 要诛秋天元的计划败露 枪族内和柳家 险些撕破脸皮 先是要杀我 他认定父亲要杀他子 他便诛我一报还一报 我不想破坏父亲的计划 不给三元师兄增添麻烦 所以 三长老护我离开枪族 此间数年 我们便一直在外行走 枪族未曾稳定 三元师兄未曾统领之前 我们都不打算回去 说这番话的时候 柳正道面色还不变 可下一句话 他眼眶却微红了几分 我们三月之前来到十年镇 这镇上的镇民 挖出来了一具汗拔 汗拔作妖 方圆三十里内 几乎绝水 夜间更是行凶害人 我和三长老打定主意 诛了此处汗拔 替天行道 但未曾想到 这汗拔凶悍 我们动手 他便迷惑镇民 甚至他早已经养出一批活尸 我和三长老不敌 他又要离开十年镇 若是被他走出去此地 恐怕外界生灵涂炭 我们立了诸多阵法 封死十年镇的死人路 在镇内和他缠斗 结果 三长老被汗拔中创 他将控制不住自己心神之时 自我了断 我已压阵神咒 风起尸身 话音至此的时候 柳正道眼眶更红 他目光都落在地面那尸身上 身上透出的情绪 尽是悲怆 我脸色再变了变 这尸体 居然是柳家三长老的 大长老柳天牛 二长老柳天干 虽说柳天丹的实力 不如柳天牛 但是我也见过 其手段强横无比 尤其是 那倒是做天牛的一招 恐怕都能和羽化施应拼 三长老 绝对不弱 他居然死在汗拔的手上了 难不成 这汗拔会比当初 柳天牛一剑斩织的 那个更凶 我内心隐隐有所激动 低头盯着地上的尸体 那激动驱使下 我本能地说了句 我要看看他的脸 柳正道眉心促起 拧成了一个树纹 他沉默片刻后才说道 三长老伤在汗拔手中 即将控制不住心神 是压阵神咒将其镇压 你若是看他的脸 难免要揭开一部分服 若是他化煞了 你我二人 无力阻拦 我倒横不够 还抵御不了他的撞碎 这样一来 三长老便白白自断心脉 这汗拔也无人能阻拦了 柳正道这一番话 也让我更明重了起来 他所说的的确没错 凶师的凶 不只是死后化煞的变化 包括其死因 落葬之地都有缘由 差距最大的 还有凶师身前的身份 以及本事 英树先生 杨蒜先生 还有夏九流的活尸 我都见识过了 一个比一个凶汉 而柳家道士 本就是阴阳界战力 几乎巅峰的存在 能比柳家道士更厉害的 就只有辈分更高 年纪更大的柳家道士 当初的柳天牛 我如今也没见过 比他还强的人 这柳家三长老一旦化煞 别说柳正道 恐怕我都挡不住 他自断心脉 应该是咽了那口气 让自己做不了活尸 思绪间 我暂时打消了看他脸的想法 又和柳正道说道 柳道长 这汗拔具体凶到哪种程度 你还需和我形容一下 若是我们两人联手不能对付 我七儿还在阵外 他们能够帮手 等会儿我儿进来 他有可阵失的福 应该 我花音顿了顿 又道 应该和鸭阵神咒相仿 同样有镇压效果 届时 我就能看看三长老的脸了 和鸭阵神咒相仿 柳正道的眼中 显然疑惑无比 不过紧跟着 他就点了点头 那表情 却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柳家的福 倒数 如今的阴阳界 无人能出其右 柳正道的反应实属正常 他心性也不错 既没有反驳我 也没多说其他 想来是不想让我难堪 再接着 他就开始和我说 汉拔具体的凶汉和手段 我一边听 目光也下意识地 又看过三长老的尸身 柳正道一方画下来 我又心惊了不少 在他形容下 只要到了天黑 那汉拔就会醒来 届时 他撞碎控制的人 活尸都会在镇上游荡 若是活人 就会被伤 然后同化 一旦到了白天 镇上又会形成一股雾气 雾气笼罩下 不尽天日 形若夜晚 那一群活尸之中 有几个和汉拔同化的醉身 已然生出长毛 话音至此 柳正道停顿了片刻 又道 那几个活尸 如同雪煞化青 最近是镇上已经无活人 若是再被他们害上几人 恐怕就会成为青尸 那就更难对付了 听到雪煞化青 我虽然心惊 但也松了口气 我们昨日才对付了活青尸 还是鬼脖子形成的活青尸 血煞化青 不足为惧 只是 让我后怕的是 如果这些东西 出去了十年镇呢 外面到处都是人 他们会很快成为青尸 更需要警惕的是那汉拔本身 他撞碎之下控制的活尸 居然都有这种本事 他自己只会更凶 当然 思绪归思绪 我并没有打断柳正道的话 柳正道又继续说道 三长老并不是伤在那些东西手中 他想要诛灭了汉拔 那些人就能醒来 所以我们受到了很多撤肘 不过 我们就只差一点点了 两月之前 我们定住了所有活尸和撞碎的人 也接近到了棺材旁边 只是这汉拔身体坚硬 居然我们的剑都难破制 他又忽然诈尸 指甲扎穿了三长老的腰腹 话音至此 柳正道又沉默了 我听完了这些 微眯着眼睛 点头道 让我想想 应该怎么对付他 只是对于汉拔 我并不了解 如果只能许在我旁边 可能会好得多 毕竟汉拔这两字 当初还是他告诉我的 略作思绪 我就告诉柳正道 我要去接妻儿进来 我妻子应该也了解不少汉拔的事情 顺便让我而画幅阵师 我总觉得 这汉拔的厉害 有些诡异 我得看过三长老的脸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柳正道先说了个好字 接着又告诉我 要等天亮 汉拔沉睡 镇中起雾的时候出去 否则此时 镇路上都是活尸 撞碎之人 我们出去 就要恶战 我摸出来怀表 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凌晨一点左右 也就是丑时 推算了一下刚才的时间 那汉拔 是子时的时候醒来 距离天亮 还有四小时 也就是两个时辰 不能掀开覆看脸 就只能静静等待了 一夜未睡的困意 也逐渐上涌 我扶了扶额头 打了个哈欠 柳正道则是盘膝 坐在三长老师身的旁边 双手落在膝盖 掌心朝上 中指和大拇指掐起 显然是在打坐冥想 对于道士来说 这应该就是休息了 我靠墙去坐下 困意让我昏昏沉沉地 睡了过去 临睡前 我还想了想 何志和顿空 他们在阵外 应该足够安全 那些撞碎的人和活尸 无法出去 何志也会很警惕 思绪逐渐沉下去 这一夜无梦 次日我醒来的时候 立即就低头看怀表 这会儿是五点一分 刚过卯时 抬头看柳正道 他恰好同时醒来 我起身 做了个请的动作 柳正道走到我们下来的位置 并没有去抓 那根垂下来的绳子 而是一跃而起 就进了那小洞里头 迅速地攀爬 我等他出去之后 才抓住那根绳子 爬进了洞内 又撑着往外爬出 从土炕钻出去 我又铺上了草席 才和柳正道走出屋子 院内 果然弥漫着浓郁的白雾 白雾太重 也给人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 我取出来定罗盘 低头查看 此时指针还是转针 但是比昨晚轻微了太多 柳正道示意我跟上他 直接走进了浓雾之中 雾气里头 视野更差 甚至还不如晚上 我就只能跟在柳正道身后走了 不多时 我们就到了阵口 一直到这里之后 雾气才总算薄弱了些许 能够勉强看到阵口外了 一眼我就瞧见了我们的马车 只不过 我没瞧见何志和顿空 走出阵口 雾气顿时全部散了 外边光线正常 温度都升高了几分 我喊了何志和顿空一声 便探头去看车厢内 可车厢内居然空空荡荡 他们母子俩不在 我脸色灯实就变了 强烈的心界几乎要将我吞没 我猛地回头 左右四看 柳正道眉心紧锁 他沉声道 不应该 难道他们昨晚进了阵 不可能 我断然开口 语气都透着锐利 柳正道沉默 没有立即开口说话 我呼吸更为急促 也反应过来 自己语气过重了一些 柳道长 志尔和顿空都很听我的安排 知道要慎重 况且 昨晚阵路不都是撞碎的人和活尸吗 他们不可能进阵的 我解释了一句 结果 我话音刚落罢 一匹大马打了个响笛 他往前迈步 另一匹马同时跟着他往前走 直接就拉着马车进了阵路 我的心 陡然一下子沉了下去 柳正道额头的树纹 变得极为深邃 他跟着马车往前走 我也急匆匆迈步 转眼 我们又回到了阵里面 白雾笼罩之下 视线再一次变得不清晰起来 两匹马都不安地左右晃动脑袋 像是受了惊 他们也在原地踏着蹄子 发出踢踏踢踏的声响 枪族的马匹灵性很高 尤其是跟了我和和志 已经六年多 他们的灵志 或许都不弱于老鸡 和志和顿空 居然真的进了阵里 刚才阵口 没有打斗的痕迹 他们不可能是被强行带进来的 那些活尸和撞碎的人 更没有出来的本事 何止有鬼婆子和棺材匠的本事 顿空更是有福在身 一旦动手起来 动静绝对很大 那他们是自己进的阵 我脑海中迅速推演分析 最后得出的结果 他们应该是发现了某种东西 才会进来 父亲说过 地上看余的蒋先生 可谓不先知 李先生你天分也极高 应该算得出来 他们在什么地方吧 柳正道开了口 在他说话的同时 我就取出来了定罗盘 低声喃喃 口为对 对为山崩地裂 灵河之地 我话音刚落 柳正道就当即摇了摇头 沉声道 十年阵中无河 汗拔出时 就连井水都几乎干枯 我额头上顿时 密出了一丝汗水 神色更凝重 我在推演泥南道 李分木 木为阵 又是阵挂 我眼皮狂跳 额头上的汗水 都成了痘大一颗 因为阵挂 就是刚才我去找柳正道的地方 那汗拔的所在之地 前面我说的对挂比较清晰 柳正道能听明白 现在所说的阵挂 他显然不懂了 略诧异不解地看我 不过他没打断我的话 汗珠从鹅角滑入眼中 一阵酸涩难耐 我的心也骤然沉到了谷底 我准备再去东边那老林子 但在这之前 我得将马车和马匹安顿好 不能将他们随意丢弃在路上 抬手去拉起来缰上 我先朝着阵外又走去 这两匹马离开了雾气之后 顿时就平缓下来不少 柳正道跟着我往前走 我将马拉到了正外一块 陵墓较为密集的地方 将马匹拴在树上之后 他们都来蹭了蹭我的手 若有外人来 莫要跟着走了 我抚摸了两下马头 他们都打响敌回应我 转身 我又看向柳正道的脸 此时我神色凝重到了极点 道 柳道长 我要回去汗拔那里 顿空地挂象 和你的一样 我在那里找到你 也能找到他 柳正道神色 陡然一遍 他皱了皱眉 又道 白天 问题不大 不过你确定 他们去了那里 刚才 可是晚上 我身体又是一僵 说真的 何止和顿空不见了 再加上正挂的位置太危险 我有些乱了心神 就在这时 尖头忽然传来一声轻微的啪声 是金蒜盘的蒜珠碰撞的声响 我紊乱的心神 忽而一下子清明了不少 瞳孔紧缩 我后背都出了一层细腻的汗珠 双挂双印 正意为你 你之阴伴 是我先制 柳道长你后来 那顿空 未必会因正一 正还有其二 为闹事挂 何止和顿空 都不会愚蠢 到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尤其是何止 还知道汉拔 我们曾和汉拔 打过交道的情况下 柳道长 这十年镇 什么地方最热闹 柳正道思索办上 道 镇西有菜场 那边最为热闹 只不过 如今已经无人 我们过去 顿空和这儿都在那边 我果断地说道 柳正道立即 就在前方带路 再一次进阵之后 浓雾缭绕到我身上 我伸手将其驱散 结果雾气 又缭绕了上来 心机的感觉 变得更加强烈 就好像有个人 在暗处盯着我们一样 时间 一点一滴地过去 约莫走了两刻钟后 柳正道的脚步 稍微放慢了一些 雾气更浓郁 一米之外 更是什么都瞧不见 也就在这时 柳正道忽然抬手 抽起腰间的浮沉 朝着雾气之中抽去 前方的雾气 忽而一阵波动 一个凌厉的声音响起 当头一棒 这赤鹤声 不正是合致的吗 瞬间 浮沉就和一根黑钟 夹杂着白铃的枯桑棒 缠在一起 一道身影 瞬间从雾气中冲出 他凌空跃起 双腿就要朝着柳正道 肩头落下 柳正道眉心树纹更深 几乎形成穿字 他左手在腰间一抹 一柄锐利的青铜剑 便落入掌心 这儿 我一声低喝 合致面色骤变 他猛地变换身形 在半空中重重落地 双手撑在地面 保持了平衡 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一个瘦小的身影 也跑到了合致身边 他惊喜地喊了我一声 爹爹 我抬手 挡住了柳正道 柳正道同时收住了 手中的动作 那浮沉的沉思散开 枯桑棒也落了地 合致匆匆站起身来 他的脸上 瞬间露出了惊喜之色 与顿空一起 快速到了我跟前 合致扑进了我怀中 顿空也抱住了 我的一条胳膊 你们 怎么会静而震 短暂的喜悦后 就是后怕和担忧 我的语气中 也带了几分责问 合致还没有说话 顿空先开了口 他直声道 爹爹 我们跟着一个人进来的 我和娘亲 认错了他 柳正道脸色骤变 声音极其严厉地问道 人 什么人 第838章 顿空明显被柳正道 吓了一跳 朝着我身侧躲了一些 我抬手按住他的肩膀 轻拍了两下 安抚他 柳正道闭了闭眼 神色稍微镇定了一些 才继续开口道 这里不会有活人 都是被撞碎的 或者是活尸 合致却摇了摇头 不安地说道 有人 昨晚那个 不可能是活尸 也不可能是被撞碎 这里撞碎的和活尸 我都见过了 很多 一片片成群 合致的话 也让我心惊不少 他说的撞碎之人 和活尸成群 的确是昨晚应该出现的状况 但那个人 是什么人 我没有打断合致 柳正道的目光 也变得更锐利了 合致稍微停顿了一下 又开口道 在那些活尸和撞碎之人 从镇口走过一圈之后 雾气里头 就出现了个穿着糖装的人 他冲着我和顿空招手 那人身形很像是你 再加上 我们都认为这镇上没活人了 就把他错认成了你 然后我们就跟进来 结果他一直往前走 一直追到这里 他就消失了 之后我就明白了 那肯定是别的人 可我和顿空又担心你出事 就准备去找你 这里雾气又太大 不便于行动 我刚已经准备回去 你们就来了 合致这一番话说的条理清晰 却让我眼皮狂跳起来 先生 不知道是哪一种先生 我慎重地看向柳正道 从他静一不定的表情中 我已经看出来了 他根本不知道 十年镇还有个先生 我心头也在思索推演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这汗拔凶汗地过了头 居然能伤了三长老 就算是柳家的长老 实力有区别 但也不至于如此轻易地 让三长老允命 尤其三长老切实的死因 还是自断心脉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来了 十年镇出现了一个先生 这就将更多的问题 牵出了水面 这背后 有人在射局 但让我不理解的是 如果有人射局 应该就是那先生所为 他为什么不继续隐藏在暗处 将我们无声无息地除掉 非要露面 先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呢 这样岂不是加深了我们的防备 让我们去对付他 我思绪只是转瞬间 柳正道眉头的树纹 越来越深 就如同刀客一般 他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先生 他从来没出现过 我一直以为 十年镇除了我 就没有正常的活人了 我没感受到他的气息 我心头微跳 柳家道士 对于活人的气息感应很敏锐 无论是柳天牛 还是柳化烟 都是如此 那先生不按常理出牌 给我的警觉就更多 何之不安地看向我 顿空也紧紧拉着我的手 我们先回去 这雾气之中 变数太多 得先弄清楚那先生的目的 再做打算 我再一次开口道 柳正道点点头 说了个好字 立即转身带路 我将顿空抱了起来 何之紧跟着我身边 我们一行人在白雾之中穿梭 微风吹拂之下 雾气乱了不少 不过却并没有变得薄弱 这期间 柳正道一直是一副 全神戒备的样子 虽说雾气浓郁 柳正道之前 也没察觉到那先生的气息 但我认为 一定是那人距离足够远 而且规避柳正道 一旦他靠近 必定被发现 还有 柳正道的藏身之处 应该也足够安全 否则的话 他早就被汉把杀了 我们花费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回到了之前的院子 依次从那房间的炕洞钻进去 四人全部到了地势里头 何志一把捂住了嘴巴 惊疑不定地看着地上 三长老的尸身 顿空稚嫩的脸上 也有了几分愕然 柳正道沉默片刻 并没说话 而是走向那一堆 红薯和土豆 他捡了几个出来 我才发现 那旁边还有一堆柴火 柳正道点了柴火 将这些东西烤了进去 先生的目的 我很难揣测 要靠你来 但只要你能找出来他 我就能杀了他 这同时柳正道沉闷的话音 也传入耳中 余光里 他的背影显得格外的萧瑟 火光将他的影子 拉得老长 柳道长 命数天定 三长老也不会怪你 你要守住本心 我们会除掉那汗拔 也替三长老报仇 我劝说了一句 嗯 柳正道说了最后这个字 就不再开口了 顿空吞咽了一口唾沫 眼巴巴地看着柳正道 小手摸在了肚子上 何至小声说了句 干粮都在马车上 我没有拿下来 要不 我摇摇头 说了句 现在不出去了 那人引你们进来 必定有所布置 如果我们在贸然行动 可能会出事 得先弄清楚 他的目的和身份 说着 我就拉起顿空 朝着三长老的尸身走去 到了尸体旁边后 我蹲身下去 顿空 五月镇命符 还有吗 我问寻道 顿空点了点头 答道 有 爹爹你要镇尸 不过 他不是被镇住了吗 话语间 顿空定定地 看着那张压阵神咒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才说道 爹爹要将他 这张符掀开一些 他可能会出问题 需要你镇他一次 我话音刚落 顿空却更小声地说了句 爹爹 这张符不完整 他只画了一半 顿空抬手 指着压阵神咒 我面色微变 眼皮跳动之余 余光立即就看了一眼 旁侧的柳正道 顿空声音虽然很小 但这地方就这么大 柳家道士地听觉 岂是小声说话 就能瞒过 果然 柳正道也回过了头来 他盯着顿空的脸 目光透着几分金色 顿空同时回过头 略紧张地 又往我身后躲了几分 柳道长 小儿无心冒犯 还请莫介意 我赶忙说道 顿空刚才那句话 虽说看似没什么 但柳家的压阵神咒 岂是一般的福传 在柳正道面前 说压阵神咒话的不完整 像是他们这种性格 比较古板的道士 恐怕会心生怒气 柳正道没回答我 他依旧看着顿空 空气都变得凝重了不少 忽然 他说道 你学过压阵神咒 不可能 你未曾到过柳家 你父亲 也没看过柳家的福 我面色也在变了变 柳正道这话 不就是自己承认了 压阵神咒的不完整吗 承认自己学艺不经 还是说 他们本身就知道 这福有缺陷 没等我说话 顿空就小心翼翼到 压阵神咒 我没学过 我以前也没看过 可我知道柳家 你的福 只画了半道 顿空这一句话 更是语出惊人 柳正道猛的一下 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看顿空的眼神 更为恶然 开始他的惊 是经顿空 看出来了一些东西 现在的恶然 就像是被发现了 某种秘密一般 不过他身上 并没有露出杀鸡 很快 他看顿空的目光 就变得灼热了不少 这种灼热 明显让顿空不适应 他几乎整个身子 都藏在了我身后 只探出来一点点脑袋 柳道长 我深吸了一口气 先开口说话 想打破 这几乎凝质的氛围 柳正道这才闭了闭眼 他在睁眼时 稍微镇定了一些 不过他看顿空的眼神 还是透着几分其他情绪 我辨认之下 发现这情绪是稀采 李先生 父亲说过你天资过人 是个前途无量的阴阳先生 但若是他看过你儿子 恐怕就不会夸赞你了 他以后 要做阴阳先生吗 年纪如此小 就跟着你出来游走 柳正道语气也平稳了不少 他目光更多到了我身上 但余光 依旧一直在看顿空 我点点头 同时解释了 我们只是返程路上 路遇了事情解决 以后顿空也会做阴阳先生 柳正道却摇摇头 他慎重说道 他不适合做阴阳先生 我面色微变 柳正道又眉心一鸣 继续道 我的意思是 或许 他更适合的是福 我柳家的福 他这话 就让我脸色巨变了 柳正道 这是何意 柳家的规矩森严 福术更不可能外传 可他那画风 是想要收顿空 还没等我说话 柳正道就继续开口道 枪族和柳家之内乱 看似内乱 实则 却是变 数百年之变化 枪族越来越弱 当年仙道留下的庇护 已经消耗殆尽 父亲应该和你说过很多 我便不多言 枪族想要强 而要做的事情 难免会冒犯先人 乱了祖训 父亲守正 规矩严明 自然不可苟通 如今父亲离去 将柳家交给了三元师兄 三元师兄和父亲不同 他通便 我离去那年 他已经再叫一个外星道士 那是枪族秋天元的儿子 青山 柳正道这一番话 说得极为正重 我没有出声打断 只是继续在听 他稍作停顿 又继续道 我粗看那孩子极眼 他天性坚韧 并且认定三元师兄的教导 他就是天生的道士 为匡扶正道而生 同样 他知悟性 也得天独厚 我很期待他 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 或许 他是枪族和柳家缓和的平衡点 但今天 我看到了你儿子李顿空 他对于福的悟性 恐怕不弱于那孩子 父亲硬挂而走四方 三元师兄通辩 他已经认同 我也一直觉得 既然辩 那不能孤注一掷 李先生 让他学福可好 学我柳家的福 柳正道最后的话音极为诚恳 他甚至手握拳 小臂放在胸口 对着我微微躬身了一下 我脸色在变 因为我没想到 柳正道说那么多 最后是要讲这句话 我眼皮狂跳 额头上也生了汗 何止开始眼中是震惊 很快又成了惊喜 阴阳 何止压低了声音喊我 不过他也掩饰不住 话音中的催促 以及想要顿空学符的渴望 我没有立即开口 因为 这事情 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柳家的符 的确很强 可学了这符 不仅仅是学符 就要牵扯入柳家 和羌族的内乱之中 柳正道想要在柳三元的变数上 多加一个变数 这的确是通变之法 可变数若是太大 会让整个挂项崩盘 让所有的事情 都陷入无法掌控的境地 还有 我本意 是不想要顿空牵扯那么多因果 此时 我心中就纠结到了极点 顿空的命 有有劫难 料成守着他分出去的魂 让我担心自己之事 这劫难就能破获力 再做化解 若是我答应了 那顿空学柳家符术后 命就会印到一种界限 那是否 这也是契机 我呼吸都变得粗重了起来 何止不敢再说话 柳正到面色上都是期待 并且 还有笃定 就像是笃定 我一定经受不住 这个诱惑会答应 额头上的汗水 变得越来越多 开始从眼角滑落 可就在这时 顿空忽然拉了拉我的胳膊 我低头 看了一眼顿空 顿空抬头 和我四目相对 爹爹 你们说得好复杂 我好多话都听不懂 我就听明白了最后一句话 这个倒是伯伯 也想要我学他的符 顿空直声道 他眼中都是认真 我点点头 说了个对字 顿空却摇了摇头 他声音更认真了 我不学 我瞳孔陡然紧缩 还没等我说话 何止就蹲伸下来 他拉着顿空的小手 欲气急促道 顿空 不要任性 这件事情 要听爹爹和娘亲的 我们会为了你好 你不准怕苦和泪 可顿空还是认认真真 摇了摇头道 娘亲 我不学 何止明显着了急 他又要开口 我抬手 按住了何止的尖头 将他拉了起来 眉头紧锁 我在看顿空的眼睛 他眼神更坚韧 我心头忽然又重重跳了一下 我觉得 我看穿了顿空的态度 还有缘由了 我正准备开口 柳正道却往前走了两步 他眉头微醋 神色却极为认真 顿空 你不要急着拒绝我 现在你跟着你父亲学阴阳术 还不知道 我柳家的福有多强 道术有多强 等你见过之后 你就不会摇头了 阴阳先生出黑极难 你想要达到你父亲的水准 还须不知道多少年 而且据我所知 地上堪于代代相传 你父亲太年轻 要将一波给你 恐怕那时候 你都至少中年 停顿了一下 柳正道又说道 可柳家的道术不一样 只要你学会之后 就可以出道 柳家有很多道气 我可以为了你 回去一趟 或者将我的给你 出道的道士 绝不弱于阴阳界的天原地象 更不弱于你知道的 任何一个阴阳先生 我父亲柳天牛 行走天下 但无敌手 任何鬼祟消小见他 便会吓丢了魂 柳正道的眼中 闪过了傲气 下一刻 顿空却小声说道 可我 没有和爹爹学阴阳术 柳正道的面色一变 他眉心顿时促成了一个疙瘩 你师尊 另有其人 顿空点了点头 柳正道又看向了我 陈生道 那此事简单的许多 李先生 你也无需考虑 既然顿空学的 不是地象看鱼 那就更无法和我柳家 相提并论 十年真的事情了结之后 我随你走一趟 见一见顿空师尊 作罢了这桩师徒关系 他此后 跟我入柳家 学道说 恐怕 此事不行 我深吸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柳正道 没心的树纹 成了一个穿字 他声音重了不少 道 李先生 你难不成 会和我爹一样迂腐 柳正道话音更重 不满之情 异于言表 顿空却走到了我前头 他稚嫩的脸上 眉头也皱得格外紧促 此时 顿空的神态 也变得不满了 小孩子天真 那种不满 就完全是发自心底 为什么 不是地象堪余 就不能和柳家 相提并论 就要作罢师徒关系呢 顿空仰头看着 柳正道之声反问道 柳正道正要开口 顿空却又再次出声 将他的话先打断 你不能见我的师尊 因为爹爹和伯伯 都不敢贸然去见 你有其他的念头 你会死的 顿空这一句话 语气不重 但是内容却极为惊人 他是谁 我从未听过 有哪个阴阳先生 能让出道的柳家倒是死 柳正道微眯着眼睛 他语气没有变得难听 只是在和顿空对峙 顿空低了低头 然后才抬头说到 他叫徐三比 又叫徐福 伯伯告诉我 徐福是他的爷爷 是我爹爹师父的师父 如果按照辈分上来说 我爹爹 还有伯伯 都要叫我师叔 另外 我师尊说过一句话 便是柳家道士之道福 在吴之面前 都黯然失色 顿空话音太清脆 太认真 他的态度 绝对没有压迫力 但却语出惊人到极点 柳正道的脸色 骤然大变 他登登登后退了几步 退到了墙根的位置 一手撑住了地势的墙面 他瞳孔紧缩 面上却没愤怒 只有惊恶 徐福 这 不可能 我年幼之时 徐福就已经驾河西去 你多大年纪 居然 此时 柳正道的话音和言语 都是难以置信 顿空还要开口说话 我听得差不多了 也觉得他们交谈得足够 脉步 我走到了顿空 和柳正道之间 抬手 我按住了顿空的头 再看柳正道 我眼中略有歉意 柳正道的神色 顿时复杂了不少 他看了我许久 才复杂地闭了闭眼 叹了口气 隔代受徒 全靠悟性 原来如此 我没想到 柳正道居然也如此聪明 即便是我拦住了顿空 他还是猜到了这些 看来地象堪虞 还是地象堪虞 算准了我父亲的命数 算准了三元师兄的将来 我再想要一个变通 却是无缘 李先生 你不是要看三长老的脸吗 你看便是 柳正道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不再多言其他 我看他的眼神就略感激了 低头看顿空 我轻声道 五月阵命符 顿空抬手 从兜里取出来了一张 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符纸 我接过来之后 低头端向了片刻 转身 再次蹲伸在三长老的尸身旁 将五月阵命符 从三长老的胸口压下 贴符之后 我小心翼翼地掀开了 他面门上的压阵神咒 顿空在我身旁 也格外仔细地看着 我注意力都在三长老的脸上 他生了一张圆脸 粗看眉骨很长 但细看之下 其中央有裂纹 直接断开 双眼的眼尖很薄 就好像随时会睁开 我首先看的是眉尾 他的眉尾 脱落得七七八八 只剩下杂乱几根 我深吸了一口气 定了定神 又看他鼻梁 发黑的鼻梁 起了小小的曲节 还有一些歪斜 鼻头之下的人中 有一根横纹 我脸色变了 低声喃喃道 鼻梁无清气 人中无清气 眉尾未散 非担忧而自杀 鼻梁曲节 歪斜 人中细长 横纹 死于毒 话语间 我又伸手 捏住了三长老的下巴 双指稍微挤压 他的嘴唇便被我挤开 其唇色暗青 口角无棱 下唇后 暗青 无棱 死于人谋害 非施伤 我刚说完这句话 三长老的下巴 就滋生出来了细小的绒毛 他头顶那张压阵神咒 正在逐渐发黑 即便是胸口的五月阵命符 都开始变得卷曲起来 转眼间 那些细小的绒毛 就变成了黑色的毛发 几乎有半指长了 我瞳孔紧缩 飞速松开了手 压阵神咒 立马就落了下来 发黑的符咒 逐渐停止了变化 那些毛发一出符纸外 也没有继续变长 五月阵命符的卷曲也停止了 两张符 制止了三长老的画纱 这并不是因为 五月阵命符落了压阵神咒 而是因为 阵师主要压顶 压阵神咒在头顶 五月阵命符落在胸口 效果只有十之二 三 这期间 何志和柳正道都到了我身旁 何志面露不解 柳正道的脸色 却阴晴不定 我刚才说的话 都很浅显 无需解释 都能听得懂 不过 我还是捋顺了思绪 和柳正道解释了一遍 没等他回答 我就问他 当时三长老自断心脉 是怎么断的 柳正道告诉我 那日 三长老被汗拔锁伤 他将人带回来之后 三长老快压不住邪气 他让三长老先坚持 便外出密药 等拿回来药之后 三长老捂着胸口 心脉已经尽数断开 并且快要化煞 他只能快速化了压阵神咒 将其阵尸 稍作停顿 柳正道又说道 不可能有外人能杀三长老 即便是他重创 谁靠近 谁也必死 而且两月过去 外的那些东西都想杀我 他们也未曾找到我所在之地 我点了点头 接着又摇了摇头 道 的确无人知道你在这里 但三长老是你离开之后 他毒发了 这不只是汗拔的尸毒 面向上 他是被人害死 是另有他人 给他下了毒 我所料不差的话 就是那个先生 柳正道脸色难看无比 他闭了闭眼 又道 那人怎么下毒 三长老除了汗拔的伤 别无外伤 这时 何志忽然小声说了句 会不会是中毒之后 导致三长老战力减弱 才会被汗拔所伤 伤加毒 才让他心脉尽数断开 何志的话 让柳正道的神色 更加殷勤不定起来 我点了点头 何志的看法极有道理 毕竟是柳家三长老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 就被炸尸的汗拔 扎穿了腰腹 如果是现在不经意间中了毒 伤到了根本 在动手的时候出纰漏 可能性就大了很多 另外 汗拔作为凶尸 他的毒更可能是尸毒 三长老现如今的尸体 并不是尸毒 何志的揣测 有九成以上是正确的 你们都吃过什么 喝过什么 经过了什么地方 我追问道 同时我蹲身下来 小心翼翼地 将三长老脚上的鞋脱开 柳正道思索后回答 吃喝方面不可能中毒 我和三长老都很警惕 经过的地方 无非就是镇上 还有去往汉拔所在的老林子 外出行走 但凡有一丝风险 三长老都能察觉 如果中毒 应该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听着柳正道的话 脑中飞速思索 又仔细地扫射了一眼 三长老的脚掌 吃喝没问题 那就只能是外伤 走过的路 碰过的东西 都可能造成细小的伤口 这件事情背后有先生算计 更不容小觑 一眼看下来 我没发现三长老脚上有伤势 厚厚的老茧 就是一层防护 我眉头微皱 继续朝着脚踝处找 结果在脚踝凸起的骨节上面 发现了一个很细小的扎伤 那里有一根黑漆漆的刺 就像是一些藤蔓上的刀刺 我小心翼翼地取出灰仙手套带上 将那刀刺捏在手中 拔了出来 一点点黑漆漆的血 从那细小的伤口处溢了出来 我心头顿生了强烈的悸动 喃喃道 在这里 这 柳正道脸色铁青 何知靠近了我 顿空也凑近不少 灌木林 我眼皮狂跳 想起来那老林子里头大量的灌木 还有以前我们进入山林 树林 遇到的最多也是灌木 但很少去注意 被灌木刮伤是常事 令我后怕的是 我刚进阵的时候 进入老林子 虽说有灌木 但我之前也没注意 若是碰上了 恐怕和三长老 就是一个下场了 扭头看了一眼柳正道 柳正道的额头上 也是细密的汗珠 显然 他和我想法差不多 好阴险的手段 柳正道怒声说道 你们都是高手 不经意的地方下毒 你们可能中招 但凡他刻意一些 肯定会有防备 我这番话 让柳正道闭口不言 低下头 我继续思索推演片刻后 说道 他不会一直在老林子里头 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弄出来汗拔的目的 但柳道长你和三长老 破坏了他的计划 要么你们死 要么你们走 他才能继续 所以 他会折服在暗处 等你们进去对付汗拔 现在他出来了 应该是知道 三长老的死 瞒不过我的眼睛 与其被我们先发现 有他的存在 倒不如他先出来 扰乱我们的视听 柳正道开了口 他声音很沉 那你能算到 他在什么地方吗 何之和顿空也在看我 顿空眼中 崇敬更多 汗拔是凶狮 只会想杀人 他不可能控制 只能利用 如果他控制 早就找到你们了 我微眯着眼睛 一边分析 一边说道 所以 他也要避过 撞碎的凶狮和活狮 他应该有特殊的办法 此外 他待着的地方 一定是这镇上的生机位 稍作停顿 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看过整个镇子的方位 以及风水布局 我就能知道 生机位在什么地方 我陪你一起去 何之立即说道 不 白天 撞碎的人和活狮出不来 你和顿空都留在这里 和柳道长休息 对付汉拔 你们三人最为合适 这先生一直在暗处商人 你们跟着我 容易被他算计 我和他 反倒是能博弈 我抬头看了 看下来的动道 又定定地看着那根绳子 何之眼中依旧担忧 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 说好 顿空小声道 爹爹小心 柳正道则对我抱了抱拳 忽然又道 下毒之人才是凶手 李先生可否将那人 交给我来处置 我会尽全力抓住他 我回答道 多谢 柳正道向我微微攻身 我正要转身离开 何之却跑到了 之前那堆火的位置 用一柄匕首拨开了火堆 传出来了两个烧的 有些焦黑的土豆和红薯 又用一张布包起来 快不到了我身边 其实这一夜下来 事情太多 我没有饥饿的感觉 不过 我还是接过来了布包 放进兜里之后 才拉着绳索往上爬去 出了炕洞 盖上了古草 我走出房间 进了院子 雾气依旧浓郁 我抬头看了看天 又看了看四周 心头沉了沉 这雾气浓郁 根本就看不了镇上的布局 雾气 也是算计之一 浓雾笼罩之下 十年镇到底什么模样 没有任何人知道 即便是来了同行 也无法算出生机位 我没有一直站在院内 而是往外走去 我记得大致镇口的方位 脚下未顿 我直接走向镇口方向 约莫一刻钟的时间 我出了镇 站在镇炉外边 我摸出怀表 看了看时间 发现这会儿 已经过了五十 正常十年镇外 应该是艳阳高照 但此时整个十年镇 却依旧大雾弥漫 蹲身在地上 我捡了一块石头 开始在地面刻画 我以一个圆圈 代替了十年镇 又在其最东方的位置 靠近外沿的方向 画下来了一具棺材 那地方就是汉拔所在 东方相对的另一侧为西 西面 我又写下来闹十二字 通过方位推演 那镇口就是南 相对的镇尾巴 就是北面了 我按照方位一字写下来了 开 修 升 商 度 静 死 静 其中 汉拔所在的东方镇 就是商门所在之地 我南南道 镇挂主洞 洞则一伤 元帅甲子 长隐于雾土之下 子于卯相行 行则受伤 大凶之局 好算计 柳家倒是性格直接 动手果断 正好硬挂 那你 应该在升门 东北方更攻 我手中的石子 直接落在了那简图的东北位置 在上面按下来了一个圈 东方商门藏汉拔 东北升门 则刚好是那人的藏身之处 能够观察到老林子的一举一动 想清楚了这些 我抬头 目光锐利地 看向镇口之内 我并没有直接进入镇中 雾气是屏障 却是对我们这些外来人的屏障 对于算计出来这雾气的先生 不只是保护 恐怕还是一股助力 我又从地面捡起一块石子 在那简图的中央 画出了密密麻麻的纹路 这就是雾气 雾由煞生 此雾为煞雾 想要削减此雾 当镇整个十年镇 其镇雾 我取出腰间的通翘分金尺 再看了看镇口入处的牌楼 我不再犹豫 果断下了决定 转身 走到马车进前 我取下来了一段绳子 将其绑在通翘分金尺上 我用的绳索很长 两段都有绳头 在走到了镇口牌楼之前 我将绳子甩起 刚好过牌楼顶端 又将其缓慢放下 当通翘分金尺坠到牌楼下方的时候 另一端的绳头也坠落到了地上 我捡了一块石头 拴在了那绳结上 将上方的通翘分金尺绷直 又将石块一半 埋入了路面之中 这一切做完之后 就是羊面尺正对着镇路之中 刹那间 一股带着暖意的风 吹拂进了镇内 从我身上浮过之后 朝着更深处吹去 汇聚在镇口不散的雾气 变得稀薄了不少 我又取出来了八张镇煞符 将其按照八卦的方位 摆在了那个石块的四周 一缕阳光照射进了镇口 刚好落在通翘分金尺上 散发出镇镇同盲 地上这八张镇煞符 字迹更为有黑 镇口的雾气迅速散了 镇内的雾气也在缓慢消散 我起身 背负着双手 静止朝着东北方向走去 若是换成另外的英树先生 或者阴阳先生 不了解十年镇布局 恐怕就对那人束手无策 可地上堪于海纳百川 即天下大部分英树为大城 一法通万法 我在局中无法破解 就置身局外再做破局之法 我脚步太快 雾气散得反倒是没那么快速 一刻钟左右的时间 我就走到了 十年镇东北方向的边缘 这外边就不是林子了 而是伴作黄土矮山 之所以是半山 因为另外伴作山 已经被挖掘一空 留下一块深黄色的空地 我眉头紧皱 升门为更宫 五行属土 按道理来说 十年镇升门有土山 会升气更旺盛 让十年镇多子多福 更是裁员广进 可坏就坏在 这山居然被挖了 这肯定不是几个月 就能办到的事情 得长年的挖掘 才能开山 且不说证明开山的缘由 这山被破坏了 才导致这里恒生灾节 甚至出现了汗坝 思绪间 我目光更锐利地 看着那半座山 雾气散得越来越多 这地方的浓雾 也开始稀薄起来 我的视线变得愈发清晰 我并没有看到人的踪影 没有停顿 我继续往前走去 走上了深黄色的空地 我感受到了一股悲凉的气息 这是山体断绝 生气减弱 独属于龙脉的哀鸣 很快 我就走到了空地 和山体连接之处 这地方的右侧 有一处木板搭建起来的小屋 转身 我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小屋 方位的应对 还有内心生起来的悸动 让我知道 我找对地方了 并且 我感觉到 有一道锐利的目光 正隐藏在小屋的某个地方 阴冷地盯着我 阁下 适合明慧 借汉拔之兄 害一阵之人 未免太过心狠手辣 我被先生 寻命树而为 害人不前者 天必定收之 若你不收手 今日 你便走不出这十年阵了 我自据铿锵地说吧这些话时 手中已经摸出了补刀 就算是杨竹书 这种成名多年的先生 身手都极差 在此地的先生 完全倚靠风水的计算 利用汉拔 算计柳正道和三长老 想必也是 没什么伸手 以我的手段 拿下他应该不难 转眼间 我已经接近了小屋门口 我没有直接推开门 而是僵 捕刀横举在胸口 警惕地盯着木门 可屋内没有传来任何反应 就连刚才心头的悸动感 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眉头一皱 抬腿 一脚踹在了门上 砰的一声 屋门被我踹开 木门撞在了墙上 又反弹了回来 整个木屋都在晃动 我极为小心 因为这人还善用毒 我怕不注意 就中他招 木门撞了树下之后 缓缓地停了下来 最后靠在了木墙上 我眉头紧皱 一眼就看清了这木屋里头 空空荡荡 哪有什么人 但我刚才的感觉 一定不会错 那会儿 是有人的 他逃了 我目光扫过地面 没什么尖锐物 又看过了屋檐 同样没有特殊的东西 这木屋 大抵是那人 这段时间的居所 他不可能在这里 下太多毒 况且 我来得突然 他来不及做别的布置 思绪间 我迈不进了屋内 却瞧见木床下方 有一个有黑的洞 洞口深邃 不知深极许 通往何处 再动另一侧 又是木屋的墙 那墙上同样开了一个洞 我心头沉下来的不少 这样一来 他就有两个可逃窜的方位 他是进了洞 还是出了这墙 在原地站了半晌 我没有选择钻洞 也没打算从那门洞追出去 而是在屋内寻找起来 可这里非常简陋 除了床和一张桌子 以及角落做饭的炉子外 并没有别的东西 我只能放弃耽误时间 转身走出了木屋 此时 这地方的雾气也完全散了 阳光直射在我脸上 我抬手遮住眼睛 避过了那一瞬的强光 习惯这亮度之后 我才看向了东边 果然 一眼就能看见老林子 还有旁边的阵路 站在这角度 可以将那里看得一清二楚 在斜前方的地面上 有很多杂乱的东西 烧得只剩下根部的香烛 一些桃碗 盘子 裂开的铜钱 小稻草人 最重要的 还有一口巴掌大小的棺材 我微眯着眼睛 迈步走了过去 蹲身去看 那些东西 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灵堂 那些稻草人上扎着破布 他们都朝着棺材方向跪下 而棺材最前方 则是一个平躺着的稻草人 那稻草人的身上 是青灰色的布块 头顶还有个发际 和其他稻草人 有明显不同 直观的感觉 这是道士 我心头一沉 已然肯定 这道士的稻草人 应该是预照着三长老 并且 稻草人的腿部位置 扎着树根银针 那银针发黑 代表了毒 至于那些跪着的稻草人 应该就是镇鸣了 试着先生推波助澜 让那些镇鸣中招被撞碎 甚至成活尸 我戴上了灰仙手套 捡起那个稻草人 翻开看了看背面 其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不过 当我捡起来其余的稻草人 翻开一看 他们的背后都贴着纸条 其上写着生辰八字 我将稻草人放下 目光投向了中央那口棺材 将捕刀往前探了探 刀尖挑中了棺材盖子 只有八长大小的棺材 直接就被挑开顶盖 棺材内部瞬间曝露在阳光下 一根黑漆漆的手指 进入了我的视线中 那手指湿润 指甲有黑 棺材内部也是湿润的 我这才发现蹊跷 因为周围的地面都是干裂的 就那棺材和手指湿润 像是带水一样 此外 我还想起来一件事 就是那老林子里头 越靠近汉拔 地就越湿 反观十年镇 整个镇中都没什么水 土地也在开裂 这就是那汉拔的 另一个诡异之处 我仔细将灰仙手套 也检查了一遍 确保万无一师之后 才再伸手进那小棺材 将那根手指拿了出来 这或许 就是汉拔的手指 灵堂的存在 肯定是那先生布了什么阵 但我破了他的算计 他压根来不及 收拾走这些东西 我们还没有打照面 可我已经占据了上风 思绪间 我取出来一张油布 将汉拔的手指 小心地包裹起来 放在兜中收好 又将地上那些稻草人 全部归拢在一起 清理掉了他们背上的 生辰八字之后 一把火将其全部烧了 那道士草人 没有生辰八字 因是三长老中招之后 这先生为了彰显自己 向征信弄出来的草人 焚烧到草人的同时 我也烧掉了道士草人 做完了这些 就相当于破坏了 那先生的一些布置 我匆匆转身 朝着镇上回去 我并没有直接回院子 而是先去的镇口 我驱散雾气的目的 是为了找出 那先生的所在之地 现在我目的达成 就得尽快取走 通俏分金尺 现在不知道他的下落 万一他没有去别处 去了镇口呢 那通俏分金尺 就会落入他手中 不多时 我就回到镇路上 快步如飞铁 朝着镇口而去 悦莫两刻钟的时间 我回到了镇口前 通俏分金尺 依旧悬挂在牌楼下 我扬起补刀 一刀斩断了绳索 通俏分金尺坠落而下 我一把将其接入手中 镇口本来的暖意 削减了不少 通俏分金尺 却极为冰冷 即便是隔着灰仙手套 也能清晰察觉 我拆开了绳索 却并没有洞地上的镇煞符 虽然没了通俏分金尺做镇雾 但雾气已经被破掉 有这些镇煞符在 想要凝聚回来 不会那么容易 其根源在汉拔那里 汉拔要再散雾 恐怕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转身 我朝着院子的方向回去 这一来一去 时间消耗得极快 等我到院子里的时候 天边挂着一片火烧云 已燃到了暮色时分 回到屋内 我先抬草席 钻进了洞中 等我到地室的时候 墙角抱着顿空睡觉的何智 正抬头看我 柳正道在三长老尸身旁边 盘膝而坐 他同样看向我 何智想从地上起身 但顿空没醒 他又怕弄醒了顿空 我抬手做了个按压的动作 低声道 不起来 天还未黑 此行如何 柳正道话音微沉 我早在路上就捋顺了思绪 直接将外面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同时 我取出来了一个小油布包 拆开之后 汗拔的手指曝露而出 在我说话间 柳正道就起了身 此时 他死死盯着我手中的汗拔手指 抬手 他掌心就多了一柄细长的青铜剑 我面色微变 和纸回缩 汗拔手指就包进了油布里 同时后退两步 躲开了柳正道 柳道长 这手指与我们来说有大用 何志做一些准备 说不定能伤那汗吧 我神色凝重 与其认真 柳正道面色殷勤不定 他停顿下来脚步 没开口说话 这期间 顿空也醒了 何志立即放下他 站起身来 他也是面露金色地看着我 慎重道 阴阳 你是说 我点点头 道 霍昆明的续贤妻子 其思 我所说的这件事情 已经近乎于七八年前了 当初我和何志第一次合作 帮霍昆明解决妻而亡死的问题 他兴取的夫人 其思害了原配 结果又被孔庆杀了 投入积水之中 当时霍昆明险些落水身亡 何志和我斩下来一条水中尸体的胳膊 也就是其思的手臂 何志给手臂施加了一些咒法 我对付其思的时候 派上了大用场 我目的就是这样 想要如法炮制 来对付那汗拔 何志眉心紧促 环步走到我进前 接过那油布包的同时 低声道 汗拔太凶 我只能勉强试试 不一定有用 尽力即可 我轻声道 同时将灰仙手套递给何志 示意他戴上 何志接过灰仙手套戴在手上 并给我了一个放心的眼神 爹爹 我想要用地支笔和天干燕画符 你们不是要对付很凶的汗拔吗 血符更有用 顿空也跑到我跟前 用力晃了晃我的胳膊 我眉头皱了皱 视线落在顿空的脸上 大致 顿空的气色还是好的 但是仔细看下去 还是有几分气血亏空 这是因为 对付那活青狮鬼婆子的时候 顿空也用了血符 他因为有双魂 精力恢复的要比常人快 可气血想要恢复 却没那么容易 因此 我摇了摇头道 这次不行 顿空 你不能一直这样消耗 顿空撅起嘴 脸上尽是委屈 顿空 你要听爹爹的话 爹爹是为了你好 何志轻声和顿空说道 我眼神略严厉地示意顿空 这件事情不能再商议 没有转环的余地 顿空嘴巴扁得更紧 他转身走到了墙角 拿出了奖盘给他的燕台 笔和一叠空白的符纸 蹲在地上开始画符 何志显然是松口气的表情 他和我点点头 接着 他走到顿空身旁 取出来了一阴鬼婆子的物事 他将那根手指 浸泡进了一个小小的黑色桃瓶里头 我之前没见过何志用这些东西 也不晓得那是什么 柳正道还站在我面前 不过他看了看何志 目光又在顿空身上停留许久 在之后 他视线才回到我身上 我同柳正道点点头 慎重说道 柳道长 先按兵不动 等何志做好了准备 我们也商议好了对策 再行出发 停顿了一下 我又告诉柳正道 那先生被我从暗中拔出来 他肯定会想一些周折 来催化汉拔 让其变得更凶悍 我们到时候更得小心 柳正道沉宁了片刻 说道 那老林子内有毒 我们进去 始终被动 若是不入老林子呢 你能否将汉拔逼出来 我皱眉低头 开始思索推演 那老林子也是一个风水位 虽说具体什么风水 我还不知道 但讲盘和一阴阴术 杨蒜先生在这里的话 他们就可以摆阵 现今我们人手不够 我身上也没那么多阵物 这个方法 直接就无法用了 就在这时 何志忽然抬起头 他小声地说了句 阴阳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 何事 我立即应道 我家后面 不是有一片柳林子吗 爷爷让我们挖出来了一具 被镇压的汗拔 何志继续道 我点点头 说对 何志停顿了一下 才又说道 我现在才依稀回忆道 在那之前很多年 爷爷刚教我鬼婆子手艺的时候 他和我说 我们家在那林子前头 是有用意的 爷爷答应了两个先生 要守着柳林子里头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 里头的东西要出来了 就要放火烧林 在那之前还得集结大量人手 让里头的东西无法跑出来 我眼皮狂跳 南南道 火烧 我微眯着眼睛沉思 汗拔虽说为汗 但实际上 它所过之处无水 自身却浸满了水汽 汗 是它对周围环境带来的变化 所以因此而得名 实际上 汗拔应该是湿湿的一种 那用火的话 就算是生生相克之法 是当初镇压汗拔的先生 告诉和鬼婆的这个法子 阴阳 这办法可行吗 何智小声地又问了我一句 我们没有人手镇住这老林子 若是可以的话 一定可行 现在放火烧林 也有一个好处 它必须出来 另外 若是那先生钻进了老林子 这一下 他也没藏身之地了 我一字一记地开口 何智的脸上 顿时浮现了惊喜 我神色更慎重 又看了看柳正道 问他的意见如何 柳正道点头 道既驱毒 又能将那先生和汗拔都逼出来 是两全之策 我点了点头 又和柳正道商议了几句 确认了先用火攻 我又和他商议 等汗拔出来了之后 应该怎么对付 以及要如何救出林子里 那些被撞碎的人 柳正道大致和我说了 汗拔撞碎的人 大多皮操弱厚 而且战力极为凶狠 活尸 则形若汗拔 若是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年份 说不定也能成为新的汗拔 那些被撞碎的人 现在看来 已经没有逆转和醒来的可能 离开撞碎后 要么会死 要么就是活尸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脸色始终抑制不住 我一变了变 我不自然地说了句 那这样一来 十年镇岂不是没了一个活口 柳正道摇头 道 该走的 当时就被我和三长老放走了 这些没能走掉的 应该是挖出来汗拔的人 还有 他们可能被算计了 他这番话 顿时就让我联想到 那些稻草人 我吐了口啄气 点点头道 大致是如此了 嗯 这些人无药可救 便不能忘发善心 其实 他们就是汗拔的手 没了他们之后 汗拔再如何凶汗 也只是躺在那里的一具尸体 主要麻烦 就是他们 柳正道顿了顿 又说道 两个月前 其实他们还有能救的机会 也就是因为那次 三长老动了恻隐之心 我们没对付他们 就直接接触到了汗拔尸身 才会落得这个结果 这话语间 柳正道眼中都是复杂 我轻叹一声 让柳正道极哀 人死不能复生 柳正道闭了闭眼 神色慎重更多 在看我时 他深吸了一口气 道 一半数量的活尸 和撞碎之人 我能对付 他们数量着实不少 另一半 得你们一家三口想办法 至于那汗拔尸体 我已经有办法镇压了 柳家的福绝对不弱 我会让顿空好好见一见 我身体一将 倒不是柳正道 让我们对付一半数量的 撞碎人和活尸 而是他说 让顿空好好见一见 柳家始终刚硬 我此事也不太清楚 柳正道是被积了好胜之心 还是说 他想要用强横的福 来让顿空改变心意 我和柳正道的交谈 也就到了此处便停下 这件事 还有变数在其中 没办法现在就商议好完美的对策 那先生依旧是变数 我们还需警惕注意 这期间 墙角一侧 传来了恶臭扑鼻的味道 我投过去目光 是何志在用一根细小的针 将汗拔手指 从桃瓶里挑了出来 将其放在地上后 他又开始在上面 用针画着什么 顿空则是低着头 一直在画符 他下笔的速度飞快 旁边已经落了小小一叠符转 只是 让我脸色微变的是 我能瞧见的顿空脸色 要比之前更苍白了一些 他抿着嘴 唇角还有几分血迹 这时候 他抬起手 又飞速地将血迹擦掉 我脸色再变 低声斥责道 顿空 你在做什么 顿空没抬头看我 反倒是画符的动作更快了 我快步走至顿空的面前 低头看他地上的符 那些符都是黑红混杂的颜色 不正是血符吗 我眉头顿时紧皱成了疙瘩 语气直接严厉了数倍 顿空 顿空的手这才顿了顿 他抬起头来看我 小脸上只有坚韧 他嘴角的血迹 还是没擦干净 苍白的脸 却让我觉得 心头一阵难掩的复杂 我本来是要苛责他 可他的眼神 又让我想要说的话 说不出口 顿空很聪明 也很果断 地支笔和天干燕 对于符 有很强的加持作用 血 同样如是 没有地支笔和天干燕 那种加持要弱很多 血符却一样 能远胜过其他普通末质 画出的符传 我和顿空对视了几秒钟 他并没有说话 又低下头来 继续开始画符了 心性如此坚韧 旁边却传来柳正道的一声轻叹 他走到我身旁 低头看着顿空 脸上一阵唏嘘 若是当初你有辞子的时候 父亲在你身边 或许也能看到他的天分 我很清楚 柳正道依旧是吸财之心 我便没开口说话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否则爹爹也会立家法 我还是说了句话 过刚则一舌 顿空虽然表现出来 心性坚韧 但他年纪太小 现在这种刚硬的性格 如果不加以纠正 以后会太锋芒 顿空并没有回答我 他还是在闷头画符 我不再出声了 若是这时候再打断顿空 他的鞋也要浪费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大致过了一个时辰左右 地室内已经全部都是尸臭 何志轻声开口道 好了 我扭头过去 何志却刚好抬起手来 让我瞳孔紧缩的是 那根汗拔的手指 居然被死死缠在了 他戴着灰仙手套的右手食指上 漆黑尖锐的指甲 泛着悠悠寒芒 那手指的皮肤上 更是有一些细小的符纹 何志活动了一下手指 他一直盯着那根汗拔的手指头 喃喃道 这手指 若是对付那些撞碎之人 或是活尸 应该有奇效 甚至能扎穿汗拔的身体 我心头大定 这样一来 我们的把握 就多了不少了 我向何志点点头 眼中柔和更多 何志却走进顿空 神色中都是心疼和不忍 这期间 柳正道走到墙角 将所有的吃食都拿了出来 让我们先吃点东西 稍后会有一场恶战 何志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绑着汗拔手指的灰仙手套 结果吃食 又给我分了一些 我这才反应过来 之前何志给我的东西 我都还没吃 我从兜里头拿出来 刚才他包起来的吃食 何志愣了一下 看我的眼神 就略有责怪了 苦笑了一下 我也开始吃东西 之前事情太多 我没想起来 也没饿感 现在吃上两口 腹中的饥饿才传出 吃罢了食物 又拿出来水囊喝了两口 我觉得精力都充沛了不少 何志一边小口小口地吃 一边在一张干净的布上 放下来了一些包好的红薯 显然 他是在给顿空准备 又过了月末两刻钟 顿空终于停下来了手上的动作 他燕台中的血末也用尽了 收起来笔焰 他又取出来两根细长的绳子 将他画出来的所有符 全都串了起来 两道符串被他做好之后 他又将符串缠在了腰间 顿空站起身来 他又看了看我 然后走到了何志的身边 何志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头 将吃食递给他 顿空低头开始吃东西 我正了正 心头却复杂不少 一直到顿空吃完了食物 柳正道才开口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说道 现在出发 如何 我点点头 说好 柳正道直接就钻入了离开的洞道 何志和顿空随后 我则是走在最后边 到了房间里的时候 已经是夜深 漆黑的天色 极为幽冷 柳正道同何志 还有顿空 已经在院子里头了 我走进了院内 抬头看了看天 我白天破了雾气 直到现在 那雾毒没有恢复多少 一钩残月悬挂在夜空中 惨白的月华 带着森冷杀鸡 此时 汗拔会醒 那些活尸和撞碎的人会出林子 在此时之前放火 将它烧醒 也避免那些鬼东西走得太散 我们不能一次全部对付 柳正道开口道 我摸出怀表 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 刚到害时 时间刚好 来得及 我点点头 陈宁片刻 我又到 要火烧那么大一片林子 还得火势凶猛 单凭放火 可能很慢 咱们先往那边走 途径一些院子的时候 看看他们家中 有没有酒 或者有 柳正道微眯着眼睛 嗡了一声 何志动作很快 他立即就去这院子的 厨房里头检查 不多时 他就带出来了一个瓦罐 我点了点头 说了个好 出了院子 我们朝着东边的老林子 走去 沿途经过了不少院落 何志和柳正道 都会分别进左右的院子 收拢由何酒 林最后到老林子前头 何志提着两件厚厚的棉衣 那两件棉衣 也是在郑明家中搜出 将由何酒都进入了其中 薄弱的月光映射下 老林子前头那些树 更像是一个个歪歪扭扭的恶鬼 正张牙舞爪地看着我们 柳正道 取出来了一柄桃木剑 他小臂一挥 棉衣就落下来一个衣角 他将其穿在桃木剑上 又用火折子点燃 呼吱一声 火苗升腾而起 淡蓝色的外燕 橘色的内燕 是一种极为怪异的颜色 再接着 他左手接过一件棉衣 猛地震臂 朝着老林子上空一甩 他右臂再挥 那带火的桃木剑 飞射入半空 在老林子上空 桃木剑射穿了棉衣 一瞬间 火苗升腾而起 紧跟着 那棉衣却轰然一声炸开 形成了无数火团 朝着下方落下 如法炮制 柳正道又扔出了第二件棉衣 依旧用带火的桃木剑 将其打碎 弄出大量火团 转瞬间 老林子就熊熊燃烧 火光漫天 我隐隐约约 听到了一些低沉的吼声 像是 有什么东西被惊醒 并激怒 也就在这时 柳正道忽然眉头一皱 他回头看了一眼后方 脸色都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柳道长 怎么了 我低声问道 五色番茄 被破了 阵口有人 柳正道瞇着眼睛说道 我脸色一变 眉心也愈结起来 我当时就想到 恐怕我们的计划 落空了一小部分 那先生没有在这老林子里头 而是转头出阵 他很聪明 应该是阴阳先生 不是单纯的阴术阳算 可破了那五色番茄 也没有大用 我们在这里 汗拔出不去 我沉声开口 并没有被乱了心神 可我们的马车 何之略不安地开口 我闭了闭言 道 现在不能过去 过去人 我们这里人手少了 他那边 肯定有所不止 何止咬牙 不再出声了 顿空的目光 则一直看着那老林子方向 他背对着我们 我看不到他的面色和眼神 也不晓得他在想什么 柳正道的目光 同样回到了老林子前头 熊熊燃烧的火焰 已经覆盖了整个树林 那些外延的老树 也燃烧了起来 浓烟开始漫出 耳边 忽然听到了速速的声响 就像是急促的脚步声 何止面色一凝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戴上了灰仙手套 一只手握着枯桑棒 另一只手 则是按着腰间的板斧 我同样抽出了 腰间的通翘分金尺 算计已经算计过了 博弈也占了那先生的上风 虽然他依旧是变数 但局势显然对我们有利 在我们的掌控中 就在这时 两个人影 冲出了老林子 这显然是两个 被撞碎的阵明 他们面色铁青 双眼发黑 身形极为噱手 何止正要动身 可柳正道却先动了 让我惊疑的是 柳正道却并不是 对付那两个阵明 而是抬手 拦住了何止的动作 何止一阵愕然 他不解地看着柳正道 柳道长 念 柳正道没看何止 而是看的另一处 我脸色在变 因为顿空 也冲了出去 他双手按在腰间 转瞬间 就冲到了那两个阵明之前 瘦小的身体 陡然跃起 三两下 直接到了其中一个阵明的肩头 他双手在腰间扶过 两道扶趴的一下 拍中了那阵明的脑袋两侧 吃的一声 白烟自那阵明头颅上升起 他直挺挺地朝着前方倒去 另一个阵明 却已经凶利地 扑向了顿空的侧身 顿空借力在倒下的阵明 尖头一蹬 整个人都扑了出去 在地上两个打滚 又借力站起身来 回头 双手再往前拍出 刚好 追赶的那阵明 已经扑到他面门前 顿空手上还有两张符 直接就打在了那阵明的脸上 又是一道白烟升起 那阵明惨叫出声的同时 双掌还是重击在了顿空的肩头 顿空一声闷哼 瘦小的身体 陡然被打飞出了四五米 合致面色骤变 惊慌道 顿空 这时 柳正到动了 他身体仿若残隐 眨眼间就到了顿空身后 接住了他的同时 他身体微微移动 卸去了其余的力道 顿空落地之后 只是喘息了起来 倒是没有受伤的模样 合致的神情 这才稍微松缓了一些 泄力了不少 他没被打中要害 柳正到说话的同时 回头看了我一眼 眼中极有深意 这一下 我差不多明白过来了 柳正到的用意 他刚才就是 刻意让顿空出去 让顿空出手 合致同样看到了 柳正到的眼神 他身体也僵了僵 顿空没有往前了 他低下头来 身体却微微发抖 显然 刚才的中招 给了他不少挫败感 顿空的福的确厉害 轻而易举 就对付了其中一个阵鸣 但另一个却会反击 他毕竟年纪上小 就很难抵御了 思绪间 我目光也落向了 那两个阵鸣 此时他们脸上 腐蚀了不少 但却并没有丧命 反倒是歪歪扭扭地 站了起来 溃烂的脸 变得更为凶横猙獰 隐隐约约 有一阵阵黑气 从那火势熊熊的老林子内传出 黑气萦绕在了阵鸣身上 我顿时就明白了缘由 我低声道 柳道长 这汗拔 就像是血眼之中的生气 在生气萦绕之下 任何凶师都很难损伤 这些撞碎之人也是一样 要么直接将他们打得 再无起身之力 要么就得先灭汗拔 我知道 柳正道沉声开口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这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柳正道说 自己只能对付一半 这里的撞碎之人 和活尸数量太多 超过了柳正道能除灭的数量 所以他除不掉 反倒是让他们 在汗拔的笼罩下 不停地恢复 来了 柳正道的身体忽然攻起 语气更是严厉了数倍 在下一刻 柳正道的语气 变成了精疑 是全部 我先将他们打乱 你们要小心了 柳正道又低声嘱咐了一句 他双手按在了腰间 双腿陡然发力 身体 如同剑射一般向前冲出 当柳正道冲出十余米的时候 那老林子里头 乌泱泱地冲出来了一大片的人 这些人 有的是和刚才那两个 正名相仿的模样 另一部分 则要显得胸利很多 他们身体湿漉漉地 仿佛随时会渗水出来 散乱的头发 披散在身后 尤其是他们的脸上 生出细腻的黑发 甚至遮住了多半张脸 他们的眼珠 是泛黄的 撞碎的正名 是凶利 而他们 眼神更灵活 更诡异 柳正道陡然停下脚步 他身体猛地朝着上方一冲 凭借着那股弹跳力 柳正道居然跃起 至少三四米高 他腰间的手 猛地甩飞而出 三柄身黄的桃木剑 三柄漆黑的冒桃剑 三柄青铜剑 朝着那群人 盖文 天原地方 律令九章 无精斩除 除去百秧 一斩去天秧 天逢道路鬼 斩雀诸魔鬼 永远离家乡 二斩去地秧 地户将吉祥 南邪女归正 斩灭自消亡 三斩去鬼秧 百怪远前藏 断雀诸恶事 家眷自安康 无缝玉皇律令社 斩桑咒的剑 冲入了人群中 轰然巨响之下 大片土层崩散开来 那些人全都被这股距离冲开 柳正道落地 低声喝道 动手 何致陡然动身 冲向左侧一批 被撞碎的镇鸣和活尸 顿空 爹爹和娘亲 都知道你的心意 但你还是个孩子 不能太过逞强 我面色肃然 沉声又道 即便是爹爹和伯伯 也会以团队为重 听取众人意见 话音未落 我已经手持通俏 分金尺 冲入人群之中 何致动作凌厉 手起腐落之下 必定有一人负伤被击倒 可立马又有一阵阵黑气萦绕而上 我的动作也格外很利 尺子击中的都是那些活尸 或者撞碎正明面骨各个位置 只不过 它们的身体当真是坚硬 我完全抽不断骨头 虽说通俏分金尺的羊尺 有镇压的效果 但配合破面骨 效用才最大 再加上有汗拔的存在 相当于给它们提供了大量的生气 我和何致纵然伤了它们 它们也会很快恢复 我们两人快速聚拢在一起 背靠着背 避免留下破绽 其余的人 则是围成了一个圆圈 轮流上前攻击我们 余光能看见柳正道 冲进了另一半的人群 他手中浮沉舞动 口中咒法凌厉 柳正道还好 我同何致 却格外地吃力了 也就在这时 嗖嗖地声响传来 至少十数张幅 直射而出 击中了一部分 镇鸣和活尸的后背 顿时 十余个镇鸣和活尸 朝着另一个方向冲去 何致心惊地喊了声 顿空 小心 我目光也投向了另一头 顿空往前了至少七八米 他原地扎起马步 双臂崩直 还是在投掷出浮转的动作 他小脸坚韧 目光绝燃 几四 几毛 几丑 几位 央煞 断绝 他稚嫩清脆的话音 在夜空中形成了回音 他的手在腰间一抹 又是几道浮转飞尸而出 直接落向了冲向他的那几个镇鸣和活尸 那十余个人 顿时被拦下一半 却还剩下另一小半 依旧朝着顿空冲去 何致低喝一声 纵身一跃 就想要从剩下的人群中跃出 显然 何致要去帮顿空 两个面部 生满黑色长毛的活尸 纵身跃起 朝着何致挡去 我扬起通翘分矜持 击中其中一个 另一个依旧和何致碰撞到了一起 何致愤怒地赤喝一声 滚 那活尸哪 会理会他 双臂直接挥向他的面门 我们两人都被拦住 剩下那些撞碎镇鸣和活尸 又朝着我们攻来 与此同时 顿空稚嫩的喝声 再次响彻夜空 镇四幕上本幕不可镇 若把牧人院内损失人 以七寸橡木为符 以叔叔定字 三不下镇 五音陈虚仇为四幕为大力 他的手从胸前掠过 摸出来的是一条约某七寸长短的木板 其上更有一道繁杂无比的符文 他直接挥出那幕符 符转落至剩余那几人面前 他们顿时齐刷刷地停下脚步 月光映射下 那幕符发出阵阵黑气 而那几人身上 则是冒出一长串的白烟 四四声在夜空中响彻 何致满脸惊喜 说了句 好 顿空 你后退 找个安全的地方藏 他这一句话没说完 一个活尸就拍中了何致的尖头 何致闷哼一声 翘脸顿时苍白 他反手狠狠一劈 斧头嵌入那活尸半个肩膀 我已经放弃了 用通翘分金尺 将其别入腰间 转而取出地质笔和天丹燕 一口舌尖血喷入燕台中 我沾了血墨 地质笔直接处向 冲到我面门前一个正名头顶 一道六腹符 瞬间勾勒而成 他直挺挺地僵在原地 可我画符震住了一个 其余至少有三双手掌 同时击中了我的胸口 我双腿猛然间离地 被拍飞了至少七八米外 重重落地 我整个人都是一阵气血翻滚 飞快爬起来身体 我才发现 顿空最开始用符纸震住的那几个人 又恢复了行动力 继续逼近他 他用木符震住的那几个 则还在原地冒着白烟 那木符却变得漆黑无比 眼瞅着就快燃起来了 我粗重地喘息着 地支笔再次扬起 又有一个阵鸣冲到我面前 我直接点在他眉心 一道震煞符勾出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阵鸣 从左右攻来 我抬腿 一脚踹中右侧那个 左侧的 却直接扣住了我的肩膀 他用力一抓 我整个身体都歪斜了不少 肩头的剧痛 更让我闷横出声 事态的发展 远远出乎了我们的预料 最开始想的是 我们各自对付一半的阵鸣和活尸 就能将他们逐个击破 再去对付汉拔 现在那先生是没出现 我们却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低估了活尸和镇鸣的本事 思绪间 我抽起来的支笔 又点像抓住我肩头的那镇鸣 一道合魁 斩尸符勾勒而出 他头顶出现一道血线 松开了我肩膀 而我肩头 却留下五个血淋淋的伤痕 又有几个镇鸣和活尸 朝着我冲来 他们数量其实不太多 可一直能恢复 就像是无穷无尽一般 顿空已经是勉强支撑 只剩下一小半 何至开始落入了下风 就连我都一样难以为己 另一头 柳正倒像是察觉到了我们的颓势 他纵身前冲 一跃而起 踏中一个镇鸣的头顶 飞跃至半空中 东北安清时 东南安红时 西南安白时 西北安黑时 学中安黄时 咒约 五星八地 神灵保佑 碎星居左 太白居右 迎获在前 陈星立后 镇星手中 碧除殃旧 妖曳灾变 五星涉案 王者安宁 生者福寿 积积如律令 在他咒法声响彻的同时 五块不同颜色的石头 分别落至我和何至四方 形成了一个保护 最中间 则是落下一块黄石 顿时 冲向我和何至的那些镇鸣和活尸 都驻足在原地 一动不动 这就给了我和何至喘息之接 可他们只是停顿了片刻 反倒是所有人 都掉转身体 朝着顿空冲去 我面色大变 何至也尖叫一声 顿空 小心 我毫不犹豫 一脚迈出安武金政府的保护范围 何至速度更快 可就在这时 柳正道低吼一声 李先生 李夫人 这样下去 我们会被耗死 他们更凶了 必定是那人做过什么 汉拔肯定也出了林子 你们得想办法去破它 或者 你们拖住所有人 我去破 话音之间 柳正道落入地面 他并没有停下 而是又一个剑步冲出 刚好挡在了顿空的身前 此时的顿空 已经用掉了最后的符带 正小脸苍白 双腿站立 喘息不已 柳正道猛地抬起左臂 自他腰间 被拉出来一条半米长的白布 只见他右手扬起浮沉 一口鲜血喷洒其上 那浮沉 就像是被他当作了巨大的毛笔 尖锐处落至白布上 一道符纹 正在迅速成形 与此同时 正气凛然的咒法 从他口中喝出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无精下阵 朱央皆退 万鬼前藏 家宅平安 人口皆碎 出入永康 无缝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柳正道用的 赫然是压阵神咒 随着最后一笔符纹勾出 他整个身体在半空中转动一圈 那浮沉朝着前方一挥 巨大的气静 让符步飞出 后方冲来的那些阵鸣和活尸被击中后 全部住在原地 朝着后方倒下 这一瞬间 几乎大半的阵鸣和活尸 都被压阵神咒震住 只剩下一小部分 行动也变得极为迟缓 柳正道脸色煞白 我心惊不已 因为柳正道 居然也用了血符 而且这血符 画的是压阵神咒 只是 这好景不长 半空中 出现了肉眼可见的黑气 那些黑气迅速钻入被镇压的阵鸣和活尸身上 他们又开始颤动起来 那幅部瞬间变得漆黑 并且从下方 居然冒出一阵火苗 速速地燃烧起来 李先生 莫要再吃夜 我们别无选择 柳正道又是一声低吼 你保护顿空 牵制这些人 我同何志拒破汗吧 我面色一狠 低声喝道 何志 回来 何志骤然驻足在原地 他面色极为艰难 不过很快朝着我退来 显然 要让我同何志 顿空三人 牵制住所有的镇鸣和活尸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让柳正道 来做这件事情 此时 顿空和我们间隔着 又有几十个镇鸣和活尸 他根本来不到我们身边 也只能让柳正道来保护他 好 李先生 除掉汗拔就靠你们了 柳正道低吼完这句话 那压阵神咒 已经燃烧到最剧烈的时候 整张符纸 半张都被烧得一干二净 所有镇鸣同活尸 全都恢复了行动力 黑气萦绕之下 他们迹象 是被柳正道激怒 更像是那汗拔下了命令 全部都朝着柳正道冲去 就好像我和何志没有威胁 他们根本没管我们 我目光飞速扫过老林子的方向 那里已然是一片火海 浓烟滚滚 我想找的 就是汗拔 柳正道说的没错 大火这么凶 汗拔肯定已经出来了 只是没在我们视线中而已 柳正道所说的 也正是我的推断 始终还是要破汗拔 才能结束这一切 这一眼 我没有找到汗拔所在 柳道长 再让他们伤一次 我要找他出来 我立即拿出定罗盘 向着柳正道大声喊道 这期间 何志已经到了我的身旁 他眼中担忧不止 我深吸了一口气 注意力都落到了柳正道身上 柳正道猛地踏前一步 喝道 好 他的手 直接抓住了右肩的道袍 用力往下一拽 只听撕拉一声 半身的衣服 直接被他拉开 碎衣落着腰间 露出他古铜色的上半身 轮廓分明的肌肉 精壮健硕 尤其是他的腰间 居然还缠着一圈青铜剑 那青铜剑 形弱柳叶 最多只有两只大小 他飞速抽出其中一把 在胸膛上划过 一道极深的伤口 出现在他胸前 鲜血流淌而出 瞬间浸满了他半个身体 腰间的柳叶青铜剑 几乎全部泡在血中 这一幕 看到我格外心惊 后方的顿空 面色煞白 脸上都是金句 何止捂住了嘴巴 手也在发抖 我此前 从未见过柳家 任何一个道士 在我面前用过这样的招数 这 应该是他们的杀兆 就如同我平时 不会使用的杀术和生术一样 也就在这时 柳正道往前踏步三下 严厉肃杀的咒法声 从他口中喝出 孔圣次我玲珑心 我闭环是于天庭 一血肚剑灭斜碎 以心破磨死无鱼 他猛地抽住了腰间的一处 狠狠将其拽下 那是一条不带 不带上缠着的 就是那些柳叶青铜剑 这一瞬间 柳正道身上的正气 消失不见了 不 不是消失不见 而是被另外一股气息所覆盖 那气息 是疯狂 似是同归于尽的疯狂 同时那些活尸和撞碎之人 已经快要接近到柳正道面前 柳正道没有闪避 又往前踏了七步 盖文 天元地方 律令旧章 无精斩除 除去摆秧 九剑去天秧 九剑去地秧 九剑去鬼秧 斩雀诸魔鬼 亡两字消亡 斩雀诸恶事 俗事自安康 无缝玉皇律令社 柳正道的双手 分别拽住布袋的两端 手一抖 布袋朝着里侧一凹 紧接着又朝着外面一推 骤然间 所有柳叶青铜剑 都从不带上飞射而出 那些青铜剑 飞速地射向最前面的那些 撞碎镇鸣和活尸 几乎每一把 都扎中了其中一个人的头顶 柳正道双目圆征 整个身体 却朝着前方列起了两步 似是要摔倒在地 但他又骤然驻足 稳定了身形 他再次拔出腰间的青铜剑 目光严厉地盯着后方 十余个剩下的活尸和镇鸣 大量的黑气 忽而从老林子西侧升腾而起 这一瞬间 我手中的定罗盘 指针旋转的速度 几乎要迸射出天盘 找到了 我立刻一声 直接朝着西方奔去 现在 我顾不上去管柳正道 我只能相信 他一定不会有事 因为 他是柳家道士 还是柳天牛的儿子 何至紧随我身后 他眼眶泛红 眼中杀鸡更是汹涌 转瞬间 我们就来到了西侧方位 这里是树木稀薄的地方 火势最弱 定罗盘转动 已经出现了破阴 浓烈的黑气 从西侧林子外头的一口 漆黑棺木中涌出 我飞速手起定罗盘 取出地质笔和天干燕 咬破舌尖 我再吐出一口血来 沾了血沫之后 我大步走至那漆黑棺木前头 地质笔落在棺木上方 飞速地勾勒符转 我画出来了一张在宅经之中 都极为特殊的符 此符顶端是一个繁写的狮字 直接盖过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棺材盖顶头 那狮字一撇往里凹陷树下 右边则是两个狮字封边 每一个狮字都剁出五头 依靠着繁写狮字那一撇 又写下戒生二字 填满了那一部分的符文 再在这整个部分符文的右侧 写下一个歪歪扭扭的人 刚好和这符文并行 最下方平分成两边 一边以一个戒字为顶 下方是一个封 封的大小和上方符一样 那封字中间的五 却被组合灵填满一半 剩下的一半 则是一半为雷起的七个人字 一半是两个狮字 这部分符的另一边 就不再是符文了 而是三段竖起来的话 分金勇富贵 子孙兽侠灵 六丁守木转纹 这道符勾勒而成的瞬间 漆黑棺材上的黑气 顿时就不再外意 我只觉得胸口一闷 像是被重重击了一拳 险些喷出一口鲜血 我紧咬着牙关 将这感觉强忍下来 何至面露惊喜之色 脱口而出 阴阳 震住了 我粗重喘息了两声 盯着棺盖 声音极为沙哑地说道 短暂震住了那股气 但开关之后 就会消散 能给柳道长一些时间 他若是能将所有的活尸 和撞碎镇鸣终灭 那就无碍 我额头上的汗珠 大颗大颗地落下 其实我也没料到 这道符 能够镇住 汗拔棺材一出的黑气 这道符 不应该用在这里 六丁守木转纹 能压住一山之阴阳气 它本身的用处 应该在旋女分金大藏 不过 即便是在宅经中 那都是极为高深的藏法 至少在过往 二十六代阴阳先生的手闸中 我都没见有先被记载过 有什么地方 使用过这旋女分金大藏 思绪落定 我扭头看向了 另一头的柳正道 刚才那一股黑气 没能让那些 被柳叶青铜剑 扎穿头部的镇鸣 和活尸 恢复行动力 月光下 它们的身体 正在迅速溃烂 溃烂的速度 远远超过恢复的速度 而此时 刚才那股黑气 已经快要散尽 没有了棺材 继续散发出的黑气 剩下的那十几个活尸和镇鸣 完全不是柳正道的对手 柳正道虽然消耗不少 但依旧占据上风 片刻之后 那一部分镇鸣和活尸 已经半个身体都溃烂了 这种程度的溃烂 即便是有滔天生气 都再无回天之力 与此同时 汗拔的棺材 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顶端的棺盖 碰 这一声 居然直接四分五裂 碎木炸开 连带着符纹 也全都崩碎 一口尸体 从棺材里头树立而出 冰冷和湿气 扑面而来 火光和残月映射下 那是一具身材 极为高大的尸体 她身穿深蓝色的蟒袍 头戴冠帽 花铃垂在脑后 漆黑的长发片 缠在脖梗上 正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淌水 铁青色的脸 凹陷的面颊 圆征的双目 无不透着死气和冰冷 这汗拔身高至少超过七尺 端得是高大无比 给人极重的压迫力 此外她脸上 还生了很多漆黑的长毛 大都集中在口鼻处 所以 我能瞧见她的脸 却看不清其口鼻 一阵阵黑气 从汗拔的身上冒出 那浓郁的黑气 瞬间接近了我和何志 一大部分朝着柳正道那边涌去 我拦不住这无形的气 但此时柳正道那边的镇鸣和活尸 只剩下不足四分之一 就算是黑气过去 对柳正道而言也不足为惧 得灭了她 她好像有魂在身体里头 何志刚开口 她的脸色忽然变了变 露出一股极为痛苦的深色 我心头同时生起一股强烈的心迹 因为有一部分黑气 缭绕在我和何志的身上 他们就像是粘稠的水雾一样 粘在身上根本驱散不开 更让人心惊的是 有一股吸扯力从四肢百骸传来 像是身上的水分正在被抽干 我尚且还好 身上震雾多 还有扇尸丹给命述的变化 让那黑气没那么容易伤到我 何志的状况就差了太多 一瞬间 他的头发都失去了光泽 后退 我嘀喝了一声 可何志并没有后退 他忽然举起了右手 他右手上戴着灰仙手套 食指的位置 绑着的正是那汗拔的手指 他的魂在身上 或许可以拔出来 再以他的指头将其点破 何志喘息了一声 一字一句地说道 可 我刚说出一个字 嗓子眼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因为这会儿 我还没想到办法 何志的法子 或许真的有用 我快步来到何志的身边 取出通俏分金尺 以扬面 直接按在了何志的后心 震雾落至他身上 他身体一抖 那些黑气 仿佛都无法接近 反倒是更多地朝着我萦绕而来 走 我低声开口 同时稍稍用力 何志被我推向前方 他也迈步往前 转瞬间 我们就来到了汉拔的身前 他并不是活师 只是凶师 饶是他凶 也只能依靠着撞碎害人 我的命格 命中 不怕被撞碎 何志身上有通俏分金尺作为证物 更不怕外邪入侵 汉拔那双眼死不明目的眼睛中 透着怨毒和狠力 何志将左手手指 飞速塞入口中 顿时 三根手指被咬破 溢出的鲜血被他全部 滴在了右手的灰仙手套上 请客 灰仙手套的五指被染红 其中一指是黑红色 那是汗拔的手指 何志口中低难 是我听不懂的术法 同时 他抬起腿 落至棺材边缘 整个人一跃而上 双腿站在了棺材两侧 破直拔魂 何志的右手 直接朝着汗拔的天灵抓去 何志手指 落在汗拔天灵盖上的瞬间 他的头发变得更加干枯 甚至是脸上的皮肉 都开始变得脱水一般 起了细腻的干皮 何志发出一声闷哼 脸色更为痛苦 不行的话 还有别的办法 我低声喝道 眼见何志如此煎熬 又受到这样的轻蚀重疮 我的心口都在流血 我脑海中拼命想着破汗拔的对策 只是 地上堪于所有的法子 都被我想了一遍 我都没想到更好的办法 我额头上汗水直冒 成了痘大一刻 地上堪于 始终是风水术和阳算术法 更多的手段 还是靠着风水位 给我时间 我可以找到一个大学 镇压汗拔 但现在让我拿出来一个杀招 我一时半会儿 我的思绪 忽然戛然而止 瞳孔顿时紧缩成了一个小点 杀术 接音婆的杀术 我多年未曾使用 如今我的命补权 命格强横无比 如果用杀术 倒是可以和这汗拔一拼 只是 我却没有准备活击 当年被苗光阳说过之后 我几乎就放弃了杀术了 我思绪只是电闪之间 就在这时 何至颤生说了句 是厚重的死气 封住了他的体 阴阳 你没有那么狠力的术法 恐怕就算让那柳正道过来 他都很难破这些死气 将他最脆弱的魂魄拔出 才能灭了他 我们没有第二个办法 正是因为何至的这句话 我陡然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万物相生相克 有死必有生 风水大学是生气镇压 那极为强烈的生气 自然可以破死气 一旦死气被破 或者被削弱 那这汗拔 还怎么挡住何至 我没有再制止何至继续拔魂 在破掉汗拔之前 何至知道我的手段 他不可能离开 只能我们全力以赴 解决了他 刚才何至跳上棺材的时候 我的手就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 但通翘分矜持 依旧压在他后心 因为当我将其用作震物的时候 何至被外邪侵入 这通翘分矜持 就会紧粘着他身体 这是震物抵抗外邪的本能 所以 何至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 我快速朝着棺材后方走去 到了汗拔的背后 猛的 跃上棺材 双腿站在了棺材两边 盯着汗拔的后背 我先取出来了接音匕首 划破了自己的食指指度 同时 我低声说道 这儿 我不确定这一招是否有用 若是有 这汗拔被我们夫妻诛面 若是没有 我们只能暂退 再密他侧 何至整张脸紧绷着 喘息地点点头 此时 他的手压得更用力 从灰仙手套的扭曲程度 我能感觉到 此时他的指关节已经变形了 强压着思绪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将食指朝着那汗拔后脑勺点去 我分别点了他的左右两侧 耳后鼓起的地方 流下来了自己的血 手指传来一阵痒痛 还有冷意 我忍住这种不适 又抬起食指 按住他后脑勺的中央 下一刻 我低声道 以指为笔 以血代末 以汗拔为止 以死命成生机 其实这一段 术法完整和原始的 应该是以指为笔 以血代末 以胎儿做止 以先天命在生魂 此术 是接鹰婆的生术 杀术我没有条件 无法使用 而且何之都说了 柳正道都无法破汗拔 那杀术应该不起作用 生术 是以十年阳寿作为代价 本来是接鹰婆 用来救死鹰的 我用在此处 用我的十年阳寿 去冲着汗拔身上的死戒 正常的接鹰婆 十年命或许不够看 可我的十年命 不光是阴阳先生的十年 还有膳师丹的命术填补在内 要是这汗拔 连这都能承受 恐怕就是命术使然 我们无法直接将它铲除 我的思绪 并没有影响我的动作 我的手还在动 一道符 正在逐渐成形 以后脑整骨为起点 两侧聚鳄骨为边界 符越来越完整 我再次低难道 前世符位 六世六煞 天世天矣 鬼世无鬼 或是祸害 绝世绝命 严世延年 生世贪狼 前六天五获 绝言声 朱笔落字 麒麟震魂 我咒法结束的瞬间 整张符转 彻底称星 顶头有横向的三点水 水为阴 还是生机 下方是一个缝 紧接着射领 从上而下并连 再往下方 是麒麟震命 最底端 是一个钢字收尾 这是街音婆 唯一一张符 十年生机 麒麟生树符 我只觉得身体一阵 从体内升起的 是强烈的疲惫 食指的位置 传来流淌感 就像是血液 在飞速地往外流逝 无法停止 没有终点 本能的感觉 让我要抽回手指 可我忍住了 并没有抽开 现在的流血 混合流出的 还有十年阳寿 这是二五精气 在灌入麒麟生树符 如果我现在抽开手指 这符就会失败 它会停下 停下来的时候 符才会从里而外地成形 我的呼吸变得越来越粗重 双眼越来越红 疲惫乏力的感觉 忽然强烈了数十倍 我再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流血的感觉消失不见 我手指自行从内服上落下 眼前一黑 我整个人都朝着后方倒下 重重地落入了汗拔的棺材里头 灵坠落的瞬间 我听到了痴的声响 那声音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扎穿了某种硬物一般 何至喘息颤抖的声音 在耳边响彻 断魂 汗拔的身体在剧烈颤抖 身上更是一出大量的污血 血滴落进了棺材里头 有一部分滴落到了我身上 带来一阵强烈的冰冷和刺痛 我痛哼了一声 挣扎着挪动身体 朝着棺材后方靠去 滴滴答答的声响 汗拔的血流得越来越多 棺材底部很超湿 我一时之间都分辨不出来 这到底是棺材本身的湿 还是血流得太多 将整个棺材都浸满了 何至急促而又粗重的喘息声 同时进入我耳中 我靠到了棺材里侧最后方 挣扎着想要站起身 只是身上的虚弱 还有脑袋里头的眩晕 让我一时半会儿没站起来 阴阳 没事吧 何至断断续续的话音 从前方传来 我强忍着身体不适 撑着回了句 没事 你先离开 我马上就出来 我咬了咬舌 疼痛刺激的 我稍微清醒了一些 我等 何至的话音再次响起 可他还没说完 毫无预兆 砰的一声乍响传来 树在棺材里头的汗拔尸体 居然在刹那间 炸裂成了无数血肉 极大一部分 全都冲到了我的头脸上 那骨子气浪 让我重重撞击在了棺材壁上 我眼前一黑 几乎就失去了意识 领我最后昏迷的时候 我先听到了何至的惨叫 柳正道的低吼 以及顿空的惊声 我整个人都陷入了黑暗 不止一次陷入这种境敌 这种黑暗 几乎都要让我熟悉了 意识浑浑噩噩的 也不晓得到底过了多久 当我勉强清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 自己还是躺在棺材里头 阳光照射在我身上 我只觉得 口鼻中都是湿臭 入目所见 整个棺材里头 都是漆黑的碎肉 伴随着湿漉漉的血水 让人作呕 尤其是头脸上的粘稠感 更让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这儿 我脑袋清明了不少 回想起来 最后何知的惨叫 我猛地从棺材底部站了起来 眼前忽而又是一黑 脑袋传来强烈的眩晕感 我死死抓住旁侧的棺材边缘 撑着没倒下 咬着舌尖 让自己清醒过来 我翻身出了棺材 汗拔的碎肉 不只是在棺材里 也不只是在我身上 这外面的地上 同样满是榨碎的肉糜 乌血浸透了地面 在阳光下乌黑黏腻 右侧 是漆黑的老林子 这不再是阴气的黑 而是焦炭一般的黑 浓郁的糊味冲散了一些湿臭 我目光扫过前方 看到了地上倒着一个人 他身体蜷缩成了一个瞎子 一动不动 生死不知 这人不正是何知吗 我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眼眶通红 脉步就朝着他跑去 可我的脚步却蹒跚浅 生疏的副作用比想象中的要大 等我跑到何知身边的时候 身体一歪 再控制不住平衡 栽倒在了地上 强行撑起身体 我却将何知的身体翻了过来 他身上染满了血 不只是汗拔那污浊的黑血 还有很多鲜红的血 是他也受了伤 何知的胸口微弱地起伏 他还活着 我眼眶更红 那一瞬间 我心都快腾碎了 你不会有事 我声音沙哑到了极点 眼中的湿液热辣滚烫 从糖妆里头摸出来一个针带 我快速取出一根银针 顾不得其他 我直接将银针 刺穿了何知的眉毛 这时候 他的眉尾已经在脱落 甚至眉骨 有要断裂的征兆 伤及性命 才会损伤饱受功 我用了两根银针 固定何知眉形 又用了两根银针 刺穿了何知的人中 将人中的面相固定下来 只是 他嘴角居然有枯白之响 死死盯着他的身体 我发现那些混杂鲜血的地方 分明扎进去了骨刺 之前那汗拔炸开的时候 不只是血肉糜烂 骨头也碎了 我低头看自己的身体 才发现 自己身上也有不少伤口 同样有被细小骨刺扎穿的地方 刚才尸体炸开的力道并不大 不至于让何知伤势如此严重 通过他此时的面相 我已经可以肯定 他中了汗拔的尸毒 我 居然没中毒 恐怕还是扇尸丹的作用 尸头菇的毒 扇尸丹都能化解掉 这汗拔的毒 不如尸头菇 我思绪间 小心翼翼地 将何知身上的骨刺拔了下来 接着 我将他从地上抱起 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那边的地上 横七竖八 就躺着不少人了 大部分都是镇鸣 以及活尸 他们都已经被镇住 没有了丝毫的动静 最外延的位置 地上还捣着两人 一人是顿空 另一人便是柳正道 柳正道伤势最重 他胸口本身就有伤口 很多肉糜都粘在其伤口上 一些骨刺也扎在血肉中 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恶寒感 柳正道同样是中毒暴毙面相 我立即将何知放下 又再去看顿空 我的心更像是被重拳击中一般 顿空躺倒在地上 小脸苍白无比 虽然他只有在肩膀的位置 扎着一根手指头粗的骨刺 但他依旧中了汗拔之毒 我强忍着心颤 用银针分别固定了柳正道 和顿空的面相 确保他们微弱的呼吸 都变得平稳之后 我才将他们朝着路上 逐个搬过去 路对面有正名的院子 我没有迟疑 又将他们全部搬进了 一个正名家中 院中空荡无人 堂屋的门也大打大开 我先将何知和顿空 放进一个房间 又将柳正道 放入另一个房间 先去打了干净的井水 将他们身上的衣服 都分别脱了 擦洗掉身上的血污 去掉了所有骨刺 最后处理完他们的伤口 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之后 我才进了这院子的厨房 我找出来了三只碗 又取了一柄刀 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 我毫不犹豫 直接一刀落至掌肚上 刺痛传来 鲜血瞬间流淌而出 痛伴随着温热 身体逐渐变得更虚弱 汗拔之毒对我来说无用 但绝对非同小可 我不知道我的血 对于柳正道 何至顿空有没有用 但现在我别无办法 只能试一试 血开始流淌得快 到之后就缓慢下来 我觉得手臂在发凉 脑袋一阵阵的昏厥 完全是意志力强撑着 才没倒下 我整整接了两碗半的血 端起一只血碗 我勉强先进了柳正道的房间 将血灌入了他的口中 柳正道本来微弱的呼吸 开始变得有力了一些 不再是那种濒临断气的感觉了 我心头惊喜 将碗中所有的血 都给他喝了 柳正道的脸色 逐渐变得红润起来 我喘着粗气 起身又回房间 端另外两只血碗 顿空的伤势最轻 我就先给何之危险 最后才给顿空 做完了这些 我再撑不住身体的虚弱疲惫 昏倒在了地上 我没有意识黑暗 只是因为太过虚弱 短暂地失去了思维和感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并不是躺在地上了 我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 身上穿着一件白衣 薄被搭在腰间 上方是屋梁 蛛丝搭成了网 还有一些蜘蛛 再来回爬洞 虚弱感再一次传来 我只觉得身体空荡荡的 又好像要昏厥过去 闷哼了一声 我撑着坐起来身体 鞋靠在了床头 喘息好一会儿 我总算清醒了更多 左右看屋内 还是之前那个房间 何之和顿空却不见了 这儿顿空 我勉强喊了一声 屋门忽然一下子被推开 匆匆迈不进来的 正是何之 他穿着我之前 给他换上的布衣 脸色还是虚弱的苍白 嘴角略有乌黑 阴阳 你醒了 何之的脸上 净是惊喜 他到了床边之后 赶紧搀扶住我 我勉强笑了笑 示意他我没事 我抬起左手 轻轻按住了他的脸颊 仔细地观察他的脸 何之抿了抿嘴唇 没有躲开 却满眼心疼地看着我 我再三看过何之的面相 他眉毛没有继续脱落 只是隐隐地 眉形有了一些变化 本来他的长眉 稍稍有一些变短 狭长的人中 弯曲了几分 嘴唇的发黑 是因为余毒未消 面相的变化 却是寿命受到了影响 我守卫颤了两下 眼眶又泛红了几分 阴阳 你怎么了 何之不安开口 我没事 我声音变得更沙哑 目光看向屋外 稍微躲开了何之的眼神 顿空呢 我看着屋门 问何之 顿空在看着柳道长 柳道长的伤势太重 我怕他撑不过来 何之低声说道 他低下头 又看着我右手 我刚才其实就发现了 我右手缠着布条 显然 何之还帮我处理了伤口 你放血 给我们解毒 是吗 何之小声问我 我勉强笑了笑 可始终笑不出来 更多 我的确是放血给他们解毒 但从何之脸上就能看出来 这毒没解掉全部 甚至是影响到了寿命 放了一点点血 无碍 我要去看看顿空和柳道长 此地 不能久留 我喘息了一声 开口说道 何之马上搀扶我下床 他声音颤抖地低难道 三个血碗 是一点点血吗 你都昏迷了两天了 我面色一变 两天 片刻后 我被何之掺着走出房门 进了另一个屋子 一眼我就瞧见了 坐在床上盘膝打坐的柳正道 以及趴在旁边昏昏睡过去的顿空 稍稍抽了一下手 我低声道 你去抱一下顿空 我在这里看着即可 从顿空的侧脸上 我看到了同何之相仿的面相 我更觉得心疼男人 可现在直说 未免让何之担忧 所以我没开口 何之很听话地过去 将顿空抱了起来 朝着屋外走去 我走到了床边 看着柳正道的脸 他嘴唇的黑衣更多 胸口的伤势 明显经过了简单的包扎处理 应该是何之帮柳正道 治疗了外伤 柳正道恢复的不如何之 应该是他中毒更深 毕竟何之和顿空 都是受伤中毒 柳正道是胸口的血肉 暴露在外 被汗拔屎肉侵入 迟疑了片刻 我本来准备在放血 可身体的亏空 以及骤然出现的心计 让我放弃 生疏的消耗 还有之前的放血 几乎让我身体到了临界点 我在消耗 恐怕会失去行动力 到时候 就没办法离开十年镇 也不能及时再想到对策 帮何之和顿空 柳正道再解毒了 就在这时 柳正道的身体忽然一颤 他猛地张开口 扑的一声 吐出来一大口污血 我朝着旁边闪躲 这口血才没喷到我身上 柳正道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面色虚弱 嘴唇的黑 稍微褪散了一些 这让我略松了口气 柳道长 我低声喊了一句 柳正道扭头看我 嘴角抽动了一下 点点头 多谢 柳正道的话音 依旧透着疲惫虚弱 道长严重 我沙哑答道 柳正道再次开口 低声道 汗拔之毒 毒入骨髓 他骨髓伤人 此毒解之太难 十年镇不能久留 我勉强能行动了 你也醒来 我们得立即离开这里 我抬手要搀扶柳正道 柳正道却示意不用 他自行下了床 虽说他中毒深 但看上去行动力和精力 都要比我强很多 我做了个请的动作 柳正道扭头看了我一眼 却面色复杂地说了句 李银阳 你的头发 白了 我面色一正 还没等我开口 柳正道又说了一句 柳家有一道符 消耗寿源 就是完整的压阵神咒 我当时看到了 你用了一张符 麒麟生树符 用那符破了汗拔的死线 你 消耗了多少寿源 我完全没想到 当时的那一幕 柳正道居然看见了 沉默了片刻 我回答道 十年 柳正道的眼皮狂跳 他看我的眼神 带着一丝敬佩 更多的还是复杂 一张符 十年寿 阴阳先生也有这等手段 你也有如此魄力 正道替免遭汗拔涂炭的 百姓们谢过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只好又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柳正道不再多言 脉步朝着屋外走去 进了院子后 柳正道站在院中晒太阳 脸色又恢复了一些 我去刚才的房间找何志 说我们现在走 何志略诧异 我告诉他柳正道已经醒了 此地不宜久留 他这才点头 轻声将顿空叫醒 他一边抱起顿空 一边对我说 之前的糖庄 他已经给我洗干净了 让我换上 我才看见 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叠着一套糖庄 我那些家伙事 全都在糖庄上头 过去将糖庄穿上后 我又将一阴家伙事都装好 这才和何志 顿空出屋 顿空跟在我身边 低着头 一直没说话 柳正道和我们点点头 便朝着院外走去 院外能看见老林子 两天过去 那边还是如同两天前 没丝毫变化 我微眯着眼睛 回想起来 一件令我微微后怕的事 那阴阳先生 在我们斗起来之前 就提前跑了 如果他没背下跑 那我们和汉拔两败俱伤之后 恐怕 他就能坐收鱼翁之礼 应该是我提前破了阵中的雾气 又算出来他的方位 这暗中无形的博弈 压了他一头 他才没敢留下来和我们死动 当然 他如果没走的话 恐怕局势还会有一些变化 他也未必那么轻易地 将我们兜收了 阵路的地面依旧干燥 阳光照射的脸有些生疼 我们已经快走到阵口 何志低声道 得先去个邻近的县城买马匹 或者路遇什么人 买下来几匹马 我们不能 爹爹 娘亲 你们看 顿空惊叉的声音传来 他手指着一个方向 我和何志同时扭头看过去 顿时 我的心头又是一尘 正外路边缘的树林下 停着一辆马车 那不正是我们留下的马车吗 两匹大马在悠闲地吃草 我们看过去的同时 那两匹马 就像是察觉到什么似的 抬起头来 还打了两个响鼻 我与何志面面相去 这 他没有将马带走 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何志面色警惕 与其中更是充满了戒备 我同样诧异 因为 这的确不应该 马车就在那里 他不带走 难道其中布置了什么动线 柳正道的脚步 却加快了许多 朝着马车方向走去 他脸色苍白 嘴唇发黑 面颊凹陷 这副面相就格外虚弱 柳道长 小心一些 别直接过去 何志立即开口喊了一声 我脚步也快了不少 朝着柳正道追去 我怕他拖大 万一中了什么招 就阴沟里翻船了 结果柳正道 却停在了马车前面三四米的位置 低头看着地上 我到了他身旁 循着他目光看去 顿时 我脸色又变了变 草皮杂乱 似是被人踩踏多次 其中还有不少血迹 从痕迹看来 像是有人喷出来的血 前方的大马 又打了两个响笛 还发出了轻微的提声 就像是很喜悦一样 柳正道又看向了后方一些 神色平静地说道 枪族的马 都有灵性 不是谁都能带走的 我听懂了一半 隐隐有猜测 目光看过去后方 我眼皮都狂跳了树下 草皮地里 有两颗碎掉的牙 一下子 我就猜测到了大概的可能 那天 那阴阳先生 取了阵口的五色番茄 他也不敢进来找我们 就想要带着马车走 结果 他竟是被马踢断了牙 何志和顿空 也跟上了我们 顿空蹲在地上 用一张纸包着手 拨来了那断牙两下 何志轻声说了句 如果一蹄子踹中他喉咙 他就一命呜呼了 我没接话 先生哪有那么容易死 倒霉一次 已经足够警惕了 柳正道继续走向马车 他到了门口 探头检查了一下内部 喊我们过去 我示意他和何志 顿空上车 我来赶车 柳正道沉默了一下 说让我们坐在后面 他来赶车 我们还有事情没做 我诧异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 何志眼中也有疑惑闪过 柳正道又做了个请的动作 我就只能先上车了 我们一家三口都进了车内 柳正道开始赶车 可他却朝着阵内方向而去 那一瞬我就明白了过来 我和何志忽略了什么 三长老的尸身 还在地势之中 随着马蹄的踢踏声 车轮的滚动声 车进了阵 一直到了一个院子门前时 柳正道下车 静止入了院内 约莫一颗钟之后 他从院中出来 尖头扛着一卷草席 显然 三长老的尸身在草席中 我们并不怕尸体 也不会介意 尤其这是柳家道士的尸身 他们为匡扶正义而死 应该被人敬佩 我在马车门口接过草席 将尸身放置在了车厢右侧 我坐的后方 柳正道站在马车前头 一下子却不动了 他眼中闪过几分茫然 这下我就明白过来 柳正道现在是没有去向 三长老丧命 他离开枪足 如今枪足未平定 他回不去 此时自然没归处 思绪落定 我开口道 柳道长 若是不嫌弃 可随我们去九河县 大长老曾在九河县 斩过一具汗拔 也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我们养好伤势后 若是你想去找大长老 我替你点名方向 我也能替三长老 逆一封水大学 让他安息 稍作停顿 我又道 如今柳道长你身上余毒未消 不适合在行走在外 柳正道沉默两酒后 才点了点头 你和我说明方向 我来赶路 柳正道又开口道 我没再说其他 只是点点头 再回到车内 我和柳正道点名了方向 马车又上了路 何志和顿空 依靠着车壁坐着 顿空大多时候低着头 偶尔抬头看看我 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 何志看我的眼神略有不同 他眼底都是心疼 我抬手 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顿时就明白了 何志这眼神的缘由 无碍 膳师丹的效果很大 白一些头发 倒不会对我有所影响 我轻声安慰何志 何志勉强笑了笑 对不起 爹爹 顿空抬起头来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下一刻 他就扑进了我怀中 轻微地颤抖 哽咽地哭声 一下子就触及到了 我内心的柔软处 轻轻拍着顿空的后背 我低头轻语 顿空 爹爹从来没有怪过你 只是教你 怎样才能保护好自身 顿空唾气得更厉害 这时何志擦了擦眼睛 哽咽道 那你呢 我沉默 和何志对视 我不想让你冒险 可你不但冒了险 还在拼命 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办法 并且这损失 我能承受 我回答道 那能不能 再找一次料成 你还不到三十 大哥也没有你头发 这般花白 何志又小声说了句 我脸色微变 语气都重了很多 当即说了句 不行 我语气太重 何志显然被我吓了一跳 他不安地看着我 花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 顿空也没哭了 抬头 呆呆看着我 看他们母子俩的模样 我又是一阵心疼 料兄和我 缘分已尽 除了他来找我 此生 我不能再去找他 我一手扶着顿空的头 身体微微前倾 过去抱住了何志 何志低声唾气起来 车厢内的氛围 一时间低沉到了极点 马蹄声踢踢踏踏 车轮碾过地面 发出的声响 传入耳中 过了许久许久 何志总算止住了哭声 他沉沉地靠在我肩头 睡了过去 我把他平放了下来 又将一张宝毯 盖在他的身上 顿空蹲坐在原处 一直正正地 看着何志的脸 爹爹 娘亲和我 还有柳道长伯伯的脸色 都很差 顿空忽而小声说道 我们是不是中了尸毒 还没有解开 我的身体 顿时就是一僵 对于柳正道 我是直说了 余毒未消 至于顿空和何志 我就怕影响他们的心态 不打算现在说 没想到 顿空直接就问出来了 徐福的阴阳符 根源在地上堪于 顿空虽说没有学基础的阴阳术 但是它本质上 使的还是阴阳术 能看出来这些 也不意外 我们会死吗 还没等我说话 顿空又更小声地问了一句 不会 只不过是那汉拔临死反扑 我们只要到了九和县 有时间好好休息 爹爹就会找到能解读的名医 顿空你听爹爹的话 莫要胡思乱想 我神色凝重 语气也郑重笃定了不少 好 顿空认认真真地点点头 乖巧趴在何志身旁 很快睡着了 我背靠着车臂 看着自己的右掌 骑上纱布 隐隐渗出血来 汗拔之毒 没那么轻松 否则的话 就不至于能改变面相 我心头不由地 升起一层阴霾 赶路的时间很枯燥 我去换柳正道 柳正道却拒绝了我 他表示自己能赶车 也能休息 柳家道士的性格执拗 一个比一个怪 我劝说不了 只能接受 我们一路上 朝着九和县的方向赶去 路遇其他的村镇 我就不再停留了 即便是那些村镇 还有一些事情 我都只能当作没有看见 行程不能再拖延 九和县有货家 我得通过他们去找名医 或者去洋人的医院看 能否解读 只不过之前我们绕路太远 即便是快马加边的赶路 还是花了足足十天 我们才到九和县 刚到了县城口 柳正道就淤了一声 马尔打着响笔停了下来 我和何志 顿空被晃了一下 顿空探头往外看去 他惊喜地喊了一声 爹爹 是黄七 与此同时 车门外传来一个激动颤抖的声音 先生 多半年了 您总算到了 何志的脸上 有温和的笑容 他抬头看我 我心头唏嘘 情绪也泛起几分波澜 我抱起顿空 同何志一起下了车 黄七就站在马车前头 他穿着一身干净利落的布衣 头上戴着顶帽子 脚上是一双白布鞋 全身上下都打理得格外体面 多半年没见 他的脸更圆润了几分 显然 这半年 他身体痒得不错 黄七的身旁 还站着一个攻着背的人 那人也冲着我和何志行礼 毕恭毕敬地喊了句 先生 夫人 那人 不正是卸满仓吗 我点点头 露出满意的神色 道 看你如今模样 我便放心了 黄七又和我行了一礼 他咧嘴 是发自内心的笑 黄七到了九河县 就每天在这里等先生 先生回来 黄七心头这一口大石头才落地 许叔的铺子 我收拾得很干净 您是去那边住 还是要去我家 黄七更恭敬地说道 我们自己去丧葬街 你去一趟霍家 告知霍昆明 我想请他帮忙 将方圆百里范围的名医 都请来九河县 我开口回答黄七 黄七愣了一下 他面色正宗不少 道 我这就去办 满仓 你给先生 他们牵马 谢满仓赶紧点点头 走到马车最前头 牵住了大马的缰绳 这期间 柳正道一句话都没说过 反倒是闭目在马车上养神 谢满仓对着两匹马 从神色上都透着爱惜 他当了一辈子车夫 养了一辈子马 有这种神色倒是正常 何知告诉我 他在马车上待久了 不想坐车了 要走回去 我姿势点头答应 他高兴了不少 顿空也从我身上下来 一边拉着何知的手往前走 一边左右四看 我心头的情绪 是熟悉中带着淡淡的遗憾 还有几分感伤 何知更多的 是恢复了十几岁小女孩的那股雀跃 顿空则是对这里的好奇了 不多时 我们就经过了九河县码头 八年时间过去 码头的变化颇大 整体拓宽了不少 木制的地面在阳光下被踩得泛光 大多船夫 渔民 工人的衣服 有了明显的变化 不再是当年那般破旧 都要干净整洁了不少 大多人脸上都是充满了干劲 没那么多死气沉沉的感觉了 悬河的水面波光淋漓 充满着生机 我远眺悬河上游 又想到了洪松县 我娘在那一段的悬河流域停留 还有福气 过段时间 等何知和顿空休养恢复了 我就打算带他们去见我娘 再将其超度下葬 阴阳 我想带顿空回一趟何家村 我们再回李家村看看 好不好 何知忽然停了下来 认真的看着我 轻声说道 好 我点头 何知脸上笑容更多 他又道 此番回来 你也算光东药祖 我并未让爷爷失望 咱们再修一座大宅 让爹九泉有灵 也高兴高兴 好不好 我正住了 一时间心头酸涩 眼眶泛起一阵失忆 好 我用力点头 阴阳 你可是地上看愈的 出黑阴阳先生 可不能在这里掉眼泪 何知笑叶如花 伸手捏了捏我的鼻子 我抬手 握住了他的手 有些哽咽的低声说了句谢谢 何知又要说 我打断了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们都未曾让他们失望 老爷子当年 将你逐出何家 是为了让何家众人安心 一部分缘由 也是为了让我们能走在一起 如今 我想让你重回何家 至少在这名分上 不再作为驱逐之人 何知眼眶也红了 两行青泪顺着脸庞落下 此间过去了七八年 和阿婆必定早就返回了开阳 如今 何家他是当权者 我想要重归 需要他点头 召集何家鬼婆 再让我回归族内 何知咬了咬唇 低声继续说道 当年他就年迈 如今年事更高 不能再书信 让他来九和县 那我们便去一趟开阳 我开口说道 何知流的泪更多 眼中更是喜悦 我看着他的脸 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顿空 目光最后落到了柳正道的身上 或许 这是命数 不管是不是要让何知 重归何家 这开阳 我是必定要去一趟的 罗音婆的后人就在开阳 我得将金音婆的一波传承过去 恰好的是 大长老也在那里 柳正道前往了 就算是父子相聚 恰逢此时 柳正道睁眼 双目刚好和我对视 李先生 有何事吗 柳正道开口道 我笑了笑 摇头说 无事 柳正道微皱眉 又闭上了眼睛养神 爹爹 开阳好玩吗 顿空拉了拉我的衣角 开阳 有老黄 我轻声回答 哇 顿空高兴的都是蹦蹦跳跳在走路了 多谢 后方传来了柳正道的复杂话音 我又回头笑了笑 不再多言 何知取出来了手帕 擦拭了脸上的泪水 不经意间 我们已经走过了码头很远 来到了丧葬街的牌楼下 进街道内的时候 左右两侧的铺子 都有人探头出来张望 很快 我们就到了指人许的铺门前头 多年未曾回来 铺子还是老旧了不少 不过收拾得极为干净 我上前开了铺门 铺子里头 还是如同当年一般 只不过 却没有一个纸扎人 无纸扎 便显得空落落 何知 在低声和顿空说话 大致讲的 就是这铺子 是指人许的家 顿空更好奇了 同何知问个不停 穿过铺门 我们进了后院 院内的老槐树 还是如同当年 树身上那些弹孔 也还清晰可见 柳道长 请 我做了个请的动作 带着柳正道 到了一个房门前头 你先稍作休息 等大夫来了 我再来叩门 我吐了口啄气 说道 柳正道恩了一声 进了屋内 我又让何知和顿空去休息 何知却摇头 他说他去煮粥 好久没回来 想喝这里的槐花粥了 顿空则跑到了老槐树下头 仰头看上方 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去了其余房间 每一个都看了看 最后进了当年 我住的许昌林房间 回来的这一路 我大多精神紧绷 这会困意上涌 我就闭眼 打算小气一会儿 一觉沉沉地睡去 还是顿空将我叫醒 他置身告诉我 说黄七带着人回来了 我顿时就清醒了不少 直接坐起身来 和顿空点了点头 我翻身下床 走出了屋子 院子里头站着不少人 当头的是黄七 旁侧就是霍昆明 他见了我 神色兴奋激动 双手抱拳 深深地鞠躬下去 李先生 霍昆明的语气更为振奋 我立即伸手 搀扶住了霍昆明 没有让他在行李 前段时间 我就一直听到 关于李先生的传闻 此前我找过黄七 黄七说先生会回来 一黄眼半年了 您终于回了九和县 不只是霍家高兴 整个九和县都兴奋 您是从九和县走出去的先生 霍昆明话音 依旧有抑制不住的 振奋和激动 我沉丁片刻后 道 暂时 我不开门宴客 黄七所说的名医 霍家主可 话还没说完 霍昆明就立即开口 我已让家仆去 请各个医馆的大夫 也让人给周围县城 省城的霍家人打了电话 让他们找当地的名医 只是我着实没忍住 想先来见先生 再过一会儿 九和县的那些大夫 就会过来了 其余县城和省城的 我会尽快催促 先生是身体不适 霍昆明的话音 都紧张了不少 略有不适 我回答了一句 毕竟等大夫来了 一些消息也会流传出去 我没必要全部隐瞒 那我命人 将丧葬街排楼守着 不然我派一些小家族 还有县民来讨扰先生 霍昆明眼神严肃了不少 他立即转身 朝着院外走去 他离开后 何志才从堂屋出来 喊我过去喝粥 我拍了拍顿空的肩膀 让他去叫柳道长 顿空小跑地 朝着柳道长房门跑去 不多时 柳正道也一起出来了 坐在木桌旁 何志给我打了槐花粥 桌上居然还有香肠腊肉 黄七 你也坐下喝粥 何志轻声道 黄七嘿嘿笑了笑 坐在了我身旁 自家坐的腊味 我循摸着先生回来了 肯定得住在这边 我就提前被着了 我加了一筷子 送入口中 黄七满脸期待 我咀嚼了两下 心头却又是一正 闭了闭眼 我不再说话 每个不同的地狱 食物味道各有分别 黄七家做的腊味 我和爹当年做得很相似 而当年家中穷 这些肉食少 味道就记得格外深 一餐饭下来 我整个人舒缓不少 何志略不安地问我 银阳 我们身上的毒 严重吗 他这话 顿时让屋内的氛围 都压抑了不少 其实这段时间赶路 我都没有主动提过 何志也从来没问过 只不过 有的东西我瞒不住 何志和顿空的脸色 都愈发变差 差到就连何志本身 都能看出来 这不再只是面向上的问题 我们不擅长解读 大夫肯定没问题 我深吸一口气 开口道 等会儿大夫来了 都把脉诊断 我们就知道确切了 应该不是太严重 剧毒的话 我们应该回不到九合线 我说完这句话 何志的脸色 才稍微好看了一些 黄七不敢开口 他收拾桌上的碗筷 另一旁的柳正道 平静开口 先看大夫制毒 若是他们不行 我花时间 做出一些召集令来 聚龙我柳家人手 柳家斩鬼灭尸数百年 若是被汉拔堵死 那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何志的脸上 顿时露出几分喜色 我眼皮微跳了一下 其实 之前我就想问 关于柳家召集令的事情 三长老和柳正道 不敌那汉拔 为何他们 没有用召集令 肯定不是因为 他们是从枪组跑出来的 柳家本身 不可能有什么见细 现在听柳正道这番话 是因为召集令没了 看来 召集令的材料比较特殊 柳道长 若是你需要什么 你就告诉黄七 他会替你准备好 柳正道点点头 说了个好字 停顿片刻 我又告诉柳正道 先稍后几日 看看解读的事情 先落定 我再去蜜血眼 葬三长老 多谢 柳正道和我抱了抱拳 这期间 院外又传来了脚步声 我扭头去看 霍昆明走在前头 后方则是跟着 几个年纪不小的大夫 何志威咬着下唇 神色有些紧张 顿空到了何志身旁 拉着他的衣袖 霍昆明带着人到了镜前 他先和我赏了礼 才介绍后方各个大夫的名字 那些大夫一一向我行礼 他们看我的眼神 都带着恭敬 随即 那几个大夫的视线 都分别落在了何志 顿空 还有柳正道身上 不约而同的 他们都皱眉 眉眼都低垂下来不少 霍家主说得不明确 这三位就是病人 李先生可否说一下具体症状 当头一个大夫 慎重地开口问询 我沉宁片刻 并没有让霍昆明回避 大致我和这几个大夫 说明了失毒的情况 以及中毒的时间 几人脸上都露出金色 面面相去 他们上前 开始给顿空和何志 以及柳正道把脉 我同黄七 霍昆明就往后靠了靠 到了唐屋外边 这几个大夫把脉之后 又相互交换 把另一人的脉 每个人的脸色 都愈来愈沉重 半个时辰一会儿过 他们几乎每个人 都给何志 顿空 以及柳正道看过 最后几人又坐在一起 面面相去 他们几乎同时摇了摇头 长探出声 黄七的脸色不安 霍昆明神色 就阴晴不定起来 我心头同样沉了不少 片刻后 那几个大夫 同时走出唐屋外 当头的那个摇了摇头 后方几人也同时摇头 其中一个人开口道 李先生 三位的尸毒 已经深 霍昆明的脸色一沉 他微眯着眼睛说道 你们医术不够 无法医治 那大夫脸色一僵 先点点头 紧跟着又说道 这和医术无关 实在是这个毒 放屁 我找你们来 是觉得 你们年纪大 医术应该精湛 不是让你们来说丧气话 你们学医不精 就不要胡说八道 都滚出去 霍昆明扬起手来 直接就做了驱赶的动作 那几个老大夫 都吓得惊慌失措 朝着院外跑去 我一直没说话 只是面色很沉 何至脸色苍白 顿空一直也是不安 柳正道则是眉头紧皱着 霍昆明立即和我抱了抱拳 他面色透着几分不安 立即说道 李先生 你先莫多想 九和县不过一旦玩之地 等其余县城 还有省城的大夫来了 才能说定论 不 他们也不能说定论 这天下名义众多 真要是剧毒 哪有时间医治 那几个庸医 回头我就命人 去砸了他们招牌 霍昆明的语气 都带着严厉 无碍 我摇摇头 示意让霍昆明 不要那么狠绝 这时 柳正道却开口 和黄七口述一些材料 黄七毕恭毕敬地记着 又连连点头 说他马上去准备 柳正道说完 就起身朝着他住的屋子走去 我示意霍昆明 也回去休息后 才走进堂屋 黄七和我行了礼 就和霍昆明 一起往院外走了 屋内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 我的身体不重要 顿空一定要解毒 何智咬牙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要胡思乱想 都不会有事 我揽过何智肩膀 低声道 何智不再说话 他将顿空抱了起来 抿了抿唇 朝着房间走去 堂屋中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近站了许久 又坐了下去 取下来了尖头的长木匣 我迟疑了一下 想要起挂 可我又迟疑了 先生少给自己算命 之前那周方权就说过 知道自己命述后 总会潜移默化 改变很多东西 我怕给何智或是顿空 算出来一个极为不好的结果 深吸了一口气 我又将长木匣挂了回去 闭了闭眼 我极力让心态平稳下来 若是大夫不行 我还可以去寻善师丹 命述未定之时 一切都未可知 天色逐渐转成了黄昏 夜幕也慢慢降临了 我白天睡过一会儿 这时候就没多大困意 在堂屋里头坐久了 我心头也有些许憋门 便起身朝着院外走去 出了铺门 走过丧葬街 我一直往前走 直到码头那边 我才停下来脚步 站在码头上 悬河的风吹过我身体 良意又让我获取了一丝丝的冷静 当年的一幕 又在眼前重现 我闭眼 长长地吐了口浊气 就这么一直站着 我足足站到了后半夜 看过了时间 才转身走回丧葬街 回到了院子里头 何志和顿空都没出来过 柳正道也在房间 整个院内都格外寂静 我去了另一个房间休息 次日清晨 还是顿空将我叫醒的 我出屋后 何志刚好端着一锅粥进堂屋 他的脸色好看了不少 不 是因为何志化了妆 掩饰了脸上的气色 他本身容颜 就倾国倾城 诗上妆容后 反倒是比之前更为精致 甚至有种魅惑的感觉 我张了张嘴 却没多说其他话 进了堂屋 他给我盛饭 顿空则是去叫柳正道 等柳正道来了 我们都吃罢了东西 黄七和霍昆明又来了 黄七提着东西 显然是柳正道需要的材料 霍昆明后边 则是跟着至少十个大夫 他神色一直很紧绷 欲气严肃地说着什么 那些个大夫 一个比一个谨慎 当头的那个还在说 霍家主 你放心 比人留过羊 中医条内 针灸也不在话下 以往解决不了的绝症 在洋人的医疗手段前面 许多都不值一提 这毒 算不了什么大案 我肯定替李先生夫妇精心诊治 显然 何知的眼中亮了不少 我也略提了口气 那大夫说的没错 当初只认许在医馆 几乎被判了死刑 到了洋人的医院 却被救活 他所言非虚 转眼 他们到了堂屋前头 众人 向我抱拳行李后 我同样回礼 霍昆明将该说的都说了 我便无需多言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再接着 我就退出了堂屋 这些大夫 以刚才说话那位为首 其余人为后 又分别开始给何知 顿空 柳道长把脉 今天他们消耗的时间 显然比上次要长得多 把脉之后 众人无意不失露出 和昨天那些大夫相仿的神色 这不免让我心头微沉 再接着 他们围在一起商讨 柳正道倒是镇定 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何知神色不安 顿空则是小脸苍白 许久之后 我一手那个大夫走出堂屋外 他先和我恭敬行李 再做了个请的动作 低声道 李先生 可否借一步说话 何知和顿空都抬头看我 我沉默片刻 点点头 朝着前铺走去 大夫和霍昆明 同时跟上了我 我们到了前铺 那大夫进来后 就长叹了一口气 霍昆明眉头一皱 我抬手 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昨天来的大夫不少 今天数量更多 他们若都觉得无比棘手 恐怕就真的是棘手 霍昆明再发怒 并不会改变什么 只是在找大夫 再重复今天 那大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他瞥了霍昆明一眼 才唏嘘一声 民间有传闻 汗拔为天下奇失 所出之地 汗灾遍野 往往奇失有失毒 每种失毒都剧烈无比 一时三刻就能将人化作浓水 或是深江成失 李人早年间 见过一些重失毒的人 却都没有李夫人 少爷 以及那位道长严重 毫无办法吗 我没心 郁杰成了个疙瘩 笔原医术有限 但放眼如今中原地区 我觉得都很难找到 能解毒之人 只能掀开药方 雇本培源 暂且压制住失毒 稍作停顿 大夫又犹豫了一下 说道 李先生应该给他们 服用过一种药物 他们的毒薄弱了很多 才能保持生机和毒之间的平衡 顿时我瞳孔紧缩 接着点点头 那种药 有用 我立即就问道 大夫认为是药 可实际上是我的血 我用过膳尸单 血中生机足够强 未必还有用 若是还有 可以一试 大夫又道 稍等我片刻 我说完 就直接朝着院内走去 霍坤明和那大夫 跟在我身后 我则是直接进了厨房 先一步迈入后 我关上了门 他们两人则 在外等待了 我取了一只碗 又摸出来了接音匕首 毫不犹豫 我直接放了一碗血出来 脑袋隐隐有种昏厥感 我呼吸粗重不少 竟感觉有些站不稳了 之前的消耗 我一直没有多大时间调理 身体一直都有亏空 又用了一条 不扎住了伤口 我才端着 血碗出了厨房 霍坤明面色一惊 他盯着我手上的血碗 张了张嘴 没说出来话 那大夫眼中更恶然 他嘴唇动了动 也闭上了嘴 他小心翼翼地 接过去了血碗 又说道 我等要住在这里一段时间 替夫人 少爷 以及道长调理身体 除了汤药 还会治一些丹丸 稍微调养一段时间后 再让洋人的医院来看 结合之下 必有更大的疗效 你叫什么名字 我略疲惫 问询了他一句 华武 那大夫恭敬回答 好 华武 帮我妻儿调理好身体 压住尸毒 我保你一家安康 后世富贵 我低声说道 华武的眼中 顿时迸发出惊喜 不过下一刻 他却摇了摇头 认真道 李先生 行医治病 是大夫天职 况且夫人少爷 以及道长是需要救命的病 我不可用来换取什么 先生匡扶正义 救死扶伤 虽说不是大夫 但行的也是济世之事 我替先生排忧 实乃是前世积德 语罢 华武还拱手抱拳 显得更为尊敬 我沉默 忽而想起来一句话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以前我有所看法 现如今 我又有了另外一层看法 显而易见 华武就是一种好人 像是他这一类好人 太过无欲无求 只会付出自己 那这样一来 风险和辛劳他独占 好处却没有半分 换做先生来看 就是先生光做事 不收取报酬 这是要遭到命数的反噬的 恶人虽说作恶 但他们会用各种方式 来逃脱灾结 全部都将好处用在自身 自然能多活一些年头了 思绪落定 我才说到 行有行规 华大夫莫要推足 否则李某遭祖师爷唾弃 夜难安宁 我刚说完 华武就露出 诚惶诚恐之色 他苦笑道 那华某 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过先生放心 华某之子 绝非贪财之人 将来若是有财 也当尽做记民之事 我点点头 同样和华武抱拳 还了他一礼 其余的大夫 显然露出 渴望和羡慕的神色 霍坤明先看过了我 露出询问的眼神 我自然看明白了他的意思 点了点头 霍坤明立即转身 陈声道 李先生近日身体欠佳 华大夫医术高明 得先生垂青 但诸位也都有功劳 以后先生也不会坐视不理 此外 霍家会给诸位丰厚的报酬 绝不会亏待大家 顿时 那些大夫的眼中 也尽是兴奋了 华武端着鞋碗进了堂屋 他又低头 取出来了数个玉瓶 将写分开装好 其余的大夫在一旁观摩 同时 华武也在说一些药材的名字 让他们记录和去抓取 柳正道起身 朝着他的房间走去 何志和顿空先出了堂屋 母子俩到了我身前 顿空窃声声地 嘀喊了一声爹点 何志看我的眼神中 尽是心疼 无碍 我笑了笑 没等他说话 就先开了口 就在这时 堂屋内的华武又转过身来 他恭敬道 李先生 您和夫人还有少爷 都可以先去做药做的事情 这药 需要夜里才能调配好 无需在这里等待 此外 我也为您调试药物 补补身体 我点头 道 多谢 华武苦笑 说岂敢 就又开始去配药 我们去何家村看看 让你散散心 顿空也去祭拜 祭拜老爷子 我低头对何志说道 好 何志轻声回答 只是 他话音中 依旧有意不住的疲惫 我领着他们二人出了院 过了前铺 黄七和谢满仓 两人都守在铺子外头 先生 你们要出去 黄七恭敬问我 我和黄七说了去何家村 黄七立即看向谢满仓 谢满仓 则是做了请的动作 示意我们上马车 不多时 我们就到了码头 黄七很快找来一条船 送我们朝着何家村而去 七八年的时间 恍若昨日 只是各种经历的事情又太多 又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等我们到了何家村 如今的村子 比之当年的穷困 又要体面了不少 至少村口有了牌楼 村路还经过修缮 铺上了青砖 黄七在前头领目 他小声说道 多半年前我回来的时候 其实来何家村看过 早些年先生 你在九和县做的事情 让县民都对你爱戴尊敬 你不收他们的钱财 他们却在别处报恩 对何家村 以及李家村的人都格外的好 我点点头 却想到当初李家村的人死伤多半 几乎全村人 都对我和我爹恶言相向 时至今日 我却提不起来多少恨意 只是心头唏嘘 当时的乱世之下 百姓多愚昧 他们不懂很多事情 自然需要一个发现 我和我爹 刚好就处在了那个点上 不多时 我们就来到了何家院子外头 当年的院墙 就是种植的桑树 之后做乌鬼木棺 全都砍伐了 如今 院墙还是如同当年一般破旧 院内依稀也是当年光景 地上还都是木线 木块 唯独变化的是横生的杂草 我这就去找几个人 将这里清理干净 黄七赶忙说道 他立即转身 朝着村里走去 何智的神色伤感了许多 他正正看着堂屋门 眼眶泛红 片刻后 他牵着顿空 绕过了一些杂草 乱木 进了堂屋 我跟随在他们身后 何智几乎走过了每一个房间 又和顿空说了 这里就是他长大成人的地方 顿空一直小心翼翼地左右四看 眼中也逐渐多了不少好奇 指着墙上一些鬼婆子的东西 问何智那是什么 母子俩有了话题 就开始说个不停 何智也说 他小时候被和鬼婆打的经历 我坐在了中央的小木桌前头 晨停片刻后 我取出来了天干燕和地质笔 低头落笔 我开始画图 我画的是宅园图 是在保住这老院子的情况下 再修一个新院落 将其包裹起来 何智需要留下一些念想 而何家同样需要一个新宅 这期间 黄七回来了 带着人收拾院子 何智和顿空聊得差不多了 他又去看着 还让人修缮了屋内一些破损的地方 顿空 则是趴在我身边 看我画图 我足足用了一个时辰 才画好了一张宅园图 再三端项之后 我将其交给了黄七 让他安排人动工 一黄眼 时间都已经到了五十 我又让黄七去村里 给我们准备一些祭拜用的东西 黄七领命 匆匆离开 不过两刻钟的时间 他就带着一英贡品回来了 此外 他还提着一个竹梯子 说是给我们带的饭食 我们先行吃过了东西 这才离开院子 朝着柳林子走去 当年和鬼婆有一愿 她的尸体要葬在柳林子 我也给她选过其中的生气血眼 等我和何志到了墓前时 和鬼婆的坟头 多年没有人修缮 已经生了不少杂草 坟头上还长了树 在风水上来看 坟头生树 是生机充沛的体现 代表此学甚好 可时间长了 一旦树老或者枯死 还留在坟头 就会形成煞 我从何志那里逃过来板斧 又将坟头清理了一遍 这期间 何志带着顿空祭拜了和鬼婆 并让顿空叫了曾祖 临最后 我同样跪拜叩首 何志在坟前说了很多话 如今我们一家人 在阴阳界的名声 以及当年那些仇人 现如今都已经得到了报应 他让和鬼婆安息 一直到末了 何志才说 我们会去开阳 到时候他重新入何家 一定将他们这一脉的 何家鬼婆传承下去 并且还会多一个观数 柳林子里头没有风 可和鬼婆坟头前的名指 都烧得漫天飞舞 显然 这是和鬼婆九泉有之 他高兴 时间一晃眼 都到了下午三四点钟 何志才擦了擦眼角起身 他轻声说 这会儿陪我去李家村 我扶着他肩头 顿空则是拉着他另一只手 我们离开了柳林子 若木就能瞧见何家院子 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院外还有不少人手 被黄七带着测量着什么 显然 黄七已经交代完了 站在旁侧观看 我们出来的时候 他就赶紧跑到了我们跟前 和我迅速说了一番 我点头 事宜他办得不错 黄七迟疑了一下 问我们是要回县内了吗 他差不多都安顿完了 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之后 他每天来监工就行 我摇头 说去李家村 黄七又立即走向前方 给我们带路 出了何家村 上了刚才那条船 再到对岸的李家村 这李家村 就要比何家村看上去好了太多 甚至通往我家的小路 都是青砖 旁边还打上了竹制的栏杆 一路上走至我家门前 当年破旧的木屋 篱笆的院子 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 破屋虽说依旧 但是院子 却被立成了一米多高的砖墙 前头的院门上 还挂着一个牌匾 旗上写着阴阳先生 李阴阳老宅 我眉头紧皱了不少 黄七略尴尬 他小声说道 李先生 毕竟您从李家村出来 这村里头的村民 时不时会用一下您的名号 几乎九和县的人都会卖面子 这院墙是他们修的 看这屋子 好歹也 我闭了闭眼 摇摇头 轻叹了一声 当年我爹帮村民 不留于力 家中时常揭不开锅 最后他丧命 村民将他是做污秽 脏物 恨不得他魂飞魄散 如今 他们又不只是 受用我在此居住的余音 还要主动索取 黄七 届时你去找霍昆明 李家村的人不可贪婪 让九和县人都对他们一视同仁 我非圣贤 他们可以无知 我不怪无知者 但我不会帮仇人 遵命 黄七重重点头 我扫过这院墙 又看过屋内 再回头看前方悬河 这些年来 我闲来无事的时候 偶尔也会想起这里 当时我就想过 应该怎么修一个老宅 如今 那宅行已然在院中成行 顿空 看过娘亲的住处 再看看爹爹的 我抬手 摸了摸顿空的头 走入院内 我带他们进屋 屋内并不整齐 反倒是杂乱 有一些无险常当年留下的痕迹 屋子鸡脚被泡了水 腐烂不少 此外 还有被翻找过的迹象 这几年 没少被人光顾 我没说话 只是微微皱眉 黄七的脸色就不好看 他低声道 谁偷过这里 我都会找出来 送去法办 无碍了 当年太穷 能留下的 除了一身衣服 就是捞尸人的家当 我摇摇头 爹爹 你和娘亲过的日子 差距好大 顿空抬头看看我 眼中透着无辜 我苦笑了笑 接着 我又取出来的织笔 和天单艳画图 将宅园图画好之后 我交给了黄七 让他照做 再接着 我取出来了贴身放着的一样东西 那是一枚预制的头颅 头颅上还镶嵌了一双眼珠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其他缘由 眼珠中的院毒四十消散了 竟有几分祥和 既然回来了家中 我打算去我爹坟头一趟 将这双眼珠还给他 稍后 你们母子俩同黄七回去 要 快好了 我看着那双眼珠声音略色 好 何智轻轻点头 我心头松缓了不少 就怕何智不愿意走 耽误了回去用药 我和黄七点了点头 黄七恭敬 做了得寝的动作 何智拉着顿空 两人往外走去 不多时 屋内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又站了好一会儿 从墙根找了一把锄头 又到我家屋子后头 找出来一个满是灰尘的 被勇捞尸船 我爹并没有葬在李家村 当初在指人许家里头 给我爹缝尸 之后 我在九河县外延 找了一座山 将捞尸船 扛着到悬河边上 我上船后 就撑船朝着一个方向赶去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随着黄昏 入木 等到天黑的时候 我才上岸 又走了足足一个多时辰 总算到了安葬 我爹的山头前 到了坟头前 我并没有立即开坟 而是在墓前跪拜 周遭的树隐隐绰绰 给人几分忧冷感 我跪了很久 和我爹说了很多话 包括我是怎么除掉周经义 除掉吴显长 以及我娘现金的情况 还有我将来的打算 最重要的 我说了二叔有后 还是个儿子 我说完这些后 隐约觉得 这周围都没有多少冷意了 最后 我才开始开坟 此地的风水好 我爹的尸身 已经成了干尸一般 并没有腐烂 我掰开了他的眼皮 才发现 当年那冯尸酱陈翅 放入我爹眼眶中的 是一双玉智的眼球 将那预言取出来 又将头颅上的眼珠扣下 放回我爹眼眶 至此 他总算是有了全失 隐隐约约 我耳边还听到一声低难 似是有人 在喊我名字 我合上了棺盖 重新填坟 累气坟包 做完这一切的时候 时间都已经到了子时 又在坟前跪摆 我告诉我爹 过几日 我再带妻儿来看他 今天只是赶时间 让他全失安宁 一股子风吹拂在我身上 似乎是有人在推我离开 我爹不会赶我走 他只会觉得 我应该有时间 做更多的正事 最后在坟前站了一刻钟 我才转身离开 罗音婆的坟也在不远处 我同样去拜托他 说了我要去开阳的打算 会见到他子四后人 将接音术传承 将一因事情 全部交代了以后 我下山 回到河边 乘船往回赶 我没有再回李家村 而是静止 回到了九和县码头 码头上 县满仓居然在等着我 我刚上岸 他就走过来 恭敬地请我上马车 不肖多想 我就晓得 这肯定是皇妻的安排 此时 我心中也有几分忧虑了 催促卸满仓速度快一些 卸满仓快马加鞭 马车在路上跑得飞快 仅仅一盏茶的时间 我们就回到了 丧葬街纸扎铺 我刚进院子 就瞧见院内 那十余个大夫围坐在一起 华武正在人群中间 低声说着什么 我过去后 众人都起身看我 华武恭敬地告诉我 和志 顿空 还有柳正道都服药后休息了 他们在商议后续的用药 以及观察他们的身体反应 我感激地对他们抱了抱拳 没听到不好的消息 我心态也稍微缓和下来一些 华武却请我入堂屋 我刚进去 就瞧见桌上 摆着一碗黑漆漆的药液 李先生 词药雇本培圆 你放血救人 还需多饮用词药 华武诚恳道 我端起药碗 将那凉了的药物 一饮而尽 喝了这药之后 我就觉得一整天的疲惫 似乎都涌了上来 我不再多说其他 回了房间休息 我怕打扰和志和顿空 单独住了一个房间 躺在床上 我沉沉睡去 在九和县的时间 一时间变得格外绵长 在和志 顿空 以及柳正道条理的这段时间内 我没有去洪松县 只是处理了和家村 和李家村的宅子 本来 我以为只需要足够的时间 还有大夫的医术 再加上我的血 肯定能让他们康复 可没想到 这汗拔之毒 就好似如骨覆水了一样 足足一年的时间 和志 顿空 还有柳正道的身体 都是稍微好转一些 就又会突然虚弱下来 汗拔的毒素 又会强横几分 不只是华武 之后霍昆明 请来了不少名医 住在纸扎铺里头的大夫 都是各个地方的圣手了 可他们依旧对这毒束手无策 一晃眼 就过了两年 这期间 和志他们 也被华武带去了 洋人的医院检查 还请了洋人里头 鼎厉害的大夫治疗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 名医的诊治 最后检查出来了一个结果 和志 顿空 还有柳正道 染上的不只是汗拔之毒 在那汗拔的毒里头 还混杂了另外一种 不知名的奇毒 汗拔毒 伤的是身体 总让人虚弱 而那不知名的奇毒 伤的是根源 让人外邪入侵 阳寿薄弱 我推演之后 想到了一个可能 当初那阴阳先生 看似直接走了 可他哪儿 是直接走的 他是在汗拔的身上 动了手脚 他计算到了 我们能破汗拔 那毒 他下在了汗拔身上 因为他也计算到了 汗拔会失报 他打了一个好大的算盘 看似我赢了 但实则 现在胜负都还未可知 只是 博弈的地方 不再是十年阵 而是顿空 和志 以及柳正道的身体 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想要打听到 那阴阳先生的身份和下落 可洋人的医院 检查出来的结果太迟 我推算到 和那阴阳先生有关 这也太迟 当年十年阵的事情 那阴阳先生 本来就做的隐晦 如果不是柳正道 和三长老 再加上我们忽然赶到 那阴阳先生 都不会浮出水面 现在 想要查到他 简直是难如登天 我给蒋盘写过信 说过 我们遇到的情况 蒋盘也给我回信 表示 他也在想办法 寻名医 同样 我也以地象 堪于阴阳先生的名义 告召了阴阳界 便寻能解读的大夫 或是阴阳先生 两年来 前往九和县的先生 没有一百 也有八十 他们无意不是满怀信心而来 结果却挫败离开 甚至柳正道 也做出来了柳家召集令 召来了几位柳家道士 他们同样对这读束手无策 柳正道和那几个道士约好 让他们也去想解读之法 再回柳家商议好了 派人前来通知他 那些道士离开之后 也久久没有回应 时间越来越长 接触的先生越来越多 对于这毒 就让我信心越来越薄弱 两年的时间 又一会儿过 唯独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华武用我的写作药引子 研制出来了一味丹药 将汗拔之毒 压制到了最薄弱的时候 几乎不影响身体了 何至 顿空 还有柳正道的气血 都恢复得差之无几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 没有丝毫问题 但是另外的那种奇毒 还是没有眉目 我们几乎已经走投无路 我想到了一个人 当初二长老柳天干 和我说的开阳大先生 袁化绍 他阴阳术造诣极高 能力超群 只是 袁化绍给普通人治病 只需要一筐鸡蛋 或者是半片腊肉 给阴阳借人算 就要三件事情 还得看是否是有缘人 对此 我心底隐隐有抗拒 可现在别无选择之下 那袁化绍 恐怕就是 我最后的选择 正当我准备启程 前往开阳 顺道也替罗音婆 传承接音术的时候 我再一次收到了 蒋盘的信件 他让我去一趟红河 或许 他想到了一个破解之法 当我将信件的内容 告诉和志时 和志眼中泛红 都控制不住身体战力 我让和志做好 一阴准备 我们离开九和县 即日就去红河 出发那天 霍昆明率着霍家 全部人手 黄七也抱着一个孩童 身后还跟着个女人 他们身后 还有大量的九和县献名 几乎所有人眼中 都是不舍 尤其是黄七 他跪倒在地 还让那孩童和女人 也跪下 我身着颜色 更深的糖妆 尖头的长木匣 也更换过一次 霍昆明 给我换上了金丝楠木 和志站在我身旁 妆容精致 身姿绰约 一双美眸经过岁月的洗礼 更显出成熟女人的妩媚 若是寻常人看一眼 恐怕都会深陷其中 和志化妆 本是为了遮盖她 当初因为汗拔之毒 变得枯黄苍白的肤色 服了化妩的药后 气色虽然恢复了不少 却也习惯了每日精心打扮 柳正道 蓄了两寸的常然 眼神比四年前更丰锐 就像是一把带出翘的利剑 四年的时间 顿空长大了许多 快十岁的她 身高已经到了和志的耳迹 她同样穿着一身糖妆 腰间挂着两道扶串 比至当年 顿空的眉眼长开了许多 她生着和我相仿的国字脸 不过要瘦削一些 眉眼很像和志 轻易俊朗 顿空身旁 跟着一条身形超过一米 毛发黑红中 犯着淡青的狼傲 三年前 我察觉到 我们恐怕要在九和县 长期停留的时候 我就让黄旗派人去了一趟唐镇 通知了二叔和指人许 二叔和指人许回来了一次九和县 顺道送来了赤敖 不过他们已经习惯 唐镇的生活 不愿意再住在九和 只是待了两月就离开了 此后三年 赤敖就一直跟在顿空和和志身边 虽说他们身上毒伤顽疾未遇 但也时不时会替周遭百姓解决麻烦 顿空还遇到过一些凶师 赤熬食尸 凶器怨气积累的愈发多 逐渐就有了血煞化轻的实力 黄旗 起来吧 我不过是出行一趟 无需如此跪拜 我轻叹一声 叫黄旗起身 黄旗却依旧贵府在地 面露苦涩 低声道 黄旗跟了先生十年有余 怎会不知 先生此时难关 若夫人少爷 还有道长的顽疾未遇 况且先生多年未曾回地香炉 届时也要回去坐镇 黄旗如今妻儿老小都在酒河 更难侍奉先生左右 黄旗话音中还透着哽咽 我沉默 黄旗所说的确是事实 轻叹一声 我道 若是再难相见 那你我二人的主仆缘分 恐怕止于今日 若是今后有难 你便拆人置地向炉找我 黄旗没有回答 只是重重地冲着我磕头 喷喷的声响中 黄旗磕头三次 他身旁的女人 小孩同时也在磕头 待他们磕完之后 霍昆明才上前 他和我抱拳行礼道别 一番话语后 我们全都上了车 柳正道则是在车门处 驾马赶车 马车平稳地朝着红松线而去 这四年来 我大多时间都在寻医 无暇去见我娘 更无暇去解决斗家的事情 更没有去找斗家 此行要离开酒河 我只能先尝试一下 能否将我娘超度 若是不能 那就还得等我再找到斗家 将当年的事情了结 约莫一个时辰左右 我们的车就到了红松线范围 再到悬河边缘的镇上 进镇之后 我和柳正道交换 我来赶车 不多时 我们就来到了悬河边上 草庐比当年沉旧了一些 悬河水面波光凌凌 此时正值黄昏 如血一般的残阳挂在天边 映射的悬河水面 一片暗红 将马车停在路边 我下车 带着河志和顿空 走到了草庐前面 顿空 这就是你奶奶当年住过的地方 我看着那草庐 心头却唏嘘 顿空走至草庐前面 看了一会儿 又转身看向悬河 此时 那赤鸥却凶利地狂吠了几声 脖子上的毛拳都 炸裂了起来 赤鸥 顿空抬手 一巴掌便拍在了赤鸥硕大的凹头上 赤鸥乌咽了一声 显然透着几分委屈 父亲 这里的怨气很重 悬河内的阴气更重 天还未黑 阴气都快冲天了 顿空的声音 更不似以前的稚嫩 而是一股子少年的清脆 嗯 你奶奶是活青师 她当年一口气不厌 如今也仇恨未消 数年前 我为了保护她 下了一张福气 在悬河内 红松县流域的悬河 都是她的阴宅地界 这么多年 奶奶应该更凶了 顿空喃喃道 你奶奶未曾害人 她之凶 不过是怨气难消 我轻叹一声 又道 顿空往前走了几步 到了水边 便直接跪了下去 她行了三跪九寇之礼 恭敬地低声道 孙儿李顿空 见过奶奶 何止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同样走至顿空身旁跪下 冲着悬河行李 天 黑得越来越快 一转眼 暮色已经退却 黑夜吞噬了最后一丝天 何止河顿空退到了我身后 我才走到悬河边上 低头看着悬河水面 我抬手 割破了手指 啪哒一声轻响 一滴鲜血落入了水中 血液在水面形成了一个圈 逐渐地扩散开来 微风吹拂在身上 微凉的感觉 更让我精神清醒 只不过 那骨子伤感 却愈发地浓郁 娘 我回来了 我低声沙哑地喊了一句 只不过 我的喊话 没有任何回应 我等了足足一盏茶的时间 水面平静 几乎没有波澜 顿空和河志 都疑惑地看我 我眉头紧皱了几分 又低声喊道 娘 阴阳回来了 你不来见我吗 骤然间 悬河的水面上 出现了一层一层的涟漪 就像是水下有什么东西 在移动 我呼吸顿时加速了几分 盯着水面 那涟漪接近到了岸边 却又一下子消失不见 隐隐约约 我似是听到了一声女人的叹息 我这才发现 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当年 我娘每次出现 或者是将要出现的时候 我明明中都有一些感应 可今天 那感应我没有察觉到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种空荡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被割裂了一般 好像有东西来过了 好像 她又走了 顿空眼中略茫然 她抬手摸着自己的脸 喃喃道 她刚才好像走在我面前 我看不见 何智更是不见 她迟疑道 阴阳 有些奇怪 该不是这些年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 婆婆对我们不满 所以不愿来见你 我皱眉 摇了摇头 我告诉何智 让她不要多想 我娘肯定不会 对她和顿空不满 她不来见我 恐怕真的是有其他问题 何智立即点头说道 你们等我 我准备亡人画道 我沉宁片刻 说了个好字 何智让我和顿空到马车旁边等待 我们过去之后 何智便在河岸边准备 他在地面上摆了不少香烛 以及铜钱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阵法 最后 他在阵法前头 摆了一只空白的小碗 做完这些之后 何智才招手 喊我过去 我走至阵法前 何智轻声告诉我 等会儿 他会放一些我的硬糖血进入碗中 之后怎么做 他会告诉我 我点头 事已明白 何智便让我进阵法内坐下 我照做 盘膝在阵法中央 何智将那些香烛全部点燃 悠悠的烛火在我身旁燃烧 香肢形成的白烟 围着我缭绕 此时 何智的整张脸 却变得毫无表情 他双手垂在胸前 慢慢闭上了双眼 一时间 周遭仿佛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我能听到风声 更能听到我的心跳 那些烛火 仿佛都吻合了我的心跳一般 我心动一下 烛火的焰火就跳动一分 约莫半盏茶的时间过去 何智猛地睁开了双眼 他的眼神格外锐利 精致的面颊上 微微有青筋领现 嘴唇微动 轻幽的话音 从他口中传出 子武服到丑味鬼 迎身人到毛有处 陈虚修罗以害先 日之话道不虚传 何智的话音 着实太幽冷 在周围都形成了回音 更是让悬河之上起了波浪 风 一时间大的惊人 下一刻 何智抬手 他手中不知道 何时出现了一把尖锐的匕首 匕首朝着我额头上滑来的同时 何智的声音从幽冷 变得尖锐 无为酒和地剑 神婆何智 今日以嫡子治清血 招王死无焚尸 请亡人化道 一瞬间 大风都变得格外锐利 竟像是一把把尖锐的刀 划过我的身体 我甚至都能感受到几分刺痛 何智的头发 被这大风吹得杂乱飞舞 他的脸色 也迅速变得苍白 甚至他胸口鼓动了一下 就像是被人中击了一般 分明 在何智的嘴角 溢出了几分鲜血 同时 他匕首的刀刃 刺中了我的硬糖 轻微的疼痛感传来 温润的血流淌而出 在何智的眼神示意下 我头微微前倾 鲜血滴滴答答地 落入了阵法外的血碗中 那血碗不大 很快就被揭满 与此同时 何智取出一根柳木 制成的枯桑棒 他将枯桑棒 在蜡烛之上点燃 火苗瞬间升腾而起 何智嘴唇在动 他低语的声音 传入我耳中 我深吸了一口气 猛地抬起头来 声音沙哑至极 不孝子李姨娘 求见我牡里花蓉 结果我这一句话后 风变得大了数倍 几乎吹得我无法跪拜 甚至要被吹着站起身 地上的香烛 瞬间完全熄灭 何智面色大变 他扑的一声 直接吐出了大口鲜血 我同样脸色巨变 更是惊疑不定 他 不想出来 他好凶 我撑不住 三跪九扣 阴阳 你再试试 何智声音颤抖 他猛地落地 盘膝坐在地面 我毫不犹豫 直接跪倒在地 开始扣头 结果我只扣头了一下 面前的那只血管 竟然啪的一声 直接碎了 父亲 娘 你们看 水面上 好像有东西 顿空清脆的声音 呼而入耳 我心头惊喜 立即抬头往前看去 我本以为能瞧见我娘 可逐渐浮出水面的 居然是一张竹筏 那竹筏上 满是各式各样的供品 显得格外沉就冰冷 哗啦一下 又是一张符纸飞起 月光映射下 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那不正是当初我画的福气吗 何智也要转身 可他还没转过去 忽然 水中激起一道浪花 直接朝着何智身上拍来 我面色骤变 低声道 小心 何智猛地起身 双手朝着那浪花一拍 砰的一下 何智重重倒地 这儿 我低喊出声 猛地站起身 我快速到何智身旁 将他抱在怀中 福气缓缓落入水面 那竹筏也缓缓地沉了下去 顿空快步走至我身旁 赤鸥在岸边狂吠 没敢靠近岸边 我眉头紧皱 盯着水面 心头却格外地茫然 以前何智用过亡人画道 虽然我没有看过城 但他和我说过 他是招来了何鬼婆 让他看老庚夫的尸体 这是专门招死人回魂 我娘就在这悬河 用亡人画道 暗道里我娘会立刻出来 可这不但没用 甚至何智 还被反噬了 我娘不来见我 已经很反常 现在他反噬何智 就更为不正常 尤其是冥冥中的那一缕联系 忽然 我身体一颤 想到了一个点 因生子 母子煞 我曾和我娘之间 有斩不断的联系 可如今我命数完善 早已不是因生子 甚至身上生气充沛 二五精气完全平衡 那我非因生子 又怎么见母上 命数之间没有牵连 才是我娘不见我的缘由 或者说 不是他不见我 而是我们再无法见到 想清楚了这些 我心头就一阵发闷 呼吸都粗重了不少 顿空眼中极为警惕 他双手按在腰间 盯着悬河水面 福气也缓缓沉入了水下 水面再无任何东西 父亲 我们怎么办 顿空不安地问我 上马车 我直接起身 将何智拦腰抱起 转身朝着马车走去 很快 我就到了马车旁边 又让顿空上车 将何智从我手中接了进去 人鬼殊途 柳正道忽然说了一句话 我沉默 半晌后才回答 命数 这怨气冲天之失 留在此地 恐怕柳正道话音未停 我目光顿时也变得锐利不少 柳正道和我对视 他抬手扶了扶胡须 不再多言 柳道长 我娘不是恶师 他可怜而死 可怜化煞 如今三十余年 愁未曾消 如今他不出现 我无法超度 但将来总有一日 该付出代价的人付出代价 我自会超度他 我又说了一句话 柳正道闭上眼 他屏息凝神 是在养神 我在路边站了许久 没有上车 而是远眺着悬河水面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差不多半个时辰后 我才上车 同时 我低声告诉柳正道 我们直接离开 柳正道挥动鞭子 马车朝着离开的方向驶去 赤鸥跟在马车旁边 他身形矫健 轻描淡写的 就跟上马匹的速度 丝毫不显的费力 顿空小心翼翼地 守在何智身旁 眼中依旧担忧 我又去看了看何智 看过他面相 低声告诉顿空 他只是被反噬 没有大碍 过一段时间就会醒来 顿空这才放心了不少 我过了好久 才让思绪平缓下来 没有再多想了 林离开洪松县范围的时候 天色已经亮了 我并没有再去李家就职 也没有去见李家的两个老人 当年做的事情 已经算是缘分尽了 无需再多接触 差不多中午的时候 何智清醒了过来 他只是有些虚弱 并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静止朝着 盘江洪河的方向赶路 这一路上 快马加鞭 除了夜里头休息 平时都没有停顿耽误时间 十天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到了盘江流域 在林洪河镇 来到蒋盘居所的时候 蒋盘家的宅院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蒋盘是草屋 可现在 却是青砖大瓦的宅院 门头上挂着牌匾 写着讲宅 马车停在宅院前 我下车后 站在台阶下 抬头看着牌匾 眉头微微皱起 不过随即 我也稍稍舒展开来 这些年不见 好像大哥也有所改变 当年廖成所说的那些话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一些 他的性格 这倒是一件好事 顿空则透着紧张 柳正道依旧是神色平静 古井无波 我走上前方 伸手扣了扣院门 喷喷地响声入耳 何至走至我身边 轻轻挽住我的胳膊 片刻后 院门就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生得甜尽可人的女孩 一头黑色的长发竖起 搭在胸前 她的眉眼间透着几分熟悉 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此女不正是蒋盘的女儿 蒋木女吗 蒋木女正住片刻 眼中顿声惊喜之色 阴阳伯伯 蒋木女语气更喜悦 她立即推开了宅门 又对我行礼 她又看向何至 恭敬道 见过伯母 我点点头 轻探道 数年不见 牧女倒是出落得亭亭玉立 大哥是否在家 蒋木女立即做了请的动作 道 伯伯先入屋休息 跌出去看宅了 她应该天黑前就会回来 我去镇上喊娘也回来 这期间 顿空走至了何至身旁 她探头去看蒋木女 还冲着蒋木女笑了笑 姐姐 我叫李顿空 她语气很清脆 你 就是顿空 蒋木女眼中也泛起惊喜之色 她轻声道 爹时常告诉我 生子当如李顿空 她还总说 如果我有天赋就好了 她就不再让我当个普通女儿 说这话的时候 蒋木女眼中 却流露出几分苦笑 顿空脸上笑得更灿烂 眼中显然有迫不及待 蒋木女往院内走去 她就先跟着蒋木女进了院内 我们跟进院中后 柳正道随后入院 到了堂屋中 蒋木女给我们倒了茶水 紧接着 她就说去叫她娘回来 便匆匆朝着院外走去 何至何顿空 以及柳正道 坐在桌旁饮茶休息 我背负着双手 在堂屋内走了一圈 令我眉头微皱的是 两面墙上都有立柜 柜子里头摆着一些 价值不菲的摆件 这更不符合蒋盘的规矩 她就算是改了一些秉姓 也不可能成一个贪财之人 也就在这时 院外忽然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我刚扭头看向院门口 便有一行人匆匆走了进来 为首的是一个衣着华贵的中年男人 他满脸笑容 在他身后则跟着一行仆丛 只不过 虽说那些仆丛 看着穿了下人的衣服 但他们眉眼之中都透着狠色 眼珠凸起 旗上有血丝 显然 这些人都刀口舔过血 手上沾染了人命 蒋先生 黄某人又来拜访了 还是照旧带了些土特产 那人躬身抱拳 满脸笑容地喊道 我的视线 全部落在了那黄某人的身上 这会儿 他也看向了我 满是笑容的脸 先是僵硬了一下 紧接着才是疑惑 他的面相 却让我微微皱眉 此人生着一张圆脸 虽说体态并非臃肿 但还是有种脑满肠肥的油腻感 他印堂是一条竖纹 旁边又有一个横叉 这是印堂恶文的一种文型杂乱 而又深刻者 更是大凶 无论男女 都会败足入身 如果行为不检点 必定难逃凶险灾难 此外 他还生着一只阴钩鼻 尖锐的鼻尖向下勾起 鼻如阴嘴 拙人心嘴 这种人自私自利 报复心极强 既不能合作共事 更不能得罪他 否则就会遭到 他不计代价的报复 至于他厚厚的下巴 以及人中生者的黑质 都只能算是普通不好的面相了 前者好色 后者更甚 对于家中有妻妾还不满足 男人也生出强制 还想要得到更多女人 我观面相的速度很快 这一切不过是瞬间而已 那黄某人疑惑的脸色 一时间又带上了笑容 他双手抱拳 又和我行了一礼 不知阁下是哪位先生 笔人黄之远 在新市做些买卖 还未曾见过先生 黄之远语气很恭敬 我面色平静 没有一丝情绪 李阴阳 我淡默开口 李阴阳 黄之远眼中露出一抹疑惑 他似是在低头思索 接着 他笑了笑 先生见谅 黄某偏安逸于 并没有听过先生名讳 无碍 我摇摇头 蒋先生不在 黄之远又问了一句 大哥还未回来 我开口道 黄之远眼中 透着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 他笑了笑 又说道 那我便将这些土特产先放下 回头再来拜访 说着 黄之远拍了拍手 他身后那些仆从上前 都是两人抬着一个木箱 他们逐一将木箱放下后 黄之远又躬身 做了个告退的动作 要朝着院外走去 我却觉得 有些不太对劲 这土特产 恐怕不是真的特产 这黄之远身上 还透着铜锈尾 应该是钱财 蒋盘 他会收这些东西吗 还是说 近年来 已经收成了习惯 他的心性 变化真如此之大 我扭头四看了一眼这宅子 眉心一时间 紧皱成了个疙瘩 要是蒋盘 真的变成了贪财之人 我又怎么和世尊交代 闭了闭眼 我在睁眼时 黄之远已经走到了院门口 黄家主 我开口喊了一声 黄之远顿时停下来脚步 笑容满面地回头看我 道 李先生有何事 我大哥 近日来可否给你办事 我开口问道 黄之远愣了一下 他先摇了摇头 道 未曾 接着 他眼中就闪过几分惊喜 道 难道李先生觉得我有缘 我眉眉着眼睛 心头却落定几分 还未曾办事 那就无功不受禄 这些土特产 还请黄家主带走 我再一次开口道 顿时 黄之远的脸色 都变得僵硬下来 他皱了皱眉 道 李先生 你的意思 未曾有人消灾 不可拿人钱财 若是黄家主有事求大哥 他帮忙后 收取特产不迟 既然未曾办事 就没收钱的道理 我又说了一句 黄之远神色 殷勤不定 我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他微眉着眼睛 扫了一眼周围的那几个仆人 冷冰冰地说了句 李先生 我黄某人要送的东西 没有收回去的道理 也就在这时 院外却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同时 一个熟悉沉稳的声音传来 可黄家主 你送了三年礼 我也从未收下 你我两家无缘 这声音 不正是蒋盘的吗 话音刚落 院门外就走进来一人 蒋盘身着长衫 腰间挂着阳弓盘 背负着双手 数年未见 蒋盘的模样距离当年 也变化不小 他此时已然中年 神态之间更为沉稳 眉宇之中的平和人后未减 又有几分 更像是师尊了 黄之远面色又是一江 他又抱了抱拳 很是诚恳地说道 蒋先生 您是天元先生 缘不就是命 命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情吗 蒋小姐早已到了出格的年纪 黄某虽说年岁长了一些 但却是真心对蒋小姐 只要先生同意 我能拿出来的东西 会比先生能想到的更多 况且 放眼心事之下 盘江一带都知晓我黄之远 对蒋小姐痴心一片 又有谁敢再入蒋家门前 蒋小姐 总不能一辈子不嫁人吧 黄之远这话 前半截是诚恳 后半截 却隐隐带着威胁了 我却变了脸色 因为此人 居然是贪图蒋木女而来 柳正到抬头 她的目光 落到了黄之远的身上 何止也看着黄之远 眼中的情绪 尽是厌恶 蒋盘面色变化不大 只是平静 她摇了摇头 说道 黄家主 带着你的东西 请回吧 若是你们嫌麻烦 我会让人送到黄家门前的 黄之远笑了笑 脸色却愈发阴沉 她转身 静止走出了蒋家 她手下那些仆人 也匆匆跟着她离去 只留下院中七八支木箱 蒋盘在原地停了半晌 才朝着堂屋前走来 我往外走去 两人在屋门前同时停下 我抱拳 躬身行李 语气略复杂地喊了句大哥 蒋盘却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道 阴阳 你来的 比我想象的要快 我没有接这句话 只是目光 扫过了屋内那些木柜 刚才那黄之远的事情 我已经有所了解 和蒋盘无关 家宅也无伤大雅 收了报酬 略做改变一些新性 是好事 可家宅中这些价值不菲的摆见 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我这眼神和动作 就是在询问 蒋盘却笑了起来 他笑得很爽朗 然后才拍了拍我肩头 沉声道 阴阳 你觉得大哥变了 变成了无力不起走 贪图钱财之人 我还是没说话 蒋盘微眯着眼睛 也瞥了一眼那些柜子 才道 此事 说来话长 前几年 我替一个落魄军阀办过事 那时候 他以红河百姓威胁我 让我帮他藏身 此事 我不得不办 事后 他躲过了清角 就给我修了这间宅子 还送来了那些东西 话虽说是送给了我 但实则算是寄存 我不能不收 否则百姓安危难保 银阳 你明白为凶的意思吧 蒋盘说完 眼中也有几分复杂 这番话 让我心头一下子明了不少 可眉头也再次紧皱了起来 虽说我久居唐阵 九河县 只管阴阳界之势 未曾多管其他 但我也晓得 这些年时局变动之大 战事已经结束 中原收复一桶 所谓那些军阀 大都销声匿迹 我知道 放下手中的枪 和荣华富贵不容易 更能猜测到 要么这些人改头换面 要么落草为寇 只是我没想到 在红河居然也有一股这样的人 还威胁蒋盘藏了身 大哥 此事 恐怕我要与你商榷一二 和这些人打交道 无疑是鱼虎谋皮 我开了口 蒋盘轻叹 道 大哥心知 可大哥如今两难 他若是歇斯底里起来 红河的百姓 恐怕要伤亡惨重 我没心更加欲结 蒋盘所说也没错 这一股残余的队伍 手中还有枪 饶势难以处理 蒋盘拍了拍我的肩头 说道 阴阳 无需多想 此事是大哥的事 大哥自会处理 现在你我兄弟二人 是要解决你们的事情 蒋盘的语气 又变得沉稳笃定起来 他扭头 先看向了柳正道 面带笑容地问道 这就是你心中所说 柳正道 柳道长 果然 正气凛然 柳正道微微点头 却依旧面色肃然 这已经算柳家 倒是温和友善的 打招呼形式了 蒋盘又看向了何志 何志侧身行礼 轻声道 见过兄长 蒋盘抬手 笑道 弟妹免礼 最后 蒋盘才看向顿空 此时的顿空 眼中微微泛红 他一只手被何志拉着 身体却隐隐 有往前的动作 顿空 长大了 蒋盘眼中 都是慈爱和感叹 年纪上小 就生得如此俊朗 眉宇间尽是聪慧 看你的装束 这些年来 服术必定没落下 勃勃深感欣慰 雨霸 蒋盘便张开双臂 何志松开了顿空 顿空一个剑步 就扑进了蒋盘的怀中 紧紧抱住了蒋盘 毕竟是孩子 红红的眼眶中 还是溢出了几滴泪珠 顿空哽咽道 顿空未曾忘记伯伯教导 无日三省无身 半刻未曾荒废 蒋盘拍着顿空的尖头 笑容更加宽慰柔和 好孩子 很好 很好 过了两久 顿空才从蒋盘怀中离开 赤鸥从屋子角落 走到了顿空身旁 蹭了蹭空的头 顿空擦了擦眼角 他眼中喜悦多了几分 道 伯伯 这是赤鸥 他打小和我一起长大 蒋盘低头看了一眼 同样满一点头 道 福可定人 山 水 狼熬可护身 不错 很不错 稍微顿了顿 蒋盘又回头看我 阴阳 之前牧女在家 你们应该见过 她去找她娘了 我点点头道 对 蒋盘又笑了笑 道 那今夜 我们一家人先吃上一顿团圆饭 之后 大哥和你说 我的想法 必定能让顿空和合制无恙 合制的眼中有惊喜 顿空同样有喜色 我心头威仪 是蒋盘说漏了柳正道 还是说 他的法子 不适用于柳正道 只是 我现在不好开口询问 柳正道 依旧是正经微作 他似是没在意 刚才蒋盘的话 我本来想和蒋盘叙旧几句 只是顿空依旧在他身旁 笑着和他说 这些年的一些事情 蒋盘一直和颜悦色 时不时也开怀大笑 他们博之二人如此高兴 我也就不人打断了 合制的气色 也好了不少 脸颊生出两分红韵 很显然 他是高兴 我同样高兴 蒋盘很少说话 会那么笃定 而每一次 他笃定的说话 都未曾失败 包括顿空的改命 我的改命 全都是长 他必定有十足的把握 才会讲那句话 时间一会儿过 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院门处又传来了 匆匆的脚步声 这声音急错 我听出来是两个人的 果然 下一刻进入院门的 就是蒋木女和苏云 多年过去 岁月明显在苏云的身上 留下了不少痕迹 她已然是个中年妇人了 不过 我所料错误的 他们居然不是两人 而是三人 苏云的怀中 还抱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最多三 四岁 生得很是憨实 眉眼之间 更像是蒋盘 我愣住了 看着那孩子 何至也面露诧异之色 顿空更是呆呆地问了句 伯伯 蒋盘招招手 苏云和蒋木女 立即往前走来 这时 蒋盘才开怀笑道 银杨 刚才为兄 还没来得及和你说 咱们几年前分别后 我回到红河 苏云给我添了一个儿子 虽说 他资质不如顿空 但蒋家中 要有一个男丁 延续血脉 父亲 九泉有之 也会喜悦 我重重点头 双手抱拳 道 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来日要回到地巷炉 那是自然 蒋盘点头道 蒋木女和苏云 来到了我们身前 我和苏云相互行礼后 蒋盘就让苏云和蒋木女 去厨房做菜 苏云将孩子放下 转身离开 蒋盘低声道 蒋无 叫叔叔 那孩子站在地上 怯生生地看了看我 小脸通红 却没能喊出来声 反倒是扑进了蒋盘的腿上 显然 他是怕生 蒋盘皱眉 眼中显然有了不喜 蒋无 爹是怎么教你的 他抬手 按住了蒋无的肩头 四岁大的孩子 吓得脸色都白了不少 何知立即起身 快步上前 将蒋无从地上抱了起来 蒋无缩进了何知的怀中 小声喊了句叔叔 蒋盘这才稍稍缓和一些 道 弟妹 你将他放下 不通礼数 成何体统 显然 他这话最后说的 就是蒋无 何知皱眉 道 兄长 你吓坏孩子了 蒋盘眉头又是一皱 其实 场间恐怕只有我一个人 能明白蒋盘的心态 他规矩分明 不只是对于自己 对于小辈更是如此 当年顿空年纪虽小 但幼年丢魂的经历 让他格外安静 并且他喜欢蒋盘 又完全听蒋盘的话 蒋盘无论怎么教授他 他都能接受 所以 蒋盘会在前一幕话之中 以对顿空的要求 去对蒋无 可这是不公平的 世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 蒋无的经历 也和顿空不同 厨房的门忽然开了 苏云慌乱地跑了出来 他跑到门槛下面 蒋盘忽然说了句 你和牧女做菜 先磨出来 苏云咬着下唇 望了望堂屋里头 又指的低头 转身进了厨房 那期间 蒋无显然气望了一下 可紧跟着 稚嫩的小脸上 就是失望 欲不拙 不成气 孩子若是不骄 那必定难成才 即便是顿空 若是错了 我一样借持教训 弟妹 你放下他 蒋盘脸上 净是严厉 何志眉头紧皱 他眼中却无半分退让 孩子被吓坏了 你也吓坏了嫂子 大哥 莫要只是对外人人厚 你对他们 太严厉了 我和阴阳也向来只觉得 让顿空平安长大即可 何志的语气中 也透着几分执拗 眼看场间 氛围僵持了下来 我长嘘了一口气 说道 今日是我们 久别重逢的好日子 大哥你消消气 这儿 你带着蒋无坐下吧 叔母照顾一下子侄 也是天经地义 顿空在旁边静若寒蝉 没敢说话 蒋盘皱眉 闭了闭眼 没说话 就在这时 院外又跑进来了一个人 这人约莫十来岁大小 刚进院子 就喊了一声父亲 我愣了一下 因为他喊的是蒋盘 蒋盘居然也点了点头 我愕然 蒋盘还有儿子 不过下一刻 蒋盘就和我介绍到 蒋石 我收的义子 前两年 他父母双亡 无人认养 我留在了身旁 我这才恍然大悟 片刻间 蒋石就来到了我们面前 他从怀中 取出来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牛皮纸的信封 其上写着笔画 风锐的几个字 蒋兄亲戚 这字体却略有熟悉 我愣了片刻 心头顿时一颤 这不正是廖成的字迹吗 廖成 居然和蒋盘有信件往来 难道蒋盘 知道了廖成的所在 不 不应该 廖成不会自己 暴露自己的位置才对 一时间 我心头疑惑万千 蒋盘接过了信件 他面上却是一喜 下一刻 更是笑容满面 看来我所料不错 廖兄 是会回林郑二神的山门的 我前段日子 给他写过书信 便揣测 他会一段时间回山一次 这一次 阴阳 我们的把握更大了 蒋盘语气中都有喜悦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顿时就有所猜测 之前我也想过廖成手中的 扇诗丹 不过 我不能破顿空的命数 不可能去找廖成 蒋盘写的书信 恐怕也是扇诗丹的事 蒋盘打开了牛皮纸 取出来了一张保纸 不过随着蒋盘看信 他的脸色 从喜悦 逐渐就变得僵硬 他额头上微微鼓起了青筋 整个人的神色 都沉下来了不少 这面色变化 不难猜出 信中的内容 恐怕不太如蒋盘所愿 大哥 廖兄既然已经离开 若是他不能帮忙 也是命数 你不是说过 已经有办法了吗 我们用那个办法即可 我沉生说道 蒋盘沉默 没有接话 我抬手 想要将信拿过来看看 结果蒋盘却一缩手 显然 他不想让我看信 只是 我和蒋盘的身手相比 我要强了太多 他根本没有躲掉 我直接夺过了信指 其上的字迹 笔风依旧锐利 蒋兄 信中为你天丁 廖某也为你喜悦 数年来 我是安好 多听你和阴阳兄的消息 在阴阳界流传 我更喜悦 天元地相 不愧是阴阳界之大先生 我知灵正二神术法 也补充不少 有生之年 应该能光复 灵正二神山门 至于你信中所说 阴阳兄夫妇 以及柳家 道士染毒之时 我也有所耳闻 既然你寻到我 我自不能无动于衷 汉拔之毒 当以固本培元为主 逐渐以药效 将其淡化 或是无法根治 但不伤及性命 只是 那不知名的奇毒 伤及了寿元 话而言之 其伤的不是寿元 而是二五精气 二五精气有损 的确善师丹能救 你的提议 我觉得也甚好 以善师丹甜命 就合制 顿空 以及柳道长 但 亲兄弟 尚且要明算账 为阴阳兄改命 为顿空改命 我收取了善师丹 阴先生残书 藏隐观山 以及管仙桃传承 如今 你需要我用善师丹救三人 我便收一样东西即可 你小而尚小 应该还未定性 送至临政二神山门 过继我为养子 如何 我命中无妻而子嗣 收一个不错的孩子 也算是 全了我有养老之愿 蒋无至山头之时 我便再来一趟红河 我仔仔细细地 读完了整封信的内容 顿时便面成似水 廖成答应帮忙 可是 他居然要蒋盘的儿子 此事 绝对不行 我直接将信件捏成一团 面色严肃 蒋盘没回答我 他只是回头 看着蒋无 何智在和蒋无小声说话 顿空则是在旁边 逗笑蒋无 孩童心性稚嫩 自视哥哥直笑 柳正道还在闭目养神 显然 他们都没看我们这边 大哥 我低声又喊了一句 蒋盘沉默半晌 才说道 顿空 快十岁了吧 不知道他的福 如今到了什么程度 他有天纵之姿 是老爷子隔代传人 我时常看他 如同亲生儿子 阴阳 我是不会让顿空出事的 想来廖兄 不会亏待了蒋无 何智刚才说的 或许也没错 我吓到了孩子 这是否说明 我不适合教养他 我脸色在变 蒋盘自顾自地点点头 道 如此甚好 蒋盘这副笃定的神色 分明是做好了决定 我还想开口 他却直接走向了堂屋内 快步跟上蒋盘 他先我一步进了堂屋 到了何智 蒋无 顿空前面时 蒋无窃窃地看向蒋盘 眼神中还透着惧怕 弟妹 你刚才所说的话 却有几分道理 此后 我不会再吓到蒋无了 蒋盘眼中透着些许柔和 伸手摸了摸蒋无的头 你不是喜欢新式的堂人吗 爹爹明日带你去一趟新式 给你买堂人 堂胡乱 蒋盘伸手 去将蒋无抱了过来 何智震住了片刻 他神色也好看了不少 蒋无小脸上的惧怕 顿时变成了惊喜 直到这会儿 蒋无才开口 小声地喊了一声爹 蒋盘爽朗地笑了起来 他转过身 就刚好和我对视 我眉头紧皱 蒋盘的眼神 却变得格外深邃 那眼中的意味 分明是告诉我 不要再多言 伯伯 我可以去吗 顿空的语气中 满是期待 这一趟 伯伯就不带你了 蒋盘笑了笑 说道 何止轻声训诫 顿空 伯伯要陪你蒋无弟弟 莫要去叨扰 你随我在家中休息 哦 顿空拉长的声音 应了一句 饭后 阴阳我会和你详细谈 先坐下休息吧 蒋盘说完 就坐在了一张椅子上 我停顿了半晌 还是走过去 坐在了蒋盘身旁 这期间 蒋木女和苏云 从厨房出来了 他们手中都端着不少吃食 木桌上 很快就摆满了饭菜 刚才送信的蒋石 送过信件 就有匆匆离去 此时围在桌旁的 就是我 和志 顿空 柳正道 以及蒋盘一家四口 蒋盘正在悉心地 给蒋屋喂饭 另一头的苏云 明显有些证然 她眼中泛红 同时浮现在面上的 还有欣喜 显然 此前的蒋盘 没有这么温和 她的确对家人 苛刻严厉地有些过头 这一餐饭过半 蒋屋吃完了东西 蒋盘就让她 自己去院子里玩 她又和柳正道 聊了几句话 大致说的一些 除魔味道的事 以及蒋盘 对柳天牛的敬目 菜过五味 桌上已是狼藉一片 何志帮蒋牧女 苏云收拾桌面 顿空去陪着蒋屋玩耍 蒋盘先给柳正道 安排了房间 之后才示意 我跟着她去 我们从院子的后门离开 往前走了一小段路 便是一条石径 石径的尽头 赫然便是蒋盘 之前住的草屋 这新宅 是在草屋之前 保留了蒋盘 原来的住处 蒋盘推门而入 我跟了进去 这期间 我一直面沉似水 蒋盘点了煤油灯 坐在了草屋内的一张桌旁 他略有唏嘘道 当年 你 我 廖兄 三人会面 便是在这桌旁饮茶 这一会儿过数年 仿若还在眼前 我正要开口说话 蒋盘抬头 深深地看着我 道 阴阳 我知道你 还想说什么 可蒋吾 毕竟是为兄的子嗣 怎么决定 是为兄的事情 他跟了廖兄 或许并不是坏事 全了廖兄以后 终老有人送养的心愿 还有 如今大哥的处境 并不是阴阳你 看得这般轻松 蒋吾年纪上小 真要是出什么事情 我很难护他周全 蒋盘这几句话 却让我顿时哑口无言了 我还会给廖兄 要一个条件的 譬如 让他收蒋吾为弟子 做林郑二神的传人 蒋盘的脸上 顿时有了笑容 我眉头紧皱 还想要开口 蒋盘又道 当年父亲 因为我命书问题 还有天元之节 送我至天元石道道场 此后多年 我们未曾见面 就当是送蒋吾去学艺吧 又不是不能再见面 若是阴阳你在执拗 为兄 就要以家法伺候了 我脸上就只剩下苦涩了 稍微退后两步 我双手抱拳 弓身下行了大礼 蒋盘双手托起 示意我起身 我走至桌前坐下 心里头还是有些压抑 便拉开了话题 问蒋盘 他的方法 是如何治疗 合制和顿空 蒋盘从桌下 取出来了几样东西 一本封面崭新的书 其上写着 天元橡树 旁边是一个钱袋 一块硅甲 以及另一个略显简陋的罗盘 二五经期之薄弱 也可看作命薄 而先生 若是有命术庇护 便能大幅改善这个问题 弟妹资质不差 若是学阴阳术 再由你我二人来教导 必定能突飞猛进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 让他出黑 至于顿空 他本身修的 就是阴阳服 十岁了 应该距离出黑不远了 以前老爷子和我说过 要出黑 需要两道大幅 那两道幅 顿空应该没完成过 我要看老爷子的手闸 我依稀记得是哪两道 讲盘的话 却让我无比愕然 我眉头紧皱 心跳的速度 也快到了极点 关于顿空的阴阳服 还有他是否出黑 我都没有太注意关心 这些年 我的心思大多都在解读上面 再加上我对福本就不精通 更没有再去翻阅 须服手闸 还有合制 学阴阳术 使其得到命术庇护 用出黑阴阳先生的命 来抗衡这削弱二五经期的毒 这方法极为大胆 可或许 还真的有大用 我重重点头 正要准备说话 讲盘又深邃地看着我 说道 当年 天元地向本是同源 只是之后 因为理念而分歧 其分歧的 便是阴术 地向的阴术海纳百川 的确是正途 而天元的阴术 则要薄弱很多 师尊说过 若是天元之阳算 加上地向之阴术合并 那先生 能算前后百年 所以 我想要你教合治宅 精英术 地向堪于 上代死 下代生 不能传家人的规矩 我知道 可你若将阴阳术分裂开来 只传合治阴术 就不会受到这祖训的掣肘 前后百年 我瞳孔紧缩 眼皮都在不停地狂跳 对 身前之事 身后之事 我们只能算定数 天元地相合并后 却能算变数 讲盘语气极为笃定 道 阴阳 你认为如何 命术天定 变数却是后天生 先生不挂 将此生命术推演而出 再观命术 而去等变数 或者是制造变数 就如同当初在前一末画之中 改变讲盘遇到的一些事情 让挂像没有应验 这就是出现了变数 更像是料成替我改命 同样是变数的一种 但我们都是被动地等待 等待变数出现 若是能算 那就是能改命 得相勘于的第一卦 最后一卦 是拨乱反正 换句话说 这也是制造变数 让卦像变成另一种 我喃喃开口 不 还是区别很大 算出变数 只是能知道怎么做 依旧不能直接改变卦像 讲盘开口解释 但变数是会乱挂的 我们算不出来乱挂 我点了点头 完全明白了讲盘的意思 这样一来 扬算之术会变得极为灵活 同样的挂像 能计算到变数 察觉到其最终的数个结果 我从胸口贴身的那包里 取出了宅经 我会摘抄一份 宅经交由大哥 你来交这儿 不 天人扬算我叫 地向英术 你来教授 弟妹拜我为师 至于地向看渔这边 日后让他去父亲坟前跪拜 让其做地向看渔的外门弟子吧 讲盘再次说道 我沉溺许久 才说道 天元地向如此厉害 大哥 你可以学斋经 既然阳算英术分离 可以避过祖训 我 讲盘却摇了摇头 笑了笑说道 你会想学天元像术吗 我被讲盘打断了话 摇了摇头 为何 讲盘又问 贪多角不烂 古相我还未曾钻研透彻 地向看渔海那百川 我体会十之八九 但最后那一步 还需多年钻研 我如实说道 讲盘同样点点头 道 为兄 同样是这个意思 还有就是 月银则亏 我们都已经有了 全部的天元和地向 在贪多 恐遭报应 而阴阳 你也要承受得更多 一家门 三先生 这厚重的命数 也不知晓 你能否抵挡得住 讲盘轻叹一声 眼中尽是复杂 这是我唯独担忧的一点 可除此之外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若是阴阳你承受不住 还是等料兄的膳师丹 但 我也担心 膳师丹不够使用 毕竟这里有三个人 柳家倒是需要的生机 肯定更多 若是阴阳和顿空 能安然无恙 尽量就柳正道 我沉默 低下来了头 两久之后 我才抬起头来 道 大长老唯一的子嗣 就是正道道长 无论如何 是要保住他性命的 志尔和顿空 一定会安然无恙 这命 我会扛住 好 很好 讲盘抬手 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又道 明日回来后 弟妹拜师 你去好好休息吧 我复杂地抬起头来 再看讲盘 兄弟二人 无须多言 这也是讲屋的机缘 我没有再多言其他 转身走出了草屋 寂寥的夜空中 丝丝缕缕的雾气 缭绕在圆月之上 夜风悠冷 寒意袭人 我在屋外 站了半个钟后 才朝着前院回去 讲盘一直没跟上来 等到了前院的时候 我才发现 何志还没睡 他坐在堂屋门前的台阶上 手肘抵在膝盖上 双手撑着脸颊 怎么还没休息 我轻声问询 何志震了一下 回过头来 睫毛轻颤了两下 你们聊的 有眉目吗 他抿了抿嘴 问我 我并不怪何志心急 这毒关乎着性命 不只是他的 还有顿空和柳正宝 几年以来 我们都经历了 太多次希望和失望 有眉目 我点点头 我心头思索之余 走到了何志身旁坐下 何志伸手 挽住了我的胳膊 将头枕在了我肩上 如果还是不行 那怎么办 何志微咬着下唇 又问了我一句 大哥从不说二话 而这一次 就连我都觉得 有十足的把握 除此之外 大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廖兄会回来帮我们 但如果 我和大哥的法子 能够治好你和顿空 那就会让廖兄 单独治疗柳道长 我回答道 何志的嘴唇 却抿得发白 显然 他眼中出现了一丝喜色 又很快压了下去 这是失望太多次 何志已经不太敢希望 我取出来了身上的宅经 将其递给了何志 何志的脸色骤变 他并没有伸手来接 你要做什么 何志咬了咬下唇 我刚才就捋顺了思绪 本来是打算明天才告诉何志 这会儿也没再等 直接就和他说了 我和蒋盘商议的那些事 当我将一切利弊 都同何志说了之后 何志的身体微颤 眼中再压抑不住那骨子激动 但是他的激动 并不是因为能学阴阳术 而是能用命数庇护护的他 和顿空的性命周全 片刻后 他将宅经接了过去 低头翻阅 我告诉何志 先看宅经 待翻阅几日 等他拜师大哥之后 他先学阳算 我再教授他音数 这缘由简单 蒋盘还要和顿空沟通 徐府守闸中的大福 让顿空出黑 我不能长时间 让何志损耗他的时间 先学过阳算 后面的音数 我就能教好 何志重重点头 他认认真真的说 让我放心 他肯定会学会 活下来 他还要看着顿空成家娶妻 不会被人算计死 我轻轻拍打他的肩头 告诉他 一定不会有事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眼就到了子时 蒋木女从房间起夜 见了我们 行了脸 问我们 怎么还不去睡 我这才同何志 回到了房间 他将宅经还给了我 便躺下入睡 我睡在外眼 闭眼之时 心头却依旧思绪万千 我思索的 不是此事的可行度 蒋盘既然说了 那就一定可行 我思索的是料成 他会来红河 届时 我们就会见面 顿空的另一部分生魂 如今怎样了 略做一些计算 那孩子 应该也快七岁了吧 这个毒 是否是顿空的劫难 本能给我的猜测 让我认为 恐怕不是 只是说 料成和我说了 恐怕再无缘 那是不是 我最好不见他 思索到了最后 我隐隐又有几分担忧 困意逐渐袭来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次日 当我醒来的时候 天色已然大亮了 何志并没有在房间里 倒是顿空正坐在屋中 桌旁画幅 房梁上的透光瓦片 映射进来不少阳光 以至于桌上的燕台 都有几分反光 我撑着坐起身体 总算清醒了一些 父亲 顿空放下手中的笔 回头看向我 喂 你画幅即可 我去看看 你娘在做什么 我揉了揉眉心 翻身下了床 结果顿空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眼中略有不安 发生了何事 我问顿空 昨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又梦到了廖城叔叔 顿空眼中的不安 变成了整个人的不自在 我眉头微皱 示意让顿空说 顿空另一部分的魂魄 和他之间明明中是有关联的 可除了我和廖城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 那部分魂魄的事情 顿空常年都会梦到廖城 也同我说了不少 我大多时候都在和顿空说 那单纯的是梦 是幻觉 但我时常会问顿空具体内容 实际上 那大致不是幻觉 而是顿空的另一部分魂魄感受到的 发生过的 或是正在发生的事 顿空迟疑了一下 才接着说道 我梦到廖城叔叔和我说 过不多久 他就会给我找一个小师弟 那时候 我们两人就有伴了 他还说了 顿空停顿了半晌 才告诉我 廖城还说了 蒋兄向来容易轻信于人 他要给他一个深刻的记性 他不上当受骗 就永远不会改变自己 话音至此 顿空又苦笑了笑 小声说 父亲 我总觉得 我梦到的事情 好像发生过 但实际上又没有发生 这是不是预兆 可廖城叔叔不在这里 他又怎么骗伯伯呢 我脸色变了 心到一声不好 拔腿 我直接朝着屋外走去 顿空赶紧跟上我 三两步 我就出了屋子 外头阳光明媚 何志正在和苏云聊天 讲牧女在清扫院子 另一头 柳正道在练剑 嫂子 大哥呢 我视线直接落向了苏云 显然 苏云被我吓了一跳 立即回答说 早起 天还未亮 先生就带我出门了 他说早点进省城 也好早点赶回来 不然就得明日 我脸色在变 眼皮狂跳到 走了多久 一个半时辰 苏云回答 阴阳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何志的脸色 也略不安 我神色更阴晴不定 柳正道也停下 手头练剑的动作 疑惑地看向我 我没有回答何志 静止走向了院子一侧 那里 停着马车和马 我将缰绳解开之后 迅速抽出车前头的马鞭 直接翻身上了马背 现在我去追大哥 你们都没有要去他处 我说完这句话 直接一鞭子抽在了马臀上 马斯林一声 朝着院门处跑去 转眼间 马直接冲出院门 在阵路上急驰 出了红河阵 我又朝着 新市省城的方向赶去 新市距离红河路程不短 普通的马车 几乎要多半天的时间 蒋盘就算是骑马过去 至少也得三个时辰才能到 虽然他早走一个半时辰 但枪足的马 速度足够快 我应该能在他进城的时候追上 况且 蒋盘还要在送走蒋屋之前 带蒋屋买不少东西 他需要托人送蒋屋离开 也得时间 即便是我对时间计算有所偏差 也一定能赶在蒋盘 送走蒋屋之前追上他们 我万万没想到 廖成会在这件事情上计算蒋盘 他用这种方式 给蒋盘教训 此时 就连我心头 都有几分抑制不住的怒气 快马加鞭 大马在路上驰骋 带起一片片的尘土 这一路上 我都没有休息过半分 终于 当我看到新市的城墙时 烈日高悬于顶 我心头推演 以八卦法 算了蒋盘的去处 直接就要进城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刚到城门口 却看见蒋盘 从城门处出来 他骑着一匹毛色黑中发红的马 那马还打着响鼻 从外在上看 居然比我身下的马 还要神俊几分 大马也打了个响鼻 发出一声嘶鸣 我心头却沉下去了不少 因为 我没有看见蒋吾 阴阳 你怎么来了新市 远处 蒋盘诧异的声音传来 我驾了一声 靠近了蒋盘 我抑制不住脸色上的难堪 低声说道 大哥 蒋吾侄呢 蒋盘笑了笑道 我已经托付了一个熟悉的商队 他们所过之地 刚好会经过 临阵二神山门下的一个阵 半个时辰前 他们已经将吾而接走 我面色在变 追问道 他们去什么方向 蒋盘皱眉 他一直看着我 忽然不说话了 大哥 他们去了什么方向 我又追问道 声音都中了不少 阴阳 蒋盘的声音 也中了许多 他目光略严厉地看着我 又道 昨夜 我们兄弟二人 已经商议好了一切 你这又是何故 廖兄骗了你 他不会来红河 我没有犹豫 直接说出口来 骗我 蒋盘的眼中 却竟是疑惑了 他摇了摇头道 阴阳 你又怎么知道 廖兄骗我 他远在临阵二神山门 难不成 你们还能千里传音不成 我 我本来想说 是顿空做梦听到 可这句话说出来 蒋盘必定会嗤之以鼻 当初廖城又和我说过 让我不能说出来一切 一时间 我就为难挣扎到了极点 蒋盘笑了笑 说道 阴阳 我知道 有了顿空之后 让你对孩子 有着难以说清的执念 但你要想清楚 廖兄是廖兄 他骗谁 也不会骗我们 此外 这是蒋无的机缘 跟着我 尚且还有颇多磨难 廖兄是一个护短之人 跟着他 此生无忧 显然 蒋盘想得很开 但我更清楚 那是他认为 廖城没骗他 还会来帮我们的前提之下 若廖城没来 就不知道蒋盘是何模样了 最后 我还是不知道 应该怎么再提 蒋盘直接调转了方向 朝着红河的方向 策马而去 我挥动鞭子 这才发现 为何蒋盘的速度快 那黑红色的马 速度竟然和枪足大马 不相上下 等我们赶回红河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的时间了 进了院内 大家都在 蒋盘下了马 立即让苏云去做饭菜 赶路了一天 他已经腹中空空 吃完了东西 就要好好休息 本来大家脸上都是喜色 一瞬间 神色都不同了 何至疑惑看向我 问了句 蒋无呢 苏云更是茫然地看着蒋盘 三两步就走至了蒋盘的面前 不安地问道 吴儿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先去做饭菜 夜里头 我会和你说 蒋盘抬手 要去摸苏云的头 苏云的脸色 瞬间苍白了下来 身体站立着 眼眶隐隐泛红 为什么要夜里说 你不是带窝进省城 怎么就你和阴阳回来了 我的窝呢 一向温婉的苏云 忽然变得情绪几乎失控 他紧紧抓住蒋盘的衣袖 蒋盘甩手 没有甩掉 蒋木女同样慌了神 他仓皇 走到了苏云身旁 小声地问了句 爹 弟弟呢 何至的脸色 顿时也沉了下来 他在看我的眼神 透着几分疑惑茫然 随即 他面色就是一惊 似乎想到了什么一样 他扭头看向了我身侧的马 何至不笨 很显然 他猜测到了一些东西 顿空要上前来 何至按住了他的肩膀 没有让他往前 蒋盘的眉头紧皱 低声道 苏云 苏云还是不松手 他眼眶更是红到了极点 两行泪水夺矿而出 蒋盘面沉似水 转身朝着房间里头走去 苏云拉着他胳膊 就被朝着屋内拽去 蒋木女更是慌了神 紧跟着蒋盘和苏云 很快 他们一家三口就进了卧房 我面色复杂 走到了马车旁边 将大马绑了上去 这同时 何至同顿空从堂屋走出 到了我进前后 何至才低声问询 阴阳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早上急匆匆地追上去 就是因为蒋无吗 你算到了什么 大哥他 何至这话没说完 显然 有深意 我心底更复杂了 沉默了一下 我才说到 老兄 要了蒋无 大哥将其送走了 我话音刚落 何至脸色陡然一变 他眼中更闪过几分惊疑 南南道 该不是要送走蒋无 廖兄 才会来 红河帮我们和柳道长解读 你昨晚上说 大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这代价 是他儿子 何至的语气都变了 颤巍巍又道 盈阳 你怎么会答应这件事情 那是大哥唯一的儿子 一旁的顿空 也听得傻了眼 堂屋里头的柳正道 也扭头朝着院内看来 廖兄这样做 必定有其深意 我的意见对于大哥来说 往来不重要 他是个执拗之人 早晨去追大哥 却是我话说到这里 就说不下去了 因为这对于何至来说 顿空的另一部分三魂 也是不能说的秘密 梅兰柱 是吗 何至死死咬着下唇 脸色苍白 道 可这又让我们怎么面对 他们一家三口 显然 何至的感性要更多 完全会忽略掉我所说 廖城会有深意 蒋屋尚且不是何至的孩子 他情绪都会这样 那更何况苏云 我刚想到这里 蒋盘的房门 碰 得一下被撞开了 苏云满脸泪痕 失魂落魄地跑了出来 处在院子里 站了几秒钟 他回头看屋内 那神态 眼眸里头 只有哀怨 下一刻 苏云眼泪更汹涌 他转过头 跌跌撞撞跑出了院子 蒋木女匆匆从房间里追出来 也哭着去追苏云 何至面色更白 紧紧领着下唇 身体微微发抖 你去追苏云和蒋木女 不能让他们有什么意外 我立即告诉何至 语气也很慎重 何至直接跑出了院子 紧追着苏云和蒋木女而去 片刻后 蒋盘从房内走出 他背负着双手 腰背依旧鼻挺 整张脸依旧保持着平静镇定 只不过 他隐隐泛红的眼眶 还有脸上挤到抓痕 都说明了 刚才屋内并不轻松 大哥 我让何至去追嫂子和木女了 我低声说道 辅导人家 岂能明白 先生对命述的亏测 我或许是错了 蒋盘摇了摇头 眼中明显有几分失望 大哥 嫂子和木女只是普通人 你定不能苛责 我面色微变 语气凝重 蒋盘捶了捶头 嗡了一声 静止走进了厨房 我要上前去帮忙 顿空想跟着我 他明显想说话 又不敢说话 结果我们刚到厨房门前 门啪 等一下就被关上了 我心头叹息 重重吐了口啄气 我们在唐屋等 给伯伯一些时间 松缓精神 我摸了摸顿空的头 两人回到了唐屋里头坐下 柳正道还是正经威坐在座位上 我心头很复杂 甚至都没有去指示柳正道 蒋无被送走 可实质上我知道 料成大抵是不会来 那我们本身计划的事情 就有所改变 何至和顿空是有契机的 那柳正道的契机 却成了一场空 可偏偏恰逢此时 柳正道也开了口 他沉声说道 柳家欠了蒋家一大笔债 李先生 我听闻你和李夫人的对话 大致有所揣测 小蒋先生 是以亲子 换取了给我们解读的机会 此事 正道恐偿还不起 还需李先生明言 我该做何事 回报此事 我不知道如何开口回答了 一时间也只有沉默 柳正道低下头 似是在思索 没过多久 蒋盘就从厨房出来了 他端着一个托盘 其中放着一些简单的吃食 大抵是一些腊肉 香肠 还有咸菜和面饼子 银阳 柳道长 我对厨房里头女人 捣吃的东西 一窍不通 你们先行吃上一些干粮 回头等速晕回来了 再好好做饭菜 这几分钟的时间 蒋盘似是调整了更多 他放下吃食 就给我们分筷子 我才发现 蒋盘的袖子里头 居然还藏着一盅酒 他一筷子菜都没吃 就先饮了一口酒下去 我心境紊乱 胃口便不是太好 没几口 我便饱了 等大家都吃完了之后 蒋盘还在喝酒 他的酒量比起当年 居然有几分渐涨 现在都还没有醉倒 弟妹还没追回来苏云 蒋盘语气略有几分粗重 大哥 你放心 不会有意外 这儿的身手很好 蒋盘嗡了一声 又喝了一口酒 我目光又忍不住 看了柳正道一眼 柳正道眼中略不解 他开了口 李先生 一餐饭 饭前你看了我三次 吃饭中 你看了我七次 如今 你又看了我第二次 有何事 你但说无妨 我面色僵重 其实 我知道柳正道会发现我看他 可我的确忍不住 何止和顿空都有机会 柳正道却没机会 他当年伤得最重 如今毒最深 此时他是最需要救治的人 何止要学阴阳术 顿空要服术大成 所需要的时间就不会短 柳正道恐怕拖不起 蒋盘眼中也略诧异 他扭头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柳正道 再接着 蒋盘就笑了笑 说道 我猜测 阴阳还有事情 未曾和柳道长说 关于你身上的毒 大哥 我声音沙哑了不少 蒋盘抬手 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他又笑了笑 说道 我有一兄弟 名为廖成 他身兼一种极为奇特的阴阳术 又有一枚膳师丹在身 应该不用多少时日 他就会前来红河 届时会替道长肃清毒素 当年阴阳所中之毒 彼此毒剧烈百倍 都能将其化解 还有他的命数 也因此填补完成 我想 阴阳刚才就是要说这件事情 不知怎么说才好 蒋盘说了这些 就让我心虚更复杂了 我不能反驳蒋盘 可他所说的 之后也实现不了 现在给柳正道希望 到时候就只剩下失望了 柳正道却没有露出笑容 他站起身 冲着蒋盘双手抱拳 深深鞠了一躬 半赏之后 柳正道才起身 老蒋先生 给了我父亲最后一挂 给了枪足希望 如今 小蒋先生已亲子换我生机 给了我一条命 正道不知如何违报 所幸 此后我不会回枪足 就留在小蒋先生身旁 柳正道话音格外认真 蒋盘面色纯红 只是笑了笑 又说了句 那是无儿的机缘 柳道长无需限制自由 此事 在意 说着 蒋盘又揉了揉眉心 吐了口浊气 道 有些醉了 阴阳 我先去休息 有什么事情 明日 大哥 我想确保万无一失 柳家也要学符 便让柳道长尝试一下 是否能学老爷子的符传 我深吸了一口气 直接开了口 蒋盘正了正 柳正道面色也微微一变 他眼中有不解之色 蒋盘低下头 许久之后 他再抬头看我 阴阳 你的话不无道理 可这规矩 蒋盘迟一道 这儿算是破了规矩 可也算是没破 我们想出了规避之法 徐福之福 并不是必须单传 若是能多有一脉传承 或许也是机会 我沉生说道 蒋盘的脸色更纯红了 他低头了半嗓 才说道 既然如此 就是仪式 若是成了 老爷子多一个弟子 若是不成 廖兄也算是后手 我心头一喜 重重点了点头 这样一来 廖成就不是唯一的希望 若是柳正道 同样能通过福道 成为阴阳先生 以命术庇护自身 也能解读 要是此事行不通 那说不得 就得去开阳的时候 再想办法 蒋盘晃晃悠悠地 走出了堂屋 朝着卧房走去 顿空还是坐在原位上 有些茫然地看看我 又看了看柳正道 此时 柳正道眉头紧皱 他看我的眼神 也变得极为复杂 我和柳正道点了点头 又双手抱了抱拳 没等柳正道说话 我就喊顿空 先回房间休息 也让柳正道好好休息 等明天 就让他尝试一下 徐福的一道福 停顿了一下 我又道 柳家的道福 也复杂无比 福数上 柳道长你的资质 应该不会差 顿空听话地离开了堂屋 柳正道起身 又深深看了我一眼 说了个好字 便转身朝着他的房间走去 我没有回去休息 而是留在堂屋等待 时间 一会儿过 我取出来怀表看了看 已经快到此时了 何智还没有将苏云 和蒋木女找回来 这时间 已经过去得有些长 我正打算要去阵内 找何智他们的时候 院门外总算传来了脚步声 扭头 我目光看向了门口 本以为是何智他们回来了 却没想到 匆匆跑进院内的 居然又是蒋石 蒋石的脸上带着惊慌 不安地喊了一声 父亲 我立即做了一个 虚声的动作 蒋石赶紧闭上了嘴巴 可他眼神更慌乱 不安道 我父亲休息了 河边出事了 得他去帮忙 娘和牧女也在那边 我得赶紧 听闻苏云和蒋木女 在红河边 我整个人都缓和下来不少 出了什么事 我去看即可 我走出堂屋 沉声说道 蒋石的眼中 显然有几分疑虑和不安 他这是不信任我的体现 我面色平静 说道 你父亲是我大哥 他是天元先生 我为地相先生 天元地相本是齐名 我自能办好此间的事情 他今日身体欠佳 已经休息了 蒋石这才露出恍然之色 他做了个请的动作 低声道 先生 您请 我们一边走 一边说 虽说蒋石年纪和顿空相仿 但在很多事情上 他明显比顿空更成熟一些 顿空毕竟常年在我和何志的身边 被我们悉心照顾 其实 像是我当年十岁 也已经能做不少事了 穷人的孩子 十岁早已经当家 一边朝着阵口走去 蒋石一边和我说了事情的始末 前几日时间 红河之中 就有一些怪异的东西为货 拉人下水 当时他父亲看过后 说是水尸鬼为货 他让我们去请了上游的捞尸人 狗玄来处理 狗玄是今天夜里头来的镇上 他正准备去处理水中的水尸鬼 可有一户人家 非要连夜卸货 在码头上挑灯忙活 结果那船上的人 全都被水尸鬼拖了下去 狗玄要去救人 却在水里头负伤 虽然勉强上了岸 但人一个都没救上来 我听到狗玄的消息 当即心头一正 因为这名字 对我来说太耳熟 转眼 我就想起了当年不少的事情 盘江红河有水尸鬼 这事儿很正常 可这里是天元先生的地界 水尸鬼在蒋盘的眼皮子底下 害死了人 这就不是一件小事 况且 狗玄这样的捞尸人 居然都被伤到 勉强才能上岸 那水尸鬼得有多凶 话语间 我和蒋石已经走到了镇口 镇外就能瞧见红河码头 这时候 码头上灯火通明 很多镇民都簇拥在一起 到了境前 我就瞧见众人围着一人 那人不正是狗玄吗 此时的狗玄 留着短寸的头发 面色极差 身上衣服也是湿漉漉的 在狗玄尖头 有一个深可见骨的伤口 上边涂抹了很多药粉 已经止住了血 我和蒋石过去的时候 众多镇民都开始退开 不过下一瞬 他们的眼中 也同时出现茫然不解之色 甚至有人在焦头接耳 低声说 怎么蒋先生没来 换了一个先生 我并不在意 当年虽然我来过红河 但是我在这里的时间 始终不长 对我有印象的人 应该不多了 何志和苏云 蒋木女母女 都站在狗玄右侧的人群中 显然 他们还没到狗玄的身边 狗玄正在撑起来身体 她本是欲要下水去的动作 下一刻 她的视线 却落至我的身上 她先是愣住了一下 紧跟着 神色中流露出的就是惊喜 李 李先生 狗玄哆嗦了一句 立即冲着我深深一拜 我须抬起双手 道 无须多礼 叙旧的事情稍后再说 先说清刚才的事情 狗玄露出羞愧之色 面色愈发苍白 她沙哑地说道 这红河之中的水尸鬼 有些诡异 其数量之多 已经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 前两年 红河出过市 淹死过人 我来捞尸的时候 都没那么多水尸鬼 还有 这些水尸鬼之中 有一个很凶的老水尸鬼王 他指挥之下 那些水尸鬼更残暴 刚才被拖下去了六口人 现在 怕是已经死绝了 狗玄懊恼道 都怪我本事不经 没能把他们救上来 我皱眉 摇了摇头 道 水尸鬼众多 又有领头的水尸鬼王 你一人之力 怎么对付他们 保住性命 已经是不易 这伤在琵琶骨上 他们的确异常聪慧 狗玄脸色依旧艰难 没接上来话 何致拉着苏云和蒋木女 到了我身旁 狗玄看到他们 面色又是一正 马上又给他们行礼 我皱眉 又说了句 让他无需多理 狗玄俯着自己肩膀 这才走至我身边 我已经转身 走到了码头边缘 这会儿那些阵明 已经有人议论出来了 当年之事 再加上狗玄对我的态度 他们的眼中 没有了怀疑 只剩下紧张和不安 码头边上 还停靠了一艘船 上边搭着悬空的木板 未卸完的货 还有一半在船上 狗玄又和我说了一些细节 就是 这几个船夫 之所以要连夜卸货 是因为城里的富商黄之远要求 一定要今夜将这些米粮 送到红河卸下来 听到黄之远的名字 我眉头就又是一皱 这时候 我身旁的蒋石 小声说道 黄老板 是个善人 他经常给红河的百姓送米粮 对父亲格外尊敬 蒋石这样说 恐怕也代表了红河 大部分证明的看法 可对我来说 事情却并非如此 我身旁的和志 面色透着冰冷 素云微咬着下唇 神色也不自在 尤其是蒋木女 更是露出几分慌乱 黄之远 是想要将蒋木女取走的 她做这些事情 都是在侧面的 给蒋盘施压 一个富商 能想出来这样的主意 我觉得这极不正常 必定身后有人指点 先不提黄之远的事情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这里的水尸鬼聚集 问题很大 天元先生的地界里头 不能有这些问题 我沉声开口 雨霸 我直接脱下来了身上的糖装 交给和志 又让狗玄将他身上的青麻绳 和猪尿包交给我 狗玄脸色微变 不安道 先生 您要下水 此时万万不可 我粗看那些普通水尸鬼 至少上百 喂 我先下去看看 若是不敌 我会上来 我开口道 水尸鬼的确可怕 可我有命数庇护在身 他们这些鬼东西 对我来说不足为据 这件事 也很怪异麻烦 稍作停顿 我又和蒋师说道 你再跑一趟院内 不要惊扰了你父亲 去将柳道长请来 就说水尸鬼 作祟害人 蒋师略茫然 不过他用力点点头 转身又朝着阵里头跑去了 狗玄将青麻绳 和猪尿包递给我 我将狗玄递给我的青麻绳 挂在肩头 猪尿包系在腰间 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身上的 一阴雾势 便走至码头前方 脚下微微一用力 我直接跃入了水中 冰冷的水 刺激着我的四肢百骸 我打了个寒颤 这里的水 要比以往我接触的水 更冰冷几分 我一猛子 就朝着水下深处游去 同时 手中取出了定罗盘 一边游动 一边去看定罗盘的指针 我并没有侥幸觉得 那六个人还活着 这么长时间 他们早就没命了 水尸鬼怨气重 外加死了人 肯定更怨恨不甘 我观察的 就是定罗盘的转针 朝着其转动最快的方向游去 定罗盘指针转动的速度 越来越快 我已经快接近水底了 只是 让我疑惑不解的是 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水尸鬼 等到了水底之后 模糊的视线中 我看到了几具尸骨 这些尸骨 只剩下光秃秃的骨头了 皮肉都完全被啃尸干净 我只觉得 心底一阵恶寒 往来的水尸鬼 都是死死 而这些 全是吃活人 水下的能见度很差 不只是因为水太深 还因为水在波动 沙石游动之下 模糊遮蔽了视线 我仔细又看了一圈四周 才发现 这里不是简单的沙石 还有很多巨大的乱石 尤其是 在一处略平坦的水下 沙石地上 立着一个黑漆漆的阴影 那阴影 就像是在盯着我一般 我心头又是一寒 缓缓朝着那个方向游动过去 我将定罗盘收了起来 左右手分别取出来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通翘分金尺 另一个就是捞试人的补刀 等靠近了那阴影 我头皮直发麻 这不是尸体 不 不是人的尸体 而是一头黑漆漆的狗狮 它心红的眼睛 死不明目地盯着前方 这红河之下 不但那么多来路不明的水尸鬼 居然还有一头狗狮 尸体怨气之重 绝不是简单的黑狗 内心隐隐地悸动 让我觉得 这狗的尸体 也不会简单 有人盯上了奖盘 缘由简单 奖盘在红河居住多年 天元先生的名字 早已经传遍整个盘江下游 成全而来的水尸鬼 是一个问题 当然 水尸鬼还有巧合的可能 可水下的这一具狗狮 就不可能是巧合了 它的方位也极其特殊 除了有人盯上奖盘 没有另外的可能 我将通翘分金尺收起 右手持补刀 左手解开了腰间的猪尿包 放着唇边换了一口气 我没有去碰这狗狮 而是转过身 视线在其余方位扫射 在我的斜前方 助力着一块巨大的岩石 在那岩石中央 还有一道裂隙 裂隙之中 竟似有一双眼睛 正盯着我 我心头微跳 稍稍动了一下双腿 朝着前方游去 游了一半 我若有所思 本能地回头又看了一眼 那位置的狗狮 从这个角度看来 就好似在颤动一样 随时会起身 我心中难难 天狗煞位 只是 让我更疑惑的是 天狗煞位有狗尸 这属于神座归位 宅经所言 这是嫁娶之日的大忌 天狗煞位有神座 降生杀父诸煞 我身体猛地停顿下来 仰头看向上方 再接着 我又看向刚才那巨大岩石的位置 缝隙之中 盯着我看的那双眼睛 却消失不见了 我觉得我隐隐捕捉到了什么 但却还不清晰 继续往前游动 不多时 我就到了岩石之前 盯着那缝隙 这地方 最多让一个人钻进去 能在水底下盯着我的 就只有两种东西 一种是水里头的诗 另一种就是水尸鬼 诗多重怨气 即便是走尸 也不可能那么灵活 前一刻还盯着我 下一刻就不见了 剩下最大的可能 就是水尸鬼了 只是 我不敢钻进这岩石里头 水尸鬼的数量太多 万一进去 里头是一群 又或者我进去后 四周钻出来一些 将我堵死 那我就算有命数庇护 也难免不受重创 当务之急 是要弄清楚 是谁想要打讲盘的主意 还得将那天狗煞位的狗尸弄走 调转身体 我回到了那狗尸前头 摘下来了尖头的青麻绳 绑住了狗尸的头 就朝着上方用力游去 死尘死尘的尸体 拉拽起来格外困难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勉强让自己游出水面 结果刚探头出来的瞬间 就是啪哒啪哒的雨水 落在我脸上 轰隆一声惊雷作响 闪电紧跟着划过 白光将整个红河水面 照射的透亮 这闪电 险些让我报忙 在等我勉强恢复视线的时候 耳边却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声 不 不只是一声 而是接连三声 远处的码头上 还有人在用力甩动手臂 我面色骤变 三声哨 是捞尸人召回的口令 越急促尖锐 就越代表了危险横生 我视线终于恢复了正常 余光却瞧见我的四周水面上 漂浮起来了密密麻麻的脑袋 那些全都是水尸鬼的头 我心头咯瞪一下 不过 我很快就镇定下来 离开了水底 水面上的水尸鬼数量再多 也未必能伤到我 只是 我已经确定 那六个船夫全都身亡 还被啃干净了血肉 再加上我拉着那狗狮 完全没必要在水下 和这些鬼东西纠缠 我直接朝着码头方向游去 就在这时 那些水尸鬼 却全部没入了水中 模糊不清的水面 能看见一股股的暗涌波动 是那些水尸鬼形成的波浪 它们都在朝着我接近 我肩头的坠立 忽然一松 顿时 我脸色在变 我晓得 是那些水尸鬼 先没和我动手 反倒是将青麻绳弄断了 青麻绳断了 狗狮就要落回去 我呼吸猛地一掷 下一刻 我面前的水面 忽而破开了一道口子 从其中钻出的 是一头老的毛发 都几乎脱落干净的老水尸鬼 它刺着牙 尖锐地利齿 闪烁着寒芒 直接朝着我面上扑来 骤然间 它张开口 分明是要咬穿我的脖子 我眉头猝起 但并没有理会它的攻击 老水尸鬼 就要碰到我的瞬间 它的整个身体 忽然重重落入水中 它惊恐地回头望了一眼 随即便钻入了水底 消失不见 我深周水面上的那些波纹 眨眼间也都消失不见了 其余的水尸鬼 也全都跑了 是什么东西 将它们进退 我目光远眺码头 只是这种能见度 我根本就瞧不见任何东西 尖头的青麻绳 空空荡荡 我也无暇再下去 打捞一次狗尸 一直往前游 约某花了半盏茶的时间 我终于接近了码头 靠近了 我才看见 刚才的那些阵鸣 都还在这里 只是因为雨太大 火把都熄灭了 我没瞧见它们 阴阳 你先上来 人群右侧 传来了何志喊我的声音 我爬上了码头 何志立即上前 将我之前吞下的衣服给我 正名稍微后退了一些 狗悬也紧张地喊了我一句 问我没受伤吧 我先点了点头 目光扫过何志 他除了被淋湿不少 并没有其他问题 紧跟着 我视线再扫过其余位置 已经看过了所有人群 这一眼下来 我也没发现 什么特殊的人 可刚才一定发生了什么 否则不会吓跑 所有水尸鬼 李先生 狗悬又喊了我一声 这时 人群忽而逐渐分开了 后方走过来两人 其中一人是蒋石 他的神色极其恭敬 在蒋石后方跟着的 正是柳正道 顿时 我心头恍然 是因为柳正道来了 他动用了某种手段 柳家道士 一口浩然正气贯穿胸膛 莫说水尸鬼 不够凶利的尸鬼见了 也不敢话煞 刚才我让蒋石去请柳正道 也是避免 我解决不了水尸鬼的危险 柳道长 我抱了抱拳 沉声道 多谢 柳正道眉头微皱 他眼中略不解 道 谢我作甚 我身体僵了僵 说道 刚才不是你 驱散了水上的水尸鬼吗 柳正道的目光 却眺望至水面 微眯着眼睛 说了句 刚才我在入定 耽误了一会儿 才跟蒋石出来 我不过刚到这里 并没有帮你 不是柳正道 我眼皮狂跳了几下 那 又是谁 鱼越来越大了 一旁的狗旋 脸色已经苍白至极 他琵琶骨上的伤口 又开始渗血出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扫过众人 沉声说道 所有镇民 全部都回家去 此后夜里不要出门 若是有什么问题 我会命人 去通知大家 另外 最近一段时间 镇上不要举办婚事 稍作停顿 我又说道 刚才那六个镇民 已经丧命 只剩下海骨 今日不好打捞 我会换时间 将他们捞起 众多镇民 都露出恍然之色 不过他们 也都同时点头 人群开始散去 我和柳正道 抱了抱拳 说道 我们先回去 等一下我会将 发生的事情 告诉道长 柳正道点点头 说了个好字 扭头看向狗玄 我示意他 跟着我们一起走 狗玄点点头 他眼中已经出现 抑制不住的疲惫 蒋师 你去扶着狗玄 我们走 何志搀扶着苏云 蒋木女缩着肩膀 三人一同跟在我的旁侧 我们一行人 朝着镇内返回 不多时 就回到了蒋盘家中 何志低声催促我们 去换一身干衣 我又让蒋师 去给狗玄找一身衣服 过了一刻钟左右 大家在堂屋坐下 苏云还是在低头抹眼泪 何志在旁边劝说 蒋木女在一旁 一直没说出来话 我和柳正道 正对着 坐在木桌两头 蒋师再给我们倒姜茶 狗玄 则是坐在另一侧 身体微微蜷缩着 喝过姜茶后 狗玄总算恢复了几分气色 我同柳正道 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当然 柳正道是听不明白 天狗煞位有神座的 他眉心欲竭 说道 水是鬼 除了便是 水下的狗尸 捞起来烧了即可 有人对小蒋先生 有计算谋划 那便抓出来 若是一个伤天害理之辈 就替天行道 若是出饭 惩戒之后 让其不敢再来红河 柳正道这一番话 说的倒是简单干脆 而对于柳家道士来说 这种方法 算不上粗暴 倒是单刀直入 最为简单便捷 只不过 这个人不太好找 还有刚才帮我的人是谁 也没有眉目 我没有继续 和柳正道再说 因为我俩也说不出 一个所以然来 稍作停顿 我问了问蒋石 最近这段时日 镇上有没有人出嫁 然后丧命 蒋石摇头说没有 这倒是简单 应贺了我的猜测 还未曾出现 就是即将出现 这天狗煞位的狗尸 是提前的准备 一旦有嫁娶的女人 落入水中 就会形成杀妇诛煞 沉思片刻 我告诉柳正道 今夜先休息 等明日 具体再和我搭个商业 柳正道点点头后 转身朝着自己房间走去 蒋石也不知道 从哪儿找出来一把纸伞 又匆匆离开了蒋家 何志再三劝说之下 苏云总算和蒋木女 去了另外的房间睡下 我同何志 一起回到了屋内 顿空还在熟睡 下雨天 她睡得很沉 很是香甜 何志上了床最内侧 我睡在外延 隔了很长时间 我才能勉强睡着 可即便是入睡的时候 我都还在想 蒋盘这样正直之人 会得罪什么人 在他门口摆上这样的局 一整夜 我都睡得不太安稳 次日 天刚亮我就睁眼了 我起身的时候 顿空也刚好睡醒 他喊了我一声父亲 何志还在熟睡 我示意顿空 不要惊醒何志 让他和我一起出房间 很快 我们就离开屋子 堂屋里头有人影晃动 我一看 不正是蒋盘吗 他正直起来 一个小炉子在烹茶 我立即走进了堂屋 蒋盘回过头 他精神好了不少 显然已经完全醒酒了 阴阳 你起得甚早 先坐 陪为兄饮茶 我刚去看了牧女的房间 他和素云还在睡 等他们醒了 会去做吃食 他目光又落向顿空 道 顿空 将老爷子的手杂取出来 今日 伯伯让你开始画两道符 如果完成 你就可以和伯伯 父亲一样 成为出黑的阴阳先生 另外 昨日的事情你也听见了 我们会让柳道长学服术 顿空点点头 取出徐福游记 将其推到了蒋盘面前 蒋盘没有立刻翻开游记 而是给我和顿空倒茶 我深吸了一口气 直接开口道 大哥 你最近一段时间 是否得罪了什么人 蒋盘诧异了一下 他给我倒了多半杯茶 先是摇了摇头 再接着才问我 怎么会忽然问这个问题 我捋顺了思绪 将昨晚发生的事情 详尽地跟蒋盘说了一遍 我着重说了 天狗煞卫的事情 蒋盘的脸色 顿时变得格外凝重 他皱眉道 微兄除了和那藏身的军阀 有一些不得已的联系之外 就未曾得罪过他人 更没有得罪过什么先生 毕竟微兄传承天元橡树 也十数年有余 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到 有什么人会莫名 对微兄落下算计 蒋盘的手在桌面点着 发出叮当的轻响 我也在低头思索 陡然间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南南道 昨晚黄之远让那些船夫卸货 非要点准了那时间 才让六人死于非命 否则之前就有证明出事 若非被逼迫 他们不可能冒险干功 黄之远 我眼睛微眯成了一条缝 蒋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吐了口浊气 说道 此人的确有一些问题 微兄很难办 作为乡身 他对红河镇的人很好 只是 他想要牧女 这断然不可能 而且此事 我也很难去责罚黄之远 我觉得 他有一些问题 宁可搓一签 不可漏一个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我之所以会这样说 就是因为 黄之远一个乡身 居然能想到这么多法子 将蒋盘一个人后之人高高架起 让蒋盘不能对他怎么样 这其中 必定就有问题 稍作停顿 我又说道 杀人害命不可取 不过 可以让柳道长去一趟 警告他莫要有害人之心 我关他手下面相 大都有杀人相 若是必要之时 可请柳道长替天 我还没说完 蒋盘面色微变 他的手重重拍在了桌上 低声道 阴阳 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黄之远对维兄有谋划 只是推断 怎么可让柳道长去 这不叫替天行道 这叫妄下猜测 伤人性命 黄之远的想法 虽然让维兄不喜 但是 他所做的事情 却的确多是立民之事 早些年 不少人被逼得落草为寇 若黄之远手下的人 也是那一类人 他们就算是幡然醒悟 浪子回头经不换 如果他们真有害人之事 为兄自会出手 蒋盘的神色极为严厉 他深深地看着我 又说了一句 近年来 你手段很辣了不少 看来 你要长期留在红河了 还有 顿空不能一直跟着你受教 身为人 特别是身为先生 最重要的一点 便是人后之心 这是父亲 甚至是历代地相堪余的 出黑阴阳先生 都坚守的本心 蒋盘这一番话 从刚开始的严厉 到后边 已经是苦口婆心了 我一时间 竟不知道如何反驳他 顿空神色略不安 他稍微低头 小声道 伯伯 顿空明白了 蒋盘这才点头 沉声道 顿空还小 阴阳 你不能将这种形式风格 交给他 希望你明白大哥的苦心 至于那算计我之人 我们且先观之 他必定 还会入出一些马脚 这期间 不要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传授地媚阴阳术 让顿空出黑 再让柳道掌学服术 顺道等料凶来 我沉默了半晌 也只能点头 这一黄眼 已经是出扬破晓 窗口和堂屋上方的 透光瓦片 都撒下成灰 只是 这些照进屋内的阳光 并未让我感到丝毫的暖意 掌胸如腹 这件事情上 蒋盘说出了道理 我就不好反驳了 这时 苏云和蒋木女出了屋子 他们先到了堂屋 蒋木女和蒋盘行礼 喊了爹爹 苏云却沉默很多 静止走向厨房 之后 蒋木女才跟上去 做好了饭菜 母女二人端上来之后 蒋盘便让苏云去喊柳正道 又让蒋木女去叫何志 我也起了身 去狗玄住的房间 喊了狗玄出来 经过一夜休息 狗玄的气色好了不少 这堂屋坐下后 狗玄紧张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蒋盘 欲言又止 正当狗玄犹豫数次 要开口的时候 蒋盘先说道 狗玄 等会儿吃罢了饭时 你就回去养伤吧 红河的事情 我和阴阳会处理 此事不适合你介入 狗玄身体微微一僵 随后才点点头 恭敬地说了个好字 一餐饭吃罢 苏云低声说了句 她去做工 便离开了屋子 蒋木女则是留在宅子里收拾打理 蒋盘让顿空 先在堂屋里头练服 又翻开徐府手闸的开头部分 找出了何魁展师服 让柳正道去看 柳正道持着游记 一边低头仔细阅读 一边伸出右手 在半空画着 似是在临摹 顿空抬头 瞅了柳正道一眼 又低头画符 这一幕却看得我心头略唏嘘 此前 柳正道要顿空学柳家的符 可如今阴差阳错 柳正道却入了徐府门下 也不知道 以后柳天牛知晓了 会是怎样一副表情 我同样让何志回房间 去看宅经了 当柳正道熟悉了 何魁展师服之后 蒋盘就让他用纸笔画符 之后 蒋盘又开始翻找手闸 在手闸的后半部分中 找出来了两张相邻的符 我在一旁 瞥了一眼 蒋盘所翻找的第一张符 名为五行镇魂百相归一符 那符的确复杂到了极点 外表看上去是一张人脸 可细节之中 却是相当数量的小符传 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符 这 世面相符 是阳算 而另一张 反倒不是什么山了 符形是宅形 可这宅形又似是一个木 这 是阴数符 符纸的画法太复杂 我完全无法形容 其符名为 初方画弃央杀推死符 下方 还有一句话描述 央杀出日时 央杀男女刚 男女如陵墓 坐地之甘宅 我脸色陡然变了变 至少 从我现在在顿空身上看到过的符 以及之前我粗看过一遍徐符游记 从来没有发现 居然这游记里头 有这样凶狠的一张符传 大多的符传 莫不是震山 震水 震人 就是一些风水术法 或者是改人面相的符 可没有符 会真的致命 这张出方画弃央杀推死符 和宅经之中 一段关于刚煞的描述 有所吻合 那一段描述 说的是致凶之大鬼 这张符 怎么像是要将那大鬼凭空换处 这样的符 真的合适顿空去学吗 正当我思索之余 蒋盘已经开口了 他让顿空将这两张符画出来 顿空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为难之色 他小声道诉蒋盘 说其实好久之前 他就已经被下来了 手扎上所有符纸的画法 也知晓作用 可就是这两张符 他怎么都画不出来 因为他觉得 画那张五行震魂摆像 归一符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一股拉扯感 就像是小时候 他魂魄会离开身体一般 他不敢将那张符画完 至于那第二张符 他更有一个感觉 他画了的话 会有很重的后果 非到万不得已之时 不能画 即便是落笔 他也不敢 落出最后一笔 蒋盘眉头紧皱 他站起身 背负着双手 来回在屋内踱步 半晌之后 蒋盘才重新坐在桌旁 目光深邃地看着顿空 说道 顿空 这最后一张符 勃勃想起来了 以前老爷子的确说过 姓名攸关之时 方可成符 你不需要将其完全画出 但你心中一定要铭记 怎么样能快速落符 并且万无一失 你可以练习到最后一步 但是不能落最后一画 但那张五行震魂摆像 归一符 我是见老爷子用过的 这张符功效极强 属于定魂符 即便是人在将死之时 要魂飞魂魄散了 用这张符 都能让人聚魂弥留 这张符 你不应该画不出来 定然是你练习不够 无法完全入定名审 蒋盘的面色严厉了不少 他抬手 落在桌上的 便是一道戒指 自今日起 你每日都要练这两道符 若是每日练不够三十次 戒指代之 啪 蒋盘一尺子抽在了桌上 继续沉声道 这是我蒋家的家法 顿空一脸的坚韧 认真地点点头 道 伯伯 我会好好习服 嗯 蒋盘神色柔和了不少 他伸手摸了摸顿空的头 便不再说话 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顿空则开始练习符传 我一直在旁侧坐着 注视着顿空画符 顿空练习的 正是那张五行 震魂百相归一符 我心头隐隐有几分担忧 刚才顿空说了 他在画这张符的时候 能感觉到 像是以前丢魂时候的撕扯感 蒋盘并没有在意 可我却听进了耳中 按照顿空的天资 很难受困在一张符上 这幅给他的感觉 太怪异 难道说 是因为顿空魂魄不全 所以画不出来 五行震魂百相归一符 能够拒魂 若是他强行落笔 会不会影响身体 在我思绪间 时间过得极快 顿空已经画出来了半张符 他的手很稳 丝毫没有声色感 这就是他的天赋 我眼皮微跳 一直看着顿空的手 我眉心也微微欲结 难道我刚才的猜测出了问题 还是说 顿空以前练符 是那种感觉 现在他能成符了 我刚想到这里 顿空忽然闷哼一声 他鼻子里头 忽然流出来两道鼻血 啪哒啪哒 鼻血落在了符纸上 他的手也是一抖 手中的笔 啪哒一声落在了桌上 蒋盘猛地睁眼 低声道 顿空 我赶紧伸手 搀扶住了顿空的肩头 顿空浑身站立不止 他单薄的胸膛 快速地起伏着 我死死盯着桌上那张符 血液浸透下 刚成型的半张符纹 也直接消散了 父亲 伯伯 顿空面色上有难掩的痛苦 可他眼中闪过的 却是傲茂 不着急 顿空 我们慢慢练 这两符成后 符数就可大成 你会以符到出黑 自然不会那么容易 蒋盘给予顿空的 是鼓励的眼神 顿空重重点头 他眼中懊恼消散 剩下的就只有坚韧了 顿空 你先练另外一张符 休息休息 此符暂且先放下 我开口说了一句 蒋盘看了我一眼 也点点头 道 这样也好 稍作休息 看看哪个最难 顿空又认真地点点头 他擦掉了鼻子上的血迹 整理了桌上的符纸 又开始画第二张出方画 弃扬杀推死符 这一张符 顿空画得没有那么快速 一笔一画地描下 他手很稳 只是有些声色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一道未完成的大符 出现在桌上 此符还差几笔未完成 并且整体显得晦涩 有一股气息在营绕 恐怕也是因为符不熟练 加上未完成 那气息并没有穿透符纸 不像是顿空之前那些符一般 跃然于纸上 蒋盘点了点头 他眼神极为满意 喃喃道 这张符 只需要勤加苦练 就一定能完成 就只是刚才那道符困难 蒋盘让顿空继续练习 他又看了看柳正道 起身 示意我跟上他 我目光从顿空身上挪开 蒋盘已经起身 朝着院外走去 我紧随其后 临了到院门口 我还是扭头看了一眼顿空 他俯身在桌案前 神色极其认真 可我的心 却担忧到了极点 顿空 应该有超过九成的可能 画不出那第一道符了 阴阳 无需担心顿空 他的服术造诣 远超过你我 就算是刚才略有问题 也不会成为问题 蒋盘的语气很笃定 可我也不能告诉他 顿空魂魄不全 大哥 我们出来 所为何事 我没有接蒋盘那句话 而是问了其他 蒋盘眺望至阵口的方向 平静地说道 去码头看看 虽说要等他露面 但我也要瞧瞧 红河整体的布局有没有变 会不会影响到阵明 好 我立即点头 这件事也是当务之急 我就怕蒋盘真的已然不动 等着人上门 我们两人朝着阵口走去 月末一刻钟的时间 就到了码头前 昨夜的雨太大 码头周围都还是湿漉漉一片 再加之出了事情 今天几乎没有渔民和船夫做工 昨夜的粮食 还堆积了一大半在码头上 那艘船上也显得空空荡荡 蒋盘沉默地看着那艘船许久 又看了看码头上的粮食 郑鸣无辜 蒋盘的声音很沙哑 若不主动将它找出来 恐怕还会死郑鸣 大根银也会有危险 我慎重开口 并且我又和蒋盘说了一遍 何志 顿空 以及柳正道 会成现在这副模样 和当年我算得不够透彻 被那阴阳先生摆了一道 有极大的关系 即便他现在是成名的天元先生 也绝对不能小觑任何一个同行 停顿了一下 我才说毕竟但凡是阴阳术 都不会太普通 到极点之时 也一定会很强 蒋盘没有回答我 他盘膝坐在码头最前方 将阳弓盘放置在膝盖上 我也没去打断蒋盘 只是缓步走到他身旁 抬起头来跳红河 显然 蒋盘现在在观红河风水 寻找有没有别的地方被修改过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蒋盘才皱眉道 水星学完好 那就只是在天狗煞位有神座 只等大婚之女变成杀父诸煞 想要用杀父诸煞来杀我吗 不无可能 但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我沉默了一下 又开口道 杀父诸煞虽凶 但想要一个天元先生的命 除非先生不还手 我觉得 这其中还有更深的谋划 只是我还没想到 到底会从哪里开始 我低头思索 蒋盘却站起身 朝着我右侧看去 我思绪被打断 同样将目光投向右侧 入目的是一对人 朝着我们这边赶来 最前头的一人 有些熟悉 我认出来 不正是黄之远吗 随着他靠近了 我才瞧见他 恍然懊恼的面色 片刻后 黄之远到了码头前 他脸色通红 那懊恼的神色更强 碰 黄之远居然跪在了地上 重重地朝着我和蒋盘 磕了三个响头 蒋盘眉头紧皱 我眉心也欲结成了一个疙瘩 黄之远声泪俱下 颤巍巍地说道 蒋先生 黄之远该死 说着 黄之远又重重地 磕了几个头 他的额头 已经一片通红 他的哭声居然更大 本来码头距离镇口就近 虽说没有人在这里做工 但是我和蒋盘出来之后 就一直有人在镇口张望 黄之远本来就随从众多 他这一哭 就引来了镇口一些镇名 靠近码头来看 我没有开口 毕竟 红河是蒋盘的地界 再加上我之前 想对黄之远的处理方法 被蒋盘反对过 现在我说什么 可能就会和他冲撞 黄家主 蒋某没明白你的意思 蒋盘中事先开了口 黄之远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抬手 指了只码头外边的船 哽咽道 前几日 我在上游采了一批粮食 命人送来红河 分给镇名 再送一些去周遭乡下 我给了家扑七天时间 让他们去办这件事 结果这几个酒囊饭袋 都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拖到昨天最后一日 才将船开来红河码头 他们逼着船夫 昨夜就要将粮食全部卸完 我今早上才听说 昨夜红河出了大事 水尸鬼作祟 那六个船夫 全都死于费命 黄之远抬手 啪的一耳光 就抽在了自己脸上 他又扭过身体 指着后方那十余个仆人 恨恨道 你们这些的酒囊饭袋 害人性命 等着蒋先生发落 蒋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视线看着后方那些人 又看黄之远 眼神变得更为深邃 我瞳孔紧缩了两分 目光却扫向了周遭的镇民 那些看热闹的镇民 都在焦头接耳的议论 说黄之远人意 我目光在落至蒋盘身上 蒋盘低头 闭了闭眼 又摇了摇头 说道 不知者无罪 黄家主是好心为镇民考虑 还请起 黄之远这才颤抖着站起身来 还没等蒋盘说话 黄之远又低咳了一声 道 你们这些废物 还在等什么 他话音落罢 后方那些黄家仆人 都从背上摘下来了一个布囊 将其打开后 每人手里头 都捧着一根大黄鱼 黄之远复杂地说道 蒋先生人后 不忍心怪我 也不忍心择罚家仆 他们错了 也是我黄家之错 这些大黄鱼 算是给镇民的补偿 将其给全镇分了 我再让这些人戴罪立功 替那些船夫家人善后 瞬间 后方看热闹的镇民 都轰然叫好 甚至有人带头鼓起掌来 我看向了蒋盘 蒋盘垂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黄之远命令那些人 走进了镇民之中 码头前边 就只剩下我们三人了 黄之远躬身 向蒋盘抱了抱拳 也转身朝着镇民中走去 大哥 我低声说了一句 蒋盘恩了一声 不让柳道长来 我去查查吧 我要去黄之远家中 看看问题 我直接开口道 当然 这时候黄之远已经走远了 他眼神未曾游离 口味有高低 没有鬼牙 头不摆 蛇不见黑 与童眼齐 无谎言奸诈相格 他刚才那番话 并没有说谎 我也看过了他后方那些家仆 同样如是 蒋盘说道 我身体微微僵了一下 其实 我刚才也注意了黄之远 和他那些家仆的面相 如同蒋盘所说的一样 他们的确一个人都没撒谎 我才觉得奇怪 黄之远真就是没算计蒋盘 这事情 就那么巧合 他也没有问题 反倒是问题所在 阴阳 你放心 即便是他心思都在红河正名身上 我也不会将牧女许配给他 取之于名便用之于名 就当他在为以前那些家仆做过的恶事偿还 至于他身后是否有先生 你认为大哥的眼睛 看不穿他是否有欺瞒吗 这几年来 我都未曾发现他撒谎 蒋盘又开口说了一句 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天元橡树绝对不差 蒋盘早就注意了 都没发现问题 难道说 问题真的在别处 暂时找不出来风水上的线索 还是只能静观其变 蒋盘背负着双手 示意说 我们回院子 先以教授核置阴阳术和顿空 柳正道服术为重 离开码头 穿过众人 我们朝着院子回去 结果刚走了一半的路 后方就传来了 踢踢踏踏踏的马蹄声 我和蒋盘住足 两人朝着路边让开 同时回头看去 呜 得一声传来 一匹马停在了我们身后 马上翻身下来一人 那人身穿破破烂烂的道袍 脸上伤口不少 显得极为狼狈 蒋先生 他没站稳身体 摇晃了一下 直接朝着前面倒来 蒋盘立即伸手 搀扶住了他的肩头 眉头紧皱 道 卢道长 你为何 他还没说完 那道士的脸色一红 扑得喷出了一口血 眼看就要昏厥过去 我快速抬手 直接掐住他人中 粘稠的血液粘在了手上 不过这道士 总算清醒了一些 他身体更站立 蒋盘低声道 先去我住处 慢慢说 道士一把抓住蒋盘的手腕 他的呼吸更粗重 慢慢说不及了 你快跟我走一趟 我眼皮微跳 看来 是这道士的道观 出了事 蒋盘面色严肃了不少 低声道 卢道长 走 你这副模样 哪还撑得住 我和涉地会同去 一匹马也不够用 先去我住处 说清楚都发生了什么 我们背上马车 再出发 文言 这倒是稍稍镇定了一些 我和蒋盘一起搀扶他往回走 路上 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事情 在七天前 他们道观下的村上 出了一些事 一个吃傻的女人 在镇口投河了 结果 那条河就开始出怪事 但凡是夜里过人 就一定会落水 而且直接淹死 他们派遣出道士去处理 放干了河水 从水里头 起出了两具尸体 刚好是一男一女 女的就是投河的吃傻女人 那男的是村里头 早年失踪的人 他们将尸体带至道观 准备将其超度 结果道观里头 也出了问题 有个道士撞碎 重伤了不少其他道士 就连他也被伤得不轻 那一对尸体又消失不见 恐怕还是回到了河里头 这道士雨霸的时候 我们已经走到了院子前头 我听得眉头紧皱 一对尸体 撞碎了道观道士 这事儿 怎么听怎么有问题 虽然普通道士比不上柳家 但就那么容易被撞碎 还是说 那对尸体就那么凶 蒋盘的眼中 也疑惑不少 他又做了个请的动作 道 卢道长 我们去了 一观便知那两具尸体 定然有不小的问题 三人前后进了院子 顿空还在堂屋中 坐着练符 柳正道却到了院子中央 他面前有一张小方桌 他也在画符 稍微近了一些 我就看出来 他画的是和魁展示符 虽说这符传 不如当时顿空画的那样出彩 但也重归重举 这不过小半天的时间 柳正道居然将和魁展示符 画出来了 这本身就是极为出色的天字 柳家倒是本身用符 他的确合适学徐符的符术 那倒是却呆了呆 正正看着柳正道 难难道 轻袍高际 三尺浮沉 九剑悬腰 柳家 下一刻 那倒是挣脱了我和蒋盘 竟在重伤的情况下 还是站稳了身体 他双袖胆了胆胸前的衣服 毕恭毕敬地行了礼 小道卢魏严 见过柳家前辈 未曾知晓前辈在此 仓促见之 小道大不尽 说着 卢魏严又深深地鞠了一躬 柳正道并未停笔 依旧在画符 一直到他笔下那张 和魁展示符完全成形之后 他才放下手中笔 长嘘了一口气 目光落至卢魏严的身上 柳正道面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 柳正道将那张符拿起 转身却朝着屋内走去 顿空 你帮我看看这张符 我和蒋盘相识一眼 蒋盘神色镇定不少 我心头也松口气 柳正道的心态 当真是极好 按道理 他其实应该问我和蒋盘 可他却问的是顿空 显而易见 他知晓我们的符术一般 能对顿空这样的质子下问 可见其心性之坚韧 卢魏严倒是略尴尬 不自然地看看我们 蒋盘做了个请的动作 是以卢魏严上院子 角落的那辆大马车 我们现在就出发 我同卢魏严解释了几句 大致就介绍了柳正道的身份 以及柳正道 现在有事情忙碌 无暇关注其他事情 卢魏严赶紧应声道 这是自然 柳家道术精湛 前辈全心问道话福 和我等末位小道 自然有天壤之别 卢魏严的态度 不由得让我想起 当初在唐镇 去往郭英山脉的时候 那些道士对柳家道士的尊敬 我思绪间 卢魏严已经朝着马车走去 蒋盘则是转身 进了他自己房间 显然 他是要去准备携带的东西 我大部分家伙事都在身上 无需再带其他 便走进了堂屋中 顿空停下手上动作 喊了我一声父亲 我点点头 便告诉了柳正道 我们要去解决一些事情 让他们就留在这院中 我简单地和柳正道说了 卢魏严那边道观 以及村中事 柳正道眉心微宁 忽然道 这和魏斩尸符 以重阴之气 凝结成斩刀 淋湿至上 和中阴气汇聚 魏又为鬼斗 此符当戒合之气 就如同柳家之符传 凭借胸口那一股 浩然正气一般 我略诧异 因为柳正道所说的 和我讲的事情 几乎不搭边 他是完全入了神 还有他对 何魏斩尸符的理解 当真是深邃 我好像都没听顿空这样说过 就好似柳正道 不只是画符 他还在分析这幅的构成 顿空 你和柳道长就留在院中 知晓了吗 我叮嘱顿空道 顿空点点头 道 父亲 我知道了 可柳正道此刻 却目光如炬地看着我 继续说道 李先生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面色微宁 抬眼于柳正道对视 学了符 我想用 何魏斩尸 既然是借何因鬼都灭尸 自然在何中最好 刚好你们 遇到这件事情 岂不是天意让我是符 我同你们一起前往 柳正道语气笃定 我瞳孔陡然紧缩 另一侧却传来扑腾一声轻响 我扭头看过去 马车那方向 刚上车的卢卫炎 却下了马车 他一脸惊喜 道 柳家前辈愿意前去 是百姓之喜 我 这卢卫炎伤势如此重 刚才见了柳正道 就不需要人搀扶 现在又直接跳下了马车 他对柳家的敬重 的确非同一般 好 我点了点头 顿空的眼中 也露出思索之色 难难道 那柳道长 我和你一起去 柳正道直接就朝着 马车走去 顿空跟在他身旁 他们两人还低声交谈了起来 顿空在说 他对何魁展示符的认知 大致顿空说的 是细节上符的构成 以及符本身就有的气 简单听了几句 我听明白了顿空的意思 他认为 一道完完整整的合魁展示符 是自带气息的 未必需要在盒中 可柳正道认为 因地质疑 若是在符本身就完整的情况下 再在合适的地方 必定功效成倍增长 顿空迟一片刻 点点头说 我还未曾试过 两句凶尸 一人一句 可好 柳正道认真道 好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顿空抬起手 做出的却是拉钩的动作 柳正道顿了顿 也伸出手 和顿空拉钩 我 那卢未延却目瞪口呆 好似有几分失神 这期间 蒋盘也出来了 他诧异地看着顿空和柳正道 同时朝着我走来 我和蒋盘说了情况 他点点头 说这是好事 我让蒋盘稍等我片刻 我去和何志交代一下 蒋盘便先去拉马车 我回到房间 同何志简单说了 我们要出行 何志一直在低头看宅经 他头都没抬 只是轻声说了句速去速回 显然 他已经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进去 我们要去办的事情不大 再加上那么多人手 他也根本没有担心 我从房间离开 马车已经出了院子 我也立马跟出去 直接上了车 我同奖盘坐在前头架马 顿空和柳正道还在车厢内商议 只鱼下卢未延坐在马车角落 不敢多言 不多时 我们就出了阵口 这么长一段时间 这里的阵名早就散去了 此时天色阴沉 就像是要下雨一般 迎面一辆马车 和我们擦肩而过 进了阵内 我本能地看了一眼马车 赶车的是一个普通车夫 这马车也极为普通 没丝毫特殊之处 只是 我心头隐隐有几分悸动 这悸动来自于本能 大哥 平日里 红荷莱马车的数量多吗 我拉住了缰绳 两匹马打了打响笔 停了下来 倒是不多 蒋盘回答道 我没二话 翻身直接下了马车 脉步就朝着那辆马车追去 几个呼吸的时间 我就追到了马车前头 车夫也晕了一声 将车停下来 他诧异地看着我 不解道 阁下拦车 有何贵干 车上是何人 静红何阵 有何事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车夫脸上 明显露出不喜之色 阁下是何人 贸然拦车 便直接问话 好没理数 车夫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面色不变 这样直接去拦车问话 的确会让人觉得不喜 可我有心悸感 也不可能不问 就坐视他们进阵 尤其是现在我和蒋盘 柳正道 顿空都离开的情况下 我眼中多出几分锐色 看着那车夫 车夫显然正住了 地上堪余的阴阳先生 当阳算之数 达到一种境界的时候 一眼就可看穿人像 对普通人 有极强的压迫力 我正要继续开口 旁边却传来了一个 匆匆的声音 笔人讲盘 是红河的阴阳先生 这是设地 近日来红河 频繁出事 外人进阵 设地警惕 还请见谅 没等我扭头 我就瞧见蒋盘 从旁侧快步走了过来 那车夫脸上的 正然少了一些 却多出几分畏惧 他警惕地看看我 又有些正然地 看了一眼蒋盘 他后方的车门 却被推开了 进入我和蒋盘视线中的 是一个身材薛瘦 带着一副金丝边 圆镜片眼镜的男人 他眼眶发黑 脸上有黑气萦绕 不过这黑气还算稀薄 没有性命之忧 天元蒋先生 那男人眼中都是激动 声音微微颤抖 蒋盘点了点头 那男人却踉跄从马车爬下来 居然直接跪倒在地 蒋先生救命 他二话不说 喷喷地就给蒋盘磕头 蒋盘眉头紧皱 我脸色也不自然 显然 蒋盘声明在外 这是个上门求他办事的人 只是我们现在要是缠身 并没有时间管他 我正想说话 因为这男人 只是硬堂黑气 两眼下暗惨 在骨巷上 硬堂黑气 非常幽精 两眼暗惨 六十日防灾祸 他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蒋盘却先开了口 他沉声道 你叫什么名字 曹宇 男人立即回答 嗯 曹宇 你现在没有性命之忧 而我有要务去办 进阵之后 先找阵上客栈住下 我回来之后 会命人去找你 蒋盘又开了口 我顿时松了口气 我就怕蒋盘会先管这件事情 曹宇脸上明显露出恍然不安 他道 蒋先生 不行 你得救我 我昨天都差点就醒不过来了 他跪着上前 直接抓住了蒋盘的小腿 我眉头紧皱 蒋盘也挣脱两下 曹宇抓得很紧 没有松开 蒋先生 你听我说 我夜里头总梦到一个小孩 他很恐怖 要掐死我 你看我脖子 曹宇直接拉开了衣领子 露出来的干瘦脖梗 让我眼皮微跳 他脖梗上 当真有一片密密麻麻的黑色巴掌印 这些巴掌印都很小 似是婴儿的 我目光顿时看向了曹宇身后 只是现在天色太亮 我什么都没看见 不过 这相仿的一幕 我是见过的 当年替霍昆明办事 也就是他丧子 若是孩子早要亡死 就会跟在父亲身后 一直盯着父亲 直到他也死亡 只不过 跟着归跟着 直接要复命 这事儿却少见之急 蒋盘同样露出思索神色 他抬手 取出来了一枚铜钱 将其递给了曹宇 说道 你拦着我 我还是需要出去办事 这枚铜钱你拿着 可保你性命无忧 我回来后会找你 曹宇呆呆地接过去了铜钱 又冲着蒋盘扣头数次 蒋盘说了免礼 这才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 我转头朝着我们的马车走去 蒋盘跟在我身旁 回到了马车上 我又开始赶马车 蒋盘闭目仰神 又走出一段路后 我心却还是有些平息不下来 大哥 刚才那人 你有没有觉得 还有其他问题 我开口说道 蒋盘摇了摇头 道 银阳 你是不是疑心太重了 我顿了顿 强笑了一下 若是疑心还好 只是这心计赶下不去 难道不是因为他们 而是别的 他们只是巧合 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我低声说话 同时也在分析 爹爹 娘亲 很厉害的 顿空探头出了车门 很认真地说道 我只是服 住了那一对尸体 就可返回 应该不会过夜 柳正道开口道 若是李先生 你还是不放心 你和蒋先生就留在阵内 我同顿空去即可 我摇了摇头 否定了柳正道的想法 那对尸体能撞碎道士 蹊跷之处更多 顿空说的倒也没错 和志的确不弱 身为鬼婆兼棺材将 即便是遇到一些阴阳先生 正面应对之下 都要在和志的板斧 批命术前吃大亏 况且 刚才那的确是两个普通人 不再多想 我继续开始赶路了 约莫一个时辰后 我们的马车 停在了一座村口外 这村口右侧有一条河 刚好是从村子里头流淌出来 这河是直川村子 并不是恒兰村口 此时刚好是正午时分 阳光刺目 河边还处着两个人 刚好是一男一女 正盯着我们的马车呢 也就在这时 马斯明一声 就像是受惊了一样 居然直接朝着河里头冲去 我脸色微变 用力拽住了缰绳 闷哼了一声 车内陡然射出三柄桃木剑 从我和蒋盘的耳侧 呼啸而出 盖文 天原地方 律令九章 无精斩除 除去摆秧 一斩去天秧 天逢道路鬼 斩雀朱魔鬼 永远离家乡 咒法声同时入耳 痴痴两声 那三柄桃木剑 却射在了和岸边的两株柳树干上 那里哪有什么人 梁匹马又是一阵私鸣 堪堪停了下来 我微眯着眼睛 仰头看了看天 喃喃了一句 刚才是正客 的确怨气深厚 讲盘也开了口 柳正道半个身体探出马车 我和蒋盘都下了车 让柳正道下来 顿空则是跟在柳正道身后 小脸上警惕不少 前辈 你小心一些 卢尾炎跟下车 捂着胸口 匆匆说道 柳正道并没理会他 静止走到了那两棵柳树前头 拔下来的桃木剑 顿空低头 看着河面 我和蒋盘 并行到了河边 烈日高悬 倒映在河面之上 反射着刺目的强光 过了大阴之时 就瞧不见阴气 厚重的模样了 天黑 我下去看看 将他们引动出来 柳道长你和顿空再用符 我开口说道 柳正道摇了摇头 说道 不需要引 震出来即可 我身体微微一僵 不过柳家 本身就是替天行道 诛灭尸鬼 他们自有他们的办法 卢道长 我们回道观看看吧 蒋盘开口道 如未言立即点了点头 我们一行人 又上了马车 这一次 蒋盘赶车 如未言在他旁边指路 我则和顿空 以及柳正道 坐在车坠里面 天没黑 我们自没必要在河边等 不多时 我们就穿过了村子 这里有一条路 正朝着山上而去 约莫小半个时山后 马车停在了半山腰 这里有一个道观 骑上牌匾写着 朝宗道观四字 道观大门紧闭 蒋盘和卢卫言下车 他又搀扶着卢卫言去开大门 我们三人在后边 柳正道却忽然说了句 管中无活人了 我脸色微微一变 顿空同样露出金色 他声音不大 蒋盘和卢卫言 已经在门口 应该没有听到 所以并没回头 可我丝毫不怀疑 其准确性 柳家倒是对活人的感应 对阴气和怨气的分辨都很厉害 我不止在一个柳家人身上感受过了 沉闷的声响传来 道观大门被推开 卢卫言却身体猛地僵住 他闷哼一声 就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就连讲盘 整个人也都僵硬了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一阵风吹来 浓郁的血腥味从道观中涌出 柳正道目光冷冽 眼中杀鸡喷泊出 他大步往前 我和顿空紧随其后 直接从卢卫言身侧进了道观内 入目中的一切 饶是我 眼皮都狂跳不止 演舞场中至少跪着有二十余人 这些人全都穿着道袍 他们无一例外都苟着头 就像是在忏悔赎罪一样 血 从他们的下巴不停一处 地面完全被鲜血浸透了 阳光映射下 这一片血地显得格外的扎眼 让人压抑难言 悲惨的傲哭声 忽而从身后传来 不消回头 我就知道 是如未言在哭 他声音悲怆 简直是痛断了心肠 柳正道静止往前 走过地上的血 来到了尸体前方 我和顿空 还有蒋盘 也都跟了上来 蒋盘的面色阴沉似水 隐隐有愤怒闪过 柳正道抬手 抬起了一具尸体的下巴 我眼皮更是猛得一跳 这十个二十来岁的道士 嘴巴长得极大 其中却血淋淋 空荡荡 分明是整条舌头 都被拔了出来 咬舌死 已经足够痛苦 竟然还拔了舌 下手这人 心肠足够歹毒 柳正道低声道 撞碎之后 人心被鬼压 毫无良知 蒋盘也开了口 柳正道却忽然说道 不是撞碎 是被人杀 蒋盘脸色一变 他皱眉道 柳道长 卢道长之前说得清楚明白 他们都是被撞碎之后的 道士伤了的 这里的确有一些怨气未散 但不足以杀那么多人 道士写 即便是非柳家道士也透着阳刚气 这怨气承受不住 柳正道又开口道 蒋盘不说话了 他目光凝聚在被柳正道勾起下巴的那张人脸上 我走至旁侧 将另一个人的下巴也勾了起来 这人的年纪稍微大一些 约莫四十岁出头 他同样是被拔掉了舌头 而他的年寿上有赤色 还有青金 我喃喃道 年寿赤 青金 遭恨祸死 紧跟着 我去勾起来了下一个道士的头 也是相同的死相 蒋盘从另一个方向去看其余人的死相 和我得出的结论相同 最后 看过所有人的脸后 我和蒋盘商议了一下 下了共同的推断 这朝宗道观的所有道士 都是死于非来横祸 并不是卢卫言此前说的道士撞碎 可这事儿 未免难以解释 将水中凶狮拉回了罐内 先道士撞碎 重创了所有人 紧跟着 就有仇家上门 引来横祸 这也太过巧合 更关键的是 为什么有人要以这么残忍的手段 诛杀他们 这又不像是当年那偷售的假生和假公民 专门看中了道士和先生杀 卢卫言哭了半嗓 才勉强止住哭声 颤巍巍地朝着我们走来 等到了境前 他一双眼珠子更红 目自欲裂 先将尸骨收敛一下 放入大殿 免得日晒 这里问题很大 凶手肯定要找出来 蒋盘开口道 卢卫言重重点头 他抓住其中一具尸体 就要朝着大殿里头脱去 我抬手拦住他 说他伤重 我们来 结果卢卫言却惨然地说 全关师兄弟死于非命 他要是连尸骨都不能收敛 夜里头都闭不上眼睛 柳正到扭头看我 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 我就没有再去拦着卢卫言了 我们一起拉尸体进关内大殿中 二十多具尸体 约莫花了两个钟的时间 才全部安顿好 这时候 卢卫言却不安地说了句 少了一个 老三 我和蒋盘的目光 顿时落在了卢卫言身上 卢卫言低声道 老三 就是昨晚上撞碎的道士 他把我们打伤 一来是他偷袭 二来 我们不敢下死手 他不见了 恐怕是死在别处了 我看看你的伤口 柳正到忽然说了句 卢卫言脸色虽然煎熬痛苦 但还是听柳正到的话 将胸口的衣服拉开 在他胸膛上 有一道很深的伤 在心口旁边 稍微再往左一点点 他就要被划破心脏了 除此之外 他身上小伤更多 你并非被撞碎所伤 柳正到眉心的横纹伸碎了起来 他眼中出现了极为浓郁的杀鸡 卢卫言神色骤变 他眼中只剩下恶然 这 怎么可能 我和蒋盘相识一眼 我心头更凝重 蒋盘微眯着眼 露出沉思之色 之前我就觉得 一对尸体撞碎了一个道士 就让那道士 伤了一整个道观的人 这太诡异 现在道观的人死绝了 并非被撞碎所杀 没有怨气 就连卢卫言说人撞碎 伤人的说法都被推翻 这很显然就说明了 是卢卫言口中的老三有问题 思绪至此 我便直接开口问道 你们道观 还出过什么事情吗 那老三 是否做过什么事 和大家都有仇怨 卢卫言摇了摇头 面露茫然不解之色 没有 老三心善 总下山帮村民 无论是修补宅院 还是去帮一些妇孺老人耕田 从来都是走在最前面 他怎么可能 说着 卢卫言捂着胸口 嘴角又一出不少血迹 这会儿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和顿空去其他地方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正道转身离开了大殿 他叫上了顿空 两人很快消失在了右侧 蒋盘沉默了片刻 说道 我们先去道场外 你将这件事情的所有始末 全部和我们再说一次 他搀扶着卢卫言 又朝着道观外走去 我跟着一起出了道观 蒋盘掺着卢卫言 坐在了马车前面 阳光照射下 卢卫言显得失魂落魄 面如精致 足足等了半盏茶的时间 他才低声开口 不过他说的 还是之前讲过那些 七天前 一个吃傻的女人 在村口投了河 结果村里头就有人溺死丧命 放河水起尸 起来的就是两具尸体 再之后就是尸体被带回道观 然后道观出世 他离开 这时候 卢卫言已经没用撞碎形容 而是出世 显然 这个中的一些问题 他自己有所接受了 投河是起始吗 恐怕得弄起来那个女人尸体 才知道情况 那早年失踪的男师 是巧合在一块 我知道的信息太少 能分析出来的东西也不多 蒋盘也点点头道 看看柳道长和顿空 有没有什么收获 若是没有 我们就去村里头等天黑 又过了一刻钟左右 柳正道和顿空出了道观 到了我们进前后 还没等我问询 柳正道就摇了摇头 蒋盘示意他们上车后 我们便离开道观 静止朝着山下而去 回到村子里的时候 天色稍微暗了一些 如未言指落 带着我们去了一个院子 敲开了院门 来开门的是一个老人 他愣了一下 脸上露出几分笑容 如道长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这老人笑容很勉强 他扫过我和讲盘 又看过了柳正道和顿空 再探头看了看后方 神色才稍微好了一点点 村长 灌内出了一点事情 那两具尸体 应该又回到了村口的河里头 我们在这里休息休息 夜里再启示一次 卢未言喘息了一声说道 村长一惊 面色更加不安了 那死女人 又回来了 村长吞咽了一口唾沫 卢未言点了点头 村长让开了门 将我们请进了院内 一直到了堂屋里头 他让我们坐下后 又到了茶 这期间 村长一直若有若无地 看卢未言 他又问了我们是谁 讲盘说了之后 村长的额头上 更是见了汗 我觉得这村长 肯定有什么话想说 可现在却隐瞒着 我正想开口去问 结果他却刚好说 他厨房里还在熬药 先过去看着 说完 他就匆匆进了厨房 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村长却没再进堂屋了 之后 他虽说从厨房出来了 但却绕进了另一个屋子 我更觉得这其中有问题 我更觉得这其中有问题 问题 处在朝宗道观 和这村子里头 可单去看卢未言 我和蒋盘 都看不出来别的问题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一转眼 天都快黑了 村长还是没从房间里出来 卢未言显然也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迟疑中 看了看村长的房间 说道 我们先去河边 一行人离开村长的家里 又朝着村口过去了 入夜之后 村路上几乎没人 等我们到了村口的时候 河水上萦绕着一层黑气 清冷的月光灰洒而下 水中似是黑中发红 还有一些阴影在晃动 柳正道站在河岸边 示意我和蒋盘 卢未言退后 只有顿空在他身侧 这时 顿空手压在腰头 他腰间挂着两道扶串 柳正道的左手也握着一张扶 显然 那是何魁斩师扶 下一刻 柳正道右手从兜里头一掏 便取出来了五颗颜色不同的 十块 一人一个 你左我右 柳正道沉声道 好 顿空点了点头 蒋盘背负着手 我同样也被过手去 卢未言不自然地说了句 如果 是老三有问题 那这两尸体也有问题 是不是 先留着尸体的杀气好一些 这样一来 或许能弄出来点什么线索 无碍 死人不是靠着怨气说话 怨气带来的只有恨意 他躺在这里 也可以告诉我们很多 我对卢未言说道 卢未言显然没听明白 眼中有些茫然 我没多解释 目光落在柳正道身上 这时候 柳正道小臂挥洞 五色石头被投掷五处 东北安清时 东南安红时 西南安白时 西北安黑时 学中安黄时 咒约 五星八地 神灵保佑 碎星居左 太白居右 迎获在前 陈星立后 镇星手中 碧除殃旧 妖意灾变 五星涉案 王者安宁 生者福寿 急急如律令 扑通的声响中 五个石块在五个方位 没入水中 下一瞬 水面的黑气 突然消失不见了 夜幕下 漆黑的河水中 是一股股流淌的血色 片刻后 水面浮起来了两个人 不 这不是完全漂浮起来 这两个人 都只是脑袋先露出水面 其中一个是男人 另一个是女人 两人都是苍白的脸皮 没有任何血色 痛苦的面容 充满了挣扎和怨毒 柳正道低声喝道 何愧 顿空立刻接了一句 斩尸 两人同时挥手要出符 我面色微变 低声道 先住手 这不是凶尸 是死道 河中死岛 往往是受了莫大冤屈 即便是死后 都树立在河中游走 想要找到人伸冤 死岛的危害性 远不如其余河中凶尸大 只会给人带来无穷尽的麻烦 因为要帮其找到凶手报仇 否则就一直被死岛缠身 既然河中是死岛 就更不可能撞碎那么厉害了 我脑中思绪 一瞬间就蔓延开来 这期间 顿空和柳正道 也同时停手 他们两人回头看我 柳正道眼中疑惑 他又看了看河中尸体的头颅 微眯着眼睛 说了句 怨气深厚 但却不凶 卢卫言 对付这样两具尸体 需要带回道观之中吗 柳正道又问向卢卫言 这恰好也是我想要问的话 区区死岛而已 怎么会需要带回道观 真要倒是来处理 一整个道观的 足够将其措骨扬灰 这 卢卫言身体僵住 他呆呆看着河中尸体 楠楠说了句 此事 非我主导 我一直在灌内 是灌中其他弟子在村内办事 之后由老三接手 再将尸体带回 我都是听到老三口述 阴阳 将其拉起来吧 那老三 有很大的问题 蒋盘出声 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我将身上的糖装脱下来 交给顿空抱着 然后跳入河里 将那两具尸体打捞上岸 直挺挺的两具尸身 在月光映射下 显得更为凄凉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 那男尸眼角上 有一处尖门痣 女尸额头正中 长了一颗痣 在她的人中位置 也有红痣 蒋盘微眯着眼睛 说道 尖门痣 七出墙 眉上额中 双龙细珠 人中至出墙 这两人 是什么关系 当然 这只是蒋盘的疑问 我们场间 又有谁能知晓 我却觉得 这一切没那么巧合 也就在这时 忽然 村口另一侧 出现了一大堆的火把 是成群结队的村民 朝着我们这边跑了过来 当头的是我们下午 见过的村长 另一侧 是个约莫七十岁出头的老人 那老人手中 持着一柄膜的 赠光瓦亮的砍柴刀 到了我们近前 仰起刀 居然就朝着 卢卫炎身上砍来 他面色争鸣凶狠 眼中竟是怨毒恨你 我杀了你这个衣冠禽兽 他嗓子和破风相似的 感觉随时都会断气 卢卫炎面露金色 赶忙朝着旁边闪躲 讲盘眉头皱得更紧 我心头也是疑惑不解 卢卫炎闪过一下后 紧跟着 那老人又批下一刀 卢卫炎 老人家 我和你远日无怨 近日无仇 你作何缘由 要杀我 卢卫炎喘息一声 他本就带伤 闪避两次 胸口又溢出了一些鲜血 与霸的同时 他的手陡然探出 直接抓住了那老人的手腕 光当一声 砍柴刀落了地 老人却满脸悲愤之色 扑通一下 重重跪倒在地 他跪得不是卢卫炎 反倒是蒋盘 紧跟着 他重重地一头磕倒在地 悲愤颤抖道 蒋先生替小老伸冤 蒋盘弯腰弓身 搀扶住了老人尖头 将他扶了起来 这一幕 让柳正到眼中 也疑惑无比 顿空看了看卢卫炎 又看了看老人 后方那些村民 则都在交头接耳的议论 卢卫炎更茫然了 他眼中只剩下不解 蒋盘低声问那老人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冤情 可以直说 既然我们一行人 来了这村里 自然会解决了一因事物 老人站立扭头 却看向了那两具尸体 指着那女尸 哆嗦地说了句 这是我儿媳 紧跟着 他又指了指那男人 面色更痛苦 颤声道 这是我儿 再之后 老人说完了一番话 后方的村民 都眼神恨意十足 卢卫炎却面色苍白至极 老人名为谢长俊 他儿子名为谢广 儿媳叫做杜兰 约莫在八年前 谢广刚刚成亲 结果没过多久 他就失踪不见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家中只留下媳妇杜兰 以及谢长俊一个老头 这些年来 谢长俊一直想要找到儿子下落 却苦无消息 他逐渐发现 杜兰有一些问题 甚至前段时间 他找邻村的大夫 开了一方流产的药 谢长俊当时觉得 这儿媳妇红杏出墙 气不打一处来 逼问之下他才晓得 原来多年前 谢广刚失踪的时候 他就已经和山上灌里头的 道士卢翼有染 谢长俊只觉得 杜兰水性洋花 品性恶劣 就要将他逐出家门 之后杜兰哭诉解释后 他才知 原来杜兰是被用了墙 这事儿都要追溯到 当年谢广身亡的时候 次日杜兰就被卢翼侵犯 那时候 杜兰恨不得去死 可丈夫谢广失踪没有消息 他又下不了决心 时间一点点过去 每当他有取死之心的时候 卢翼就会威胁 说知道他男人的下落 一直到被谢长军 发现的时候 已经过了七年 赴到人家被威胁 很难反抗 再加上卢翼失贯里头的道士 杜兰更多的还是惶恐 可谢长军活了几十年 知道这其中 肯定没那么简单啊 他就在家中守着 等卢翼再来找杜兰私会的时候 他就直接从屋中出来 质问了卢翼 可没想到 卢翼不但将他痛打一顿 还当面凌辱了杜兰 再之后 卢翼将他扔进了 后院的水井里头 将井盖封死 等他前两日 从井中爬出来的时候 才得知 而媳妇杜兰 在几天前 已经跳河身亡 甚至海影的村上 死了不少人 全都是被溺死 可谢长军晓得 杜兰都忍辱负重七年 怎么会跳河 分明就是他质问了卢翼之后 让卢翼杀人灭口啊 若不是他命大 当年这水井侧面挖过地窖 他也早已经死了 谢长军想报仇 他觉得 卢翼既然杀人灭口 那道观里头 应该就他一个人 如此心毒 因此 谢长军趁着村民 找到是来处理他 习凶尸的时候 和别的倒是说了这件事 当然 有的倒是不相信他 他就找了另一个 总算有人将信将疑 说会和观主问询此事 结果那天晚上 放了河中水 捞起来了两具尸体 他才发现 另一具男尸 居然就是他儿子 卢翼不只是威逼杜兰 失踪的谢广 也是卢翼所杀 在之后 道士们带着两具尸体离开 就没了消息 一直到今天 还是没人来给他一个交代 他又听说 尸体回到了河里头 还有红河的天元先生来了 他就赶紧出来 就算是冒着 可能被倒冠 倒是杀人灭口的风险 他也要将那 卢翼的恶行 公之于众 话音至此 谢长军抬手指着卢未言 身体更是颤抖不已 蒋盘的脸色 已经彻底沉了下来 柳正道的眼中 更是杀鸡喷泊出 顿空拧着嘴 眼中有不忍 也有愤怒 我眉头紧皱 在看的男女师 知道了事情的始末 我就更能看清楚 他们脸上的冤屈 如未言 柳正道的语气 变得极为严厉 如未言身体一个哆嗦 直挺挺地 就跪倒在了地上 他神色惊慌到了极点 脸色更为煞白 浑身都在站立 老二 老三 他居然 我为你这眼睛 其实 我也一瞬间就想明白了 那卢翼 就是卢未言口中的老三 卢未言身为灌主 他不会事事亲力亲为 从此前的细节 我大致已经知晓 村中这事 卢未言自己都未曾出面 只是灌内出了事 他才来请讲盘 等我们回来之后 整个灌中人 都已经伤亡殆尽 现如今 通过这些线索 不难推断而出 那卢翼事情败露之后 就要杀谢长君 已经溺死了杜兰灭口 只是他没想到 杜兰会成死岛 在河中闹碎 他率领道士 要诛灭了杜兰 可他更没料到 谢长君没死 甚至还将他的所作所为 告诉了别的道士 这恐怕才是他们 为什么没有在河边 就诛灭了尸体的缘由 一定是另外知道了 事情的道士 要让卢未言 来断定这件事情 正因此 卢翼才会巧合地撞碎 伤了众人 逼得卢未言 不得不来请讲盘 卢未言走后 卢翼趁机杀了所有人 要将这件事情封口 我心头将这事 始末推演了一遍 再看谢长君 我若有所思 卢翼杀了那么多人 却没杀他 一定是不知道 谢长君还活着 他不知晓 到底有多少 道士知道这件事情 才会灭口所有人 我将自己的推断 和蒋盘说了 蒋盘点了点头 告诉我 他的推断 和我相差无几 下一刻 蒋盘低头看卢未言 卢道长 此事 是人祸 还是朝宗道观的祸患 那卢翼会逃往何处 你可知晓 卢未言艰难地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知道 老三 话音戛然而止 卢未言闭了闭眼 又道 卢翼向来在罐中最为艰苦 有任何事情 都走在最前头 我实在是 啪 卢未言闷哼一声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脸上一道泛红的伤口 柳正道手持扶尘 沉思随风凌冽飞舞 证据确凿 你不愿相信 却死了那么多人 堂堂一个罐主 受罐中弟子无方 你当自裁谢罪 柳正道语气更严厉 卢未言面露惨然之色 哆嗦了一声 前辈 我 话没说完 卢未言又闷哼一声 嘴角溢出一口黑血 分明 这是他气急攻心 卢未言颤巍巍地跪直了身体 扭身 冲着谢长君叩头数次 谢广和杜兰夫妻遭无妄之灾 是我管教道观无方 卢未言已经杀我冠内 二十多弟子逃走 可我会将其捉回 给谢家一个交代 说完 卢未言又颤巍巍地站起身 他看了杜兰和谢广的尸体许久 扭头朝着山上的方向走去 等卢未言走远之后 那谢长君的腰身 就完全鱼履了下来 他仿若又苍老了十余岁 呆呆地看着谢广和杜兰的尸身 这两具尸体 还是挺直站着 没有倒下的征兆 卢未言要死了之后 死倒才会倒下 蒋盘皱眉 远眺了一眼卢未言 又看了看柳正道 卢道长此时的状态 若是和那卢役遇到 必死无疑 嗯 柳正道点了点头 那柳道长你 蒋盘又开了口 你们先行回去 不用管我 雨霸 柳正道却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转眼 就消失在村口的树林里 我若有所思 蒋盘微眯着眼睛 他显然也看明白了 顿空 咱们回去 我手落在了顿空尖头 可父亲顿空张张嘴 显然想说话 我郑重地看了他一眼 不再多言 此地人多眼杂 柳正道表现得隐晦 与那些村民来说看不明白 我和蒋盘却懂 就不能挑明了 我拉着顿空 朝马车的方向走去 蒋盘在和那些村民说话 我大致听到 蒋盘所说的 就是让他们稍安勿躁 这件事情 如未言会得交代出来 之后 蒋盘才匆匆回到马车前 上车之后 我就赶车 朝着红河镇的方向回返 一直出去了一段距离后 蒋盘又微皱眉头 说道 柳道长也有余毒未消 我担心他 那毒损伤阳兽 会造成身体虚弱的汗拔之毒 已经克制了 不会影响到柳正道的战力 莫说一个卢役 就算他是口活轻尸 应该都不是柳正道的对手 我如实和蒋盘说道 蒋盘这才露出放心之色 他轻叹道 那对夫妻荡真是可怜 谢长君一把年纪老无所忠 我沉默 转眼间 我们已经靠近了红河镇了 结果 刚到镇口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这里很安静 此时是傍晚 按道理来说 应该有很多镇民在外 现在却空无一人 一匹高大的骏马 在镇口来回走动 马车前头的两匹马 发出一声嘶鸣 居然同时停下来了马蹄 他们说什么 都不再往前走了 蒋盘略诧异地看着那匹马 疑惑到 好一匹骏马 却不知晓是谁放在这里 怪异 我的目光也在那匹马上 也就在这时 顿空呼而道 父亲 伯伯 你们看那边 顿空的手 正指着马头的方向 我和蒋盘 同时扭头看了过去 站在马头上的 是一个有几分单薄的身影 但青色的道袍 发际高耸 腰间挂着一把浮沉 同时还缠着一圈陶木剑 白底不屑一尘不染 显得极为干净 柳家的人 我疑惑开口 下画线 那身影背对着我们 我瞧不见他的长相 可柳正道并没有用召集令 柳家的人 又怎么会刚好来到红河 这匹马在阵口 他没有进阵 是在等我们 蒋盘若有所思的开口 我点了点头 说道 应该是这样 来找柳道长 蒋盘又道 无人知晓他在红河镇 我回答 我去看看 蒋盘就要下车 父亲 他不见了 顿空略惊异的出生 我和蒋盘 同时脸色微变 码头上那人影 的确消失不见 留在原地的 只有一根卡在木板上的竹竿 你 就是李英阳 入耳 是一个轻烈平静的声音 我瞳孔紧缩 猛地回头 才发现 我们马车里头 居然多了一个人 青色的道袍 笔直板正的腰身 他头顶的发际 居然都是用一柄桃木剑穿过 这是刚才那道士 他好可怕的伸手 居然翘无声息地 进了我们的马车 而且他的年轻 也出乎我的预料 看上去不过是个十四 五岁的少年 略显薛瘦的瓜子脸型 颧骨高 形若峰 可又在急处稍收脸几分 这代表此人的性格 自主意识极重 不过 他并没有重到 无法听取旁人意见的程度 可想要改变他的意见 就得从各方面 将他压制 此外 他生着一双金耳 骨相有言 高眉一寸天伦小 耳白过面并垂珠 高贵闻名于朝野 只嫌笋子莫年孤 耳朵高处眉毛一寸 耳朵的颜色淡过于面 年纪轻轻 就将身居高位 声名远扬 但 这耳相又代表着老七行子 七必定早散 晚见 子早丧 致死孤单 我还想要观察他更多的面相 可他的眼睛 却微眠成了一条缝 你 看得很多了 他再一次开口 这声音 却透着一股子风锐感 让我觉得耳朵一阵生疼 你是谁 我语气很沉 也格外凝重 我是谁 并不重要 我来找你 是要请你 跟我走一趟 那倒是淡然开口 我眼皮挑得更厉害 果然 这倒是并不是为了柳正道而来 他想要我去什么地方 不知小你是谁 阴阳又为何要跟你走 柳家道士 什么时候也成了藏头鹿尾 讲盘的面上 显然多出了不喜之色 那倒是却探手 直接朝着我尖头抓来 我脸色未变 抽手便从腰间 拔出了通翘分金尺 尺子直接朝着他手上压去 顿空呵斥一声 双手在腰间一抹 两张扶纸入手 直接拍向那倒士的脸 啪 倒士的手 和通翘分金尺碰在了一起 我这一面用的是阴面 但是落在手上 却没多大效果 顿空已经钻进了马车内 他身形手段更凌厉 那年轻倒是抽手 就要去阻拦顿空 我将通翘分金尺大力 往下方一压 同时 用另一只手 去抓他的肩头 这柳家道士 来者不善 有我从未见过的锋芒 那我自然不能只是做事 马车之中狭窄 我就要抓住他肩膀 要么他挡住我 被顿空贴服 要么他去阻挡顿空 我就可以用骨巷中的手段 卸掉他肩膀的骨头 让其脱臼 可没想到 他的身体 却陡然在原地一旋 一股莫大的力道 从他手上传出 我闷哼了一声 只觉得胸口遭到重击 狠狠朝着后方摔去 就连顿空 也痛哼一声 同时从车厢内被轰出 砰的一声 我重重落地 顿空倒在我旁边 讲盘稍微好一些 只是被余力刮下了马车 那两匹马嘶鸣了一声 不安地在原地踏着蹄子 我喘息着从地上站起来 额头上汗水直冒 顿空小脸也是煞白 讲盘立即跑到我和顿空身前 惊怒地回头盯着那道士 沉声道 你年纪轻轻 好不讲道理 柳家 上之大长老二长老 下之柳赤星 柳正道 也未曾有你这般咄咄逼人 那倒是从马车中钻出 越下马车 柳家的道理 是对穷凶极恶之人 或是涂炭生灵之鬼说 那是道法 我来找李阴阳 侍卫请 清冷的话音 丝毫没有摇移 请 讲盘怒急返笑 说道 请去何处 枪足 年轻倒是回答道 为何要随你去 讲盘又沉声问道 多年前 先师曾和李阴阳交谈 若是有十年八年 能看透观星宅之风水盘 如今 时间早已过去 李阴阳却未曾到羌族做客 我奉先师和师尊之命 来请李阴阳 我脸色陡然在变 当初在羌族的记忆 已经格外久远 我思索半晌 才总算想起一些细节 可我同样也想起来 柳天牛和我说过的那番话 这羌族先师 是在谋划先道之坟 想要取出藏影观山 他让我破的风水盘 就是路 请 未必叫去 你要强请 也未必请得走 羌族和柳家 在我的印象之中 是平等 你却奉先师之命 还有 你师尊是谁 若是大长老知晓 必定痛心疾首 我沉生说道 语气也带着呵斥 那年轻道士 忽然低下头来 半晌之后 他抬头 眼中却透着疑惑 大长老 为何会痛心疾首 我师尊 便是大长老柳三元 我脸色更是大变 他师尊 是大长老柳三元 蒋盘更是面色一惊 沉生道 住口 你这黄口小儿 柳家大长老 为柳天牛道长 你居然敢信口雌黄 我死死盯着那道士的脸 蒋盘很少会这样愤怒 而现在 他是真的怒急 只是 这年轻道士所说 却并不是作假 我盯着他 他也看着我 并且他的眼中 还有疑惑不解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是秋天元之子 你叫杨青山 我话音刚落 他便点了点头 说道 你口中的大长老柳天牛 是为枪族之叛徒 一杀先师后裔 若是他在这里 我也是要请他回去的 我脸色再变 喝道 你放肆 杨青山面色依旧平静 脉步便直接朝着我走来 蒋盘猛地伸出手 一把抓向杨青山的尖头 他抓中的瞬间 杨青山尖头微微一动 只听蒋盘一声闷哼 整个人都朝着后方 重重倒去 蒋盘摔倒之后 又想要从地上爬起 结果他胸口又是一颤 反倒是一出一丝血来 整个人都围抿了不少 我的心已经彻底沉了下去 多年来 我和柳家道士接触颇多 他们的强横 不只是深入我心 就连阴阳界的其余道士 都将他们奉若前辈 只是 往来柳家道士对付的 都只有尸鬼 唯有三次柳天牛和郭天玉交手 再之后 他对付邱天元 以及柳天干和柳赤星 一起对付贾生 前者 邱天元靠着枪械逃命 贾生却魂飞魄散在柳天干 和柳赤星手中 人之体魄 又怎么能比得上凶尸之躯 柳家道士要伤人 着实难以阻挡 首再一次提起 我将通俏分金齿横举在胸前 闭了闭眼 我脑海中回忆起来的 是当初柳天牛和郭天玉 打斗的一幕幕 郭天玉 应该是唯一让柳天牛 吃过瘪的阴阳先生 也有可能 是唯一一个 让他失守的寻常人 再睁眼 杨青山已经到了我跟前 我目光落在他脸上 沉深开口道 你不知道大长老 为枪足付出了什么 依然不知道 柳三元也要跪在 大长老面前称师尊 若是你这话 当着柳三元说 他不用柳家十三边形抽你 他都不配 再做这个现任长老 杨青山养不教父之过 邱天玉作恶多端 无人教养你 我便替大长老行教法 我扬起手 做事要抽下通俏分矜持 我用上了持法 但是我没有立即下手 杨青山的脸色 微微一变 他眼中先是疑惑 可之后却成了隐目 我父亲是何人 还不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指点点 他语气便重了很多 但终归只是十几岁的少年 语气再重 也依旧只是轻猛 他的手 陡然朝着我肩头和脖梗肩斩来 凭借他手上这力道 若是被击中 我得当场昏迷 说实迟 那时快 我双膝朝着下方一躯 让身体瞬间矮下去一剪 这样一来 杨青山这一击 就变成了展向我的太阳穴 我稍微调转了一些身体 将薄弱的死穴 正对着他的掌刀 杨青山的身体 陡然朝着另一侧倾斜过去 显然 他失了手 并没有击中我 反倒是手朝着 我耳侧掠过 我早有准备 通翘分金尺 一尺抽在了杨青山的额头上 这距离之下 杨青山没有闪过 硬生生吃了我一尺子 只不过 他身体也当真是坚韧 我这全力一抽 居然只是 给他留了一道血痕 并没有伤到骨头 一个死的印记 落在血痕中 这也是阴尺留下的记号 属于离乡死 别退丁失财 只不过 骨相未伤 再加上杨青山这道事 本来就命硬 阴尺根本不可能应验 这一切 只不过是瞬息之间 杨青山头往后一仰 闪躲开了通翘分金尺 双手摊开 直接来抓我的头颅 这一下 他手中没有任何锐气 力道也不够集中 我居然无法借用死穴 就对上他 利用命术庇护 顿空轻贺一声 羞伤我父亲 他双腿猛然在地上一蹬 纵身跃起 眨眼间就到了 杨青山面门之前 顿空双手在腰间掠过 数张符转飞射而出 我脸色在变 很显然 这些符 顿空都没有在家以辨别控制 绝对不只是正人的面相符 还有可诸魂的胸符 除了这些符射出之外 顿空手中 居然还有一张 被血沫浸透的符 他直接拍手而出 随着其他符指 最后落下 杨青山双手立即后退 交叉于面门之前 挡住了前面那些符转 下一刻 顿空手中的血浮 就要落在他额头 他双臂再次往前一推 刚好 双掌对上了顿空的双掌 啪的一声轻响 顿空本身就不可能是 杨青山的对手 他又在半空中无处借力 直接被杨青山击飞 那幅在两人队长的瞬间 蹦裂成了碎片 我趁此机会 再次挥起通窍分矜持 不过这下 我击中的是杨青山手肘 不只是落齿 我还同时探手 抓住杨青山的小臂 狠狠往下一措 杨青山终于也闷横出声 他又小臂立时软了下来 是被我卸脱臼了 但他并没有停顿 左手朝着我面门上 就是一拳 他这一拳的力道不弱 我微眯着眼 非但没有躲闪 反倒是以杏门去见 杏门为魂魄 一旦击碎 也是毕命当场 杨青山又是一声闷哼 他这一拳 恰好又是偏斜 从我头侧掠过 我抬起腿 膝盖朝着杨青山的腰腹肩 狠狠一撞 正中他的腹部 这期间 蒋盘已经起身 冲到了我们身后 他手上扬起的是杨公盘 正对着杨青山的头顶砸去 杨青山蜷缩的身体 猛地一下站直 他的腿 也朝着我腰腹重重踢来 他这一脚的速度 着实太快 让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碰 的一声 我竟被他踹飞出数米外 杨青山又猛地一转身 抬手就攥住了蒋盘的手腕 他的头 狠狠朝着蒋盘的额头上一撞 蒋盘双目圆睁 直接被杨青山撞得昏迷了过去 我重重落地之后 粗重地喘息着 想要爬起来 可腰腹的确太痛 这杨青山的身手 是远不如柳天牛的 而我如今对命数庇护的掌控 也还不如禁赢了几十年的郭天玉 若是杨青山能用倒数 恐怕我走不过三回合 但问题也就是在这里 他用不了倒数 我非诗鬼 他岂敢杀我 并且他的目的是要将我带回枪族 自然也不会针对我下杀手 杨青山的脸色白了几分 他抓住脱臼的右臂 猛地朝着胳膊上一按 轻微地咔嚓声传来 他生生接好了脱臼 下一刻 他又迈步朝着我靠近 轻致的脸上 情绪毫无动摇 我呼吸更粗重 强撑着站起来身体 放下来了通翘分金尺 再入手的 就是捕刀和接音匕首了 就在这时 后方传来一声狂吠 顿空惊喜地喊道 娘 赤鸥 伴随着赤鸥的狂吠 同时传来的是一声清脆的赤鹤 紧跟着呼啸而至的是一柄板斧 那斧子 直披杨青山的面门来 哪里来的凶恶倒是 居然赶来红河撒眼 何智的声音极为冷冽 杀迹凌然 板斧的速度快到了极点 眨眼间 斧子就劈到了杨青山面门之前 杨青山双臂陡然扬起 朝着面门前狠狠一拍 啪 得一声 板斧刚好被他夹在双掌之中 何智快速从我身旁掠过 同时冲过的 还有壮硕的赤鸥 杨青山挥动手臂 要将那板斧甩飞出去 何智刚好冲到了杨青山身前 他单手挥出 一把抓住了伏柄 往后一扬 又狠狠劈僵了下去 这一招 端得是要取人性命 我脸色微变 杨青山的身手的确高明 但他毕竟年纪还小 何智这些年来 官术和鬼婆子的手段 早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他还经过数次搏命的争斗 经验十足 要是何智重创了杨青山 或者杀了他 我们更无法和柳家交代 这儿 不能杀他 先制服 等柳道长回来之后 再做定夺 我低声喝道 可我与爸的同时 何智的板斧 已经劈了下去 杨青山的身体 朝着后方扬倒 双手却在腰间闪过 出现在他掌心的是 两柄青铜剑 瞬间 他双剑在胸前交织 又挡住了何智这致命一击 铿枪声传来 火花蹦射 下一瞬 赤骜冲到了杨青山身后 猙獰地张开了凹嘴 朝着杨青山腿上咬去 杨青山双手往上一推 身体猛地在半空中一旋 清冷的咒法声同时传出 斩草破地亦可降 斩鬼可巨殃 树人通用 我心头一灵 这咒法 我从未听过 可杨青山的身上 却同时爆射 而出十数把细小的桃木剑 赤骜惨叫中 朝着我和顿空跑来 他身上不知道中了几剑 鲜血洒落了一地 何智朝着后方猛退 板斧也被他输在胸前 砰砰砰地声响不断 挡住了剩下的桃木剑 杨青山悬身落地 胸口微微起伏 还有柳家人在你们身旁 是柳正道 还是柳帝芝 杨青山的声音 没有那么平静了 略微带着几次喘息 很显然 何智和赤骜同时夹击 让他吃了几分苦头 我面色却沉了下来 柳帝芝 就是三长老的名字 数年前 我和柳正道选了一个地方 安葬了三长老 那时候 我才从墓碑上知晓明慧 三长老 已然驾赫西去 杨青山 不知者无畏 但你是柳家后辈 不该对长者狂妄 更不能直呼明慧 我语气更为低沉 杨青山微眯着眼 定定地看着我许久 这期间 何智又想要动手 只是他一直没有往前 我看得出来 他是没找到杨青山的破绽 你 要随我去枪足一趟 父亲想见你 先事业想见你 我还要带柳正道一起回去 此外 叛徒 没有辈分 大长老的徒弟 便是柳家弟子手作 杨青山一甩长袖 腰间的浮沉 便落入手中 他继续说道 我父 是先事之后 一心为枪足 陈仓外 方圆三百里 百姓有有爱戴之 你莫要胡言乱语 污蔑他亲民 语罢 杨青山的浮沉一甩 发出噼啪的破空声 踢他的马蹄声 从另一侧传来 马儿响亮的斯鸣声 和响鼻同时传来 静风刮过身侧 我立即朝着右边一闪 那匹神骏的大马 从我身旁奔过 瞬间就到了杨青山身侧 他纵身跃至马背上 一人一马 便朝着远处击驰 尘土四散 又缓缓落地 我手压在胸口 一直住心跳 让其平复下来 何志已经快步 走到顿空身旁 眼中担忧无比 这会儿顿空早就站起来了 赤鸥蜷缩缩在他身边 发出乌液哀鸣 顿空的小脸之上 静视焦急 死死地捏着拳头 我心中很沉 先快步走至了蒋盘身边 这会儿蒋盘还没清醒过来 不过他呼吸均匀 显然没有伤到要害 只是昏迷而已 我将蒋盘背在了背上 立即又到了何志和顿空身旁 此时 何志正从赤鸥身上 拔下桃木剑 地上足足有五把剑 若非赤鸥皮糙肉后 恐怕就直接归西了 那倒是 好不讲道理 你说他叫杨青山 我记得当初柳道长说了 他是邱天元的 儿子 何志眼中警惕更多 我点了点头 何志顿时满眼愤怒 脸颊都胀得通红 他邱天元又有什么颜面 说百姓有有爱戴之 还清明 简直令人作呕 何志终于忍不住 大骂出口 我沉默片刻后 摇了摇头 远眺道路尽头 早已经看不见杨青山的人影 我开口说道 眼睛 是骗不了人的 尤其是他眼中的正气 丝毫没有作假 只是说 他的性格 比我见过任何一个柳家 道士都要傲 这和年轻有关 和身份有关 更和天资有关 如果我所料不差 在杨青山面前 那邱天元 恐怕就只是一个严妇 杨青山所看到的 和我们看到的 认知的邱天元 完全不同 何志愣了一下 不自然道 那这 他话没说完 又戛然而止 明显是不知道怎么言语 我开口说道 等柳道长回来之后 从长记忆 先生对道士 除非先生下死手算计道士 否则很难胜出 杨青山小带我回枪族 是因为先是要利用我去破风水局 他们想要 藏影观山 停顿片刻 我继续道 毕竟 他不只是邱天元的儿子 还是柳三元的弟子 身份上来说 他是大长老的徒孙 也是柳道长的子植被 应该由柳道长来决断 我们要如何去做 何志抿了抿唇 低头又说了句 枪足 若是你被带去 必定凶多吉少 是不能去的 嗯 我点了点头 背着讲盘 示意何志 我们先进阵 何志说了句好 顿空则是心疼地摸着赤鸥的尖头 跟着他一起往阵里头走 临在阵路上走过的时候 不少阵民都从屋内探头出来看我们 其实如今 我们几人都极为狼狈 身上都带伤染血 蒋盘更是昏迷不醒 那些镇民眼中不只是愤怒 还有挣扎和傲懒 我们就在镇口打斗 动静还不小 显然 又不少人都看到了过程 人心都是肉掌的 蒋盘帮红河那么多年 这红河镇的人 又怎么会视若无睹 只是普通人 不敢出来罢了 如今蒋盘伤重 他们这副神态模样 也就不奇怪了 约莫一刻钟的时间 我们回到了蒋盘家宅 进门 我就瞧见了苏云在打扫院子 蒋母女坐在堂屋的门槛下面那鞋垫 苏云先是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马上又低下头去 可下一瞬 她才猛地再次抬起头来 眼中净是惊慌 先 先生 苏云恍然地喊了一声 便朝着我们跑来 蒋母女也瞧见了蒋盘 她更是惊慌失措 母女两人跑到我们身前 苏云去搀扶蒋盘 眼中立食一满了泪水 这 是出了什么事 我家先生她 虽说苏云埋怨蒋盘 但蒋盘此时出事 她的担忧更不是作假 蒋母女也眼眶红红 无助不安地看向我 只是昏迷 没有性命之忧 先送大哥回房休息 我说完这番话 苏云和蒋母女才松了口气 母女两人一左一右 扶住我背上的蒋盘 随着我一同将蒋盘送进了房间里 赤鸥乌咽了一声 无力地趴在了地上 何止和我对视一眼 轻声道 我先给赤鸥上药 她伤得比较重 我点了点头 顿空又拍着赤鸥的尖头 低声和她说话 赤鸥才艰难地拖着身体进了堂屋 何止已经从房间里头 取出来了金疮药 开始给赤鸥疗伤 我身上也不少地方疼痛 受了许多轻伤 坐在堂屋里头 我尽可能地平复下来心神 天色开始变得越来越暗 柳正倒是要尾随着芦未言 她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的 那杨青山肯定不会远离红河镇 而是听了我们的话 等着柳正倒回来之后 再出现 我此时忧心忡忡的还有一点 就是杨青山对柳天牛的态度 她性格如此顽固 恐怕会让柳正倒大怒 届时 柳正倒的身上还有伤势 这事情就格外棘手了 我低头思索 开始考虑我之前的想法中 有失妥当的地方 恐怕 不能完全将压力给柳正倒一人承担 我们还是要算计一二的 杨青山不会那么容易服帖下来 只有将他拿下之后 再和他说清楚柳天牛的事情 说清枪足的始末 让他知道邱天元的所作所为 他说不定会有所变化 思绪间 我取出来了天干燕和地之笔 又拿出马纸 开始勾画草图 我画的是整个红河镇的地图 还囊括了红河在内 既然要算计 就得利用上风水 我得在红河本身的方位上下手 天 黑了 一轮圆月爬上了夜空 蒋木女去做了饭 给我 何志 顿空端来了餐食 也送了一些到蒋盘房间里 这期间 苏云出来了一趟 他整个人都显得极为憔悴 我同何志去看了一次蒋盘 他还在昏迷 但的确没答案 我们又劝了苏云几句 他才稍微镇定了一些 至于赤鸥 何志给他止血上药之后 他就恢复了不少 顿空没回房间休息 居然直接躺在了地上 抱着赤鸥一条腿 就那么沉沉睡了过去 柳道长 今夜应该不会回来了 你去休息 我来守夜 何志低声说道 我摇了摇头 道 他不会来的 除非柳道长回来 还有 柳家道士 应该不屑于偷袭 我刚说完 何志又要开口 院门口却传来 喷喷的敲门声 我皱眉 何志要去开门 蒋木女刚好在院内 就先去了院门 打开门后 蒋木女又惊慌失措地 朝着堂屋内跑来 门口乌泱泱地 进来了不少人 这些人 全都气势汹汹 而在人群最前面 居然是黄之远 此时的黄之远 脸上也全是愤痕之色 她目光落至蒋木女身上 眼中显然有几分贪婪 不过很快 她就将其压抑了下去 目光再看向我 她语气急促迫切 李先生 蒋先生呢 我已经听下面的人禀报了 今天红河镇 来了一个凶恶的道士 将蒋先生打得昏迷不醒 你们也都受伤不清 那倒是毫不讲道理 简直是凶狠残暴 我带了人手 非要拿下它 给蒋先生一个交代不可 何志面色冰冷 他对黄之远的眼神 并没有半分缓和 我神色平静 心头更没半分波澜 这黄之远是几分真心 几分假意 虽然我不能完全看透 但也能分辨一二 寻常人 不会是那道士的对手 我和大哥自有安排 黄家主就不用插手了 以免误伤 我开口说道 黄之远却往前两步 挺了挺胸脯 极为认真地说道 李先生此言诧异 虽说我黄之远 做的是本本分分的生意 但不瞒李先生说 我手下一些人 他们以前不怎么干净 这也是 很多人怕我的原因 但蒋先生也认为 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愿意给他们机会 如今 这也是他们的机会 蒋先生全心未鸣 现在被歹徒所伤 他们能出力 即便是豁出去 性命也在所不惜 蒋母女愣了愣 眼中已经出现了几分感激 此时 蒋盘的屋门开了 苏云走了出来 她不安地看向黄之远 黄之远冲着苏云抱了抱拳 有躬身行礼 喊了夫人 苏云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我顿了顿 又说了句 即便是他们豁出去性命 也没有用处 这件事情 没有其他人能插手 我话音未顿 还要继续说话 屋外 却又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这声音就显得极为整齐 而且 声势要比黄之远来的时候 厚重得多 下一刻 院门处走进来了两队人 这些人都穿着马褂 头顶沾帽 脚上缠着布袋 他们的腰间 都挂着有一柄长枪 为首的是一个年纪五十多岁 满脸胡子的大汉 他腰间挂着两柄黑德发亮的手枪 双眼极大 眼珠上近视密布的血丝 显然 他脸上还有抑制不住的怒色 黄之远只是一个小小的乡身 他不够这资格 那这位先生 你看我龙颠如何 这大汉声音四破罗 却透着极重的杀气 他声音冷冽地继续说道 蒋先生庇护我多年 我手下还有几百号人 都指着蒋先生的余音度日 今日 居然有人敢伤他 我这几百条枪 不是赤素的 他再凶得到时 也要被我打成筛子 我瞳孔紧缩 脸色在变 这龙颠 就是和蒋盘有瓜葛的那军阀 他以红河众多百姓的安危 来威胁蒋盘帮他 以至于蒋盘不敢对他如何 只能够暂且以风水 护住他们一群人周全 黄之远来这里 大致是作戏 可龙颠来此 就不是这样了 他靠着蒋盘这棵树 要是蒋盘倒了 谁还能再护住他和他的手下 成王败寇 他们这些落草之人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轻缴 思绪瞬间闪过 我和龙颠对视 说道 大哥只是昏迷 等他醒来之后 会有决断 几百条枪 龙当家的手腕很硬 但此事 不宜闹得过大 你的心意 我会告诉大哥 还请龙当家稍安勿躁 对于龙颠 我显然不能太强硬 这种人 只可能吃软 不可能吃硬 否则 蒋盘也不会和他 处于这种微妙关系 龙颠眉头紧皱 他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 再看我的眼神 就变化了几分 黄之远 你滚吧 龙颠瞥了一眼黄之远 微眯着眼睛道 以后少来蒋家胡闹 否则的话 我迟早让你好看 龙颠语气很冷淡 黄之远面露惶恐不安 善笑了两声 带着人 灰溜溜地朝着院外走去了 只是在黄之远 转身的瞬间 我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黄之远 我立即出声 喊了他一句 黄之远身体一僵 停在了原地 诧异地回头看着我 拱了拱手道 李先生 有何吩咐 我定定地看着黄之远的脸 此时 我看得清楚明白了 黄之远眼睛左右乱瞟 右上是 甚至口齿也透着尖锐 面相之中 左右乱世 欺骗偷摸 眼上是 其心必高 而鬼牙尖路 则诡诀奸贪 此前黄之远 没有骗人心 可那只是在送粮 以及那些水尸鬼的事情上面 现在 黄之远的谎言 却曝露在我的视线下 再瞥了一眼龙颠 龙颠的面相 更是有所变化 他双眼似是赤色 脸皮也有些泛青 所谓眼有赤杀人险恶 青蓝满面好阴谋 这两人之间 必定有鬼 他们 可不是巧合的一前一后来 黄家主 红河之中 危险不少 你们人手众多 尽量不要走河边 免得出现问题 若是出事 我们现在很难顾及 我露出一个随和的表情 叮嘱道 黄之远又拱了拱手 微微躬身 道 多谢先生提点 说完 黄之远就冲着手下招了招手 一行人离开了奖宅 我这才看向龙颠 说道 龙当家 也可暂且回去 如果真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忙 大哥会让人来找你 如今这事情 我们暂且还能应付 龙颠点了点头 道 既然李先生成竹在胸 龙某就不多言了 我只是个粗人 没什么心机 说着 他就瞥了瞥身后两侧 道 兜列队 往外出去 他带来的那一大群人手 听从命令地往院外走去 人很快走了小半 龙颠又看向我 抱了抱拳道 来之前 稍微打听了一下李先生的身份 其实已经知晓 你是佟天元先生齐名的地相先生 若是此件事了 我想请先生做客 先生意下如何 我面色不变 点了点头道 恭敬不如从命 龙颠眼中就透出几分兴奋了 他笑容满面地转身 朝着院外走去 盈阳 你到时候真要和这个人 何至走至我身后 他声音不大 眼中却都是疑惑和不喜 权宜之际 他手头枪太多 一两把能卡糖 几百把 多硬的命都顶不住 我回答何至 何至松了口气的表情 他眉心紧促地诱导 大哥和此人周旋 的确是不容易 他和黄之远 有问题 我再一次开口 问题 何至面色一紧 我先点了点头 目光落向了蒋木女和苏云 问道 平日里 黄之远和龙颠 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苏云小声回答 我微眯着眼睛 楠楠道 没有关系 对 苏云点点头 他神色认真了不少 道 没有交集 龙颠除了和先生有联系 其余人 应该都素不相识 他们不敢 我没有立即说话 刚才的面相变化上看 龙颠和黄之远一句话 他们两人都露出了 兼谋相格 两人不但有交集 而且还针对蒋盘有算计 这事儿 却被完全隐瞒了下来 他们 在谋划算计什么 思绪落定 我又看向了蒋木女 最后 我再看向院外 伴赏之后 我隐约想到了一个可能 楠楠道 龙颠靠着大哥 是因为如今落草为扣 没有一个确切的落脚点 很不安全 黄之远家大业大 又有胆破 之前手下的人 多是山上草扣 这两人若是狼狈为奸 黄之远能给龙颠落脚地 龙颠的人手 我分析推演到此处 就感到一股强烈的心机 脸色也彻底变了 一旦真的像是我所想的这样 他们两人合谋起来 那就很有可能 黄之远和龙颠 会直接胁迫蒋盘 要他给更好的风水 甚至还有更多贪婪 这就直接破坏了 现如今黄之远 以及龙颠和蒋盘 三人之间的微妙平衡 我还隐隐觉得 这暗中有一双眼睛 还在盯着蒋盘 我又想起来了一件事情 就是当年蒋盘所说 天元之劫 天元像术有大劫 蒋盘是硬劫之人 难道说 现在那劫难 以一些小事开始 逐渐应验了 嫂嫂 你和牧女 可想换个地方居住 大哥在唐镇出生 之后被送去盘江 最后才到红河 师尊 还未曾见过你们母女 我笑了笑 和苏云 以及蒋盘女说道 同时 我强行压下心头的 悸动和不安 英劫一旦开始 绝对不容小觑 否则我师尊 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来应劫 他也肯定不想 天元被这劫难 直接击溃 古语有言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可若是一人应劫 恐怕也会举家遭难 蒋盘是当局者 当局者迷 我得迅速解决掉一些 撤走他的软肋 李先生 您的意思 是想我们去击败公公 苏云眼中透着一丝茫然 诱导 可我们未曾去过唐镇 先生他现在 此件事了 我们一同前往 我果断地说道 天元之节 肯定不会是杨青山 现如今 杨青山在红河外 我们想走没那么容易 他来此地 代表先师和秋天元盯上了我 此事不解决 就是大隐患 还有 柳天牛一心为枪足 如今 他被玷污名声 还被当作叛徒 那秋天元反倒是成了被人爱戴之人 甚至以后可能掌权枪足 这等黑白颠倒的事情 也断然不能发生 杨青山并非大鳄之人 不过是认知错误 有柳正道在这里 或许也是契机 说话间 我脑中又过了一遍推演和思绪 确定自己的判断 没有大的问题 这时 苏云和蒋木女的眼中 也多出了不少喜色 苏云侧身行礼 道 谢过李先生 我同样回了一礼 道 扫扫多礼 下一刻 苏云又是欲言又止的表情 他转身 要回蒋盘房间 蒋木女的胆量 却显然要大不少 他往前一步 却直接跪在了地上 伯伯 蒋木女声音微微有些发抖 此前 蒋木女叫我 未曾这么亲近 我立即做了一个请起的动作 皱眉道 木女 你这是 娘亲和我 都想再见见弟弟 爹说 他被送去了廖先生那里 是廖先生无期而子嗣 要过祭给他 但 总不能让我们姐弟 还有娘和他 没有一个道别的机会 难道说 此生就不能再见了吗 说着 蒋木女就潸然泪下 我身旁的合志 抬手拉住我的胳膊 他眼中复杂的不少 我沉默了 木女 苏云低声喊了他一句 语气颤抖中 又略有苛责 蒋木女还在低声啜泣 这一幕 也让我更复杂心酸 料成这一次 是骗了蒋盘 而且骗走了一个儿子 若真的让蒋木和苏云 蒋木女此生不见 也太过残忍 低头思索了半晌 我才说到 过些日子 大哥会想清楚 我和他说 看看能不能找机会 让你们见到蒋无 刚说完这句话 我尖头的长木匣里头 忽然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这清脆的响声 分明是蒜珠碰撞 而我心头也是一致 我想到一件事情 难难道 局外 天元之劫 局外之人 料凶 顿空的命术 料成贝勒 他有把握 让顿空度过大劫 此时 我们遇到麻烦 凭借料成的性情 他不应该落井下石 难道说 他已经算出来了某些东西 知道我们 会用这种方法 度过我们眼前的劫难 但蒋盘的天元之劫 还有问题 所以 他要走了蒋无 这和英劫有关 还是说 和其余的事情有关联 阴阳 何智小声喊了我 噓 我抬起手 手指在唇间 示意让何智不要打断我 余光能看到蒋木女 被苏云搀扶了起来 他们母女俩 又对我躬身行了礼 这才回到蒋盘的房间内 我转过身 静止走入了堂屋 刚才那么多人 那么嘈杂 顿空早就醒来了 他手在赤鸥旁边 并没有出来 我进去之后 他才稍微站起身一些 顿空 你有没有在做梦 梦到你撂叔叔 我直接问顿空 没有 顿空眼中略迷惑 我又一次沉默 片刻后 我道 如果有什么梦 立即告诉我 好 顿空又点点头 阴阳 你想到什么了 问我 事情有些多 有些乱 我和大哥 恐怕要步履为奸 这儿 你要尽快学好宅经 让大哥教你扬算 我说完这番话 又低头看着顿空 这其中 还有一个我规避不了的麻烦 那就是顿空的魂 他恐怕 无法以徐服的福导来出黑 画不出来 那道五行阵魂百相归一服 就是白齿干头 南京最后一步 此事 会是料成失算的地方吗 还是说 这件事情 我实际上能解决 膳尸丹 若再有一颗膳尸丹 就像是我当初强行解毒那样 一定能驱毒 我喃喃开口 想清楚了这些 我才发现 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眼前 只不过 之前我一直想着料成 想着寻医 一直有一些退路 我没将路落在 再找一颗膳尸丹上头 阴阳 你说的事情好多 好搏杂 我有些听得迷糊了 怎么又要善失单了 咱们不是呢 何志不安地开了口 我并没有告诉何志 顿空无法出黑 说了 必定万他信念 我深吸了一口气 猜到 这是后手 这些年来 咱们遇到的希望多 失望也多 此事 虽说已经成竹在胸 但为了避免隐患 在你们彻底恢复之前 我都不能停下 寻找到更多的可行之法 也更能放心 何志露出恍然的表情 显然 他没疑心 也没多问其他 只是轻声说了句 我去看书 便转身进了礼屋 顿空走到了桌前 取出来厌态和纸笔 开始摸摸练符了 我坐在了桌子另一头 静坐了一会儿 顿空练了几张符之后 我才有些心疼地说道 顿空 差不多就去休息 一日两日急不来 顿空眼神坚韧 低声道 我明白 父亲 我现在还不累 时间 缓缓地过去 很快便到了后半夜 何志出来 叫了顿空和我一次 我们俩才进了房间 上床休息后 何志头枕在我怀中 还小声问我一些 关于宅经之中的问题 我们说了一会儿 才沉沉睡了过去 次日清晨 天刚亮 我就醒了过来 小心地起身 没将何志和顿空吵醒 我下床出了屋子 本义是打算去看看蒋盘 结果我才发现 蒋盘居然已经在院子里头了 他只有一个人 略疲惫地坐在木桌前头 眼前还倒着一杯浓茶 大哥 你是什么时候清醒的 我低声喊了一句 进了堂屋 一盏茶前 木女和云儿睡熟了 蒋盘声音略沙哑 他眼中都是问询 又道 那矛头倒是呢 你们有没有将他制服 这 我一时间 脸上就竟是苦笑了 显然 是安然无恙地回来 让蒋盘误解了我们 可能制服了杨青山 实际上 杨青山那惊人的身手 莫说我们几人 即便是一群人上 都未必能将他制服 大哥 他年纪虽小 但手段不弱 照上次柳道长所说 他几岁大的时候就学艺 也应该学了十几年倒数 而他的天资 还不弱于顿空 我说完了这番话 语气不免有几分唏嘘 身旁却传来了一声乌液 透着几分凶狠和不满 扭头是赤鸥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脖子上那一圈毛都炸立着 我摇摇头 没理会他 蒋盘皱眉 问我 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简单和蒋盘说了一遍 并且我还讲了 黄之远和龙巅来过 尤其是说这里的时候 我告诉了蒋盘 黄之远可能和龙巅有所联系 再加上 我总觉得他被人盯上了 还有红河前头的天狗 煞位有神座 必须要小心谨慎 停顿了一下 我又到 我怕天元的结 蒋盘顿时变得格外沉默 我继续说了 想送蒋木女和素云走的事情 蒋盘迟疑了一下 道 并不是不可 让我考虑考虑 好 我重重点了点头 蒋盘虽说宽厚 但性格也是十足的死板 他能松口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又看了一眼房门 我说道 一夜 柳道长还没回来 那卢役不是他的对手 难道说 是人没出现 我刚说完 院门口就匆匆跑进来了一个人 死人 不正是蒋石吗 蒋石的脸上露出惊慌之色 不安道 父亲 出事了 我眼皮微跳 蒋盘的面色一凝 道 又出了什么事 蒋盘都带上了一个幼字 可见这段时间的红河 着实是不安宁 昨天 红河客站住进来个外来人 今儿早上 那人死了 他死得很惨 没心的位置还 我面色骤变 外来人 是昨天来求蒋盘办事的曹宇 蒋盘也面成似水 但他没打断蒋石的话 蒋石话音未顿 面色苍白的诱导 插着一枚铜钱 是父亲您的铜钱 他手底下那赶车的车夫 一直在客栈前头哭嚎 说是父亲 您昨晚杀人害命 这会儿 已经围了一大片的镇鸣 都在议论纷纷 不过镇鸣都没人相信他 大家都看到了 昨天您受伤 一直在昏迷 说完这些 蒋石额头上的汗珠 都是痘大一颗了 蒋盘一个字没坑 直接脉步 朝着院外走去 我紧随其后 蒋石快步跑到了蒋盘身侧 不多时 我们就到了 镇中央的一条街道 一个客栈前头 正摆着一张草席 草席里头躺了人 用白布遮盖着 昨天我见过的那个车夫 正在草席前头哭诉 那天杀的讲盘 昨天找我家少爷讨要仇敬 一言不合 就痛下了杀手啊 你们居然还不信 人赃并获 我家少爷 就是被他的铜钱给钉死的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什么村子 行凶的歹人 反倒是好人 颠倒黑白啊 周遭的镇民 没有一个人好脸色 他们眼中虽然有疑惑 但是更多的 还是愤怒 有人已经低声喊了句 让车夫不要再信口雌黄 等会儿蒋先生就到了 又有人恰好扭过头来 瞧见了我们 顿时 那些人眼中露出喜色 有人道 蒋先生来了 下一刻 有几个人眼中透着愤怒 指着那车夫骂 如果他再胡说八道 就将他丢出红河 把他少爷的尸体 也扔进水里头去 那车夫被吓得不轻 不敢再开口 蒋盘抬起手来 做了一个下压制止的动作 众人这才不再言语 我们走到了草席之前 车夫瞧见了蒋盘 眼中就露出几分惧怕 那恐惧是从眼底出现 竟然没有作假 这人的死肯定有蹊跷 我本以为是有人算计蒋盘 车夫肯定是满口谎言 可他现在这眼神 他真昨晚上 看见蒋盘来下了手 你都看见了什么 全部详细告诉我 蒋盘开口的同时 伸手掀开了那张白布 草宇双目原争 面容争鸣 不但是死不明目 印堂正中嵌入的铜钱 只剩下一小半在外 血从他的额头渗出 有一些流淌进了眼睛里 显得异常可怖 旁边的车夫哭丧着脸 又重复了一遍 他还是指着蒋盘 语气哆嗦 说就是看见了蒋盘 见到他家少爷后 就说了要多少钱办这件事 他家少爷拿不出那么多 就惨遭毒手 周遭的郑民更加愤怒 蒋师也怒气冲冲 他愤愤道 你在血口喷人 就没人管你们了 车夫的脸色更煞白了 蒋盘没有立刻说话 他的手按在了曹宇的脸上 喃喃又道 边城悬壁色如珠 防飞来横祸 印堂冲破文多多 火从天上来 他的确不该死 此番损命 是被人算计 遭受无往之灾 我本身就有所揣测 蒋盘这几句话 更说得清楚明白了 的确是有人在算计他 这曹宇成了棋子 蒋盘的手 落在了曹宇眉心间 双指夹着铜钱 用力往外拉拽 骨头摩擦的难听声响中 铜钱被缓缓扯了出来 其上不只是 粘连着黑红色的血 更有一些白色的东西 我面色阴沉 天元橡树的铜钱 让人毙命 还有这英国 本身就在蒋盘身上 恐怕这些命术 蒋盘不好受 我也蹲身到了曹宇身边 低声道 再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那人假扮 是大哥你 那他进了红河镇 就有可能留下一些线索 肯定走不掉 这人如此聪明 不会有痕迹的 蒋盘摇摇头 这期间 我仔细观看了 当真没从曹宇尸体上 发现什么 当然 我们说话 归我们说话 后方的阵民 却都议论纷纷 并且人心惶惶起来 有人 和蒋先生长得很相似 不可能 天那么晚 这车夫见过蒋先生几次 怕是那人稍加易容 改变装束 就骗了他 众人议论不断 那车夫脸色更煞白 蒋盘站起身来 他看了看我 又扭头看向众人 沉声道 近日来 都莫要出家门 我不会找任何人 若是有貌似是我的人 进任何人家门 都不要理会 我眼皮微跳 没打断蒋盘的话 隐隐地 我却发现蒋盘的脸色 似是有一些变化 他的一马骨位置 微微下陷 一马骨主家庭 下陷 是家人病痛缠身 先前 蒋盘都没有这样的面向 现在怎么会成这副模样 我瞳孔再次紧缩了一下 低声说了句 大哥 你在这里处理 我得回去看看 可能有问题 雨霸 我来不及解释 直接转身 朝着蒋宅的方向走去 灵了 我和蒋盘最后对视了一眼 他眼中疑惑 但并没有拦住我 多问其他 我脚下的速度很快 已经不是走 而是跑 没过多长时间 我就回到了蒋宅家门前 此时 初阳已经映射上了门头 我直接迈步 一把推开了院门 院内有不少人 何志正坐在我们的房门前 低头捧着疏颜毒 顿空待在堂屋里 在练习福传 柳正道居然也回来了 就坐在顿空对面 蒋木女在一旁给他们侦查 我静止走进了堂屋 柳正道没抬头 顿空喊了我一声父亲 我没理会 到了蒋木女跟前 我伸手就抓住了蒋木女的手腕 盯着看她的脸 蒋木女被吓了一跳 略惊慌地和我对视 我皱眉 因为从蒋木女的脸上 没有看出来任何问题 她并没有栽病相隔 你娘呢 我语气略重 娘亲 去做活了 蒋木女略有不安地继续说道 早起爹不在 她就知道 爹肯定没事了 去了正西的人户里头洗衣 你带我过去 我有些急促地说道 蒋木女神色痴痛 我才反应过来 放下手 她应了句 好 就抿着嘴 朝院门走去 何志告诉我 你有事情要同我讲 柳正道这才抬起来头 我眼皮微跳 显然 何志和顿空 还没和柳正道说过 关于杨青山的事 的确是大事 可这件事情 也关乎不小 柳道长你等我回来 我沉声说了句 需要帮忙吗 柳正道又问 暂时不用 我说完 就快步走到了院门口 紧跟在蒋木女身后 在洪河镇西口的一家院子前 蒋木女停了下来 她告诉我说 这家人户 儿子在新市做生意 赚钱不少 让家里老人过得不错 他们就让她娘在这里洗衣 停顿了一下 她又告诉我 虽说是做工 但是因为她爹的缘故 这家人对她娘很好 不光是这里 整个洪河镇 对他们都极好 可她爹有要求 不能多拿一分一毫 我点点头 蒋盘的信给我很清楚 这并不奇怪 蒋木女上前敲门 结果院内没任何声音 蒋木女又敲了两下房门 还轻声喊了一句娘 门还是没开 甚至一点脚步声都没听见 我心头顿时一沉 抬手用力推门 枝丫的轻响中 院门被推开了 院中有两片花圃 花圃里头种了不少菜 地上却歪七扭八地躺着三个人 娘 蒋木女脸色惊慌 站立地喊了一声 就朝着其中一个人跑去 我脸色大变 往前挤走几步 首先我看向的就是苏云 苏云的脸色暗轻 她鼻翼下方 呈现一个青色的八字 这面像是灾难相隔 十日内防毒伤 除此之外 她呈江青暗 这是饮食中毒的面像 不过 她还没有口唇枯白 也没有黑漆入口 只是在等一会儿 她必死无疑 再扭头看向其余两个人 那是两的老人 他们已经人中全骨 黑气灌口 印堂也有开裂像 这俨然是毒入心脉 活不了一时三刻了 牧女 你去打一盆清水过来 快 我沉声开口 蒋木女慌弯起身 立即跑向井口 我去将苏云搀扶起来 一把掐住了她的人中 瞬间 苏云的人中 便有了几分血色 身体轻微颤抖着 有醒来的征兆 蒋木女很快打来了一盆清水 我接过那盆 让蒋木女扶着苏云 又伸手扼住苏云的下巴 直接就往里灌水 苏云挣扎了一下 发出了乌声 可瞬间就被水压下去了 灌进去不少后 我伸手 抠了一下苏云的喉咙 苏云挖的一声 直接呕吐起来 很快 地面就一大堆会舞 蒋木女面色煞白 她也干呕了一声 我面色不变 盯着苏云吐完了 又给她灌水 又让苏云吐了一次 她已经筋疲力竭地倒下 奄奄一息了 蒋木女更担忧了 她咬牙 低声道 我去找大夫 不用 大夫太慢 话语间 我取出来了一个小小的瓷瓶 倒出来了一颗 略带血腥味的丹丸 解毒的药 蒋木女急急问道 嗯 差不多 我将一颗丹丸 喂入了苏云口中 又给了一口水 将药冲了下去 这丹丸 是当初在红河给合制 顿空 柳正道解汗拔毒的时候 用我的血做药引制成的解毒药 对于一般的毒素 这药都能化解 片刻后 苏云的呼吸平稳了下来 脸色的暗青也逐渐退散 可这期间 旁边那两个老人的呼吸 却越来越微弱 我略复杂地看了他们一眼 心头微叹 叔叔 你怎么不救她吗 蒋木女焦急地又问了我一句 刚才进来的时候 就独入了心脉 回天无力 我叹气解释 蒋木女抿着嘴 眼中都是悲怅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怎么会中毒 蒋木女更不安 我抬头看向堂屋里头 桌上还有没收拾的空碗 起身 我走入了屋内 看着桌上的碗 又看了看院内 他们的面相都是饮食中毒 那就是 这顿饭里头被下毒了 下手的人 又是算计蒋盘的那先生 装作蒋盘 杀了一个找他帮忙的人 还留下一个活口来指认他 那人又想要蒋盘妻子的命 当真是杀人诛心 这人不只是想杀蒋盘 破掉他心境 还想坏他名声 牧女 我们先回去 再让镇上的人来收敛这两具尸体 此事 我要和你爹从长记忆 说完 我又回到苏云身边 将他背起来之后 蒋木女也站立地朝着屋外走去 过了院门槛 他就反手拉上了门 我们一路静止回到了蒋宅 此时蒋盘也在院中了 蒋石后在他身旁 他见了我背着苏云 脸色惊变 赶紧走过来 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快速说了苏云中毒 还有他做工那家老两口身亡的事情 蒋盘的脸色顿时就铁青一片 蒋石 你去找镇长 先将姚家老两口尸体收敛 我稍后就去 蒋石一脸惊怕地 匆匆走出了院门 何致放下了宅金 过来帮忙 我们将苏云送回了房间里头 蒋盘的脸色更阴晴不定 他给苏云搭上了一条被子 才示意我们出来说 到了院内 柳正到同顿空也没有练福了 我们一直进了堂屋 蒋盘才说到 杀草宇的人 目前还没有线索 只能等他再动手 应该是一个人 我沉生开口道 蒋盘沉默 他额头上密出不少汗珠 商镇明 是商大哥你名声 商家人 是公大哥你的心 天狗煞位有神座 是摆了一个风水局在你面前 如今红河之中 水是鬼众多 我们难以破风水局 更找不到他的人 这是内外监工 我眉头紧皱 分析了一遍 蒋盘许久都没说话 足足半盏茶之后 他才开了口 先生之争 往往伤疾无辜 若是有心狠手辣之人 一方百姓都要遭难 我的确不知道 有何人非要和我斗 等云儿醒过来 我就安排人手 送他和牧女离开 蒋盘这一番话说完 便直接闭上了双眼 何之后点了点头 我心头更定 柳道长 如未延那边的事情 我询问了一句 如意斩首 如未延自愿在村中为义 赎罪 柳正道开口道 我点点头 放心了不少 才道 金艳 我想请你坐镇红河码头 我要再下一次水底 将水下的天狗 杀位狗狮捞起 孔水是鬼众多 还请道长 露出水面之鬼 活不过三溪 但水下 我很难帮你 柳正道说道 水下 我脸色也阴晴不定起来 停顿了片刻 我道 下水之后 我和他们斗一斗 上一次 我也下到了水底 柳正道和我对视 许久后 点了点头 你们还有一件事 为何我说 我关了这赤鸥之伤 其伤口 我认识 柳正道又说了一句话 我顿时心惊几分 但柳正道能认出来柳家的陶木剑 这极为正常 低头 我思索了片刻时间 才道 昨天 我和大哥回来的时候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枪族和柳家 恐怕已经有了大动荡 完全不如从前了 柳正道本来板正的身形 似乎晃了晃 但又很快站稳 平静到 直说 那不速之客 叫杨青山 我将昨下午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和柳正道说了一遍 包括柳三元 已经从代行大长老之职权 成为名正言顺的大长老 以及仙师和邱天元 甚至可能和柳三元达成一致 要从枪族仙道坟营中 获取藏隐观山 最后我才说 邱天元颠倒黑白 让他成了一个公益无私之人 反倒是大长老被抹黑成叛徒 并且 杨青山还对此事深信不疑 我这番话刚说完 柳正道的双眼 瞬间就红了 他闷哼了一声 胸口一颤 嘴角居然溢出烟红的血来 本来垂在身侧的双手握紧成拳 我甚至都听到了轻微的咔嚓声 邱天元 柳正道声音沙哑 一字一句道 好个恶人先告状 只不过 说完这句话 柳正道又更为沉默 许久之后 他才低声道 三元师兄 是枪族和柳家的变数 有机会能让枪族同柳家 迈出新的步伐 重新焕发生机 可他不应该 毁了父亲一事清明 此行径 不忠不孝 难以忍受 更无法接受 柳家倒是 一口浩然气 长寸于胸 无愧于世间 此事 我必定要找他 讨个说法 自柳正道的眼中 已然迸发出一道杀机 我面色骤变 立即说了不可 柳三元是变数 是柳天牛顺应我和师尊的挂像 也算是柳天牛的授意 只是 这后果太重而已 但如果动了柳三元 就等同于破坏了柳天牛命在四方的牺牲 柳正道冷眼看我 他话音未顿 又沙哑出声 曾经 他是变数 我见顿空 想要他入柳家 他是先生 又成道士 那就是更大的变数 但现在 我阴差阳错 入了徐福福道 如此一来 我将是比他柳三元更大的变数 他错了 一不错 就不不错 我要将他拨乱反正 杨青山 只是一个质子 为何他如此深信不疑邱天元 这件事 我是知晓的 柳正道的这一番话 就像是数个惊雷 可他说的的确没错 阴差阳错之下 他入了福道 一旦出黑 那便是出黑 出道的阴阳道士 这的确会比柳三元更强横 还有 他所说杨青山 也更令我想要知晓缘由 我没有去打断柳正道的话 让他继续说 柳正道顿了顿 才继续开口道 邱天元 曾在羌族说了一番话 这也是他对杨青山的教导 他说 杨青山是天生的风水师 也是天生的道士 天生他 就是要匡扶正义 悲悯天下 拯救世人 之后 三元师兄也和杨青山说了 柳家道术的传人 要心中正气坦荡 天将将大任 是天命所选 不可违背 此外 邱天元为了改变一些名声 他在陈仓的道场 广街方圆数百里之内的灾事 莫不是他 便是他吸纳入道场中的先生 总归次次 他们都会带着杨青山 说完这些 柳正道才又看向我 问我是不是明白这原因了 我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话了 何致咬了咬牙 低声道 邱天元不会为了一个儿子 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还为了枪足 还有柳家余下的道士吧 即便是柳三元倾向他 若他名声恶臭 一样会 嗯 柳正道点头 我本想让柳道长你将 杨青山点醒 但如今看来 恐怕很难很难了 我声音更沙哑了许多 当年之事也不曾作假 丁家在秋天元庇护之下 赌场 福寿高 还有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一件一件摆在杨青山面前 他难道分不清是非 何致不甘心地说道 我沉默了半场 才开口说道 四年多前 我们去了平阳省城 那时候的丁家 早已经销声匿迹 若非那乞丐 我都找不到丁昌 算上之前那些年 十数年的时间 平阳的百姓 不知道几多更迭 还能找到几个当年之人 单凭丁家一件事情 还有那些未必能找到的人 想要动摇杨青山 他只会觉得 我们一起骗他 除非 能有更多秋天元 所做事情的铁证 让杨青山亲眼所见 我这番话说完 何致脸色也黯然了不少 屋中的氛围 变得极为沉闷 柳正道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我的话 过了许久 何致才抬头 看向我说道 信不信 由他 说不说 由我们 总归得先将他拿下 或者打走 但打走 不是良策 他还会来找你 若是他不信这件事情 我们再想办法 找到一些秋天元 行恶之事 我思索片刻 说道 如今 也只能这样了 这时候 蒋盘皱眉说道 阴阳 当局者迷 微兄看来 你们想找他行恶之事 恐怕很难 想想杨青山 为何叫杨青山 我面色在变 人的脸 很难被所有人记住 待人的名字会 我看 秋天元在外的名讳 应该不少 就连儿子 也不信秋了 蒋盘说完 又摇了摇头 我心沉下来更多了 先拿下他 再考虑其他 柳正道又开了口 好 我重重点头 刚好这会儿 蒋师回来了 他告诉蒋盘 镇长已经带人 去收敛 姚家老两口的尸身 只不过 姚家老两口的儿子儿媳 刚好也赶回家中 他们情绪很激动 镇长正在安抚 蒋盘面色复杂 点头说知晓了 再之后 柳正道和顿空 继续去练服 我则是问蒋盘 说现在是否合计一下 夜里去红河捞狗屎的事情 蒋盘刚点头 蒋牧女却从房间里头跑出 惊喜地说她娘醒了 蒋盘按了按我的手 让我先行考虑 她过去看看 接着 蒋盘又让蒋师去请狗悬来 我疑惑了一下 为什么要找狗悬 当然 我没多问 蒋盘一定有自己的思虑 之后 蒋盘进了房间去看苏云 结果没过半盏茶的时间 我就听到了啪啪两个耳光声 还有蒋牧女的哭声 我同何志 立即就去了蒋盘房间 却瞧见蒋盘一脸怒容 她指着苏云的脸 手都在发抖 苏云捂着脸 眼中恍然 脸上却依旧是中毒之后的疲惫 我赶紧上前拦住蒋盘 何志又去搀扶苏云 蒋牧女在旁边跪下 哭着喊爹 你手下留情 我没明白啊 蒋盘为什么会动不打人 大哥 我低声说了句 有话好好说 嫂子才刚醒来 什么问题 都不应该动手 蒋盘胸口来回起伏 呼吸都粗重了不少 道 富道人家 毫无规矩可言 你知道 姚家劳两口 是怎么死的吗 她在姚家做工洗衣 那劳两口外出散步 来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送来了一提饭 她居然就放在那里 给人吃了 蒋盘额头上 青筋都在狂跳 我脸色在变 何智同样如是 面色惊异不定 苏云就只剩下哭了 那人说 饭菜是他们儿子 托人做了送来 苏云哽咽地解释 你但凡多考虑一下 就知道有问题 姚家劳两口的儿子儿媳 都在心事 上哪找人做菜 蒋盘指着苏云 手哆嗦扮赏 才又说到 愚昧 何智挡在了苏云身前 我抬手 也拉住了蒋盘的手 大哥 此事 恐怕不能全怪嫂子 这人目的是你 只不过这一次 是冲着嫂子去的 她是抓转了 嫂子做工的时间 我解释了一句 蒋盘的脸 瞬间又白了白 她半上没说话 然后才道 收拾收拾东西 等会儿狗玄来了 你们就随她出发去唐镇 狗玄是从唐镇出来的人 她赶路更快 更熟悉 我松了口气 才明白 原来蒋盘找狗玄 是这个意思 再接着 蒋盘转身 直接出了屋子 何止没有出来 留在屋内安慰苏云和蒋木女 我跟着蒋盘 还想劝说她两句 蒋盘却和我说起来了 红河的事情 一时间 我就不好再说其他 简单商议了几句 我们做不了更多的布置 只能下红河之后捞狗狮 再看情况 在之后的时间 就过得很快 没多久 蒋师就带来了狗玄 蒋盘同狗玄交代了 让她带着苏云和蒋木女离开的事 她还叮嘱了 让狗玄走什么地方 要规避什么地方 狗玄一直点头 从蒋盘的神色中 我看出来了一些不对劲 只不过 我不好多询问 也没有多猜测 不多话 她就去房间喊人 蒋木女同苏云 带着行李前后出了房间 合制走在最后边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提了一句 我们现在去红河码头 刚好狗玄撑船 带着人离开 蒋盘点点头 从院中离开之前 我又取了几样东西 一行人才静止朝着镇口走去 这期间 苏云却没和蒋盘说话了 她和蒋木女拉在一起 跟在狗玄身后 一直低头走路 显然 这几次争吵 还有蒋盘动了手 这肯定会影响 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只不过 这种事情 却不是我能掺和的 约莫一刻钟的时间 我们就到了红河码头 狗玄的捞尸船 就停在码头前边 她将苏云和蒋木女母女 请上了船 我们目睹 她们离开之后 视线才几乎同时 落在了码头正对着的水面上 柳正道没说话 但她的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扶尘上 蒋盘取出来了阳弓盘 铜钱和龟甲 她将铜钱在码头上摆了一圈 手持着龟甲坐在了最中央 何志按着顿空肩头 低声告诉我 她和顿空也只能在岸上等我 水里面的事情 他们帮不上忙 我摇了摇头 说无碍 脱下来了糖妆递给何志 我便走到了码头边缘 微眯着眼睛 我目测着前方水面的距离 大概找出了天狗煞卫的方向 便直接跳入了水中 入水之后 我就快速朝着天狗煞卫的方向游去 月滑清冷 水面上波光淋淋 很快 我就到了天狗煞卫所在 埋头 我便直接朝着水下游去 可让我心惊的是 今日的红河水下 要比往日浑浊了不少 我只能勉强看清大概 换成别的捞尸人 恐怕都不会有我这样一双眼睛 我在水中保持冷静 平稳了一小段时间 才继续朝着下方游去 只是越往下 就越发给我一种 说不出的压迫和压抑感 就好像 在下方有无数双眼睛 正在盯着我一样 又下去了有十几米 我没继续往下游了 此时 饶湿水中浑浊 我都能看得清楚下面的一切了 密密麻麻的水尸鬼 结成了一排又一排 全部都在河底飘着 水下的天狗煞卫 完完全全被挡着 那些水尸鬼倒是没看着我 只是飘在水中 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心头却只剩下恶寒 看来 那先生算到了 我们会破坏天狗煞卫 他居然能去世水尸鬼 这种情况下 我一个人根本去不了水底 破不了天狗煞卫的狗尸 水尸鬼不上岸 刘正道无法动手 何止也帮不上忙 难道 就只能看着天狗煞卫 在红河镇口外 这就像是一把悬梁之剑 一旦有嫁女经过码头 就一定会坠入其中 成为杀腹诸煞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冒汗 可寒水又和河水融合在一起 直接散开了 那先生 再下棋 若用黑白之分 那蒋盘现在就在被不停地绞杀 不停地破坏心境 而最后 还有一把利剑在瞄准着它 准备将其毙命 天狱之劫 当真就那么难过 往往时间在思索的时候 都过得很快 我已经觉得 氧气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取出来猪尿包换了一口气 只能朝着上方游去 很快 我就破开了水面 大口呼吸了两下 朝着岸边游去 柳正道眉心欲结 蒋盘坐在铜钱阵法之中 他眼中也有疑惑 阴阳 这么快上来 你怎么空手 何止神色不安 他又问我 水下难道有什么变故 我上了码头 沉默了一下 才说了水下的情况 何止脸上都是金色 柳正道微眯着眼睛 直接站起身来 目光极为严厉地 盯着红河水面 怎么办 何止的话音中 显然有一股无力感 我低头 半晌没说话 蒋盘同样闭着眼睛 他似也在思索 就在这时 柳正道忽然扬起手来 抽出了腰间的扶尘 一只手在背后一扯 一道白布 被他拉扯而出 平铺在了码头地面上 下一刻 柳正道手掌 在腰间悬挂的桃木剑上一滑 一道血口出现 他一把握住了扶尘尖头 血 快速浸染至沉思之中 很快 一抹烟红 将其完全浸透 柳正道忽得腾空而起 将扶尘荡成毛笔 开始飞速在白布之上画符 那道符格外的熟悉 不正是何奎展示符吗 一口气 柳正道将何奎展示符勾勒勒而成 他最后一台扶尘 那扶尘也呼斥一声离地飞起 他扶尘又是一甩 扶部凌冽地朝着河面飞射而去 柳正道将扶尘别在腰间 朝着前方一跃 脚尖在水面倾点 居然又再次跃入半空中 他整个人呈现垂直落下的动作 猛地踩踏在了扶部之上 扶部搜的一下 直接坠落至水面 临河之上 借众因汇聚 凝鬼斗之魁 何魁展示 正气凛然之声 在水面上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回应 何魁展示符落下的瞬间 水面竟往下凹陷了半米 我无法瞧见更多的变化了 只是整个红河水面 忽然间变得格外安静 可这种镜又极为奇怪 就像是风中带着刀刃 几个呼吸的时间后 水面忽而出现了大量的骨包 下一刻 这些骨包成了炸开的水花 其中竟然有很多烟红的鲜血 随着水花一同炸开 柳正道又落至水面之上 他抬腿狠狠一踏 整个人又是一跃而起 朝着码头上驶来 眨眼间 柳正道再度回到码头 顿空惊恶无比地看着柳正道 我和蒋盘盯着水面 两人也都面面相去 格外心惊 只是 柳正道却捂着胸口 闷哼了一声 身体都软了不少 顿空赶紧伸手 搀扶住了他 蒋盘严肃地说道 柳道长 血浮消耗二五精气 你经不起这么大的消耗 不可再放血化浮 我心头也很沉 虽然 柳正道这张合魁展示符 能伤到水里的水尸鬼 但这显然不够 下方的水尸鬼数量太多 这符却不是取之不尽 而且 顿空不是道士 他画不出这么大的符 更没有那么正气的血 柳道长 你的确不能再画血符 安心先学符术 等出黑那一日 有命术庇护在身 二五精气自然浑厚 我也开口说道 柳正道没有答话 他只是闭了闭眼 似是在调息 我停顿了一下 才说道 他要博弈 如今 我们被动 那就只能够被动先拆招 先手没有办法 我会给狗家书信一封 让狗家捞尸人 全数来红河 他弄这么多水尸鬼 我就招来数百捞尸人 看他如何倒 我画音落下的瞬间 柳正道猛然抬头看了我一眼 讲盘点了点头 道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也就只能用此计了 苏云和牧女离开 能让我后顾无忧 我会在此地守夜 不会让人能有机会 再在这里杀人 柳正道开了口 我也可以一起 何知立即应了话 我皱眉道 你要学音术 大哥还要教你扬算 顿空 你带着赤鸥 随柳道长一起 守夜的过程中练服 好 顿空立即点点头 顿空要 讲盘又开了口 大哥 我自有打算 柳道长对福道 不会出问题 他和顿空 我顿了顿 才说顿空也不会有问题 但这话 实则让我有些违心 可只能这样 才能让蒋盘稍微镇定 蒋盘沉默片刻后 踩点头 稍作思绪 我又说道 还得发一封昭告令出去 蒋盘眼中又有了疑惑 问我为何 我告诉蒋盘 我还要一个语化师的线索 再准备一颗膳尸丹 蒋盘瞳孔紧缩 他迟疑了一下 问道 你怕掉胸手中的膳尸丹 效力不够 未雨绸缪 往来都很正确 只是这膳尸丹难寻 我们只能尝试去搜寻消息了 不过我记得 廖兄此前和我提过几句 关于他当年找那语化师的线索 蒋盘说完后 就在低头沉思 半斩茶的时间后 蒋盘抬起头来 喃喃道 草屋之中 应该还有廖兄的一些东西 他当年给我探认过一份 关于那地方的一些信息 蒋盘的话 让我心头灯时就是一颤 走 回去 我低声道 语气都中了不少 一行人立即转身 要回镇上 可刚走出去两步 我脸色就骤变 因为 在红河的阵口 居然又站着一个人 薛瘦的少年 挺直的腰背 头顶的发际下 碎发随风飘舞 杨青山 是什么时候来的 他淡漠的脸上 没有多余的一丝表情 手却缓缓从腰间抽出 一柄金色的锄头 被他半提在身侧 合致一把拔出腰侧的板斧 顿空双手 按在腰间的扶串上 脸上近视警惕 蒋盘也同时取出了阳弓盘 只是他脸色很难看 阴晴不定 另一只手 还摸了一下额头 我本来要抽出 通翘分矜持的手 停顿了下来 因为柳正道的步伐 稍微快了一些 他走到了我们正前方 和杨青山相仿的动作 同样抽出来了一笔金橱 青山失职 多年未见 险些要不认识了 柳正道先开了口 杨青山神色依旧淡漠 他平静道 柳正道 你是戴罪之身 若是想将功补过 现在拿下李阴阳 同我回返枪足 在受师尊训诫 蒋盘脸色骤变 我微眯着眼睛 看着杨青山 柳正道垂下来了头 两久之后 他才叹了口气 说道 虽说是外星道士 但你的脾气秉性 和我柳家之人无二 只不过 三元师兄 错了 邱天元 错了 我会拿下你 再和你说清为何 你所认识的邱天元 并不是真的他 话语间 柳正道猛地踏步往前 那一刹那 他的腰背挺直 严厉喝道 就让我领教一下 你的道法 为何能让三元师兄 和邱天元 放心你一人出枪足 柳正道小臂挥起 金厨骤然朝着 杨青山挥处 天元地方 绿令九章 金城破土 万事急昌 金厨一举 锐满山岗 一化 天门开阔 月华之下 金厨反射出 刺目的光运 杨青山几乎同时挥毙 他和柳正道 是相同的动作 相同的咒法 不 不对 柳正道是金城破土 而杨青山所言 居然是金城除恶 这是两段大致相同 却不完全一样的咒法 但两者相比之下 柳正道更为浑厚 并且蕴含的正气更强 半空中 两柄金厨陡然碰撞 一道刺目的火花 迸射开来 两柄金厨 又猛地弹回 柳正道扬起手 朝着空中一抓 恰好 金厨又落入他手中 他身体陡然一个回旋 再次一出挥出 金厨再举 鬼魅凶恶 远去他方 二话地户紧闭 月光下 金厨闪过灿金的反光 两柄锄头在半空中 迸射大量火花 随着锄头再一次回弹 柳正道居然一脚踏在地上 一跃而起 在半空中接住了锄头 整个人居然也在空中一个回旋 就像是狠狠杨厨 再用尽全力挥出一样 而此时杨青山也有所变招 看似人朝着前方一扑 可实际上 他却一个翻转 抬脚 狠狠踹中了金厨的橱柄 金厨再举 起况安详 三化鬼路延赛 这一次 锄头碰撞之后 都没有再回弹了 半空中 两柄金厨死死嵌入对方的厨身 最后再落入了地面 不过 落地的时候 杨青山那把金厨断了 柳正道早就落地站稳 他双手背负在身后 欲气严厉了不少 过刚则一舌 认定死理 也不是道理 这起土咒 你用得太极端 除恶 在你眼中 我是恶 柳正道呵斥道 道法 不是杀人界 你天赋一柄 可改道法 但 用错了地方 此时的柳正道 话音中已经透着愤怒 杨青山身体微微恭起 他面色没有丝毫变化 身体毅然没有丝毫退缩 柳家的道法 未踢天行道 除恶 是你不愿意回关那人罪 我清理门户所用 清理门户 柳正道的身体一颤 声音一瞬间 沙哑至极 是你要清理门户 还是三元师兄 他这话音 就透着质问了 我脸色也变了 前半句话 柳正道是透着长辈 质问小辈的语气 可后半句 却直接彰显出了杀机 毫不掩饰的腾腾杀机 杨青山是小辈 他没资格说清理门户 可柳三元 若是这样说的话 就未免太过手段毒了 他可是柳天牛的弟子 柳正道是柳天牛的 唯一子嗣血脉 叛徒 没有资格再称师尊为师兄 师尊令我 若是遇到叛徒 便让你们回羌族认罪 若是能戴罪立功 可免除刑罚 若是你们执迷不悟 我便可清理门户 杨青山话音落下的瞬间 身体已经弯弓到了极限 双腿猛地一蹬 整个人如同一柄笔直之剑 弹射而出 刹那间 杨青山就到了柳正道身前 他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握着一柄青铜长剑 脚抗东宫苍龙志 叛贼禁朱行恶前 这一剑 杨青山以极为刁钻的方向 直插柳正道胸膛 我脸色骤变 因为这不是道法 因为其中没有丝毫正气 反倒是透着一股子胸利的气息 柳正道满是怒绒杀鸡的脸上 也是惊恶无比 柳三元 居然还教了你非柳家道书的术法 他声音中更是充满了杀意 同时 他双手抽出青铜剑 横举在胸前 铿锵一声 挡住了这一剑 胆敢直呼大长老明慧 最佳一等 杨青山抽剑后退 他一个转身 手中的剑又从另一个方位 刺向柳正道后心 与此同时 他再次喝到 魁楼西宫白虎鹰 风一川心断人命 他的位置太过巧妙 绝对不是随意刺出 还有 柳三元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还能学到别的书法 若是那样 我算得挂 肯定会出问题 柳天牛也不可能看错人 思绪至此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点 还有 下戏剧想 杨青山此时 咒法还隐隐而熟 瞳孔顿时紧缩 我正要开口 蒋盘忽然猛地往前踏了一步 他手持着杨公盘 对柳正道喝道 南方离宫火 破西宫寒金 我要说的 其实和蒋盘想说的相仿 杨青山这不是道法 而是音术 他以音术为根源 以八卦方位 和八门吉凶为走位 道士的剑法为功 此并非柳三元所教授 是邱天元传授他的音术 他将音术和道术结合了起来 而且他结合的这个音术 极为狠利 名为七杀星 脚抗鬼楼鬼牛星 七杀不过 就会有十余种暴毙之法 蒋盘这话 刚好是破杨青山的方位 说实迟 那时快 柳正道按照蒋盘所说 脚踏至南方 刚好躲过了杨青山 刺他后心那一剑 杨青山面色不变 又是一剑挥出 蒋盘再次喝出一个方位 这一次 柳正道不但刚好躲过 更是占据先机 他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握着一张符 啪的一巴掌 这张符直接拍在了 杨青山的头顶 何愧 展示 饶式用符 柳正道话音中 都是一枪正气 将杨青山的正 完全掩盖了下去 杨青山的头上 立时出现了一道蟹线 他蹬蹬蹬后退竖步 柳正道飞身而起 双腿猛地踹中杨青山胸膛 杨青山整个身体倒飞而出 直接撞入了正口里面 打得好 何致面色惊喜 他踏前一步 斧头直接竖在了地上 用五月正命符 可以定住他 顿空忽而抬手 朝着柳正道一挥 一张符指射出 柳正道伸手 将其握入掌心 他脉步朝着正口追去 落地的杨青山站起身来 整个人的气息 显然都围抿了不少 尤其是眉心的那一道血线 更为扎眼 你学了风水术 这风水道是 的确难得一见 可风水之上 是阴阳术 我恰好今日入了福道 你再来试一张如何 柳正道魂后的贺声 再次响彻阵口 杨青山猛地抬起头 单手抓住腰间 扯出来的是一条针带 前缘亨利针 针法理由甚 能寄至宅室 阴阳庙有灵 秘诀四神通 至灵望感应 奉请苗光桥 赵光谱 袁天刚 李淳峰一切先师 西顾真香并同供奉 今有道士杨青山 求灭叛徒柳正道 天有三骑 地有六仪 精灵异怪 固气浮尸 黄泥赤土 瓦砾坟墓 放光白布 随真见之 急急如律令 咒法喝出的瞬间 杨青山另一只手一挥 树根香枝从他袖中挥出 全部落在四周的地面上 香头悠悠燃烧 我脸色在变 杨青山这一招 我在柳天牛 柳化道 还有柳化烟身上都见过 这数百银针 杀伤力极强 柳正道不可能正面冲过去 杨青山的身体 陡然一个回旋 他抽出浮尘 浮尘朝着真带一打 可怪的一幕发生了 那真带 居然直接断了 半空中 真带断成了五六节 直接落地 刚才杨青山挥出的那几根燃香 此时也全部熄灭 杨青山面色恶然 死死地盯着地面 柳正道本来顿足半息 也有要用道法的准备 但现今 他脸上严厉更多 继续往前踏步及时 杨青山 就如同刚才我说你一般 我飞饿 你却要除饿 这仙师真法 是以浩然正气朱邪 我飞邪 你的真带变断 诸多祖师 也不受你香火供放 转眼间 柳正道已经到了阵内 杨青山还站在原地 柳正道挥手 朝着他脸上拍去 杨青山猛地后仰身体 他落地之后 双手一撑 整个人又朝着后方翻去 躲过柳正道这一巴掌后 杨青山落至一个院子的乌墙之上 柳正道又要追上 可他却忽然猛地 在原地站直 停顿的那瞬间 一口鲜血 从他口中喷出 在下一刻 柳正道竟直挺挺地 朝着后方扬倒了下去 合致脸色惊变 喊道 柳道掌 顿空更是大惊失色 直接朝着柳正道冲去 我和蒋盘同时变色 不能让他伤了柳道掌 蒋盘低声喝道 我毫不犹豫地抽出通窍分金尺 朝着阵内狂奔 除了刚才柳正道 被杨青山用阴术和道术结合的术法 压了一头 再之后 他都一直占据上风 甚至杨青山刚才的招式 还不攻自破 他是什么时候中了招 杨青山纵身一跃 再往前两步 就直接到了柳正道身侧 杨青山 修靠近柳道掌 何至声音尖锐地喝道 一腹批命术 语霸的瞬间 他已然冲至正口 身体猛地停顿下来 手中的斧头 却被他从脑后扬起 借着那骨子惯性 狠狠朝着杨青山挥去 因为速度太快 斧头在半空中的残影 竟形成了一个圆 这就像是圆刃一般 直切杨青山凶腹 我更是心惊 何至居然用批阴杨先生 命术的手段 去批杨青山 他下手虽狠 但我却沉默 这些年来 和我们朝夕相处 早已经和家人无二 杨青山招招杀人计 口口声声要清理门户 他是要杀人的 那就怨不得被人所杀 此时的杨青山 也总算大惊失色 他双手陡然在腰间一抽 凌冽喝道 盖文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无精斩除 除去百秧 一斩去天秧 天逢道路鬼 斩雀诸魔鬼 永远离家乡 二斩去地秧 地户将吉祥 南邪女归正 斩灭自消亡 三斩去鬼秧 百怪远前藏 断阙诸恶事 家眷自安康 无缝御黄律令射 斩桑咒咒法响彻的瞬间 一共七把剑 从他腰间挥出 在板斧原刃 距离杨青山 不足五米的位置 剑碰至斧身上 黄色的桃木剑 黑色的冒桃剑 瞬间被斩断 只剩下青铜剑 爆射出大片火花 板斧稍微偏移了方位 杨青山陡然朝着反方向闪避 而那板斧 还是大致 从他刚才的位置划过 当杨青山堪堪停下的时候 他腰间的道袍 已经破了 在他胳膊上 出现了一道血痕 鲜血瞬间弥漫下 砰 板斧砍进了一个正名的院墙 那片墙 塌了 合至气喘吁吁 双目泛红 急步朝着杨青山再次冲去 他一跃而起 双腿直接盘向杨青山头颅 顿空也到了合至身后不远 他抬起双手 也要动服 我准备杨起通俏分矜持 挥出去一击 给合至帮助 牵制一下杨青山 杨青山的眼中 再一次露出惊疑 他低声喝道 我没有伤他 是他自己倒下的 他这一番话 却直接让我心头大震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猛地驻足道 不好 要出事 志儿 莫要动手 先看刘道长 先前 柳正道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 我们都没看出来 杨青山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让他倒下 可杨青山此时直说了 不是他下的手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柳正道这番动手 再加上刚才化血服 伤及根源 他身上的奇毒因此发作 才会倒下 合至在半道猛地亭下 顿空同样如是 两人飞快地朝着柳正道跑去 我和蒋盘两人也急不往正口走去 片刻后 当我们到了柳正道身旁 合至已经搀扶起他的身体 顿空眼眶发红 正在掐柳正道的人中 柳正道的脸色 苍白得没有一丁点血色 他呼吸微弱 眉骨之上 眉毛隐隐有断裂的征兆 眉为饱受功 若是骨断 没劲 那就是阳寿已尽 柳正道还没到那一步 但已经有所预兆 并且他的嘴角变得枯白 有黑气从人中 颧骨的位置萦绕 此根源就是毒 果然如同我所料 柳正道伤了元气 以至于压不住那深重的毒根 我按住顿空的尖头 把他往后拉开 然后将柳正道平放在地上 让蒋盘捏开他的嘴巴 我将手掌悬于柳正道嘴唇上方 取出来接音匕首 在掌中一滑 伴随着一阵剧痛 血朝着他口中灌入 我的血生气浓郁 以生气 破毒素 对于汗拔的毒 这效果极大 可对于那未知的奇毒 生气无法将其冲散 只能做顾本培原之用 无法彻底解毒 但至少 这能暂时缓解一下 柳正道此时的症状 当年他的毒 要比何志和顿空 都伸了太多 阴阳 何志的眼中 尽是担忧 顿空紧咬着下唇 眼中更多的是不安 蒋盘面色阴晴不定 他忽然抬头 盯着侧后方 脚步声传来 是杨青山走了过来 他一手捂着腰间伤口 鲜血并没有浸染太多 显然 他只是皮外伤 毒 杨青山微眯着眼睛 疑惑地说了句 顿空双手持伏 警惕无比地盯着杨青山 随时准备动手 何志也立即抽出 腰间一根雷积木 哭丧棒 蒋盘猛然抬头 眼中愤怒丝毫不掩饰 黄口小儿 李柳道长远一线 若是今日大长老在此 他必定十三边 抽得你皮开肉斩 杨青山沉默不言 这儿 莫动手 我低声说了句 现在我们之间 情况很微妙 柳正道昏迷 那谁都不是杨青山的对手 现在看上去 杨青山没有再动手的迹象 不能再将他激怒动手了 何志被齿紧咬 指住了手中的动作 杨青山也停在了原地 他只是张望着柳正道 那张质色未退的少年脸颊上 多出几分迷茫和复杂 紧接着 杨青山又看了一眼正口位置 他 非邪碎 所以祖师不受我香火 不借力于我 到处上 我输了 杨青山低头 稍微顿了顿 又抬起手来 一个玉制的瓶子 被他甩出 我抬起一只手 啪的一声 接住了玉瓶 这是枪足的药 只有仙师及子嗣能服用 此药可续命 杨青山闭了闭眼 再一次开口 他有毒在身 我还是输给了他 并不是输在倒数不够精湛 而是输在了那一口气上 他不能死 我有话想问他 有事情想知道 你放屑救人 他随你们常年在一起 那你也非恶人 再放下去 你同样伤及元气 等他醒了 换我来 杨青山与爸 再一次扬起手 手臂落下的瞬间 树根柳家召集令 插在了柳正道身旁 而他自己 则一跃上了旁侧的一座院墙 转眼间 就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我眉头紧锁 握住了左掌 让血没有继续流 只是隐隐的晕眩感 让我极为不适 合制和顿空 都盯着杨青山消失的方向 蒋盘却先看了我手上的玉瓶 又看了看地上的召集令 这逗法 好像稍微让他 没有那么固执了 蒋盘低声开口 代价 太大 我眉心紧促 摇头开口的同时 我打开了玉瓶 倒出来了其中的药丸 一股子血味 扑面来 但这血并非腥臭 反倒是透着一股 说不出的香气 我瞳瞳紧缩 粘起来其中一颗药丸 将其放入了柳正道口中 蒋盘一拍他下巴 药丸被送扶了下去 我多看了剩下的药丸几眼 轻点一遍 还剩下四颗 又重新将其放回了玉瓶之中 我要将柳正道背起来 可湿血的晕厥再次袭来 我险些亮枪倒地 蒋盘掺住我肩头 低声道 我来 何志和顿空过来扶着我 蒋盘将柳正道背在了背上 我站稳之后 何志让顿空去捡回来板斧 我们一行人才狼狈无比地 朝着蒋宅回去 到了宅内之后 蒋盘将柳正道送入房间 我让何志和顿空照看柳正道 再扭头看向蒋盘 低声道 大哥 先给我廖兄当年留下的线索 其余事情 我们再详谈 蒋盘面色微变 他说道 虽然柳道长此时出黑上远 但只要不再多动元气 等廖兄来了 也是一次机会 我闭了闭眼 才道 廖兄 毕竟还在他处 万一 他半路遇到什么问题 来不了了呢 又或许 那扇诗丹被我消耗一次 功效就连救柳道长都不够了呢 变数 太多了 我没有时间 可柳道长不足 大哥 若是你不明白 我的意思 之后会明白的 话音至此 我陡然睁开眼睛 眼中都是坚决 蒋盘愣住了一下 他和我对视 眼中的疑惑 逐渐变成了隐隐的金色 我心头沉下去了不少 可我也没有办法 蒋盘性格固执 如果事态不够严重 他肯定会选择等料成 而我的这番话 必定也会影响蒋盘 让其多思索不少东西 蒋盘沉默了半晌后 转身朝着屋外走去 我觉得 在那期间 他的眼神有一些变化 只是我无法捕捉 无法再看见 蒋盘是朝着院后草屋走去 我紧跟其后 两人很快离开前宅 到了院后草屋跟前 蒋盘在草屋门口停了下来 他并没有回头看我 而是忽然说了句 盈阳 你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吗 我脚步猛地顿住 眼皮微跳了一下 心跳的速度都加快了几分 可下一瞬 我就将这些情绪 完全压了下去 保持住面色镇定 蒋盘这才转过身来 我从没有发现 他的目光会这么深邃 不过 我和他对视 没有露出任何的异样 大哥 你怎么会忽然问我这个 我开了口 蒋盘嗡了一声 并没有回答我 反倒是抬头看了一眼夜空 他忽然又笑了笑 说道 许事我多想了 你我兄弟二人 多年手足之情 起初我看着你成长 在之后 你慢慢成了坐镇 唐镇的一方先生 我们同生共死多次 想来 你不会有事情隐瞒我 我更沉默 面色依旧没有变化 蒋盘回过头 推开了草屋的门 这同时 他低声又道了一句 阴阳 观心则乱 我理解你想要多一个后手 但你要相信命数 相信了凶 灵阵二神 自含有续命之法 话音落罢 蒋盘入了草屋内 我跟进去之后 悠悠的烛光 驱散了屋中的黑暗 蒋盘点了一根蜡烛 放置在桌上后 便到墙角的木床旁侧 翻开了一个柜子 在其中寻找 我坐在桌旁 静坐养神 只是 我依旧抑止不住 心底有了几分冲然 蒋盘会问出来我那些话 就说明了不少东西 他并没有将怀疑 表露在自己脸上 而是给了我台阶 我没有把握 在蒋盘面前说谎 而不被他看出来 刚才蒋盘问的话 没有问更死 他反倒是换了画风 说我不会骗他 之后那两句 就是寻寻善诱了 只是 我的确不能说 不多时 蒋盘取出来了一叠纸 那张纸上 有一张残图 找到了 蒋盘语气中 透出两分星系 他走至桌前 将纸和残图放下 坐在我面前时 蒋盘擦了擦额头上的薄汗 我没有第一时间看蒋盘 看向了那些纸和残图 残图很老旧 是一张布 其上是一片横着的山 山前 有一些乱石之地 图 应该是雪眼 断裂的位置看上去 就像是这雪眼周围的整体环境 那横着的山后边 还有一些隐隐的图案 还是更多的山 我心头凝重不少 这横山飞雪眼 后方山中才是 那这图 残损得太多了 看不见雪眼 也看不到整体环境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那这又怎么找 蒋盘抬起手 将残图拿下来 放着我面前 接着 他又将所有的白纸 全部铺开 此地 廖兄推断许久 画出一场园局 这残图之上 有精神二字 于兄认为 这或许是园局风水之中 精神七杀作目 只不过 这全都是我们的推断 没有经过论证 蒋盘话音落罢之后 眼中一律却变得更多 我皱了皱眉 低声道 精神者 太白之精 百兽之神 主兵歌桑乱 水汗瘟疫 所葬之地 忌讳修筑城池 宫室 阁楼 园林 新宫尚凉 出军征伐 以喜嫁娶 远行复任 若犯干神者 当车裂暴毙亡命 无马分尸之苦 可大哥 精神七杀 又为精神七杀 这是凶坟 又怎么可能有羽化尸 我话音戛然而止 手瞬间握紧了不少 羽化尸 并非只有一种 善尸在大善之地 那恶尸 自然就在这凶坟之中 料成的线索 是羽化恶尸 当初在管仙桃的墓中 和那羽化恶尸之斗 还历历在墓 之后 我们又从八药恶尸那里 取出来周金一尸骨 闲死还生 羽化恶尸 都不可能简单 更何况 这精神七杀之地的尸体 会更凶煞百倍 若是这羽化恶尸有用 还不如去一趟龙山 想办法 取八药恶尸的尸丹 思绪至此 我正要开口 蒋盘的手却落在桌上 轻轻地敲击 同时说道 当初 我也是疑惑的 可辽兄说 这残途 本非残途 而是他们当年 从那批喜欢收集尸体的人 手中得到 当年是完整的 只是因为存放不当 林郑二神山门起火一次 只剩下这一小部分 他师尊曾说过 这图所在之地 有一口天下大尸 此尸非恶尸 我脸色再变 也回想起 廖城说过的一些话 吴显常父子二人 就是当年林郑二神 对付的那些人的后辈 那些人喜好收集尸体 有一张这样的图 倒不令人意外 而天下大尸 又不是羽化恶尸 那十有八九 就是羽化善尸了 此地 我势在必行 我的手 重重落在了桌上 讲盘没有接话 许久之后 他才说道 只有推断 未经过论证 不能确定那地方 是否是精神七杀 我们无法提前准备 更大的问题 还是此地到底在哪 廖兄未曾说过 他知不知道 维兄 却不知晓 我一时间哑口无言 无法接话了 维兄会想办法打听 我们也安心等廖兄来 你先莫要心急 乱了阵脚 那告诏书也发出去 广招天下先生 看能否还有羽化失智线索 讲盘又说了一句 我只能点点头 说了一个好字 又过了半盏茶的时间 讲盘先行起身 他收起来的那些图纸 放进了木柜里之后 才示意我离开 我们两人回到了前院 这不知不觉间 天色居然都快亮了 去房间看了一下柳正道 他气息平稳 气色恢复了不少 何止催促我和讲盘先去休息 我们两人不能这么熬 我同讲盘两人 又离开这房间 要各自回屋 结果 院子外边 却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隐隐有火光从院头传来 我顿住脚步 讲盘也扭头看向院门 砰的一声 院门开了 跌跌撞撞进了院子的 是狗悬 而在后方 看似走得平稳 但脚步实则慌乱无比的 居然是蒋木女和苏云 再在他们身后 传来一个透着不满的冷硬声音 蒋先生 上一次你受伤 我龙颠准备 带着全部的人手 来帮你除恶 可一言不合 你就要送走了夫人和小姐 这事儿 你叫龙某如何去想 狗悬眼中都是不安 他跌跌撞撞地 走到我和蒋盘身前后 脸色更是一白 先生 李先生 被拦下来了 蒋木女和苏云 更是慌张失措地 朝着蒋盘身后走去 蒋盘整张脸都是铁青的 他死死地盯着院门处 我心头也沉到了极点 因为我完全没想到 蒋木女和苏云 会被龙颠拦下来 龙颠走入了院内 他身后跟着数个手下 那些人腰间挂着枪 手中持着火把 这龙颠满是胡渣的脸上 竟是凶狠之色 他眼中的血丝更多 几乎要蹦裂开来 蒋先生 为何沉默不言 龙颠一脸狠色 盯着蒋盘说道 我脑中在飞速推演 此事 龙颠出手 是巧合 黄之远背后 肯定有人指点 大致 那人就是要对付蒋盘的先生 可他未曾正面出现在 黄之远身前 所以我们问到 相关一些话的时候 黄之远都未曾露出撒谎的相格 反倒是他和龙颠有勾结 这被我看了出来 龙颠应该没有和那先生有关系 他完全靠着蒋盘狗活 否则早就被轻脚 他不至于想要杀了蒋盘 但我又想到了 龙颠或许会靠着黄之远 让自己洗脱出来 事情到这份上 就很难下定论了 我转瞬的思绪间 只见龙颠又往前了两步 他继续说道 可蒋先生 你转念一想 红河之中 哪个百姓你不恋爱 我这手下 你又忍心 看见哪一个 被人抓走 我 不是蒋先生的对手 你不用担心 非要送走家眷 龙颠脸上的怒容 又转成了笑容 这时候 他和蒋盘距离 只有不到半米了 蒋盘才略低压地开了口 道 龙当家的 你误会了 只是我妻女从未回过我家 此番阵中颇乱 我索性 让他们去看看 很显然 龙颠最后那一番话 又是用百姓在威胁蒋盘 蒋盘也不得不这样回答 呵呵 蒋先生之事 就是我的事情 我随时派遣几个人手跟着你 段无人敢加害于你 龙颠再一次开口 他抬起手 啪 啪 拍了两下 院外又匆匆走进来一队人 这些人穿着普通正名的衣服 看上去 身上并没带着枪 但我很清楚 他们枪藏在衣服下面 这龙颠是提前就准备好了 要这样盯着蒋盘 我正在想对策 可他们着实枪太多 蒋盘脸色更难看 龙颠的笑容 又隐隐有些僵硬 蒋先生 你觉得不妥吗 他问道 还没等蒋盘说话 忽而 嗖的一声轻响 一侧房间的窗户破了 雪花迸射 龙颠的半个耳朵 居然凭空消失 龙颠一声惨叫 猛地捂住了诱饵 院内那些龙颠的手下 都京剧地瞪着一处房间 几乎所有人 都拔出来了呛 枪口直接瞄准了 屋门和窗户 我脸色骤变 动手的 必定就是柳正道 前两天 龙颠来这里 柳正道未曾归来 现在很显然 柳正道醒了 可何志和顿空 也还在屋内 我正想说住手 屋内的窗户 却一瞬间 破开无数个小洞 痴痴地声响之后 就是一连串的惨叫 那些个龙颠的手下 全都面色痛苦地松开手 枪直挺挺地 落在了地上 龙颠面色惊怒 低声喝道 来 可他话音未落 又是一柄桃木剑 直接从窗户破出 扎进了他肩头 他惨叫一声 整个人应声道飞而出 一个更为冷硬的声音 从屋内传出 你的人进来之前 你将被我剑穿心口 他们的枪再快 也保不住你的面 龙颠被吓得体弱筛康 满脸惶恐 他那些手下 更是被吓得不轻 也不敢去捡地上的枪了 蒋先生 不是你可以威胁的人 若是你再来威胁他 无需他说话 我必取你手机 柳正道的声音 再一次传进院中 紧跟着 他就说了个 滚 龙颠仓皇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没有站稳 就朝着院外冲去 他那些手下 更是一个个惊魂未定地 跟着一起冲出院外 急促的脚步声 变得异常杂乱 院外的火光消失不见了 脚步声也渐渐远去 显然 龙颠是直接被柳正道吓跑了 只是 我眉头没有舒展开 柳正道短暂解了一下难题 可这样一来 必定会让那龙颠惧怕 一个人惧怕之下 就会做出来很多 疯狂的事情 此时 蒋母女和苏云 都扑到了蒋盘身上 母女两人唾气不止 他们两人 都被吓坏了 狗玠抬起手 狠狠地在自己脸上 抽了两个耳光 先生 是我无能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的消息 有商船在盘江江我拦下 船上就是这些人 不怪你 蒋盘低声说道 他伸出双手 安抚着蒋母女 苏云母女 可我 狗玠更懊恼 他神色惨然 又道 这些兵匪 恐怕会在红河 通往各地的路上堵截 再想要让夫人小姐离开 怕是男上加男 蒋盘更沉默 他没说话 只是扶着蒋母女 和苏云进房间 这期间 柳正道也出了屋子 他脸色恢复了更多 腰身依旧笔直 何志和顿空 分别跟在他左右两侧 柳道长 我抱拳 行了一礼 柳正道看着院门 眼中透着浓郁的杀意 本想直接结果了他 此人身上戾气掩藏不住 满是杀鸡 又开口便以妻儿 百姓威胁 不知道手中有多少人命 杀了他是替天行道 可他带着的恶徒太多 我自然明白柳正道的意思 龙顛死了 他手下群龙无首 必定胡乱伤人 等大哥出来 我和他要商议商议 我开口道 嗯 柳正道点了点头 紧接着他又问道 你们是如何让杨青山离开的 我将昨夜的事情 严谨一概地说了一遍 并取出来了杨青山给的召集令 柳正道沉默许久 才点了点头 此子心性纯良 正气在胸 并非愚钝的朽木 我试试 引导他一二 何至眼中却担忧无比 他小声说了句 劝得了吗 我们并没有邱天元作恶的证据 我非邪罪 他的倒数 给了他答案 我们非恶徒 柳正道背过双手 继续说道 劝不劝得了 得试过才知 至少他现在是愿意听的 何至面露迟疑之色 低声道 他 真愿意听 柳正道恩了一声 一只手依旧背负在身后 另一只手扶过下巴的黑燃 他 只是被蒙骗了 贯穿心口的是浩然气 自不可能为恶 虽说他不会现在怀疑 邱天元和三元师兄 但也不可能在那么 和我们针锋相对 柳正道又解释了一遍 何至总算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我心头有几分唏嘘 柳正道始终对柳三元 有很深的情分 之前在愤怒之下直呼其名 现在他冷静清醒了 又依旧叫三元师兄 再加上 他有劝说和引导杨青山的可能 我心头也松缓了不少 至少 这是唯一一件好事 柳正道让我们都先去休息 说他会守着院子 刚才那龙巅 应该不敢再带人过来 蒋盘却低声说道 他的确不敢过来 此人极为贪生怕死 但红河 恐怕其余人也不好出去了 我脸色微变 可下戏一想 蒋盘所言非虚 刚才那番 差不多和龙巅撕破了脸皮 龙巅肯定会更怕 这惧怕之下 他就会拿捏红河的百姓 更不会让蒋盘一家人离开 此人 还是得解决 这些落草为寇的兵匪 危害太大 我沉生开口 大哥 你给他在什么地方 定了什么宅 我又问道 蒋盘顿了一下 才告诉我 镇外向西石里 有一片山脉 择了第三山 点了一处高宅 紧接着 蒋盘眉头皱得更紧 继续说道 不能将他逼得太紧 如果不能一次性 让他们几百号兵匪 全部灭掉 红河百姓 恐遭大难 我沉默片刻后 低声道 此事 我会想办法 大哥 先休息吧 这两天连续的精神高度集中 饶食我 太阳穴都在微微跳动 蒋盘更是有难掩的疲惫 蒋盘点点头 和蒋木女苏云相互搀扶着 朝着房间走去 此时 苏云和蒋木女也恢复一些了 何志和顿空 快步走至我身旁 何志伸手搀扶我 我笑了笑 说自己又没伤 无碍 最后和柳正道对视一眼 我抱了抱拳 柳正道冲我点点头 我们眼神交流一番 我这才转身朝着屋内走去 入屋之后 依旧是顿空躺最里边 我和何志在外延 何志靠在我怀中 很快就安安静静地睡了过去 一直等他们 母子俩都入眠了 我才闭上眼睛 等到我再醒来的时候 床上只剩下我一人了 何志在屋中的桌旁看宅经 顿空不在屋内 我揉了揉眉心起身 走至桌旁 此刻何志全身贯注 他刚好看到宅经中 关于大学的一部分 那是一张简图 一侧是一座见风高山 直插云霄 极远处 云雾缭绕之下 又是一座矮山 起顶平坦无波澜 祖龙高顶明楼殿 常有云气线 何志难难道 他眼中流露出几分渴望和痴迷 我嘴角也是柔和的笑容 我在地向炉学艺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一些 大学大风水地的部分 新生向往和渴望 何志能有这个神态 代表他的确将宅经读了进去 若是无法入定 那就代表 何志同宅经无缘了 我没有打扰何志 转身朝着屋外走去 推门出 我又小心翼翼地合上了门 天已经黑了 夜空中圆月高悬 只是 今夜的月 我觉得太孤寂 仰头看了几秒钟 他带给我的 依旧只有冷清 另一侧的堂屋内 柳正道和顿空 正在讨论福传 两人话音至激昂处 顿空甚至站起身来 他情绪激动地指着桌上一张福 不停地说着什么 柳正道又眉头紧缩 单手福然 同样在看福传 又低声说了几句 两人近乎同时露出恍然之色 又开始浮暗画符 我的心 稍微定了半分 我身上还有四颗杨青山碟的药 看柳正道的状态 他应该没大碍了 说不定不用膳食丹 只要安顿一段时间 就能出黑 麻烦 却还是在顿空身上 那张符 定是要魂魄全了之后 才能画出 精神七杀 或有语化膳食 可讲盘不知道确切的位置 恐怕料成也不知晓 否则当年 他就应该去了 这事情看似有线索 实则却无可奈何 吴显长被指人许包皮 吴蓉被砍头 我下戏一想 吴蓉死的时候 也终年已过 那个年纪 不可能没有留下子嗣 吴家肯定会将风水术传承下去 是否会有一张踏硬的图纸 或是详细的精神七杀线索呢 我想到这里 又压下了自己的思绪 想要找到吴家那可能有 可能吴的后人 更是大海捞针 这精神七杀 恐怕得放弃 叔叔 一个有些胆怯的声音入耳 我顿时回过神来 才瞧见 居然是蒋牧女 怯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其实 之前蒋牧女 都没有这样的神态 还是这两天的事情 吓坏了她 我轻叹一声道 牧女 莫要心理负担太重 有叔叔 还有你爹 不会有事的 蒋牧女艰难地露出几分苦笑 她又抿了名嘴 余光瞧了一眼唐污 顿空弟弟和柳道长在画幅 娘说 莫要打扰他们 叔叔还没有用饭 我和娘在厨房点击备了餐时 蒋牧女又轻身行了礼 我愣了一下 不过也点点头 苏云的确秀外汇中 她看似柔弱 也有不小的胆识 若是让一个寻常妇人 跟着蒋牌 恐怕这些事情落在身上 早就吓坏了心神 苏云却还能想到 不耽误顿空和柳正道 我抬手 做了个请的动作 蒋牧女立即就 走在前方引路 进了厨房 没有灯的光线很是灰暗 灶台对面摆着一张桌子 骑上放了不少吃食 还有一盅酒 苏云在一旁毕恭毕敬地低声道 李先生 请坐 蒋牧女小心翼翼地 关上了厨房门 又赶紧到了苏云身后 不敢说话 我顿时就知道 这不是简单的一餐饭 苏云是有话要说 我在原地站了片刻 才走至桌旁坐下 苏云又要往前 我看得清 她眼睛落在酒中上 我便抬手 先拿起来了酒中 给自己倒上了一杯 苏云顿时就将站在原地 蒋牧女也露出不安的声色 我端起酒杯 目光垂下 看着其中半周的酒叶 辛辣的味道已经扑鼻而来 嫂嫂 你有何事要说 直言无妨 我开了口 我打断苏云给我倒酒 也是与礼数不合 同样 我心生疑惑 苏云会有什么事情要求我 可下一刻 苏云居然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我立即起身 想要拦住她 可她跪得忽然 我并没有能拦住 守在苏云肩头的时候 我又停顿了下来 男女之别 再加上这身份 我肯定不方便碰到苏云 嫂子 你这是 我眉头紧皱 这时 蒋木女居然也跪在了苏云身旁 苏云眼眶微微泛红 她抬头看我 艰难道 我家先生还在熟睡 未曾醒来 我想求李先生 做一件事 我家先生 有一副善人心肠 当年我举家遭难 只剩下一人 他将我留在身边 不嫌弃我 娶我为正妻 可他 心也太善 以至于叫那龙巅威胁 龙巅 不是好人 先生和他绑在一起 一定会被连累的 如今我和牧女被送回 无疑于又拖了先生后腿 我想求李先生 除了那些人 我晓得 其实只要我家先生 能愿意动手 龙巅内心兵匪 也活不过几日 可他不愿意 我别无他选 只有李先生能帮忙了 说着 苏云就冲着我 猛地扣了一头 这喷的一声轻响 让他额间立食 多了一道红印子 我瞳孔紧缩 脸色在变 苏云又朝着我磕了一头 他眼眶通红 泪水夺眶而出 嫂子 此事不能贸然决定 几百条人命 也不是我能 我话还没说完 苏云却忽然 从腰间抽出一把剪刀 直接对在了自己的脖梗上 他咬牙 眼中带着一丝绝望 剪刀触碰到了脖梗上 一丝鲜血一出 若是李先生不愿 那我们母女迟早拖累先生 倒不如先父皇权 让先生只剩下 红河镇百姓的顾虑 蒋牧女眼眶也泛红 她颤巍微微地 摸出来了一柄敌手 也横在了脖梗上 苏云的眼中 是真的有死质 我却毫无办法 总不能让苏云 直接自裁在我身前 嫂子 你先放下剪刀 此事 我可以答应你 我无法知下 就只能点头 苏云的面色上 顿时出现几分惊喜 她立即收起剪刀 又冲着我叩头几次 蒋牧女的脸上 也是惊喜无比 我略复杂地看着苏云 轻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想说 让苏云千万不能将 这一缕狠心藏在心头 可话到了嘴边 我又收了回去 她是一个普通的妇人 即便是跟着蒋盘 也依旧普通 狗急跳墙 兔子急了咬人 龙颠的确逼的人 无可奈何 我劝说不可能有用 倒是她的提醒 给了我一些想法 看似我们现在受困 那先生在针对蒋盘 又有黄之远和龙颠 撤走了蒋盘一些行动 我们别无他法 只能被动挨打 可这前提 是建立在蒋盘 被撤走的情况下 我其实是这场事情的局外人 不只是我 何志 顿空 柳正道都是 那先生的算计波及不到我们 龙颠对百姓的威胁 胁迫不到我们 黄之远那些事 就更和我们不相干了 若是由我来动手 直接除了龙颠 这场算计 就会生变 我坐回了桌旁 手端着酒杯 心头却又沉了几分 像是苏云所说 用风水杀人 肯定不行 几百条命 我不遭报应 暴毙短命 也一定会失去命数的庇护 从此被唾弃 可我却能去乱了龙颠的宅 即便他威胁蒋盘 现在红河又有柳正道 他也只能干看着 无法行动 我还可以在这之前 去一趟新市 找到其当差之人 让他们做好准备 在我乱宅之后 直接抓了龙颠那些手下 如今龙颠应该刚好 和黄之远勾结上 给他们时间完成了勾结 龙颠的人手就除不了了 到时候蒋盘更被动 我现在动手 龙颠和他的人手 又有一部分在红河镇 必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才是万全之策 想到这里 我将酒杯送入唇边 一饮而尽 嫂子 你起来吧 这件事情 我已经有对策了 但此事 先莫让 我说话之间 苏云和蒋木女也起了身 只是 我话还没说完 厨房的门 却被轻轻地扣了两下 我话音戛然而止 苏云眼中慌乱 不安地看了我一眼 蒋木女也很不自在 她小心翼翼地 瞥了一眼门 下一刻 苏云才微咬着下唇 走到门前 将厨房门拉开 结果苏云却被吓得一个哆嗦 颤巍巍地后退了数步 蒋木女也惊慌失措 不安地喊了一声 爹 站在厨房门口的 正是蒋盘 可苏云不是说蒋盘正在熟睡吗 此时 蒋盘的脸色铁青 只是她很平静 平静地吓了人 大哥 我站起身来 蒋盘却抬手 做了一个吓压的动作 我 我又要开口 可话却不知道怎么说了 刚才我太全身灌住去想手段 并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 蒋盘闭了闭眼 她鼻尖长嘘了一口气 说道 阴阳 刚才的话 我听到了多半 附到人家的言辞 你莫要去听 龙爹那群人之前是军阀 现在成了兵匪 杀人不眨眼 你想杀他们 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几百条命 要么你死 要么他们死 前者 地向看欲断了传承 后者 你破了命数 甚至会因此破了地向看欲这一脉的器语 蒋盘的语气 依旧平静 我脸色微变 心知蒋盘所想 和我最开始的想法一样了 我立即开口 说了我第二个想法 蒋盘却沉默片刻 又道 营羊 你破不了他的宅 我心头一沉 脸色又变化了几分 为何 我低声询问 此事 容我稍后再说 你先出去 我有家事要处理 蒋盘侧身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去做了一个宅法